地狱降临,魔物肆虐人间 这个世界,每个人16岁时都可以觉醒本命天赋 而楚风觉醒的天赋是一道光 本以为无用的能力 没想到,却能和任何魔物签订契约 并且无视契约束缚 击杀魔物,制作魔药进阶超凡 不,太危险了,还是白嫖比较好 毕竟他们是非常善良的 他站在地狱深处,一脸虔诚地祈祷 伟大的魔神,我是您忠诚的信徒 只要您把力量借给我,不多 也就是您的全部,我愿意 月魔,呸,卑鄙的人类 我已经下载了防诈骗app 智慧超绝的我,怎么可能还借给你力量 咦,你啥时候把刀架在我脖子上了 好说,好说 而且,你还轻 千万不要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阿修罗,我就出门解个手 扫尿的功夫,就被骗走了无上魔体 来时候好好的,回不去了 咒鸡,老娘只是吃个几个人 她硬生生地把我当成了失足妇女 临走时还说什么完了不给钱,就不算嫖 那是我修了整整三万年的纯阴之力啊 就这么被拿走了 隐魔,我以为她看上我的身子 没想到是修为,悔不当初啊 楚风看着面前坚真不可夺其至的魔神夫人 语众心肠道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夫人,您也不希望魔神大人失去工作吧 魔神,夫人,你就从了他吧 第一章,大凶出世,地狱震动 地狱降临人间,魔物肆虐 江城一高 教学楼前面的空地上人流涌动 一座六星芒法阵烙印地面 中间则是快一米多高的白色金石 一个个学生排着S型长队走向法阵中央 空中时不时亮起图腾模样的光芒 刘强,C级天赋,恶魔手 一只满是浓疮 指甲尖锐的手臂虚影浮现头顶 随着老师宣布,恶魔手臂消散于空气当中 王淑宇,D级天赋,破魔弓 李小兰,E级天赋,三头魔狼犬 这届毕业生天赋有些差啊 贵宾台上,一个身穿华服 年约五十的中年男人阴阳怪气道 正院事务集,压轴地放在后面呢 校长张有得微微开口 看向队伍后方 眼神停留在最后一个少年身上 流露出自信之色 那少年约莫十六七岁 身穿蓝色衬衣 体态修长,光洁白皙的面容 透着棱角分明的冷峻 清澈的眼眸异常纯净 纯真无瑕 给人一种如沐春风之感 楚风,我害怕 少年前面站着的女孩窃窃开口 声音中带着丝丝颤抖 有些紧张 小十八,别怕,老公赞 楚风伸手拍了拍女孩的肩膀 咦,真恶心 我猜不是你的小十八 女孩脸色通红,耳根发烫 楚风撇了撇嘴 看向六角星芒阵 眸光中生起火热之色 十六年了 她心中泥南 思绪止不住地飘飞 带着前世的记忆 生在这个满是怪物的世界 实在有些心累 世界各处被地狱中的魔物占领 它们以人为石 伺机而动 数百年的摧残 一个个地狱降临人间 城市沦陷 人口急剧下降 就在人类彻底灭亡时 一百年前 格局发生了些许改变 新山儿十六岁时 通过六角星芒阵 可以觉醒本命天赋 觉醒的人类通过天赋击杀魔物 吸收怪物核心 从而进化 经过上百年发展 觉醒的天赋也有了等级强弱 按照不同的颜色划分 分别是 SSSS SS A B C D E 从高到第一次排练 赤城黄绿青篮子 还有最垃圾的白色 也就是一级 而天赋就像是一个人潜力 如果觉醒了地级天赋 那么的他 实力最强 也就是地级 楚风作为穿越者 老天爷除了赐给他一双 帅到极致面容 硬件上面是一点都没给 古人云 天于不取 反受其救 他也没有浪费老天爷的奖赏 把这张帅脸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发挥到了极致 直接脚踩十八条船 没办法 女人对于帅气的男生 实在无法抵抗 甚至 有一些女老师 对楚风暗送秋波 借着补课名义 没少开游 对于拥有着 严格职业操守的楚风来说 他内心是拒绝的 于是乎 在无数个深夜 他都会为了人类的延续 送给那些漂亮的老师 优雅舞者 寂寞少父们暖心的安慰 俗话说 长在河边走 那有不失险 一些风言风语 也不是捕风捉影 作为花边新闻的男主角 楚风被全校男生抵制 一年之中 被联名举报数十次 理由是 此人太帅 有伤风化 幸亏楚风成绩全校第一 不然 早就被开除了 其主要原因是 十六岁之前 要想看到天赋的强大与否 只有通过一些其他的渠道判断 越是聪明的人 智商比较高的 觉醒的天赋也就越强 楚风智商超群 不怎么努力 成绩就达了顶峰 孤儿被放在了压轴的位置 排队的人群渐渐攜手 只剩下寥寥几个 张东强 S级天赋 死神镰刀 刹那间 法阵上空 一把充满杀气的镰刀浮现 贵宾台上 十几人瞬间站立 S级 我苍龙学院要了 如此好苗子 应该放到麒麟学院 绝顶高手的资质 我神奉学院 才是最适合的 哼 凭本事争取 昆鹏学院的条件 不输任何人 高校的院师们 争得面红耳赤 没有丝毫妥协 张东强一脸欣喜 激动地走下来 目光看向楚风的位置 充满了挑衅之色 下一位 刘盈 随着老师点名 刘盈转头看了身后一眼 楚风点了点头 安慰之情不言而喻 哄 刘盈刚站在上面 只见法阵上空紫光缭绕 一柄古老的绝世长矛 浮馅出 纯紫色长矛横空出世 绽放出无尽的光滑 耀眼无比 本来还在正在争吵的院师们 谈论的同学 瞬间鸦雀无声 呆呆地看着女孩 SSS 我的天大 出现神级天赋了 我人类之中 又要出现神明吗 天佑人足 天佑人足 羡慕 嫉妒 火热 八剑 各种眼神看向刘盈 他们看着女孩 全是震惊之色 甚至连宣布的老师 也愣在当场 一时间忘了本职工作 刘盈被被注视得有些害怕 眉目转动 直勾勾地盯着楚风 都快哭出来了 她很设恐 刘盈 SSS级 鸿蒙之毛 随着宣布结束 人群中爆发出欢呼之声 而刘盈并没有迷失 在众星捧月之中 反而像个小媳妇似的 走到楚风跟前 呆呆地站在一旁 如此动作 拉了一波仇恨 楚风刚想出演鼓励 可随即就被点到了名字 最后一位 楚风 作为压轴的存在 全校男人的公敌 看他笑话的人大人又在 毕竟 成绩好和觉醒天赋 虽然有很大的关系 但并不是绝对 楚风缓步上前 伸出手掌 按在觉醒水晶上 刹那间 一道纯洁的圣光 炸裂苍穹 整个学校内 被白光弥漫 所有人下意识闭上眼睛 好似受不了 如此夺目的光辉般 江城中 民众纷纷转头 看向一高方向 占地上百亩的学校 此时成为了一个 巨大白色光球 照耀着城市每一寸角落 城外 大片的魔物 彭佛是感受到什么一样 一个个如临大敌 身躯瑟瑟发抖 好似被什么大恐怖盯上班 狂躁不安 无穷的地狱深处 那些主宰万亿魔物的邪神 睁开眼睛 眸光中流露出星际之色 为何无的眼皮狂跳 死灵地狱 阿比地狱 星红地狱 永夜地狱 黄泉地狱 一个个古老的存在 躊躇不安 像似被天敌盯上一样 异常地难受 觉醒仪式上 白色圣光持续了整整一刻钟 才完全消散 留下猛圈的几千人 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无论是谁觉醒天赋 爆发的光芒 不会超过法阵之外 这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情况 更加诡异的是 他头顶没有任何东西存在 楚风睁开双眼 看了一眼头顶上空 微微一愣 啥也没有 当下连忙查看自己的天赋 每个人觉醒后 都会有一个面板出现 只有自己才能看到 姓名 楚风 实力 无 神通 无 天赋 圣灵之光 无级别 无视任何契约束缚 洗涤除自身外 一切邪恶力量烙印 雾草 这是啥玩意 楚风人妈了 第二章 原来我的能力是白嫖 他有些猛圈 宣布的老师抿了抿嘴唇 不知道要怎么开口 虽然出场很炸裂 但是光芒散尽之后 毛都没有 觉醒时上面也无任何信息浮现 这就有些尴尬了 贵宾台上 师兄学院的院师们 你看我 我看你 一脸猛圈 这小子 到底觉醒了什么天赋 还是说觉醒时坏了 如此程度的异想 其中肯定别有隐情 会是会是超过了 SSS级的天赋 难说 坐在中间的正姓中年人 死死地盯着楚风 眼神中时而疑惑 时而惊异 你姓楚 他下意识地开口问道 楚风抬头 看向贵宾台中间 那男人阴沟鼻 大长脸 双眼微眯 流露出凶利之色 他的前方桌前 放置着一个卡牌 滔屉学院 正疼 啊 那楚道璇是你 嗯 楚风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 对方能说出自己父亲的名字 自己的便宜父亲 很小的时候 和母亲一起离开了 留下他一个人 除了每个月三千块的生活费外 一个电话 都没有打过 只是三年前 只有一个消息传来 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发电报联系 看着贵宾台上的正腾 两室为人的楚风 心中生起不妙的感觉 对方来着不善 虽然能说出父亲的名字 但根据语气判断 两人绝对不是什么好友 见对方默认 正疼眼神闪烁 一抹胸光闪过 根据觉醒时检测 评定为一级天赋 他立刻对楚风觉醒的天赋 做出了级别宣布 我不同意 虽然是白色光芒 但能有如此大的异象 肯定不是一般存在 是啊 正兄 要不要重新检测一次 或许到神城请教专门之人 对对对 院师们纷纷反驳 他的父亲的是楚道玄 郑腾重重开口 看向反对的老师们 众人听后表情各异 好似知道楚道玄的身份一样 不再言语 要是正常情况下 楚风肯定会告诉他们 自己觉醒天赋的信息 可如今嘛 就算了 完全没有必要 热脸贴冷屁股 张有德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深深地看了楚风一眼 眼神中充满了惋惜之色 我相信你 绝不是一级天赋 刘盈站在旁边 开口安慰 哼 无所谓 大不了不去师兄学院就是 楚风心态良好 没有丝毫难受 自己的天赋 虽然有些另类 但绝不是对方 说得那么不堪 现在你们都觉醒了 自己的天赋 需要了解一些 注意的事项了 张有德站在台上 郑重告诫 台下的上千名学生 全神贯注 生怕错过一个细节 我们击杀魔物 把他们制作成魔药 提升自己 反之 那么魔物也是一样 他们通过吃掉人类 也是进化的一种 特别是天赋级别高的 更是得魔物中的绝世真修 说到此处 一众人齐刷刷地看向流营 心中平衡了许多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千万不要和魔物做任何交易 缔结以任何方式的契约 千万不要 楚风眼前一亮 看向台上 为什么 有不懂的学生出口问道 与魔物达成契约 虽然可以暂时获得 他们的一些力量 但下场的只有一个 成为魔奴 终生受到他们的驱使 甚至和你有血脉关系的人 都会牵连 张有德生怕学生们 认识不到事情的严重性 随即又深深嘱咐道 宁愿被他们吃掉 也不要和他们契约 这是我们人类的底线 楚风此时好似发现新大陆一样 心中激动万分 他的天赋能力是 无视任何契约束缚 清除自身外的一切邪恶烙印 而且是无级别 无论是最低等的一级 还是最强的SSS级别 甚至是邪神 他都可以和他们契约 完全不用考虑任何严重的后果 借用他们的力量 从而变成自己的 这他马德纳是圣光之光 分明是白嫖啊 我明白 天赋如何使用了 楚风嘴角弯曲 流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 就在张友德结束讲话之际 突然 江城中井铃声大起 警报 警报 魔潮突袭 全城进入九级战备状态 红蓝光芒闪烁 一道道声音 通过城中的喇叭不断响起 苍穹中 一道道身影浮现 黑压压一片 遮天蔽日 他们不断地向城市下方发起冲击 砰砰砰 各种能量激荡 一块块六角棱形金色的防护照亮起 阻拦他们的攻击 魔物怎么会突然躁动 我的天哪 他们不会要攻破江城吗 求援 向神城求援 一道道声音纷纷响起 每个人脸上充满了不安之色 石雄学院的院师纷纷起身 脸上皆是担忧 招生计划要推迟了 魔潮汹涌 根本不是江城现有力量可以抵御的 江城只是一个三线城市 居民不过千万 最强者只是A级 在如此情况下 攻破城市只是时间的问题 楚风 怎么办 刘盈看着无穷的魔物 心中直发抖 刚才张有德说了 越是拥有强大天赋的人 魔物就越喜欢 他可不想被那些肮脏的玩意吃掉 你可是觉醒了SSS级天赋的人 心理素质的强点 楚风攥着他的手心 给予深深的安慰 就在此时 一辆辆黑色的装甲车 开到教学楼前 守成军来了 一个个身穿黑色防暴武装的人员下车 他们气息深厚 躯体之中 时不时地透着一股巨大的威压 领头之人身穿军装 满脸横肉 快步穿过人群 走向师兄学院的院师 爸爸 张东强叫了一声 赶忙上前 我的天哪 原来强哥的父亲 是守成军的将军 张志天 我可听说 他是一位B级九阶的强者呀 距离A级只差一步 一道道羡慕的目光 看向张东强 张志天拍了拍他的肩膀 随即走到贵宾台前 双手抱拳后 众人小声地商议起来 片刻后 张友德面露心痛之色 甚至有泪水涌出 一众不明所以的学生看着上面 心中生起不好的预感 众人商议完毕 张志天对着一个个学生开口道 魔朝突袭 正用五千名异士当作血食 以此来平息魔物暴动 你们学校名额二十 他的话刚刚说完 台下的学生嘈杂声不绝于耳 啥玩意 把我们投喂给魔物 物草 搞什么呀 要是这样 还不如出城厮杀呢 什么意思 分明就是实物 我们反对 这些学生的反应 在张志天的预料之中 他眼眸中流露出嘲笑之色 接着道 挑选的方式是随即 而且只选天赋在一级的 话音刚落 嘈杂声瞬间剪掉九成 楚风看着台上正腾望向自己的眼神 心中咯噔一下 张志天拿着觉醒人员的名单 当即宣布 第一位 楚风 第三章 把我喂魔物 俺爹可是军团长 果然 去他喵的随机挑选 楚风心中一愣 甚是鄙夷 觉醒的一千多人 最起码有五百多人 是一级天赋 第一个就叫自己 其中要是没有鬼 楚风现场抹脖子 甚至正腾都已经把我就是黑手 表达在脸上了 楚风深知 就算他跳出来指名反抗 一切都是屠楼 李明起 赵轩 王文涛 一个个名字被叫了出来 人群中顿时响起哭声 他们撒泼 反抗 更有甚者 直接晕了过去 但一切都是屠楼 随着军事 把他们一个个集中在一起 只剩下惊恐和无助 楚风眼眸转动 不断地思索 自己的天赋 虽然可以无视契约束缚 然而 凡事还是做两手准备的比较好 三年前 有人传来消息 如果在江城遇到紧急情况 可发电报联系楚道玄 而且附带了一句话 他父亲是秘密部队的军团长 让他一切安心 就算是惹出天大的霍乱 也能平息 养爹千日 用低一时 楚风觉得 有必要让那个老灯 了解一下自己的困境 走吧 上车 张志天冲着军事使了个眼色 守卫的军事 瞬间站了出来 被选中的人 哭丧着脸陆续上车 我不同意 刘盈一个纵身 站在楚风面前 双眼发红地看着面前的士兵 刘盈同学 别闹 这是上层的安排 张志天微微开口 他看名单的时候 就明白了 这个女孩觉醒的天赋等级 孤儿才语重心长地解释 要是一般人 直接拖走了 不行 楚风不能跟着你们走 这是我的底线 看着前面的单薄的郊区 楚风内心大为震动 自己交了18个女朋友 遇到是 只有刘盈一人站了出来 刘盈 你觉醒的是SSS级天赋 你们两人注定是两个世界的人 何必为了一个死人 郑腾苦心劝谏 闭嘴 肯定你这老畜生搞得鬼 刘盈出口训斥 刹那间 郑腾的脸色异常难堪 作为神灵世家的人 涛替学院的院师 何时受过如此侮辱 刚要反驳 刘盈却再度开口 只要你们谁出面保下楚风 我就答应 进入其中的学院 一瞬间 贵宾台上的院师们 纷纷易动 SSS级的天赋 成长起来 就是一尊神秘的存在 若是能进入他们学院 背后代表的意义 将是跨时代的 郑腾没想到 这个清冷的女孩如此刚烈 并且聪慧超人 小小年纪 就知道他们心中所想 就在他心中 有些担心 会有其他学院老师站出来时 楚风却走到刘盈面前 看着泪水 在眼眶打转的美人 内心深处不由的悸动 伸手擦拭他眼角的泪滴 温暖的大手放在他的肩膀 轻声道 小傻瓜 不用和他们妥协 我有自己的打算 我不 刘盈摇头 死死地拉着楚风衣角 态度不容置疑 听话 我告诉你个电报 你把我的情况的发送过去 会有人出面解决 谁 我家便宜老爹 三年前就已经升军团长了 以他的能力 这是小事情 楚风的并没有隐藏 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了出来 真的 刘盈美目中悲伤一扫而空 柔美的躯体渐渐平复 楚风在他耳边 小声地说出了加密电报 随后转过身 看向众人方位 李烈 钱朵 方雅雪 王书欣 随着他喊到每一个名字 人群中都引起一阵骚动 他们姿色上等 各有特色 整整十七个 你们被甩了 我楚风只有一个女朋友 就是刘盈 楚风说完 当下朝着装甲车而去 而刘盈伸手一拽 楚风则微微摇头 千千玉指松开 两人身躯错过 就在楚风要上车的刹那 郑腾突然开口道 一年前 你爹深入地狱 无任何消息传来 官方判定为死亡 一瞬间 楚风扭头看向贵兵台 清澈的眼眸中 爆发出浓烈的杀意 仅凭这句话 我会杀你全家 你 郑腾瞬间哑口无言 他没想到 对方居然出口 直接威胁自己 一时间气氛交加 就要继续狂暴输出 而楚风没给他机会 直接上车 不要 刘盈反应过来 向着装甲车跑去 然而车辆已经发动 急迟地向着校外而去 他现在只是普通人 刚跨出没几步 就跌倒在青石砖上 楚风通过后窗 看着那道渐行渐远的身影 眼神停留在贵兵台 小声呢喃道 郑腾 我一定会杀了你 还有你的全家 为什么 为什么 刘盈哭得撕心裂肺 师兄学院的院士 看了看郑腾 又看了看 那道哭泣的身影 纷纷摇头 本来他们 可以保下楚风 可是从楚风 放出狠话的那一瞬间 众人选择了沉默 保下楚风 相当于得罪郑腾 而他代表的 不光是滔涕学院 还有神灵世家 一定还有办法 一定还有 刘盈缓起身 他想起楚风临走前 告诉的那个电报号码 静止地朝校外而去 烈焰地狱 杀 喊杀声震动虚空 一片片满室的岩浆裂缝地面 正展开着激烈厮杀 一杆血色大旗 无风飘荡 旗面污垢不堪 庞佛经历了血水的洗礼般 异常残破 透过血污的旗面 隐约地可以看到 一个大大的字体烙印 出 数十万身穿黑甲的勇士 和一头头烈焰怪物 猛然厮杀 他们战役高昂 没有丝毫聚色 出手即是杀招 军旗下方 一座临时指挥所搭建 从中时不时地 有命令传出 报 江城急电 一名满是血迹的士兵 站在军帐前 迅速汇报 一瞬间 军帐内众人 停下了手中的工作 沙盘前 楚道玄微微一愣 眼中的刚毅消散 流露出温情之色 江峰少爷觉醒一级天赋 被选中做了解食 于十二小时内 投喂给魔物 士兵说完后 临时指挥所内 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出 因为他们明白 这个消息 对于指挥官意味着什么 好好好 拿我儿子喂魔物 你们好打算啊 楚道玄躯体中 散发出无穷的杀意 已快形成了实质状 传令下去 十万阵御军 放下手中魔物 全力以赴 构建空间通道 我要兵发江城 他身后一名 身穿黑甲的男人迅速道 指挥官 现在我们和人间 完全失联 只能接收他们的电报 而且构建空间通道 最起码需要七天 我建议 修复电站 向神城发电解救少爷 同时进行 军令如山 传递神速 楚道玄走出军杖 看向战场中 数以亿万的魔物 手指颤抖 要是我儿子少 一根头发 那么江城千万人 准备好陪葬马 第四章 做人一定要真诚 夜幕降临 哄 守护了江城百年的 巍峨城墙 震动不已 大片的砖石头掉落 一声声 嘶吼在城外响起 几十辆油和金打造的运输车 停在城门出口 江城东五十里 投放一千解石 西三十里 投放两千解石 南四十里 一千解石 呗 张志天对着军事不断下令 是 另外 每辆车上面配两名地级军士 记住 你们是江城守卫军 你们是英雄 军士们慷慨激昂 血脉喷张 恨不得现在立刻英勇现身 而车上的几千名血石 则是神情失落 他们天赋低下 没有背景 甚至没有一毛钱的抚恤精 只因是随机挑选而出 官方给予的说法 更是让人心寒 命中注定 天命所归 楚风透过车窗玻璃 看着军士们 正在和家属生离死别 心中只觉得恶心 弱肉强食的世界啊 楚风喃喃低语 不由地感慨起来 军士家属散去 城门打开 刹那间 一群只有半截脑袋的魔物 冲沙而来 他们瘦骨灵巡 脸上没有任何眼睛 只有一张血盆大嘴 四肢宛如干柴 锋利的指甲挥舞 新红的舌头伸出挥舞 非常的恶心 哄 一道道身影飞出 他们天赋神通绽放 迅速清理魔物 运输车辆发动 油门踩到了油箱之中 向着城外急驰 车窗上 魔物不停地拍打 撕咬 楚风死死地盯着玻璃上的魔物 不停地扫描 觉醒天赋以后 每个人面对魔物 都能扫描出信息 根据天赋级别 最高扫描出同等级别的魔物 名称 死灵 实力 一级二阶 能力 蛇穿 他们伸出舌头 对着车辆不断地攻击 透过窗户 楚风都能感觉到 一股股距离传来 要不是特别材料制成的玻璃 他们这群人已经死了 无数的低阶死灵 成千上万 蜂拥而来 前方驾驶位 均是拼命地向前开 刚出城不到一百米 最前方的几辆车 已经被魔物推倒 透过微弱的车灯可以看到 歪倒的运输车周围 脑浆 肠子 各个部位的脏气 洒落一地 那些魔物 甚至为了争抢一个手指 相互撕咬啃食 楚风心中 升起一片愁容 如此情况下 根本没有签订契约的时间 他就被魔物给吃了 情况愈发的不妙 车上其他人 已经完全吓破了胆 他们哀嚎哭泣 惊叫连连 一股股心骚之味弥漫 臭气熏天 这样不行啊 都是一些低紧魔物 根本没办法契约 楚风大脑迅速思考对策 眼角的余光 看向驾驶位军士 只能把希望寄托给司机了 他跨过紧张的人群 静止来到最前面 兄弟 千万不要辜负江城千万人的重途啊 嗯 开车的军士紧张万分 下意识看了旁边一眼 这个少年和其他人不同 他没有一点紧张 嘴角含笑 庞佛给自己鼓励吧 这或神经病吧 军士脑海中 不由得冒出如此想法 魔潮涌动 输送谢时 任务的危险程度 可以说是死死无生 对方不光不害怕 而且还有些兴奋 真是活见鬼了 不过有一点 军士内心确实有些舒坦 他好像不那么害怕了 见到有效果 楚风急忙加大精神输出 江城的希望 铁血的君汉 你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现在正是你能力体现的时刻 军士眉毛轻挑 紧张的神色渐渐冷静 目光中流露出一抹坚定 握着方向盘的大手 来回扭动 车辆尾部扫动 甩掉大量的死灵 一路过关斩将 竟然冲倒出包围圈 向着魔物深处而去 有效果 楚风眼前一亮 看着前挡玻璃正前方 无数的死灵魔物聚集 堆积成山 他们密密麻麻 拥挤在一起 骑刷刷地盯着运输车 兄弟 你有着无上的信仰 你是村里的希望 你是魔物的克星 你是伟大的鹰链 不要害怕 冲出包围 你是全村最亮的仔 楚风的声音逐渐高昂 最后的那一句 甚至是喊出来的 啊 军士浑身颤抖 激动万分 大叫出声 车辆加速 车头冲向拥挤的死灵 运输车上面 已经爬满了数不清的的魔物 甚至后方的合金车身 破开了一个个窟窿 尖锐的指甲透过破洞 抓向车厢内的人群 军士没有放弃 手自一提 防爆车轮碾压着堆积的死灵 向上开去 整辆车程180度倾斜 车厢内的人 砸向车尾 堆积一起 而楚风双手抓着前方的钢管 大声地给予军士鼓励 相信自己 不要放弃 你是要被载入史册的存在 哄 军士头顶绽放出天赋图腾 那是一双血红的翅膀 他全力距离 翅膀离开本体 加持在车身两侧 刹那间 整辆车宛如加满了可怕能量 飞速地向上空冲去 碰 运输车冲破了无尽的死灵 伴随着翅膀的挥舞 周围一个个死灵 被切成了两半 如此操作 军士全身泛红 肌肉颤抖 脸上大片的汗珠掉落 运输车从高中落下 随着一股距离的震荡 血色翅膀消散 军士虚脱 全身瘫软无力 车厢内的人羊马翻 重重砸落地面 一时间 大部分人头破血流 惨叫连连 最后的关头 军士居然出手拉了楚风一把 使他免受了震荡之灾 小哥 我尽力了 军士一脸微笑 含情默默地看着他 以楚风内心恶寒 宛如吃了苍蝇般难受 但现在还没有结束 他迅速跳到军士旁边的 假装关心道 不抛弃 不放弃 不杀几只魔物 怎么能对得起你 英勇的行为 外面一些死灵 已经把车辆包围 合金坐的车身 没有坚持一分钟 就被破开 死灵们迅速冲杀进来 啊 救命 救 不要啊 滚烫的鲜血飞溅 凄厉的惨叫声 震耳欲聋 残肢断壁到处都是 军士提起体内 仅存的一点力量 就要准备出手 格杀面前的怪物 而就在此时 一道诡异的声音 豁然响起 这些是我的食物 你们这些低等的爬虫滚开 声音落下 车厢内死灵迅速退却 楚风看到破开的车身洞口 一道纯黑的影子 走了进来 是骡子是马 就看现在了 楚风紧咬牙关 强压内心的恐惧 发自肺腑的真诚道 伟大的魔神 我是您最忠诚的信徒 请允许我对您献上 至高无上的信仰 第五章 小哥 你才是全村最亮的仔 刹那间 车厢内寂静无声 车外的黑影猛住了 他只是永夜地狱的一个小魔物 身份卑微无比 现在居然被称呼为 伟大的魔神 尽管对方是一名人类 但被高高架起 捧上天的感觉很爽 不 是非常爽 他觉得 有必要提升一下逼格 毕竟这种情况可是不多的 嗨 无忠诚的信徒 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他模仿着地狱中大人物的口气 永无有样地学了起来 楚风长出一口气 缓步来到黑影对面 一个扫描过去 信息瞬间浮现脑海 名称 暗黑影犬 实力 地级一阶 能力 影刺 前影 雾草 原来是一条狗啊 看着外面 这条形似狗的影子 楚风内心有些鄙夷 不过现在根本没得选 狗就狗吧 只要能给他带来实力 就是一条好狗 楚风来已经想好了几套画术 当下随便拿出了一套 至高的造物主 无上存在 我有一个仇家 急需力量杀掉对方 作为您忠诚信徒 想要借用您的力量复仇 影犬沉默了 他好像想到了那些大人物 偶然间说出的只字片语 相比于直接吃掉人类 和他们签订契约 才是最划算的买卖 因为这样 人类的一切 包括他们血脉相关的人 甚至是天赋 都会在契约的束缚下 成为他们的一切 这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天上掉下个大馅饼 找谁说理去 银犬内心激动不已 狗脑飞速运转 怎么样才能把契约内容最大化 最忠诚的信徒啊 无明白 你手刃仇敌的急切行情 但你知道吗 获得力量是有代价的 尽管代价和尘埃一样 可 停停停 楚风不耐烦地伸手打住 他时间非常宝贵 行事如此着急 随时都会有其他的高阶魔物杀过来 他实在没有时间浪费在一条狗上面 我愿意签订契约 任何代价都行 我的父母 兄弟 妻子 孩子都能付出 只需借用您九成的力量 刹那间 银犬愣住了 他没想到 这个人类如此好骗 都这样了 尼玛还装得DIR啊 银犬没有丝毫犹豫 暗影之力涌动 一份契约豁然生成 黑银扭曲 一张红色人皮制成的契约 送到楚风脚下 签下你的名字 就可以获得无上的力量 银犬心中有些紧张 他很担心 万一这人突然反悔 该怎么办 毕竟契约的内容很多漏洞 对他全部是有利的存在 例如 他的力量可以随时收回 和对方有血脉联系的人 肉身必须属于他等等 楚风拿起脚下的契约 简单扫饰后 心中的不由的大骂 这条狗不是一般的贪心 简直是丧心病狂 有笔吗 借用一下 楚风徐徐开口 嗯 咬破手指 签下你的名字就行 银犬非常无语 他在想 等一下吃掉这个人类 会不会影响智商 谢谢 不客气 一人一狗各怀鬼胎 楚风咬破食指 迅速在契约下方 签上一个名字 银犬看到对方签名 心中的大石头重重落地 就在楚风彻底签上后 人皮契约瞬间冒起红色光芒 一秒钟不到 契约化作一团灰烬消散 刹那间 楚风和眼前的银犬产生一股联系 一股股力量通过契约 传到楚风体内 他身后的影子扭曲起来 胡乱地摆动 这就是暗影能量吗 楚风睁开双眼 黑夜中 一切在他眼中和白天一样 周围杂草丛生 残垣断壁 远处一枝枝的死灵吼叫 上百万的魔物 向着江城冲击 其中的夹杂着 数不清的魔物种族 格外的壮观 是不是很强 银犬开心地说道 嗯 还不错 就是差点东西 楚风撇了撇嘴 什么东西 银犬不明所以 下意识地问道 你这种畜生怎么会明白呢 楚风说完 直接催动圣灵之光 刹那间 他体内升起一道纯洁的圣光 对着躯体内的暗影之力洗涤 一秒钟不到 楚风体内的力量被洗涤干净 只留下最为精纯的一丝 好似他本来就拥有般 这股暗影之力 非常的纯粹 超越了银犬本身 而链接一人一狗的契约束缚 瞬间消散 啊你干了什么 你干了什么 银犬拼命地大叫 浑身颤抖 他的力量没有了 是彻底的没有了 只留下一丝 这一刻 他害怕了 看向眼前的男人 对方身上 充斥着一股莫名的威压 好似地狱中的上位者般 面对银犬的嚎叫 楚风微微一笑 脚下的影子扭动 化作一根尖刺 猛然发出 碰 银犬连惨叫声都没有发出 直接消散于无形之中 做完这一切 楚风查看一下自己属性面板 姓名 楚风 实力 一级一阶 神通 影刺 前影 天赋 圣灵之光 无级别 无视任何契约束缚 洗涤除自身外 一切邪恶力量烙印 告别小白板啊 楚风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白嫖了银犬的九成力量 虽然对方的实力在地级 自己通过进化后 留下了最为精纯的一丝 但这样才是最正确的 一个人力量的纯粹到极致 发挥的威力也就越强 而且自己的天赋 不光可以无视契约束缚 甚至可以把对方的能力夺取过来 至于正腾的平定 才是真正的有眼无珠 楚风的操作不过短短几分钟 驾驶位的军士 看得头皮发麻 他怎么也想不到 这个少年 居然可以无视契约束缚 还杀掉契约的魔物 如此诡异的一个人 拥有这么可怕的天赋 居然丢出来当血实 军士实在想不通 江城的那些高层 大人物们 脑袋里面都是大份吗 楚风没有回头 一步踏出车外 身体慢慢消失 化作一道长长的影子 向着远方而去 正是他获得第二个能力 前影 军士起身 望着那条渐行渐远的黑影 大声喊道 小哥 你才是全村最亮的仔 第六章 论影帝级的表演 楚风听到身后喊叫声 影子化作的身躯 微微驻足 缓缓道 你才是 你全家都是 站在车上的军士愣住了 他彭佛充满鸡血般 一股求生的意志滋生 我要活着 我要好好活着 因为我才是全村最亮的仔 不 我全家都是 楚风的画彭佛 给予了他莫大的勇气 令他对生命燃起了渴望 对于身后的一切 楚风完全无视 现在的他有了底气 看着四面楚歌的魔物 此时在他眼中 全都是香喷喷的大鸡腿 对面五只死灵游荡 楚风一个影子发动过去 刹那间 五只死灵前胸贴后背 串成了糖葫芦状 十米 楚风收回影子 继续贴着地面前行 这是他影刺攻击的最长距离 现在他实力只有一级一接 固然被距离限制 但他相信 随着实力的提升 接下来会有意想不到的变化 对于庞大的死灵 楚风一点兴趣都没 这些低等魔物 对于实力根本不会有什么提升 他需要地级魔物 越高越好 周围是破败的房屋 一栋栋建筑斑驳不堪 充满了岁月质感 除了影刺之外 他还掌握了前影 身躯化作影子贴地面行走 一些低等的魔物根本发现不了 对于周围的魔物 楚风不断地扫描 寻找自己的猎物 名称 尸鬼 实力 一级五接 能力 撕裂 名称 咒死稻草人 实力 一级九接 能力 死亡凝视 名称 红一谷 实力 地级一接 能力 火毒 楚风眼前一亮 他好像找到一种 可以契约的魔物 而且 对方数量很多 每隔几步都是 他刚要上前搭话 红一谷却猛然乍起 两个触须摆动 眸光中充满了无尽的力气 庞佛在寻找什么一样 楚风立马止步 对于这种几乎没有什么智商的魔物 根本不能契约 虽然魔物实力都在地级 但是暗黑银犬之力显然很高 同时 他心中无比庆幸 幸亏是那条贪心的狗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继续寻找 楚风一路前行 穿过死灵魔物 到一栋破败的建筑前 刚想进去 突然 一只黑色的影子 从里面缓缓而出 咦 这不是那条狗吗 楚风眼前一亮 不对 虽然都是银犬 但是这条狗 好像格外的健壮 一个扫描过去 信息马上浮现 名称 暗黑银犬 实力 地级四阶 能力 影刺 前影 就你了 楚风心中大喜 迅速跟了上去 大王叫我来寻杀 我把人间转一转 银犬哼着小曲一路前行 心情舒畅无比 因为他刚刚听说了 有人类出城 他们浩浩荡荡 好几千人 这都是绝品的食物啊 能捞到一些血肉 对于他来说 相当于改造生活了 而且刚才听同伴说 自己的情敌二狗子 先一步去了 他可不想落后一步 不过有些不对劲 他感到身后 好像有什么东西 跟着自己办 扭头看了好几次 都没有发现 难道是高等魔物 他心中暗暗思量 雾草 差点被发现了 楚风心中一惊 把影子覆盖到杂草当中 一动不动 内心对于自己实力 又有一个清晰的判断 对方的实力在地级 能力相同 但他并不能发现自己 这就是力量纯粹到极致的好处吗 楚风内心大定 对于前面的猎物 楚风微微思索 一个计划悄然诞生 化作影子的身躯 快速上前 城湾区弧线路线 饶过银犬 奔着他前方五百米外 急速而去 周围几十只死灵游荡 影刺突袭 快速解决这一片魔物 楚风收回前影 身躯浮现出来 站在黑夜中 开始了表演 苍天啊 大地啊 为什么 我明明拥有S级天赋 为什么还不能复仇 雾草 吓狗一跳 银犬指住脚步 藏在一块石头后面 小心翼翼地探出狗头 若是老天爷能赐予我力量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楚风对着天空哀嚎 眼角的余光 却是瞄向那石头后面 落单的人类 S级天赋 复仇 银犬心中止不住地大呼 楚风看着对方没有动静 心中不由地焦急 一些其他的魔物已经朝着这个方向来了 时间非常紧急 一瞬间 他不由地加大输出 老天爷 我恨你 为什么让我觉醒一个天狗时日的S级天赋 我是人类啊 此时的银犬虽然不懂啥是天狗时日 但是听着很刁的样子 他再也安耐不住 捏着嗓子开口道 何人再次喧哗 惹本魔神清修 啊 魔神 楚风一屁股蹲在地上 手足无措 向四周查看 别看了 本座无处不在 你一个娄一般的东西 能瞅见啥 楚风听后 身躯颤抖 脸上的表情除了惊恐外 还多了一份决然 片刻后 他好似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魔神大人 我想和您达成一份交易可以吗 讲 我想要借助您的力量复仇 只要您把力量全部借给我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此时银犬高兴地差点笑出猪叫声 妈妈 咱老狗家要站起来了 银犬没想到 出门居然遇到屎 这是天大的器语啊 当然 他只是大人物的使 毕竟作为永夜地狱的魔物 还是非常挑剔的 哎 卑微的人类 做一个和平的种族不好吗 尼玛 给点阳光就灿烂 还传起来了 楚风在想 要不要给对方一记影次 让他清醒一些 本座准了 楚风还没有反应过来 一张人皮契约出现在脚下 嗯 你真好 他捡起地上的契约 迅速牵上名字 契约燃兽 一股暗影之力充斥全身 修长身躯抖动 瞬间发动圣灵之光 一级二阶顶峰 楚风非常满意 脸上浮现出愉悦之色 隐藏在石头后面 银犬已经沉醉在喜悦之中 连契约消散都忽略了 他在幻想 得到对方S级天赋后 以后该怎么使用 小花 我已经看到你 翘起屁股的画面了 不 找什么小花 那是狗 没啥前途 找黑熬犬做伴侣 那种高贵的银犬 才能配上自己的身份 咦 不对啊 契约之力呢 银犬瞬间惊醒 他猛然抬头 只见那男人 站在自己身旁 一双的清澈的眼眸 死死地盯着他 身上的气息纯粹无比 宛如那些大人物般 给他一种极强的压迫感 我被骗了 银犬反应过来 感受了一下自身的实力 一急一接 相比于实力的消失 他更担心自己的狗命 努力地挤出一丝微笑 缠媚道 伟大的魔神 我是您忠诚的 第七章 一窝端 他还没说完 只见一双 由暗影之力幻化的大掌 重重抽在了脸上 啪 刹那间 狗脑嗡嗡作响 甚至感觉不到嘴巴存在了 说 你的同伴在哪里 楚风语气森然 眸光中流露出浓烈的杀意 啥 你说啥 银犬眼貌惊心 他只看见面前男人嘴巴动 但耳朵里面嗡嗡的 根本听不到任何声音 显而易见 这个大逼多的伤害之强 真是条傻狗 楚风翻了个白眼 伸手抓住狗脖 施展前影 快速离开 就在他刚离开不久 一个半丈高的婴孩 从天而降 随着他的降临 方圆千米内的魔物 瑟瑟发抖 好似遇到了上位者般 惊惧不已 他双瞳血红 满脸浓疮 樱桃大的鼻子 在空气中嗅来嗅去 脸上浮现出陶醉之色 人类 好精神的隐魔之力啊 婴孩伸出舌头 舔了舔嘴唇 血瞳转动 向着楚风消失的方向而去 一栋不知废弃了多少年的医院外 楚风身躯化作的影子 贴在一棵大树上 脚下踩着鹰犬 这就是你们的老巢 啊 银犬嘴角抽搐 身躯瑟瑟发抖 里面像你这种魔物 一共多少 楚风质问道 都出去寻找解实了 都是一些受伤的暗黑银犬 大概二十只 银犬不敢隐瞒 如实地回答起来 受伤 楚风眼前一亮 眸光中露出狡黠之色 他现在的实力是一级二阶 影次的攻击范围是二十米 而且 这里是银犬的巢穴 完全可以守住待兔 想做就做 一个纵身落下 影子缩小一米长 贴着地面向医院而去 被释放的暗黑银犬 看着像巢穴内而去的男人 心疼同伴一秒钟后 撒腿就跑 那个男人太恐怖了 他从来没有遇到过 如此可怕的人类 完全无视契约的束缚 而且身上的暗影之力 极为纯粹 根本不是他这种 低等魔物可以觊觎的 现在的他 什么想法都没有 只有一个自跑 离男人越远越好 至于失去修为什么的 也不重要了 狗命要紧 就在他以为 已经跑出了很远距离时 前方一道身影 从天而降 找到了你了 谢谢 银犬看清楚 对面的魔物后 吓得魂都出来了 是灵娃娃 他四肢发怵 直接瘫软下来 一个银犬体内 居然有隐魔之力 真是奇怪 暗黑银犬刚欲解释 突然 他眼前出现了一张血盆大嘴 是灵娃娃脸上 浮现出开心之色 闭眼细细体会其中的味道 可下一秒 他眉头紧紧皱起 紧接着脸色难看 好似吃了什么肮脏东西一样 胃不对啊 是灵娃娃砸了扎嘴 流露出沉思之色 紧接着 鼻子再度在空中不停地嗅 向着银犬来的方向而去 废弃医院内 楚风施展前影 向着深处而去 一个个房间破败不堪 珠网密布 铁门早已腐朽 充满了岁月的痕迹 怎么没有 楚风有些纳闷 他搜索了医院所有的房间 但是没有见到半个银犬 就在他思索之际 医院后边突然响起 物体破碎的声音 嗯 刚刚那里已搜索了一圈 除了一个个窝棚 什么都没有啊 楚风不解 向着声音来鱼而去 等他再次来到这里时 只见一道黑影 钻入其中的窝棚之中 消失不见 雾草 狗窝 楚风猛拍脑门 瞬间通了 数了数四周的窝棚 总共52个 而且每个狗窝相隔的距离 都在5米左右 看样 这就是银犬的老巢了 身躯一栋 向着第一个狗窝而去 楚风画作的影子 进入其中后 才发现里面别具一格 这群狗东西 居然会打洞 而且 窝棚深入地面十多米 怪不得他没有找到 影刺准备就绪 他小心翼翼地 向狗洞深处探了过去 尽管这些家伙 都是受伤的存在 然而实力毕竟是地级 还是小心一些比较好 狗洞最深处 一只银犬 正在呼呼大睡 他嘴里叼着一根人类的骨壁 留着哈喇子 格外香甜 扫描过去 影犬的信息立刻浮现 名称 暗黑影犬 重伤 实力 地级一阶 能力 影刺 前影 狗东西 还挺会享受 楚风瞬间出手 影刺突袭 瞬间从影犬 喉咙洞穿 啊 他浑身抽搐 疼痛无比 眼眸刚刚睁开 只见一张帅脸 死死地盯着自己 赶叫出声 现在就灭了你 影犬猛住了 他正在梦乡中和一群小母狗 在爱的海洋里愉快玩耍 突然 梦醒了 本就是重伤状态 加上被影刺 此时的影犬 只剩下惊恐与无助 忍一忍 很快就结束了 什么意思 影犬还在惊恐中 没有回过神来 下一秒 他就明白了 影刺袭击 瞬间洞穿他的四肢脊骨 一股钻心的疼痛传来 他浑身抽搐 再也没有了钉点反抗之力 楚风拖着重伤到极致的影犬 出现在窝棚中央 随手的一丢 冲向下一个狗窝 片刻后 也是一个的相同的影犬 被扔在了空地上 继续探动 三只 四只 五只 短短十分的时间 空地上已经集齐了二十只影犬 就在他准备下最后一个狗洞时 突然 一只影犬从中猛然蹦出 一根影刺豁然乍现 斜裹着锋利光芒 直冲楚风面门 卑鄙的人类 你真是找死啊 伴随着影犬的叫骂 楚风一个闪身 躲到一旁 扫描过去 他微微一愣 对方居然是一只没有受伤的影犬 大战一触即发 就在楚风以为 下面要进行一场生死较量时 对方一个猛冲 撒鸭子跑了 呃 楚风看着那条消失的狗影 他有些杖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不过他也没追 一只没有受伤的影犬 实力相差太大 就算能打赢 得不尝试 而且 收获已经可以了 不能太贪心 望着空地上 这一群手无腹肌之力的影犬 楚风眼眸中 升起一抹火热 整整二十只啊 他们虽然是重伤的状态 可力量等级 却是实打实的存在 现在你们有两条路 第一 和我签订契约 交出你们的力量 代价随便写 第二 我直接替你们结束狗命 楚风话音刚落 他们傻了 这个卑鄙的男人 把他们搞成重伤 就为了和他们签订签约 而且是代价随便提 人不人不知道 但这货是真的狗啊 这尼玛就是个神经病 他们这辈子 都没有见过如此无理的要求 第八章 送上门的猎物 咱能拒绝吗 别墨剑 给你们六十秒的时间 制定好契约 否则死 楚风轻轻跺脚 影刺向前伸出 抵住其中的一只银犬的脑门 十 九 八 七 随着他喊出数字 二十多只银犬 吓得身体一哆嗦 赶紧制定契约 这年头 什么最可怕 肯定是神经病 特别是长得很帅的神经病 十秒钟不到的时间 一张张契约 整齐地摆放在每只银犬的面前 堪称神色 楚风捡起契约 也没看上面的内容 直接牵了起来 如此操作 又看得他们目瞪口呆 随着契约燃烧 化作一片片灰烬 楚风体内 一股股暗影力量磅礴无比 充斥全身 白嫖之光启动 刹那间 圣灵之光洗涤全身 他闭上双眼 嘴角勾勒 流露出陶醉之色 一级三阶 一级四阶 一级五阶 一级六阶 二十多只地级银犬的能量 经过圣灵之光洗涤后 化作一股股纯粹到极致的暗影之力 最后 停留在一级八阶顶峰 片刻后 楚风睁开双眼 眸光中流露出思索之色 按照他原有的判断 通过这次洗涤 实力应该达到地级 可却停留在一级八阶 特别是最后十只暗黑影犬的力量 在一起的才冲击到八阶顶峰 看样越往后 提升的实力需要的能量 也就越多啊 影刺发出 刹那间一道长长的影刺 从脚下伸出 长度足有两百米 而且影刺上面的锋芒 锐利无比 轻轻抖动 前方的一座二楼房屋 瞬间倒塌 收回影刺 楚风非常满意 现在的他才有了安身之本 神区消散 化作一团巴掌的黑影前行 速度比之前快了十倍不止 瞬间出现在医院门口 这一手操作 看得那些影犬的目瞪口呆 他们实力的在地级 影刺的距离不到一百米 对方只是一级八阶 就已经达到了二百米 这是什么操作 楚风刚刚走到门口 眉头皱起 看向东南方向 突破到八阶之后 他的感知能力变强 方圆百米内 任何风吹草动 都在感官之内 而东南方向那里 有一道气息强大的魔物 正急驰而来 速度非常快 几乎达到了每秒百米 此地不宜久留 楚风没有在此驻足 向着西北方向而去 无尽的魔物飘荡 大部分是低阶死灵 偶有地级的存在 但在楚风的前影之下 几乎没有惊动任何魔物存在 江城周围 无尽的魔物拥挤 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还有源源不断的魔物 从得四面八方而来 楚风现在处于包围圈之中 他夹杂着在死灵之中 一路穿梭 寻找自己的猎物 但是身后 那道强大的气息 始终跟着他 无论他怎么隐藏 如何提速 就是甩不掉对方 奔着我来的 楚风暗暗思考 他从车上下来 一共也就不到八个小时 根据时间判断 现在应该是凌晨三点左右 而且 除了对银犬出手外 根本没有招惹到任何存在 难道被强大的魔物盯上了 他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 必须甩掉对方 看了江城一眼 随即观察这些魔物的路线 心中瞬间有了决定 前影施展到极致 向着包围圈之外 急驰而去 一路上 他不停地向着外围而去 周边的魔物气息 逐渐变化 死灵越来越守 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的蛇类 名称 三眼花蛇 实力 一级九阶 能力 绿剑吐息 一条条长达五米的花蛇 贴着地面飞速前进 它们浩浩荡荡 覆盖几十公里之外 数量更是不可计量 粗鲁估计 最起码上百万条 遥远蛇群尽头 则是无尽的熔岩怪物 它们的气息更加强大 庞佛在驱赶着蛇群一样 促使它们对江城发起攻击 楚风心中一紧 如此情况下 它只能向着熔岩魔物那里前去 身后的气息越来越近了 距离它不过千米 跑 逃亡继续 势灵娃娃脸色焦急 当对方向着魔物伸出去时 就已经明白 被发现了 在前面三道防线内 它可以横行无阻 但是一旦超过了前面三道 被后面那些强大的存在发现后 它也只能止步 必须在熔岩防线内拿下对方 势灵娃娃拼命地追赶 速度提升到了极致 在魔物群之中 宛如一条残影般迅速掠过 不好 速度拉近了 楚风眉毛轻挑 心中生出不好的预感 蛇群魔物已逐渐吸首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浑身满是烈火的石头人 名称 熔岩石鬼 实力 地级二阶 能力 岩暴 野蛮冲击 一头头熔岩石魔 已经有了智商 尽管非常低下 但比红一谷那种魔物 聪明了不少 楚风的前影 化作一条细线 穿梭在的魔物之中 偶有一些不开眼的 直接影刺过去 石鬼身躯瞬间炸裂 火热的岩浆喷溅四周 秒杀 一级八街秒杀地级魔物 若是其他人在场 必然会惊掉下巴 700米 500米 300米 楚风已经可以看到对方的身影了 那是一个婴孩般大的魔物 不知使用了什么手段 追踪技巧高超无比 又跑了50公里 他体内的暗影之力逐渐枯竭 现在楚风全凭一股意志支撑 可无论怎样 都不能甩开对方 让他非常苦恼 大不了 拼了 他心中一横 扭头看了一眼几十米开外的追杀者 一个扫描去 刹那间 信息浮现 名称 视灵娃娃 高等魔物 实力 C级一阶 能力 诅咒之言 吞灵 死亡标记 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高等魔物概括 但楚风明白 自己肯定不是对手 他的能力太过单一了 只有影刺 还有一个跑路的能力 不行 必须想办法干掉对方 就在楚风思索计划时 视灵娃娃 比他更着急 那个男人 距离熔岩石轨的包围圈 不过实力 最多五分钟 对方就能到达第四道魔物聚集处 那里的存在 虽然只是C级的低等魔物 可实力在那里放着 视灵娃娃 可不敢太过嚣张 好不容易发现一个拥有低等隐魔之力的人类 岂能放过 一时间 心中焦急 下意识地大喊道 只要你交出隐魔之力 我可以不杀你 他只在乎对方的隐魔能量 至于一个人类的生死 则不再考虑范围之内 隐魔之力 楚风微微一愣 瞬间明白 自己应该是把那些影犬的能量给升华了 怪不得一直追着不放 感情是看上自己的力量了 物草 早说啊 原来是送上门的食物 楚风边跑边说道 你是认真的吗 听到对方搭话 视灵娃娃眼前一亮 急忙道 若有半点虚假 就让我承受无尽的地狱之火断烧 而楚风好像在做艰难的抉择般 几秒钟之后 重重道 口说无凭 立字为句 咋立字 视灵娃娃极不可耐 当然是签订契约了 你一个魔物 不会连这都不懂吧 楚风一脸比一 可以 视灵娃娃没有任何思考 直接同意 第九章 匡扶正义 诛杀魔物 楚风及时的黑影微微制停 与他保持着十米开外的距离 视灵娃娃停了下来 迅速制定好一份契约 扔了过去 签吧 俄楚风捡起地上的契约 查看起来 等看清里面的内容后 不由地撇了撇嘴 视灵娃娃确实很实在 里面的内容是 只要他交出隐魔之力 绝不会伤害他分后 但可不是他的目的啊 一只C级的高等魔物 这种送上门的肥羊 他岂能放过 暗影之力聚集 契约瞬间破碎 消散于空气之中 视灵娃娃血同一宁 躯体中散发着浓郁的力气 就要出手 楚风伸出一根手指 摇了摇头 缓缓道 如此契约内容 我不相信有任何保障 什么意思啊 视灵娃娃很是不简 开口质问 你们素来以狡诈残忍出名 一份简单的契约 就能让我相信 而且与魔物签订契约 更是人足禁忌 谁知道 你有没有搞什么阴谋 楚风眸光中 竟是怀疑之色 瞬间拒绝 你是在逗我吗 要签契约的是你 现在拒绝的也是你 视灵娃娃眼角抽搐 恨不得出手灭了对方 这样的契约没有保障 我要生命保障 如何保障 用你的力量做抵押 等我们俩拉开安全距离 你的力量自动返还回去 楚风刚说完 视灵娃娃流出思索之色 对方所说的逻辑严密 书写那种契约 确实可以给对方很大的保障 而且是双方共鸣的局面 它得到隐魔之力 人类得以存活 短暂思考后 视灵娃娃随即再度制成 一份新契约扔了过去 成了 楚风眼前一亮 伸手接住 打开契约内容后 眉头紧簇 随手又把契约撕成碎片 啊你是在找死吗 视灵娃娃狂怒无比 身躯化作一道残影 顺杀而出 楚风早就防着对方 这一手呢 施展前影快速躲过 朝着魔物深处而去 卑鄙的人类 你竟敢戏耍我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 视灵娃娃 杀意冲天起 再也抑制不住 它就算追到第四道魔朝中 也要撕碎对方 楚风嘴角微微扬起 他的暴怒 完全在意料之中 但这也是计划的一部分 挑起对方怒火 重新给予希望 再破面 再拱火 必须利益最大化 我并不是 再细耍你 而是你根本没有任何的诚意 楚风急忙开口 啥 没有诚意 视灵娃娃听后 眼中都快冒出火来 他怎么没诚意 为了得到对方的隐魔之力 甚至在契约上面 交出了自己 一成修为抵押 你抵押的力量太少了 才一成 远远不够 楚风边跑边解释了起来 刹那间 视灵娃娃 好似又看到了谈判下去的筹码 对方的隐魔之力 对他来说是超级补品 甚至可以 让他的能量 再度产生质的变化 那些强大隐位 他不敢招惹 但是眼前的这个人类 实在太让他眼馋了 两成力量作为抵押 足够你走到安全地带了 视灵娃娃 再度加大了筹码 不行 他的两成力量 开什么玩笑 楚风是万万不能同意的 毕竟 他心里还在琢磨 如何反杀对方呢 那多少 你说 九成 啊 视灵娃娃愣住了 对方要他这么多力量进行保障 真的只是为了安全 刹那间 他不由得留了个心念 不行 太多了 八成 这是我的底线 一人一魔再次停留 展开了谈判 视灵娃娃还是摇了摇头 他感觉越来越不对劲 但就是说不出来 楚风看着对方 双眼微微眯起 他的心急 果然引起了对方的戒备 那没得谈啊 楚风摊开双手 又要再度朝着魔朝伸处而去 而令他诧异的是 视灵娃娃 居然没有选择追杀 破天荒地停在了原地 呃 我走了 楚风扭头看了一眼 又要踏出脚步 我真走了 视灵娃娃 还是没有追 血童死死地盯着对方 流露出思索之色 难道是拉锯战 楚风不由地思索起来 身体化作黑影 就要离开石轨包围圈 就在他踏出脚步 下一秒离开时 突然 视灵娃娃开口道 五成 最多了 背对着他的楚风 嘴角弯曲 露出一抹邪笑 五成 不少了 至于剩下的五成 骗过来后再抢过来 不就行了 伟大视灵 我真佩服你的英明 制定契约吧 楚风转过身 由衷地赞美 视灵娃娃 眉头皱得更紧了 他心中隐隐有种不安 而且越来越强烈 明明对他百利无一害 可偏偏就是觉得不对头 可对方躯体内的影魔之力 实在太有人了 短暂思考后 他还是制定了契约 当然 还留了一手 契约内容为对方 跑出安全距离后 才能得到他的五成力量 后续和影魔之力 一并返还 他的超绝智慧 让楚风非常感动 毕竟 这年头片点修为很难的 迅速签订契约 两人之间联系建立起来 兄弟 后会有期 楚风抱了抱拳 身躯化作一道前影 向容颜使轨深处而去 看着逐渐远去的影子 视灵娃娃如是重负 他心很累 为了获得对方的影魔之力 比他在地狱深处 厮杀还要疲惫 当即一屁股蹲在地上 静静等待影魔之力降临 几分钟后 视灵娃娃体内气息减弱 一半的力量消散 这时契约产生了效果 他嘴角含笑 张开双臂 准备好接受影魔之力的洗礼 赞美人类 真是愚蠢而又可悲的存在 可是片刻后 除了他消失的一半力量外 并无一丝影魔之力灌输而来 呃 什么情况 视灵娃娃心中咯噔一下 感受和契约之间的联系 然而 无论他多么的努力 始终感受不到 任何契约的存在 难道我做梦吗 他喃喃低语 体悟起自身的实力 地级七阶 物草 这是真的 啊骗子 大骗子 我要杀了你 凄厉的吼叫声响彻 视灵娃娃 再也不能保持一丝的理智 心中只有一个信念 找到那个人类 用他所有的手段折磨对方 就在他要起身寻找时 一道充满无尽的人文关怀声 从远处传来 诛杀魔物 匡扶正义 聂处 你的死期到了 第十章 另一种获取力量的方式 声音异常熟悉 视灵娃娃扭头看了过去 刹那间 全身颤抖 只见五百米外 那个骗子 正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赶来 杀 他理智全无 除了宰了对方 还是宰了对方 视灵娃娃 一个纵身向前 速度提升到了极致 眨眼间便到眼前 出手即是最强杀招 我咒你全身溃烂 五脏碎裂 血溅三尺死亡 视灵娃娃体内诅咒之力涌现 刹那间 一只星红的树桐 从他眉心睁开 楚风瞬间止步 看着对方的那只眼睛 一股莫名的力量覆盖全身 他的皮肤表面迅速溃烂 体内五脏之中 像是有一只大手捏着 血液止不住地喷溅 诅咒之言 嘿嘿 我也会 楚风躯体内能量转动 眉心之中 也是睁开了一只眼睛 他的眼睛呈现为金色 诅咒之力精纯无比 刹那间 就驱散了体内莫名的能量 躯体也瞬间恢复正常 黄 黄足 视灵娃娃一瞬间清醒过来 呆呆地看着对方 惊掉了下巴 这个骗子 居然有他们视灵一脉的皇族能量 一时间愣在当场 但楚风一秒没有耽搁 趁着对方失神 影刺瞬间发动袭击 尖锐的影刺宛如一柄利剑 携裹着蔑视神威 冲向视灵娃娃的前胸 一股死亡危机覆盖 他刚要反应过来 可影刺已经扎入他的胸膛之中 啊 一声惨叫响起 视灵娃娃全身痛苦地颤抖 失去了战斗能力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楚风站在他的面对 满脸的得意 你 你怎么会有我皇族之力 视灵娃娃 强忍着剧痛 开口质问 皇族之力 楚风眉毛轻挑 眸光中流露出示然之色 怪不得 他通过圣灵之光洗涤后 获得的力量这么少 原来他的天赋 不光可以洗涤体纯 还能进行升华 五成的C级力量 只把他修为提升到了一级时间 现在他体内充满了隐魔之力 和视灵之力 两股精纯的力量交织在一起 威力比单一的力量强大了一倍不止 别废话 把你剩下的力量也都给我吧 楚风伸出手掌 一道漩涡的金色的漩涡浮现 就要盖在视灵娃娃头顶 正是视灵异族的天赋神通 吞灵 吞掉对方的力量 化为己用 顾名吞灵 既然如此 那就一起死吧 视灵娃娃血童中闪过一丝决然 刹那间鸿芒乍现 一股莫名的危机感临身 楚风身体急速向身后退去 奇快无比 就在他刚退到三百米外 碰 一道爆裂的小型蘑菇云升起 楚风看得目瞪口呆 他没想到视灵娃娃居然留了一手 临死前自爆 威力堪称小型的炸弹 若是他刚才反应慢一点 现在已经尸骨无存了 不能飘 不能飘 楚风心底不断地告诫自己 他对魔物还是有些小瞧了 原本以为 进阶到一级十阶后 有了最起码的自保之力 但他发现自己对魔物的了解 还是有些不足 这里巨大响动 顿时吸引了魔巢身处的魔物 一道道强大的目光 透过无尽的熔岩石鬼 向看了过来 刹那间 他感觉身体直冒凉气 熔岩石鬼更加地暴虐了 他们加快了速度 向江城方向快速跑去 甚至都对前方的三眼花蛇 进行了踩踏 一时间 魔巢有些乱 走人 楚风没有停留 随着熔岩石鬼群 向着江城而去 就在他风刚走不久 十几道流露着 A级气息的魔物感到 他们盯着地面的大坑 一个个流露出思索之色 是灵异族的历练者死了 怎么办 我们怎么向主上交代 找出凶手 不然 等待我们的 将是最痛苦的惩罚 楚风拼身影快速无比 穿过无尽的三眼花蛇 急尺飞奔 他能感受到 魔巢群有些不一样了 无尽的魔物更加狂暴 好似发生了什么大事吧 他们对江城攻击 胜过之前的十倍 一群群C级魔物擦身而过 其中还夹杂着 B级魔物的气息 甚至有A级 正在从深处 向江城涌来 一片房屋废墟之中 楚风把黑影压缩到极致 隐藏其中 太狂躁了 现在 他只能隐藏在这里 伺机而动 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魔物会突然暴动 但他觉得 肯定和自己有一定关系 难道是是灵娃娃 楚风暗暗思索 时间一点点过去 魔物汹涌 持续了整整几个小时 才逐渐安静下来 天色微亮 一缕晨光洒落 楚风感受了一下 周围魔物的气息 都是在一些一级的魔物 其中还有几只地级的红衣骨 随即小心翼翼地探出头 周围一些低阶的死灵游荡 狮鬼漫无目的向四处张望 前方五十里外 一座千里高的巍峨 城墙下魔物堆积如山 它们一层落一层 足有百米之高 最外围一圈 全是上百万只熔岩石鬼 而远处 一道道C级魔物构成的防线 驻足在三十里外 它们没有任何动作 只是驱赶着魔物 像是等着什么 这只是江城其中一面城墙 其他的三面城墙 还有更多 楚风微微思考 接下来的路 自从它获得失灵娃娃的能力后 拥有了吞灵的能力 现在形势不明 贸然前去地界契约 危险程度太高 而吞灵则不然 可以吞噬魔物的能量 化为自己所有 心中已有答案 身躯飞过 五指按住一头死灵的头顶 金色漩涡亮起 一秒钟不到 死灵的躯体瞬间消散 楚风闭上眼 细细体悟 它吞噬掉一头死灵 力量并没有任何变化 好似身体排斥一般 根本不吃这样低等能量 再试试其他的 是鬼 情况还是一样 三眼花蛇 也是相同 难道是 一级魔物 对我已经没有盯点效果了吗 楚风把目光投向熔岩石轨 当即施展前影 悄悄过去 看着面前丑陋的熔岩石轨 一个影刺穿过胸膛 紧接着手掌贴了上去 吞灵展开 一股犀利散发 刹那间 一股炙热之力涌现 一刻钟不到 它体内充斥着磅礴的火力 博杂无比 圣灵之光洗涤 躯体内的火之力 被瞬间清洗生华 只留头发丝细的黑色火之力 影魔之力 视灵之力 黑色的火之力 瞬间交织在一起 刹那间 楚风明显感到 距离地极 向前挪动了一点点 虽然只有一点 但可以明显地感受到 最重要的是 楚风体内 多出那一丝黑火之力后 明显感觉不同了 由三种能量 合并在一起发出的影刺 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影刺周围红色视灵实力缭绕 黑火之力凝聚在刺间 朝着前方一头 熔岩石轨杀去 尖锐的刺间 刚触碰到熔岩石轨的刹那 啊 他发出惨叫 躺在地上疯狂地打滚 好似受到什么酷刑痛苦 刚才被影刺到的脚掌 正一点点地融化 手掌按住熔岩石轨的后背 施展吞灵 一股无穷的火之力 涌现体内 卧槽 楚风眼前一亮 看着无尽上百万熔岩石轨 止不住地吞咽口水 这都是一个个香喷喷的大鸡腿啊 第十一章 月极秒杀 数百万的熔岩石轨 死亡个几只 根本引不起丝毫注意 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楚风一头扎进了熔岩石轨群当中 开始收割起来 拥有者前影 完全不用担心会被发现 隐魔之力的前影 除了逃命外 还有强大的隐藏功效 C级魔物根本无法发现 B级 只要不用心寻找 也发现不了 更何况 这些的智商低下的熔岩石轨 楚风宛如一个幽灵 在其中不停地穿梭 每杀死一名熔岩石轨 就使用吞铃进行吸收 短短一个小时 已经有了上百头熔岩石轨 成为他的养料 石力也进入到了一级石阶巅峰 这次击杀 他留了个心眼 只要在一个区域 杀死50头以上 他就会马上换一个地方 如此做的好处就是 不会引起那些强大魔物的注意 体内的黑火之力 已经从头发丝细 成长到了小拇指大 威力比刚才 更是大了十倍不止 影刺附带的黑火 穿过坚硬的石轨表皮 刹那间 他庞大的身躯迅速融化 直到彻底消散 黑火才停止燃烧 楚风的速度越来越快 又一次吸收了 三十头地级熔岩石轨之后 躯体中的黑火之力达到顶峰 甚至隐隐有盖过 隐魔之力和视灵之力的趋势 同时 三股力量纠缠在一起 冲斥全身上下 对他身体从内到外不断改造 咔嚓 耳边响起宛如鸡蛋破壳的声音 他仿佛升华了一般 本来是周围百米之内 而现在直接扩大到了方圆五百米 听力 视力 穿透无尽的魔物层 甚至能发现 一千米外的风吹草动 楚风躯体变化 视灵之力向双眼涌去 瞳孔变成金色 黑火之力涌向心脏 刹那间 心脏铿腔有力 充满了磅礴的能量 而隐魔之力 则汇聚在双脚之下 身体愈发的轻盈 这就是地级吗 现在的楚风 感觉比刚才强大了十倍不止 影刺甚至能分化出石道 向着不同方位进行攻击 而且对于三种力量的控制 愈发熟悉 甚至施展影刺的同时 上面附着的视灵之力 可以直接施展吞灵 吸收容炎识轨的力量后 黑火之力灼烧 沙漠于无形之中 更主要的是 有一股莫名的感觉出现 它对自己的天赋使用 好像有了变化 查看一下自己属性面板 姓名 楚风 实力 地极一阶 神通 诅咒之炎 地狱之火 吞灵 影刺 潜影 死亡标记 天赋 圣灵之光 除洗涤本身邪恶外 额外可对单一体使用 标注 经过宿主洗涤后的物体 忠诚度百分之百 物草 这么刁 楚风呆住了 他没想到 自己天赋随着实力的提升 会有这种变化 那岂不是说 他可以阻断忽悠了 而且忠诚度百分百 还不用担心背叛的事情发生 非常好 同时 他也明白了 那股黑火之力的名称 地狱之火 吸收熔岩石轨中的能量 圣灵之光的洗涤提纯后 居然升华成了地狱之火 楚风非常满意 对未来之路充满了信心 现在的他 实力虽然在地级 但就算是C级的存在 也丝毫不出 一天的时间 他就从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奶油小生 转变成拥有诸多手段的超凡强者 这种速度 可以说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至于那些觉醒高等天赋 靠着搏杀怪物 制作魔药来提升实力的人 楚风的速度 绝对可以说是做火箭的上升 当别人刚骑上自行车 他就已经开上航母了 而且还不受天赋等级限制 找谁说理去 楚风一迎片刻后 看着周围的魔物 星面一动 十道影次从脚下激荡而出 伴随着吞灵的展开 方圆五百米的熔岩怪物 被吸食一空 地狱之火燃烧 周围瞬间一空 一股股磅礴的力量传来 圣光洗涤后 化作纯粹的地狱之火能量 地狙一阶巅峰 一下子吸收了三百多个熔岩石轨 又让他的实力提升些许 这样才对吗 楚风犹如一台超强收割机一样 在熔岩石轨群不断游荡 一股股力量传来 一百 五百 两千 六千 一万 他的实力也飞速地提升 地狙二阶 地狙三阶 地狙四阶 熔岩石轨大量消失 形成了针控地带 尽管他非常小心 还是吸引了诸多强大魔物注意 刹那间 远处C级魔物 向这里涌来 它们四肢宛如干枯的树干 头顶一根根枯枝矗粒 身躯三米多高 满脸的裂纹 眼眸中流露出深绿色的光芒 一个扫描过去 信息立马浮现 名称黑死树 实力C级五阶 能力藤腕西石 灵能破击 以上就是十几只 呈包围的形式 把楚风围堵在百米内 扫尸一圈 楚风没有逃跑 反而身躯中流露出无穷的战意 他要看看 自己和这些C级魔物 到底相差多少 黑死树伸出手掌 大地瞬间军裂 一根胳膊粗的藤腕冲来 藤腕速度很快 刹那间包裹着楚风躯体 形成一张厚重的大简 一个地级的人类 他是我的食物 其中一名黑死树大鹤一声 呵斥周围的同伴 可其他的黑死树根本不在乎 他们同时伸出一根根粗壮的枝条 破入大简 欲要伸手抢夺 给我破 刹那间 一声大鹤从木简中传出 藤简硬声炸裂 楚风身影矗立 脚下一道道影刺 急驰而出 顺着藤腕缭绕上 地狱之火燃烧 一道道惨叫声响起 啊地狱之火 逃 逃啊 十几只黑死树痛苦嚎叫 他们瞬间切断藤腕 一个个向着后方退去 但楚风哪能如他们之愿 前影施斩而出 不到一秒钟就追了上去 一个剑步出现在黑死树旁边 地狱之火喷涌而出 刹那间 C级的黑死树燃烧起来 不到片刻功夫 就化作了一团灰烬 其余的黑死树刚要逃跑 使到影刺连接在一起 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 星面一动 影刺收缩 一个个黑死树被逼成一团 尖锐的刺盲闪过 直接洞穿过去 一股股力量通过影刺传来 圣灵之光 随着楚风一声大喝 邪恶烙印 被洗涤一空 实力也进入了地级五阶 短短不到的一分钟的时间 十几只黑死树烟消云散 就在楚风打斗的功夫 上百个黑死树也杀到跟前 他们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幕 一个个吓得屁股尿流 迅速后退 还有谁 楚风豪气冲天 就要向着黑死树群杀去 第十二章 生死一现 可瞬间 他就停下了脚步 金色的瞳孔 看向黑死树群后方 那里有一道道 强大的气息涌现 向着这里而来 速度非常快 锁过之处 魔物瑟瑟发抖 跑 楚风想都没想 脚底抹油 沿着城墙向北方跑去 后方一道道身影越来越近 以看清相貌 他们身穿黑色铠甲 浑身泛着幽光 手持一根黑色长毛 其中的一个 肩膀上还蹲着一只暗黑银犬 主人 就是他 就是他 暗黑银犬兴奋的手舞足蹈 狗爪指着前方及时的背影 拼命大喊 楚风扭头瞥了一眼 咦 好熟悉 这不是逃跑的那只傻狗吗 认识归认识 但此刻可不是叙旧的时候 追杀的魔物气息强大 初步估计 最起码在B级甚至更高 江城很大 一面城墙 足有上百里长 楚风化作一条黑影 飞速前进 身后追杀的魔物 越来越近 他此时只能像一只 无头苍蝇般乱撞 而且 周围的魔物 好似收到指令般 对他不断地拦截 顾不得其他 影刺全开 所过之处地狱之火的燃烧 这些低阶的死灵 尸鬼 三眼花蛇 纷纷化作灰烬 楚风拼命地向前冲刺 此时若是在高空俯视 就能看到 一道黑线 不断地魔物之中从横 几乎是一闪而过 时间一点点过去 楚风看向追杀者 不由一愣 十几道追杀者 已经变成了黑压压的一片 那一道道强大的气息 最低都是 B级的存在 好好的 和平共处不行吗 非要你死我亡 他心中汗炎 把身体中的能量 发挥到了极致 甚至把视灵之力 地狱之火 都加持在影魔之力上面 速度那叫一个快 宛如电闪般 神速无比 突然 前方魔物倾泻 他们好像攻破了江城般 刹那间 出现了一片真空地带 什么情况 就在楚风疑惑时 一辆辆运输车涌出 和精打造的车身 发动机的超强引擎声响起 模样非常熟悉 正是他昨晚乘坐的 血石运输车 随着一个个军事 清理周围的魔物 上百辆车冲了出来 为了江城千万民众 冲啊 杀 厮杀的超凡军事 浴血奋战 清理着城门边上的魔物 楚风心中思索时 看到城门外面 出现的几道身影 进城躲避的想法 瞬间消散 前方出现的一道身影 他做梦都不会忘 陶梯学院正腾 感受了一下 对方散发的气息 B级 他相信就算自己上前 对方绝对不会让自己进城 说不定还会打着魔物旗号 对他进行诛杀 前方有敌 后方追杀 楚风此时只能向南方蹲逃 可是他不想这样 那里有更加未知的存在 看了看前面 又扭头望了一眼千米外的追杀魔物 一个想法成 脚下用力 向着城门快速而去 富贵险中求 他明白 要想活命 只能暂时地逃回城中 伺机而动 身后追杀的魔物们 看到这种情况 顿时把速度提升到极致 一旦让那个人类进城 那么将前功尽弃 再想杀掉对方 只有屠城了 江城南门外 作为来自神城的院师 正腾择无旁贷 覆巢之下 岂有安卵 他比较聪明 为了老命安全 特意挑了一个安全系数最高的火 清理低阶魔物 保证血石出城 本来都还说 已经探查完毕 南门外魔物虽然众多 但都是低阶的存在 而且他还能顺手装一下 算是个好活 可他刚打开城门 差点吓尿了 周围是低阶魔物没错 可千米之外不一样啊 那里黑压压一片 足足上万个 其中 尹卫 白煞 红煞 居然纠结在一起 向着城门而来 关门 关门 正腾可不管这么多 下达最终命令 可控制大门 开关的军事 却听而不闻 眼神中满是笔意盯着他 一个避急巅峰的强者 居然被魔物吓尿裤子 真丢人 什么神城 掏剔学院的院师 完全就是无胆鼠辈 正腾可不管这么多 就要回到城中 然而 他却失策了 旁边一个军官穿着的人 伸手拦住了他 正院师 我等使命 皆为守护苍生 若是临阵脱逃 对得起城中的千万众生吗 说话之人 只是一名C级军官 去尼玛德 老子是神城之人 跟江城没有半毛钱关系 正腾快急死了 他已经感受到身后的杀机了 江城守卫军听令 全力阻拦外面的魔物 谁敢退后一步 杀无射 军官发号施令 刹那间 一股肃杀之气弥漫 上千名帝级军事严阵以待 做好了和魔物厮杀的准备 当然 正腾若是执迷不悟 那么对待的方式 和外面的魔物 没什么两样 正腾也是看明白了 他根本命令不了这群傻子 没有丝毫思索 他正要准备突破军事防线时 一道身影夹带着一股股威烟来 张志天 守卫军最高长官 都是我江城豪郎 郑院师 死又何惧 大丈夫的 张志天刚到城门口 看向城外 刹那间话语止住 两腿止不住地哆嗦 一滴汉液从额头落下 用尽全身力量汇聚在喉咙当中 关门 关门 城门徐徐关上 连带回来的 还有在外面一个个清理魔物的军事 就在城门关上的刹那 一道通天巨响 轰击城门 碰 特殊材料做的厚重城门 甚至有些变形 而攻击没有停止 一股股力量不断倾泻在城门上 庞佛随时都要破门而入 咕噜 张志天止不住吞咽口水 眼神流露出害怕之色 一股尿意涌来 下意识呲了出来 低头一看 裤裆湿了 他与郑腾相识一眼 双方都没有丝毫脸红尴尬 甚至生出了一股 惺惺相惜的感觉 郑院师 请一步家中 商议魔物防线 郑有此意 那就打扰张将军了 两人一前一后 消失在军事们鼻翼的眼中 就在两人刚走不久 其中一个军事身后的影子 缓缓扭动 一道黑影的 顺着墙角向城内而去 影子贴着地面前进 离开江城南门千米外 才停了下来 黑影慢慢地站立取来 紧接着不断收缩 一道身躯险现而出 不样正是楚风 呼终于回来了 楚风长出一口气 心有余悸 最后的关头 潜伏在其中一名军事的影子当中 堪堪躲避了追杀 若是平常 以郑腾和张志天的实力 肯定会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可刚才太突然了 他们两个完全已经吓尿了 看着前方一座座高楼大厦 和城外的魔巢 宛如阴阳两界 微微思索 楚风便向着家中的方向走去 他在江城有一个小院 坐落在城北 虽不是什么别墅区 但也是三层小楼 可当楚风站在家门口 却是愣住了 大门口摆放着长长的一排花圈 黄纸元宝稍个不停 一群人正对着一张 一向不停的鞠躬 哭泣 楚风看了过去 一向正是自己的头像 而且还是生活照 无美言状态 第十三章 蛇鼠一窝 一鞠躬 二鞠躬 礼毕 乌央的人群足足上百 都是熟人 街坊四邻 同班同学 楚风站在阴影处 嘴角忍不住抽搐 居然参加了自己的葬礼 心中十分的无语 有家不能回 还不能出现 昨天才被当作血石送出城外 今天就现身 肯定会引起非常大的轰动 而且 有些人并不希望看到他出现 甚至会再次出手 大约半个小时后 人群逐渐散去 更无语的是 那几十个花圈 也被他同学相继拿走 老师 我们这样做不好吧 送出的花圈 哪有带走的道理 一个男同学小声地说道 人太多 还得赶往下一家呢 而且一个花圈三百块 最主要的是心意 楚风脑门上升起一道黑线 本来还有着 一点感动的内心 瞬间烟消云散 不过这样也好 门口摆放着花圈 他也觉得晦气 等人群彻底散尽 楚风施展前影 化作一道长长的黑影 顺着门缝悄无声息地 进入家中 打开客厅门 眼前的一幕差点让他上头 家里的沙发 红木桌椅 茶几 还有值钱的物件 全部被搬了一空 只留下卧室中一张床 上面残留的几张被褥 你妈 哪个狗约的 楚风恼怒无比 短短一夜的时间 家里居然遭了贼 早不偷 晚不偷 偏偏在他被选中 血食的时候洗劫 要说是巧合 打死他都不信 不过幸好 客厅中母亲的灵魏 并没有遭受破坏 短暂平复心情后 楚风强压内心的怒火 给母亲上了一炷香 走到卧室当中 躺在床上 睡了起来 一天的时间 他从一个普通人 进入到地级五阶的超凡者 精力虽然多彩 但精神一直处于紧绷的状态 现在的他 需要好好地休息一下 而且 这里非常地安全 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 也没有任何魔物的侵袭 不用有丝毫担心 夜幕降临 魔物更加地暴躁了 巨大的喊杀声 响彻江城周围 城外的魔物拼命地攻击 比原来狂躁十倍不止 江城夫人区别墅 张志天和郑腾两人 脸色潮红 白酒的一杯 接着一杯下肚 其中 张东强坐在旁边 喝得也是两眼发直 酒逢之几千杯少 话不投击半句多 郑院师 我对你的仰慕 如滔滔江水 张志天端着满满一杯白酒 一饮而尽 张将军哪里话 能结识将军 我也倍感荣幸 郑腾也是回敬一杯 两人相互恭维 宛如多年的亲兄弟般 异常清静 郑院师 我有一事不明 已经送出去两万名血食了 为何城外的魔巢 还未散去 张志天虚心地请教 啊 郑腾一时语色 微微停顿 不知怎么回答 不过这种问题 也难不倒他 当即道 还不够 原来如此 张志天点了点头 非常认可对方的观点 两人相继聊了一会后 张志天伸出手掌 拍一下 门外像是有人 接受到信号般 房门打开 一个身穿黑丝 一头大波浪的少妇 端着盘子进门 张将军 这是何意 郑腾不解 可当他看到盘子上面之物时 震惊万分 一抹贪婪之色流出 盘子上面 放着两个玻璃瓶装的 红蓝液体 红色的液体当中 隐约可以看到 一道长着翅膀的小鸟浮现 蓝色液体其中 则是一颗小草摇摆 两瓶液体荡漾 透过瓶身 都可以感受到 其中强大的能量 A级一阶不死鸟魔药 A级二阶望穿草魔药 郑腾的实力 在B级九阶 距离A级一流强者 也相差不远 他的天赋 正是A级不死鸟 虽然为滔涕学院的老师 神灵世家的人 可想要获取A级魔药 也是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 张志天看了一眼对方 嘴角流露出一丝笑意 郑院师 请笑纳 咦 这如何使得 这如何使得 郑腾站起身 双手抚摸在魔药上面 嘴上虽是拒绝 但身体异常地诚实 恨不得立马收入囊中 但他还是控制中心中的贪婪 无比亲切道 将军 无功不受禄 有什么是弹奖无妨 唉 张志天站起身 重重叹了一口气 看像坐在一旁的儿子 张东强好似明白什么 顿时跪在地上 冲着郑腾重重地磕了下去 郑院师在上 我想拜您为师 看到这一幕 郑腾瞬间明白过来 感情这是让自己 收他儿子当徒弟啊 虽然张东强觉醒的是 S级天赋 是被报送的人员 但里面竞争激烈 要是没有强大的背景靠山 几乎可以说是寸步难行 而郑家在掏剔学院属于顶流 他老师的身份 郑氏家族通过一些渠道获得 神灵世家的这棵大树 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依靠的 郑腾看了一眼盘子上面的魔药 又瞅了瞅跪在地上的张东强 踏步上前 双手搀扶起来 我与东强一见如故 此乃上天恩赐的师徒情缘 不用他说 我也正有此意 师父 张东强大喝一声 感动得声泪俱下 好徒儿 郑腾眸光中流露出欣慰之色 把对方搂在怀中 两人之情宛如三世情缘一样 让旁边的少妇觉得格外恶心 哈哈 好 此情此景 当畅饮失禁 张志天开怀大笑 心中的目的已然达到 尽管两瓶A级魔药 掏空了他大半身家 但为了儿子 一切都值得 等一下 酒烧后再饮 我有一个大礼送给徒弟 郑腾伸手指住 看向两人 什么大脸 张东强激动万分 下意识地问道 女人 郑腾重重开口 心中生起了一个邪恶的计划 嗯 张志天云里雾里 刘盈 郑腾双眼微眯 邪恶之色 溢于眼表 这怎么送 父子俩一口同声道 SSS级天赋 虽然是被保送 但现在还是 一个普通人 只要我徒儿先把生米煮成熟饭 那以后 你们张家就多出了一个神明强者了 不行 不行 郑院师 刘盈已被其他的院师保护起来 一旦被发现 后果非常不堪设想 张志天连忙摆手 瞬间拒绝 放心 那些老师交给我 给东强留下一个小时的功夫 郑腾心中已有了计划 不断地撩动对方 张志天还是觉得不行 动SSS级天赋的保送学员 代价太大 刚要拒绝 爸 我想要 张东强舔了舔嘴唇 目光中尽是淫欲之色 看着自己的宝贝儿子 张志天一时有些为难 具体地决定看你们了 机不可失啊 郑腾坐下来 端起酒杯 慢慢地抿了起来 父亲 张东强再次开口 短暂犹豫后 张志天心一横 伸手抓住旁边端着盘子的女人的脖子 咔嚓 他直接捏断了对方的脖子 随即看向两人后 缓缓道 姿势体大 不容有失 郑腾猛然起身 看着死掉的妇人 一脸心疼 他还想玩玩呢 就被杀了 第十四章 挖我墙角 好舒服啊 楚风睁开双眼 伸了个大大的懒腰 起身走出院外 一抹优越洒落 抬头仰望苍穹 魔物肆虐的声音减少了不少 偶有大型魔物 划过江城上空 转瞬即逝 魔潮减弱了 楚风呢喃道 随即化作一团黑影 出现在街道当中 大街上 格外冷清 昏黄的灯光映照 一道黑影一闪而过 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楚风想起心头的家人 忍不住想要去看看 刘盈的家是中产家庭 虽然不是特别富裕 但生活也算过得去 江山小区 楚风站在楼下 思考着 要不要上去看一下 小区门头上的钟表 时间停留在凌晨三点 这个点贸然过去 是不是有些太过突兀了 白天的时候 他并没有见到刘盈 细想之下 以对方的性子 肯定不会参加那种 无聊的葬礼 就在他犹豫不决时 后方突然出现 几道鬼鬼祟祟的身影 楚风身躯微微一动 隐藏到旁边的 花坛黑影之中 少爷 郑院师特别交代 时间控制在一个小时内 一个身穿黑衣的老者 叮嘱道 放心 用不了一个小时 我五分钟就能解决战斗 看着从旁边 经过的五人 楚风微微一愣 张东强 他有些不解 这么晚了 对方出现在流营楼下 而且一脸猥琐 楚风心中隐隐觉得不妙 感受一下五人的气息 张东强最弱 一级一阶段 其余三人 则是C级 而那个老者实力最强 流露的气息 居然达到了B级一阶 宝贝 从今天开始 你就成为我的玩物吧 张东强看向楼上 手中攥着的一瓶液体 不自觉地捏了两下 这是张志天 特意给他准备的药物 只要让女人闻一下 就会成为非常主动的动物 而且 今晚还设置了一场大戏 让身后的两个人 图谋不轨 他英雄救美 等药力发作 再完成大事 就算对方完全清醒后 他也不用怕 一切都有非常恰当的理由 就算是师兄学院的院师 也挑不出丝毫毛病 就在张东强 响入飞飞时 一道影刺 顺着地面向前 突然发起突袭 目标正是几人中 实力最强的老者 谁 老者豁然转身 头顶亮起一道璀璨的圆环 死吧 趁着老者没有彻底反应过来 楚风火力全开 用尽全身的力量凝聚在一起 隐魔之力 视灵之力 地狱之火加持在一起 挥出的影刺宛如锋利的宝剑 加上是楚风偷袭 老者根本来不及抵挡 就被穿了的透心凉 地狱之火燃烧 尸体两秒钟不到 就化作一缕青烟 啊 其余的两名C级强者如灵大敌 他们四处查看 周围除了一片阴影 并没有任何东西 张东强下的双腿 止不住颤抖 身体瞬间瘫软下来 就在两名C级强者 寻找暗处的敌人时 他们身后的影子一阵扭曲 两道脑袋 竟然被自己的影子拔下了头颅 饶命啊 爷爷饶命 张东强跪在地上 拼命地磕头 他刚来到这里 还没施展计划 五人直接死亡了四人 只留下最弱小的他 对不起 我是个畜生 不该算计留营 我该死 但这一切都是正腾直屎的 跟我没有一点关系 他心中的恐惧 夹杂着惊慌 一股脑的全料出来 前辈 放了我吧 只要您放过我 我把一切资源都孝敬您 张东强的额头已经磕出血 左手还从口袋里 掏出三瓶C级模样 正是他准备完成计划后 给那两名C级高手的报酬 但这一切都用不上了 前方五米处阴影扭曲 一道身形从中走了出来 张东强抬头看着那人 瞬间惊掉了下巴 来人的模样异常熟悉 而且还是他高中三年的噩梦 楚风 你不是死了吗 张东强大叫出声 不敢相信面前之人就是楚风 你这烟杂的玩意 竟敢挖老子墙脚 真是该死啊 楚风缓步上前 每踏出一步 就宛如踩在他脏脂上 张东强震惊之余 瞬间反应过来 楚风 我们是同学啊 你不能杀我 但楚风听而不闻 继续向前 爷爷 楚夜 我错了 只要你放过我 我愿意把家里宝库奉献给你 哦 宝库 楚风走到他的面前 伸出大手 按在他的头顶之上 宛如是摸着一只臭虫一样 只要他心念一动 就能随时捏死对方 张东强好似看到了生命曙光 更加的卖力起来 我家宝库中有很多魔药 密码是666888 只要你放过我 楚夜 我愿意 他还没说完 只觉得头顶之上 一股大力传来 碰 宛如西瓜炸裂的声音响起 随之而来的是满地的鲜血和脑浆 当你生起这种想法的时候 就已经是个死人了 楚风搓了搓手 眸光中充满了冷漠 影刺弯曲 卷起地上的三瓶魔药 矗立在眼前 这就是魔药吗 楚风喃喃自语 瓶子中的液体摇晃 散发着一股能量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魔药 一时间不由的有些惊奇 根据他的了解 一些人通过服用魔药 身体完全消化以后 再服用另一阶段的魔药 需要的时间 是非常漫长的 有人做过统计 若是从最低级的一阶开始服用 就算是拥有SSS及天赋 成为神明及强者 至少50年 魔药需要一定的时间消化 否则将会暴体而亡 楚风一身修为 都是通过契约和吞灵所得 再经过圣灵之光的洗涤升华 精纯无比 完全不用时间的沉淀 这让他比其他人多出了无数的时间 看着面前三瓶C级抹药 楚风微微思索 随即打开 一口干了下去 咕噜 喉咙滚动 一股辛辣感划过食管 躯体中瞬间充满了无穷的力量 能量充斥全身 非常的磅礴 异常博杂 圣灵之光 一秒钟不到 磅礴的能量被洗涤干净 只留下最最精纯的1% 而且是无属性的能量 隐魔之力 视灵之力 地狱之火一时间蠢蠢欲动 直接对这股力量展开了抢夺 一分钟不到的时间 魔药留下的精纯能量被蚕食殆尽 楚风的实力也向前猛跨一步 第集六阶 第十五章 完美计划 楚风扎了扎嘴 意犹未尽 调配而成的魔药 能量异常温和 在经过天赋洗涤后 转变成了最为精纯的无属性能量 而它完全不需要身体慢慢地消化 体内的能量瞬间掠夺 张东强的无头尸体躺在脚下 楚风心念一动 地狱之火覆盖 刹那间 整条尸体化 一团灰烬 彻底消散于世间 楚风抬头 看向楼上 身躯化作一道黑影 沿着电梯景向十五楼而去 1503房间 刘盈躺在床上静静地安睡 洁白的面容 微卷的发丝 眼角侧两行泪痕 纤细的身体蜷缩在一起 偶尔微微颤抖 彭佛在做什么噩梦般抽气 楚风站在一旁 看着娇滴滴的美人 心中不由地泛起心疼之色 手指轻轻拂过刘盈脸颊 在她额头清点一下 温润肌肤富有弹性 一抹独有的女子香气 缭绕鼻尖 楚风嘴角弯曲 起身想要就此离开 可下一秒 一双眉目从黑暗中瞬间睁开 醒了 楚风微微一愣 轻声道 刘盈还是普通人 并不能在黑暗中失误 可听到熟悉的声音后 她猛然起身 颤颤道 楚楚风 声音中带着颤抖 彭佛是在确定般 又非常的害怕 是我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 刘盈瞬间起身 朝着面前的黑影 直接扑了上去 柔软的胶躯入怀 死死地抱着楚风 我是在做梦吗 刘盈双手搂着她的脖子 泪如泉涌 你感觉呢 楚风拍了拍着她的头 满脸的溺爱 不要流泪 我会很心疼的 不要 不要 刘盈不停地抽气 在她心中以为楚风死了 没想到居然出现在自己旁边 这一切发生得太过突然 十分的惊喜和意外 过了片刻后 刘盈内心逐渐平静 她抬起头 看着面前处于黑暗中的轮廓 能给我讲讲 发生了什么吗 楚风抱着她坐到床边 把经历的一切说了起来 从遇到暗黑银犬开始 倒是灵娃娃的追杀 其中的凶险 让刘盈大为震惊 她宛如身临奇境般 遇到危险的时候 不由地紧张起来 不过随着故事的深入 房间内 升起了一股莫名的变化 刘盈的脸色愈发的红润 双眼之中有些迷离 焦躯不断地摩擦 加上本就穿着一件 单薄的粉色睡裙 两人又紧紧地搂在一起 一瞬间 房间内充满了一股极致的暧昧 你的皮带摟到我了 刘盈眼神迷离 香唇中吐出丝丝热气 呃 那不是皮带 楚风内心不免有些荡漾 欲望开启下一步计划 可突然 她把刘盈放在床上 站在一旁 流露出沉思之色 实力提升到地级以后 她的感知范围在方圆五百米 江山小区门口 正有三道强大的气息 向着这个方向而来 初步估计 最起码B级六阶之上 刘盈不明所以 眼神紧紧闭上 宛如一只等待被采摘的少女 小宝贝 时间紧接 等风声过了 再看你 楚风心中颇为的无奈 急到气息非常快 已经上了电梯 楚风也没坐停留 身影顺着门缝 向着楼梯 急驰而出 留下不解的刘盈 就在她刚走不久 三道身影破门而入 碰 房间瞬间破开 两男一女全副武装地杀了进来 魔物呢 三人头顶绽放出天赋光环 散发着莫名的威压 一脸的焦急 等他们看清房间内状况 不由地愣住了 刘盈已重新穿好衣服 站在客厅中 吃惊地看着三人 怎么回事 明明我感受到 有魔物的气息 其中的一个女人 喃喃自语 会不会错了 另一个男人开口问道 怎么会 王院士的天赋是天鬼狼 对魔物气息尤为敏感 三人对刘盈检查一番后 确定他没有受到丝毫的伤害 才放下心来 三位前辈 我家门很贵的 刘盈眼神中充满了忧怨 不知是心疼房门 还是真正对三人别有厌烦 呸 呸 我们呸 江城富人区 别墅群 张志天来回踱步 看着闹钟上面的时间 格外焦急 郑腾坐在沙发上 神色坦然 手中的不死鸟魔药 来回揉搓 志天兄 不要着急 东墙那边肯定会万无一失 郑腾徐徐开口 一副运筹帷幄态势 唉 这都一个小时了 张志天看了看时间 止不住地思索起来 这次计划 可以说是堪称完美 郑腾 把保护刘盈的三位院师 以商讨对付魔物 事由引走 两名C级轻卫 对刘盈出手 再使用药物 他的宝贝儿子 出手解救美女 加上药力发作 以身缓解药力 再有一名B级强者作证 计划最后 三位院师返回 发现这一幕 通知张志天前来领人 情节虽然老套 却十分稳妥 此次计划 根本没有任何漏洞 但现在已经过去 一个多小时 那边还未有消息传来 一时间 不由格外焦急 会不会强而被扣下了 张志天不由地出口问道 郑腾想了一下 也是觉得很有可能 随即提议道 要不这样 我们直接过去 看看情况到底怎么样 不行 不行 若是这样 他们肯定会发现 这一切都是做的局 张志天连忙摆手拒绝 他老张家 要的是一个拥有 SSS即天赋的儿媳妇 可不是一个仇家 而且根据他的了解 对方虽为女子 但性格异常刚烈 一切的计划 都只能在巧合之下 断不能露出马脚 可两人一直等到天亮 还是没有任何消息传来 这一下 他们可坐不住了 当即马不停蹄地赶往江山小区 志天兄 演戏一定足 加上三瓶毕竟我要收买对方 保证一切水到渠成 郑腾信誓旦旦的保证 嗯 放心 我有分寸 张志天不断点头 两人进入电梯 刚到15楼 张志天看了一眼 破开房门 瞬间的担忧 瞬间消散 只要有打斗 那就证明他儿子 已经把事情搞定了 逆子 逆子啊 我非要扒了你的皮 张志天的声音 如同雷震 刹那间 保护刘英的三位院师 走到门口 一脸猛逼地看着对方 可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张志天冲着三人 深深地行礼 随即拿出 三瓶毕级高阶魔药 我叫子无方 让三位院师受惊了 一点心意 请务必收下 三人你看我 我看你 处于云里雾里 不过奉上来的魔药 可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当即结果 迅速揣入怀中 什么意思 请将军明示 第十六章 洗劫张家魔药库 张志天愣了一下 心中止不住暗暗思索 难道是嫌礼物太轻了 三人更是猛逼壮 皆是一脸的疑惑地看着他 真的搞不懂 对方到底是什么意思 此时刘英走了出来 看着几人 眸光中静视呆萌 张志天有些妈了 儿子呢 短暂思索后 他掏出一瓶瓶魔药 向刘英递了过去 因为这是计划的一部分 虽然没有见到自己的儿子 可任何一个环节 都不能出现问题 这是一级一间魔药 还有二间 这个是D级的 一共十瓶 还有C级的也是十瓶 B级的 整整几十瓶魔药 整齐地摆放刘英面前 让他十分错额 不过楚风有过交代 要是他们过来送东西 一定要收下 张东强在楼下的事情 楚风并没有隐瞒 这是精神损失费吗 刘英徐徐开口 成了 成了 张志天虽然掏空七成身家 然而心中异常地高兴 听到对方说精神损失费 他无比地开心 而且仔细一想 一切都如拨开的云雾 毕竟十六七的女孩 简单地试个身而已 哪有这么多魔药来得实在 他准备得比较充足 特别是给未来转席的 从一级一阶 一直到B级九阶 全部集齐了 剩下的就好办了 刘英收了魔药 转身回到卧室 房门上还贴了一张纸条 闭关修炼 张志天看了一眼准媳妇 不由得摸了摸鼻子 现在的女孩 都这么现实了吗 如此态度完全无视 好歹也客套两句啊 三个院师看着张志天的眼神 充满了一股别样的神情 好似在看煞笔般 难道是被魔物下傻了 见人就送魔药 张志天转头看着三位院师 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道 三位 开个价钱吧 什么价 三人更是处于迷茫之中 我儿子呢 张志天选择了摊牌 他不知道对方的胃口有多大 干脆直接挑明比较好 张将军 您儿子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女院师察觉到了不对劲 怎么 张东强没在你们手上 张志天瞥他一眼 心中隐约有不好的预感 没有 真没有 真没有 张志天看着三人 对方的一脸坦然 完全不是在演戏的状态 那门 张志天指了指破开的房门 我撞的 那刘盈说的精神补偿 不知道 雾草 张志天眼前一阵发黑 差点晕倒 他送出了天价魔药 自己的儿子 没有在他们手中 现在他明白 对方的眼神是什么意思了 杀笔 大杀笔 他儿子根本不在这里 甚至没有来过 为了给儿子铺路 他几乎是掏空了几十年的身家 除了宝库中 还剩下的一点余粮 啥都没了 他正要考虑 接下来要怎么给对方 要过来魔药时 通讯装置想了起来 喂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张志天脑袋嗡嗡的 血压呈直线上升 张将军 江山小区凌晨三点 发生了一些事情 而且 少爷还在其中 您最好来监控室看看吧 什么 张志天顾不得讨药魔药 向着物业监控室快速而去 等他赶到监控室 发现气氛不对 三个轻卫站在一旁 满脸的惊恐 几个保安异常紧张 调开监控视频 张志天瞪大双眼看了过去 片刻后 他身体瘫软下去 我胆啊 凄惨的哭声 响彻监控室 白发人送黑发人 张志天可算体会到了 他儿子根本没有来得及 开展计划 就被人杀了 而且 杀他的人还特别眼熟 正是他昨天 从江城一高 带走的那名血士 楚风 自己傻傻地过来送魔药 报仇 报仇 张志天此时心中 只有这一个信念 什么都不重要了 他要亲手找到那个人 让对方 尝尽世间最残酷的手段 就算付出生命的代价 也再也不惜 此时 旁边的轻卫接到一个电话 脸色又起了变化 他不断地看向张志天 充满了怜悯的眼神 查江城所有监控 绝地三尺 也要找到那个人 另外 命令所有军事 还有执法者全力搜捕 只要找到 无论生死 就地格杀 张志天现在已经被怒火 冲破了头脑 将军 刚收到消息 您家的魔药宝库被洗劫了 轻卫硬着头皮地 把电话内容进行了汇报 啊 张志天急忙查看手机上面的监控 他家的宝库安全系数非常高 可以说没有密码 就算是S级爵士强者来了 也望而却步 一瞬间 他不由地想起 刚才监控画面的钟的声音 自己的儿子 好像把密码告诉对方了 等他看清魔药宝库中的画面后 一口滚烫的鲜血 喷涌而出 小偷真是杀了他儿子的凶手 临走时 他还冲着监控 笔划各爷的手势 挑衅感十足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张志天不断地大吼 身躯向着家中的方向赶了过去 再也不能保持一丝的淡然 江城别墅区 楚风扛着双肩背包 缓缓走了出来 感受了一下背包中的重量 嘴角弯曲 流露出满意的笑容 地主家果然不一样啊 脚下隐魔之力释放 裹住身躯 化作一道黑影 向着江城西大门而去 他杀了张东强 势必会引起张志天满腔的怒火 沙子之仇 不供戴天 一切都不可能调和 楚风没有半点后悔自己的决定 动他的女人 本就是死仇 一不做 二不休 既然这样 干脆前去他的老巢 把所有的魔药洗劫一空 刘盈拥有SSS级天赋 对方肯定不敢对其出手 他则不同 被评定为一级天赋 还被当作谢时 自己的老爹 又被官方宣布为死亡 甚至连一毛钱的抚恤金都没 跑吧 楚风一路急迟 穿越数十条街道 不过越走他发现情况非常不对 街上到大批的军事把守 实力都在C级 成群结队 城中的执法者 在每个路口都有把守 那一道道强大的气息 甚至有B级强者 在其中不断地搜寻 对方反应这么快 楚风微微一顿 把前影控制在最小 隐藏在一片房屋的阴影之下 以他现在的实力 C级完全不处 B级低阶也敢一战 只是如此做 势必会引起大范围的连锁效应 到时候处于包围圈之中 肯定不堪抵挡 现在只有一条路 逃出城外 那里才是他的天下 思索再三后 楚风心中下了个决定 背包中上百瓶魔药 先把实力提升上下 再选择时机出城 眼神看向五公里的一片密林 楚风悄无声息地 向着前方前了过去 槐树林中 阴影密布 把后面的双肩包打开 一瓶瓶魔药放在其中 足足上百瓶 眼神中流露出一丝火热 瞬间拧开三瓶 直接喝了下去 第十七章 我命令你们跪下 一瓶瓶魔药打开 咕噜噜喝了下去 其中最低的都是D级高阶 C级魔药占了大多数 还有几瓶B级魔药 圣灵之光不断地洗涤 一道道纯洁无瑕的光滑 在体内闪过 隐魔之力 视灵之力 地狱之火 大口地吞噬吸食 D级六阶 D级七阶 D级八阶 最后一瓶魔药被吸收后 楚风的实力 进入到D级十阶巅峰 气息之强 胜过之前的数十倍 感知范围 更是达到了方圆一千米 天赋圣灵之光 随着它每提升一个小境界 增加进化的人数 便可多加一个 直到十阶之后 人数更是突破到了 每次进化洗涤十人 相比天赋的变化 它整体的实力提升 才是最强的收获 D级十阶巅峰的实力 现在的楚风能深刻感受到 C级强者直接秒杀 B级的存在也能硬刚 局面已经向它倾斜了 江城西大门 重兵把守 若想出门 必须经过特殊材料建造的城门 城墙之中 掺杂着莫名的物质 除了坚不可摧外 一切的魔物只要经过 就会响起报警声 楚风徐徐向城门走去 没有隐藏身影 城门重地 闲杂人等离开 一名军士通过喇叭喊道 开城门 免死 楚风缓步而来 声音异常地平静 军士通过瞭望台看了过去 刹那间眉头一皱 紧接着眼眸中流露出喜悦的光芒 发现通缉犯 楚风 警报声拉响 大批的军士迅速集结 足足上千 他们已经收到消息 只要杀了这名通缉犯 可直接容声千人统领 若是能活捉 终生享受傅将军待遇 世代相传 众上之下 必有永福 况且 只是一名地级的存在 他们整整上千人 一个个如狼似虎 恨不得夺过对方手机 拿下手工 好好的生命 留着杀魔物不好吗 楚风深深叹了一口气 心脏之中的地狱之火能量弥漫 瞬间覆盖周围百米之内 刹那间 它的周围燃烧出一片片黑色火焰 前排几十名军士 刚接触的一瞬间 躯体瞬间化作一团灰烬 连惨叫声都没有发出 就这样消散于无形之中 后面正在杀来的军士傻眼了 一个个止不住地向后退去 那速度比来的时候 快了整整十倍 远处瞭望台的士兵头皮发麻 背后升起一股凉意 吓得贪软倒地 嫡妻 嫡妻 这哪是宋门上的功勋 明明是阎王爷 随着楚风不断上前 上千名军士和执法者不断后退 他们眼神中恐惧万分 不敢和地狱之火有丝毫的接触 让我来 一个地级的存在 我就不幸能无法无天 一名C级高阶的执法者 大喝一声 天赋光环绽放 一道粗长的黑色手臂 向着楚风抓了过来 雕虫小技 竟敢搬门弄服 楚风痴笑一声 地狱之火 化作一只拳头 向着黑色掌心对轰过去 啊 没有绚丽的碰撞 只有一道痛苦到极致的惨叫声响起 只见那名执法者 天赋迅速燃烧 连带的还有他的整个躯体 迅速消散 怎么会这样 这家伙是人还是魔 C级久接的 居然不敌一招 张志天还在江城中 不断搜捕楚风的身影 半个小时不到 城主 参议长 议员不断地给他联系 质问他 为什么调动所有力量 只为搜捕一个人 刚开始他还解释 现在一切都没必要了 那些人是A级的存在 高高在上的大人物 怎么会在乎自己儿子 经过这次事件后 他的守卫军将军职位 也走到头了 如此大规模调动 不向上级寝室 撤职只是最轻的安排 不过这都不重要了 只要能给儿子报仇 一切代价都是值得 将军 发现凶手身影 江城西门 清卫迅速报告 藏头落尾的东西 终于出现了 张志天杀意涌动 身躯向着西城门迅速赶去 连带一起的 还有滔替学院的郑腾 他也没想到 楚道玄的儿子 居然能从外面的魔潮中逃了出来 而且还带着莫大的实力 短短两天的时间 从一个普通人到地级高手 郑腾把屁股想烂了 都不明白 对方到底干了什么 居然有如此大幅度的跨远 难道是楚道玄给他留了珍贵的宝贝 想到这里 郑腾心中不由地暗自悔恨 为什么当初 自己没有对他搜查一番 两人迅速赶到西门 看着前方的一幕 眼珠子差点掉了出来 只见一群军士把楚风围在中间 谁也不敢上前 他们异常的惊恐 身躯瑟瑟发抖 不断地躲避黑色火焰 地狱之火 郑腾眸光中流露出惊恶之色 张将军来了 张将军来了 贼子必死 他实在太嚣张了 必须死 张志天的到来 让所有的军事和执法者 惊喜万分 这是在站在B级巅峰男人 他的实力深不可测 除了城主之外的十几个人之外 数他的实力最强 而且他经常出手 在江城早就是主心谷的存在 而张志天可不管这么多 看着对方杀意弥漫 天赋绽放 一把黄金大弓出现 张志天左手搭在弓弦之上 一股金色力量化作箭矢 瞄准城门之下的楚风脑袋 鼠败 我看你往哪里逃 楚风扭头看向远处 百米外的张志天和郑腾 眼神中涌现出强烈的杀意 逃 我何曾逃过 金色箭矢急迟而来 空气中波纹乍现 附带着一股毁天灭地的能量而来 楚风丝毫不惧 隐魔之力全力凝聚出一根粗壮的影刺 视灵之力加持 地狱之火覆盖在影刺上面 直接和金色箭矢对撞 碰 两股力量相撞 瞬间形成一道小型的气浪 向着两边冲击 刹那间 周围沙尘四起 众人下意识闭上眼睛 不敢直视气锋芒 他什么时候这么强了 郑腾目瞪口呆 惊掉下巴 就刚才张志天这一击 就算是他也能暂避锋芒 而对方居然硬刚 气浪消散 两人暴露在众人之下 刹那间 所有人傻了 只见楚风站在城门之下 毫发无伤 甚至都没有后退半步 你 你 张志天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 他全力一击 对方居然挡住了 郑腾更是止不住后退 他感到一切都超出了预想 避急久接 不过如此 楚风挑了挑眉 语气中充满了蔑视 你该死 张志天突然扭头 看向身后的郑腾 两人点了点头 瞬间决定联手 可下一秒 楚风身体化作一道黑影 出现在张志天旁边 郑兄 出手 好 两人刚要联手 可楚风眉心瞬间睁开 一道金色树桐睁开 死死地盯着两人 重重道 我命令你们跪下 一瞬间 两人像是被操控的玩偶一样 双腿止不住哆嗦 扑通 扑通 第十八章 下园级的怒火 两人的膝盖 重重地砸在水泥地面上 尽管他们一百万个不愿意 可关节处 宛如有一双无形的大手 死死地扣在上面 身体宛如被禁锢般 做不了丝毫的动作 西城门围观数千军是傻眼了 他们的将军张志天 还有来自神城的大人物院师 居然跪下了 本以为是顶尖强者 没想到却是一盘菜 给楚风跪了下来 我的亲娘啊 张志天真的跪下了 不敢相信 太不敢相信了 他到底是谁 什么妖术 为何两人会听他的指挥 窃窃思雨声不断响起 江城守卫军 执法者一个个愣在当场 这是他们万万想不到的一幕 居然发生了 此时的楚风 在他们眼中变得格外神秘 这个年轻人 不光拥有着超乎常人想象的实力 更拥有着绝顶神通 果然 控制两名B级九阶的顶尖强者 消耗十分之大 楚风只觉得 躯体内的视灵之力 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消耗 一瞬间 就已逐渐干枯 要不是有地狱之火 和隐魔之力的加持 诅咒之言并不能成功施展 横跨两个大境界 二十个小境界 操控两名B级强者为人偶 如此手段 堪称妖孽 你干了什么 正腾眼中全是惊恐之色 身躯瑟发抖 楚风扭头看向他 眸光中流露出无情的嘲笑 还记着我前几日 给你说的话吗 刹那间 正腾回忆起 楚风上车之前 留下的那一幕 我会杀了你 还有你的全家 本以为是 无能弱者临死之前 放的空话 没想到 短短三日 自己就跪在了他面前 此时正腾的心中 不光充满了深深的震惊 还有巨大的惊恐 因为他无论 使出多大的力量 始终不能撼动 全身覆盖的 那一层诡异力量 那就代表着 对方真的会杀了自己 想到这里 正腾全身颤抖 苦当中黄白之物喷涌 拉了出来 腥臭之味弥漫 围观的众人 忍不住捏住鼻子 太臭了 看着楚风向自己走来 正腾心中 升起无限的求生意志 不要 你不能杀我 你不能杀我 正腾的语气中 满是求饶 再也没有丁点傲气 爷爷 放过我 求求你了 他神态 哪还有一丝 神城院师的影子 活脱脱一个 马上要溺亡之人 楚风伸出手掌 按在正腾的头顶之上 心念一动 隐魔之力 凝聚出一根长长的尖刺 就要下手 而就在此时 江城天际东方 传来一声爆喝 住手 声音透过遥远的天际传来 楚风扭头 向远处看去 几十条街外 一道身影 正在以神速而来 放开他 所有一切既往不救 声音中蕴含了霸道 庞佛在下命令般 城主 下城主 正腾脸上浮现出巨大的惊喜 庞佛看到了救命稻草般 呵呵 就算你祖宗来了 也就不了你 什么 正腾瞬间一呆 眸光中流露出祈求之色 正欲再度开口求饶 可天灵带上面 瞬间疼痛无比 宛如一根钢针 穿过头骨 扎入他的大脑之中 啊 正腾面目扭曲凝针 发出凄惨的哀嚎 碰 脑浆喷溅四周 鲜血顺着破开的脑壳喷涌而出 楚风随手一丢 宛如丢死狗般 把正腾的无头尸体 扔在一旁 随即站在张志天的眼前 张志天魂魄都快吓出来了 他喉咙转动 想要求饶 可却说不出一句话 完全被恐惧填满 在死亡的面前 他瞬间感觉 儿子的仇不值一提 相比儿子的命 自己的性命更重 孩子没了 可以继续生 但他死了 那么一切都完了 你我无冤无仇 只可惜啊 你养了一个废物儿子 楚风说完 隐刺突袭 从头到脚 直接来了个透心凉 张志天眼睛睁得溜圆 目光中充满了无尽的悔恨 碰 尸体倒下 片刻功夫 两个B级九阶的顶尖强者陨落 周围的军士和执法者 止不住后退 他们没有一个赶在上前阻止 相比于卓越的功勋 这个年轻人 在他们的眼中 可怕程度和外面的魔物 没什么两样 杀法果断 就算有绝顶强者出口阻止 依然不能妨碍他的杀星 楚风扭头看向天际 一个白发老者欲空而来 他焦急无比 脚下一动 身躯出现在千米之外 下元节 江城城主 A级巅峰的绝世强者 更是万千民众心目中的 守护神一样的存在 当他看到郑腾 张志天相继死亡后 无穷的怒火升起 透过遥远的距离 都能感受到 一股深深的杀意 下元节 此时异常的愤怒 城外魔巢汹涌 神城的院尸 居然死在了江城 而且还是郑家的人 造成的影响后果非常可怕 可以说是天大的灾祸 甚至胜过了外面的魔巢 至于张志天 江城守卫军将军 更是他的心腹红人 对方一点面子没给 竟然当着他的面 把两人生生地宰了 楚风的行为 宛如一只无形的手掌 抽在他的脸上 十秒 只需十秒 下元节 把速度提升到了极致 望着那道身影 他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斩掉头颅 悬于城门 以示成剑 城中无聊 出门宰几只魔物丸 楚风呵呵一笑 走到城门之下 开门 负责开城的军士 已被吓破了胆 手指颤颤地按在了红色控制键上面 望 城门响动 大门缓缓打开 楚风表面虽然云淡风轻 可内心非常焦急 身后的下元节快要到了 根本用不了几秒时间 大门刚打开一道缝隙 刹那间 魔物嘶吼 透过门缝 把魔爪伸了过来 是鬼 无穷的尸鬼 红一股拼命地向里面应急 楚风身体化作一条黑影 向着魔物群冲了过去 就在他刚走不到五秒钟 下元节赶到 他头顶绽放出天赋光环 一个山月般的神灵浮现 身躯瞬间鼓起 肌肉爆裂 一头扎进了魔物群之中 他速度奇快 全身时不时绽放出蓝色光芒 正是他的神通 野蛮冲击 卧槽 追来了 楚风扭头向身后看了一眼 只见下元节 如一头太古蟒牛般 横冲直撞 所过之处 魔物纷纷爆裂 马德 至于吗 又没杀你儿子 激动个什么劲 他以为下元节身为城主 根本不会追出城外 没想到 居然追了出来 不过到了外面 不光是魔物的天下 也是他的天下 目光看向魔物群最后方强大的存在 微微思索后 楚风嘴角弯曲 心中有了一个计策 向着魔物群后方 急迟而去 第十九章 这年头 忽悠才是最强神通 就算你逃到天边 也是必死无疑 下元节在身后大吼一声 不好意思 我不去天边 也不会死 楚风也是没有惯着他 扭头回怼道 两人身影相隔数千米 楚风画作的影子一路穿梭 速度快到极致 而下元节虽然施展神通 速度很快 可毕竟有无数的魔物阻拦 不能把速度发挥到极致 况且 他本身就不是速度渐长的天赋者 故而 两人一直保留着适当的距离 容颜石鬼群密密麻麻 在下元节面前 燃如泡沫座的般 接触的刹那 纷纷爆裂 黑丝树群智商稍高 看到这一幕 纷纷躲避 楚风眼神 看向黑死树魔物后方 那里黑影覆盖荒原废墟 一只只穿戴黑甲 头顶击脚 手持长矛 影子站立 他们的目光投向下元节方向 一个个如临大敌 楚风看向前面500米外的黑影 一个扫描过去 信息浮现出 名称 影位 实力 B级二阶 能力 影域 控影 幽形 一只只影位 触摸在巨大阴影之下 他们被手持长矛 不断找寻着什么 楚风即使在最前面 几乎是眨眼就到 他的存在 同样吸引了数只影位 五只影位把他包围 长矛绽放 一层黑影覆盖 强烈的杀机弥漫 在他们眼前 所有的人类都是食物 尽管这个家伙有些特殊 放肆 无奈影魔于人间分身 而等安改如此 楚风脚底影魔之力涌动 包裹住全身 他上次听视灵娃娃 说出影魔之力后 留了的心眼 虽然不知道 影魔是何等人物 但想来 应该不是低等魔物 肯定和这些影子之类的魔物 有一定关系 至于五个B级影位袭杀 他完全不放在眼里 随时都能进行反杀 五只影位 看着眼前的年轻人身上 释放出纯净的影魔之力 瞬间傻眼了 这时他们从未见过 如此纯净的影力 甚至隐约有超越了影魔本尊 他们面面相去 走到一旁嘀咕一番后 冲着的楚风跪了下来 大人 我等眼珠 没有认出大人 罪该万死 其中一只瘦巴巴的影卫 阿鱼道 管用 楚风眼前一亮 心中大定 他上次被追杀 其中就有影卫的身影 虽然长得都差不多 但显然不是这几只 无妨 现在我命你们前去击杀那名人类 楚风指向正在奔来的下原集 直接命令道 嗯 五只影卫你看我 我看你 其实有些为难 那名人类气息很强 处于A级巅峰 他们去抵挡 只有死路一条 虽然对方是影魔大人 可让他们去死 心中非常的不情愿 怎么 不愿意 楚风眉头一皱 眸光中流露出浓烈的杀意 刹那间 几只影卫瑟瑟发抖 去是死 不去也是死 其中的一只影魔 思索片刻后 徐徐道 大人 我们几个肯定不是对手 但若是加上他们 别说对方是A级 就算是S级 也能干掉 哦 影卫赶紧指向那一片巨大的阴影方向 楚风看了过去 其中黑影传动 一道道强大的气息 蕴藏其中 不乏一些B级巅峰 大人 一日前影魔阿希尔特大人 前去南门追杀一个凶手 还未归来 若是能调动这些家伙 为大人所用 乌草 说的不会是我吧 楚风摸了摸鼻子 越琢磨 觉得的大有可能 不过眼下 下缘集快要杀到 只能试着看看了 楚风快步走到阴影之中 默默地感受周围影卫数量 不感应不知道 瞬间吓了他一跳 初步估计 隐藏在阴影中的影卫数量 至少上万 驱狼吞壶 楚风有了决定 影魔之力覆盖全身 凝聚在喉咙当中 所有影卫听令 全部出击 狙杀那名人类强者 谁在好领我等 影魔大人吗 好像比影魔大人更纯 可能是地狱中的大人物 千万不能放过 棒大佬的机会啊 机会难得 影卫们在阴影中不断交流 一个个激动万分 如此纯净的影魔之力 绝对是暗黑地狱中的大人物 他们生活在 无尽的黑暗地狱之中 有着清晰而深刻的认知 要想在魔物中脱颖而出 成为魔上魔 抱大腿 绝对是一条捷径 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大佬 在没有称霸一方时 拥有着无上资质模子 而楚风 此刻在影卫眼中 宛如从地狱中历练的魔子 影魔之力如此纯净 不是魔子是什么 难道还能是人类 他们可不会就此放过 一个个呼之欲出 更是不断地表达自己的忠心 我等愿为大人安前马后 在所不辞 诛杀人类 是为大人排忧解难 大人号令 我等小魔甘之如頤 杀 取人类首级 陷于大人仗前 影卫清朝而出 足足上万 最低的B级一阶 最强者B级九阶 掺杂在其中 簇拥着楚风 向下元级杀去 被众影卫捧在中间 由上千道影笠 凝聚而出的王座 楚风端坐在上面 看向前方冲杀而来的下元级 杀一翻滚 小的慢 给我上 楚风一声令下 远处正在冲来的下元级 只觉得头皮发麻 整整上万只B级隐蔑 就算是他A级巅峰的存在 也得B级锋芒 不 应该说是逃命比较合适 刚才追杀的有多凶猛 现在就多狼狈 他是绝世强者不假 但不是杀笔啊 面对如此多的魔物 就算是他 额头也是直冒冷汗 更可气的是 本来还追杀的那名小贼 此时坐在中间的王座之上 那神态 把趾高气昂 发挥得淋漓尽致 下元级拼命地 往江城方向盾逃 楚风带领上万隐蔚不断追杀 双方的局面瞬间颠倒 上万根隐蔚手中的长矛 瞬间投掷 宛如万箭齐发 目标直抵下元级后背 妈妈哟 他吓得太阳花一紧 冲着城门方向 直直地冲了过去 下元级觉醒的是 A级天赋 荒谷神灵 主修肉体 一身力量足足上千万斤 防御力更是超越了人类的极限 但上万只暗影长矛 就算他有王八壳 也不敢硬刚 身体的防护释放到极限 一根根长矛 尽数抵消 但更多而来的 则是震得他五脏生疼 难道我下元级就要死在这里吗 他心中极度不甘 看着远方的西城门 卯足了进逃了过去 砰 一只暗影长矛 刺破了他的防御 插入肉里面 部位正是屁股中间 剧烈疼痛充斥全身 下元级求生意志 瞬间增强百倍 屁股夹紧 拖着长长的一根暗影长矛 飞速逃走 而且速度瞬间提升一个档次 身后追杀的楚风 看着这一幕瞬间的异景 眸光中充满了深深的佩服 刚烈的汉子 第二十章 契约大餐 下元级屁股处 宛如长了一根长长的尾巴 眸光中满是焦急 散发着无尽的逃生意志 身躯就像是一道闪电 冲破无数的魔物 抵达城门之下 开城门 巨大吼声地动山摇 语气中满是焦急 熟悉的声音响起 城内的守卫军 愣了一下 听出是下元级的声音 迅速把城门打开 哄 城门刚刚打开 下元级迅速钻了进去 不等他发号施令 守城的军士 看到百米外的影位后 一个个吓得亡魂接冒 立刻按下关门按钮 卧槽 城主怎么吸引了 如此多的必经魔物 他不会是把影魔给玩了吧 不像 应该是被的魔物给的完了 是是是是 他身后插的那玩意 看着真疼啊 虽然守卫军嘀咕的声音非常小 但哪能瞒过下元级的耳朵 他此时心有余悸 只觉得一阵后怕 对方居然能够调动魔物大军 而且还是B级的影位 实在太可怕了 要是早知道这样 给他一百个胆子 绝对不敢追杀到城外 他身上绝对有天大的秘密 下元级回过神来后 止不住地思索 号令魔物大军 自古以来 从未出现过 我若是能掌控如此手段 何必窝居在小小的江城之中 下元级心思活络起来 内心之中除了震惊外 泛起了深深的贪婪 短暂驻足后 他身影一晃 向着釜底而去 城外 楚风看着关上的城门 目光中闪过一丝失望之色 他和江城的关系彻底恶化 几乎可以说是不死不休 下元级 作为江城中的最强者 没有通过隐位杀掉他 始终是一个隐患 慢慢来吧 我相信时间不会太长 楚风转身看向身后的隐位大军 心中充满了一股自信 上万臂级隐位 在他的眼中 不光是可以调动的一股力量 还是进阶的关键养料 而且听其中的隐位说 他们还有一个隐魔老大 若是能把这些隐位的能量 给完全吸收了 想到这里 楚风心头忍不住泛起火热之色 心中快速思考 如何能把他们给快速白嫖了 单独击杀 通过吞灵吸收 增强自身的隐魔之力 他思索片刻 心中否定了这个方案 这样做 提升太慢了 他单独对付五六只还行 可对上万隐位 根本不现实 而且 还有一只上位归来隐魔 其中存在了不安全因素 那只有第二条路了 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交出力量 签订契约 这种事 楚风比较在行 原来都是单个击破忽悠 现在上万魔物集体忽悠 一时间 他心里也没底 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楚风牙龈一咬 已有了决定 大人 什么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他身旁的一只隐卫 小心翼翼地问道 楚风撇了他一眼 眼角抖动 随即训斥道 放肆 此乃圣人之言 如怎么明白 是是是 大人息怒 大人息怒 隐卫跪地不断磕头 惶恐不安 他本想拍个马屁 没想到遭到斥责 一时间 心中担忧不已 楚风环视一圈 看着上万隐卫魔物 大脑思索 如何才能让他们乖乖地制定契约 片刻之后 他抿了抿嘴唇 开口大声道 而等听好了 现在有一庄大机缘 愿意的 跟我走 楚风身躯一动 向着远方的废墟中走去 隐卫们你看我 我看你 全是不解之色 不过听闻有大机缘 当下一个个跟了上去 都是抱着看热闹的态度 听听呗 又不会少一根毛 坍塌的废墟中 隐约可以看到破败前的样子 这里曾是一座巨大广场 周围砖瓦泛起了青台 藤万丛生 楚风站在一座雕像上 注视着一个个隐卫 充满了异味深长之色 隐卫们抬头注视着 雕像上的大人 一个个宛如是 等待听讲座的成功人士 不知等对人类神城了解多少 楚风话音刚落 下方的隐卫们 嘶语声不断响起 神城 听闻那里有人类神明守护 强者众多啊 什么人类神明 不过是五等地狱之神 圈养的食物而已 我听说 那里有数十亿人类助手 一个个细瓶嫩肉 更是大人物饭桌上的 高档食材 别说了 我想吃 想屁呢你 你也配 楚风举起手 往下压了压 心中非常无语 他发现了 不管是地狱中的任何魔物 对人类肉体 都有着不一样的情感 在他们眼中 人类就是食物 这个想法 就像是人类对积压一样 了解对方的需求 对症下药 下面的就好办了 楚风心中的想法越琢磨 越觉得可行 唉 我对你们很失望 可以说是特别的失望 楚风脸上浮现出心痛之色 好似恨铁不成钢一样难受 呃 大人是怎么了 难道不喜欢吃人类 不是吧 吃素的 一个个隐味相互交流 非常猛圈 相比于直接食用人类的血肉 人类的天之胶子 签订契约后 那种食用方法 才是我的最爱啊 楚风看向远方 修长的身躯中流露出一抹惆怅 刹那间 隐味们了然 感情不是吃素的 而是想要高档地食用一世啊 只是他们 一个月能吃到一名人类 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至于契约食用法 他们也想 可人类不迁啊 直接把人吃掉 虽然能满足口腹之欲 可相比契约带来的效果 两者不可与之相提并论 前者相当于简单的进食饱腹 后者则能品尝到恐惧的美味 还能得到更多的东西 人类的天赋神通 那种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 就算是低阶的一级天赋 到了他们手里时 都会产生值得变化 当然 人类境界 根本不会和我们签订契约 你莫要消遣我等小魔了 是啊 前些年还能忽悠他们一下 现在这条路 根本走不通 唉 都是一些大人物才能享受的东西 我等只是下等魔物 根本不现实 一个个隐味脸上浮现出憧憬之色 与其中带了一丝埋怨 他们感觉到 楚风这是在嘲笑调侃他们 可怜啊 可怜 楚风摇了摇头 眸光中尽是鄙夷 宛如是一个地主 在看一群乞丐一样 隐味们顿时不乐意了 鄙视就鄙视吧 还当面说了出来 一个个骚动不已 又要离开此地 可下面楚风说出的一句话 让他们瞬间惊住了 赞美地狱之主 作为未来的伟大的魔神 我请你们吃一顿 人类契约大餐吧 什么 一瞬间 隐味们充满了不敢相信之色 眼神直勾勾地看着雕像上的男人 第21章 大丰收 契约大餐 不可能 根本不可能 完呢 真把我们当傻子了 就算我们愿意 那些人类还愿意吗 一时间 隐味们集体骚动 纷纷摇头 看着他们的表现 这一切仿佛 都在他的意料之内 怎么着 你们不信 楚风挑了挑眉 高深莫测道 大人 我十分理解 你把九炎欢 靠了我们的心情 可这毕竟太过天方夜谈了 离他最近的一只隐味 徐徐说道 语气中满是安慰 哼 我愿意立下契约 若是三天内 不能让你们美人和人类签订契约 将遭受勇士的地狱之火灼烧 楚风刚刚说完 一瞬间 上万隐味妈了 本来他们只是以为 对方只是调侃 没想到 却要立下誓言契约 瞬间集体沉默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一个隐魔的许诺 而且还要签下誓言契约 此时 楚风在他们眼中 更加的高深莫测了 一个个隐味 看他的眼神变了 不再是那种高高在上 而是地主家的傻儿子 感情是哪个魔神大人的私生子吧 我看着也像 人傻钱多 绝对的 隐魔身份 可能只是表面 说不定隐藏的真实身份更深 大人 我们只是说说 您不必当真 签下契约 可不是说着玩的 一只隐味跪在地上 双手捧着一张 刚刚制定好的契约 楚风瞥了一眼 牙花子直疼 这家伙嘴上劝戒 却已经把誓言契约制定好了 魔物哪有情义可言 都是机会主义者啊 楚风心中对魔物的认识 又提高了一层 其余的隐味看到这一幕 目光看向楚风 浮现出期待之色 均无细言 一顿简单的契约大餐 我还是请得起的 楚风随手在上面 牵上自己的名字 没有一丝的犹豫 仿佛在做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试本 如此一来 隐味们瞪大了眼珠 震惊地无以复加 契约燃烧 一股莫名的枷锁覆盖 刹那间 隐味们和楚风中间 构造出一道无形的桥梁 当然 那我们如何和人类签订契约 跪地的隐味站起身 恭敬地问道 既然这样 告诉你们 也是无妨 楚风看着这群 极不可耐的魔物 随即上前一步 小声嘀咕起来 仿佛再说一件绝对机密版 前几日 我在神城的老表 已经发来密函 已和二十万人类达成交易 那些人类都是监狱重罪犯 只有死路一条 他们想要和五等签订力量契约 以此来苟言残喘 楚风边说边打量周围 好似怕被别人听到一样 啥 二十万 我滴妈呀 怪不得 怪不得 天哪 人类之中竟然还有如此多的傻子 一瞬间 他们震惊得无以言表 一只只黑影身躯止不住颤抖 激动 喜悦 甚至有些影卫止不住欢呼起来 不过片刻之后 一些影卫流露出纠结神色 甚至的有些失望起来 楚风看到这一幕 心中咯噔一下 赶忙道 咋了 不高兴 影卫们面面相去 片刻后 说出了心中想法 大人 我们不是不高兴 而是有难言之隐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楚风有些焦急 沉默片刻后 其中一只影卫缓缓道 我们是阿希尔特大人的部下 从永夜地狱出来后 第一条例就是 不准离开他的领地 而那些人远在神城 就算我们 想要签订契约 也是无济于事 想到此处 犹如一盆凉水 从头到脚浇灌下来 喜悦之情一扫而空 你们是不是傻 可以先制定好契约 我给你们送过去啊 楚风摆了摆手 毫不在意 啊 真的吗 影卫们眼前一亮 眼神充满了感激 咋的 不信 楚风脸色一沉 开口质问道 信 信 信 这就对了吗 我这人从小到大 只有一点原则 那就是 绝对不会说谎 楚风拍了拍胸脯 信誓旦旦的保证 模样格外的真诚 就差把微信借我200块 明天还你 表现出来了 墨迹什么 赶紧制定契约吧 我时间很宝贵 楚风赶紧催促道 上万只影卫也没有墨迹 一个个开始制定契约 其中一些影卫感觉不对劲 但就是说不上来 一时间不由地留了个心眼 想什么呢 快点制定契约啊 难不成大人还能骗你 一些认识的影卫 开口训斥同伴 想想也是 他们力量虽然是避接 但力量本质和隐魔之力 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而且契约内容 对他们本身 都是绝对有利的存在 大人 力量写几成 嗯 楚风刚想说十成 可转念一想 又怕他们察觉到不对劲 随心意 最少三成吧 哦 五成吧 三成是不是有些少了 行 楚风摸了摸鼻子 心中乐开了花 不大一会 一份份契约制定出来 他们排队站在楚风面前 交出力量契约 仿佛是小学生 再给老师教试卷一样 大人 我写的六成 放前面 一只隐蔚小声地说了一声 还给楚风使了你懂的眼神 我的七成 我六成 楚风觉得 还是低估他们了 同时 心中不由地有些后悔 刚才为什么不说十成 他们仿佛对契约 有着绝对的信任 契约整整齐齐 一人多高 只等在上面签上名字 就会立刻生效 每当有一只隐蔚 把契约交上来 楚风都会语重心长地 拍一下对方的肩膀 并安慰到 辛苦了 这一手操作 让这群隐蔚们 受宠若惊 地狱中的大人物们 平常使唤他们 跟使唤狗一样 哪有过如此态度 煞时间 他们感动不已 最后一个隐蔚 把契约交了上来 楚风算了一下 足足1351张 最低的都是B级一阶 这是他第一次 集体忽悠魔物 计划实施得非常完美 可以说相当成功 时间紧接 我先去神城了 等待我的好消息 楚风冲着隐蔚们 重重地点了点头 隐魔之力 斜过着契约 向远处而去 大人 慢点 一路小心 第22章 实力提升 智得飞跃 咦 神城的方向 不是在西北吗 大人为什么 向东北方向去了 你咋知道 神城在西北 跟你去过一样 没有去过 听阿歇尔特大人说过 隐蔚们望着 渐渐消失的背影 开始谈论起来 当然 楚风也不知 神城方向 他只知道 向着魔物哨的方向走 拿着一大笔巨款 赶紧找个安静的地方 消化了 才是王道 一路向东北而去 速度快如闪电 周围的一些魔物 没有反应过来 只感觉眼前一花 一道黑影消失 江城越来越小 四周的魔物 也越来越少 楚风一路急迟 穿越过树道魔物群 随着他的深入 前方出现一片迷雾 差不多了吧 楚风扭头 看了一眼江城方向 半个小时的赶路 到了魔潮之外 前方十里外是灰色的迷雾 缭绕四周 看不清里面 在迷雾和后方的黑死树群中间 有着一片真空地带 足足有十几公里宽 没有一只魔物 好似近驱般 楚风本想穿越迷雾 可刚走到距离迷雾不远的地方 瞬间感觉到头皮发麻 好似迷雾中 有什么极为恐怖的东西般 大秀 里面绝对有不干净的东西 楚风好似听到了女人的哭声 又仿佛听到婴儿嬉笑的声音 一瞬间 他便止住脚步 迷雾好似一个巨大的包围圈 把整个江城围在中央 不过他有种直觉 只有突破了迷雾 方能彻底地脱离江城的范围 先找个地方吧 巡视四周后 除了破败的房屋 远方还有一座寺庙处理 楚风走了进去 里面珠网密布 今生的佛像残破不堪 充斥无尽的岁月感 再次搜寻周围 确定没有一只魔物后 隐魔之力消散 一人多高的契约显露出来 大丰收啊 大丰收 看着一万多张契约 饶氏见过大市面的楚风 也不由地激动起来 伸手随便拿起一张 开始在上面签下自己的名字 哄 火焰燃烧 一股超强的隐卫之力 体内生腾 咔嚓 宛如鸡蛋破壳的声音响起 楚风的实力瞬间突破 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 C级一阶 同时 体内的隐魔之力 仿佛是感受到什么一样 和这股暗影之力 彻底融合在一起 它本来是D级十阶巅峰 吸收了一个B阶 隐魏的五成力量后 顺势进阶 圣灵洗涤 运用天赋 刹那间 体内的隐魏之力 被清洗一空 只留下细小的一丝 这一丝的力量 更加的黑暗 比隐魔之力更加的精纯 仿佛是另一种高阶的引力 有了这个影子 体内的隐魔之力 悉数转化 它本来提炼的是 暗黑影犬的能量 现在提纯的是隐魏的能量 虽然都是引力 但本质上 有着天差地别 隐魏的能量提纯后 质量更高 完全超越了隐魔之力 片刻后 查看自己的属性面板 姓名 楚风 实力 C级一阶 神通 诅咒之言 地狱之火 吞灵 隐欲 控影 幽形 死亡标记 天赋 圣灵之光 除洗去本身邪恶烙印外 每次可进化额外单个体100 标注 经宿主洗涤后的物体 忠诚度百分百 果然 C级就是不一样啊 楚风明显地体会到 身上的影力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而且神通方面 影刺和前影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影魏的能力 那种低等的暗黑影犬 能力太过单一 影魏则不同 虽然只有三种能力 显然 可不是影犬可以相比的 星面一动 影力喷涌而出 刹那间 整座寺庙被黑暗笼罩 影域覆盖 足足有300多米 处于影域中心 楚风可以说 随心所欲 它的力量比原来强大十倍不止 一步踏出 可以出现在影域范围内任何地方 攻击手段也不再限于单一 五指张开 猛然握住 残破的佛像 精神扭曲起来 彻底消失 没有化作积粉 也无丝毫的动静 就这样 生生的没了 这就是空影吗 楚风目瞪口呆 他没想到 在影域的加持下 施展空影 居然有如此大的杀伤力 我成为了一个刺客 楚风心头忍不住思索 现在的他 若是在对上B阶的郑腾和张志天 根本不用施展诅咒之言 凭借着这一手空影的手段 完全可以把对方虐杀 这就是进入C级后的自信 这才一个 下面还有很多 尽管被圣灵之光洗涤提纯后 只有一丝能量 可架不住量多 楚风心中期待 吸收进化了这些力量后 自身的实力 不知道会达到什么境界 当下 一张张地牵了起来 随着他每吸收进化一道力量契约 远在江城外的阴影中 就发出一道惨绝人寰的叫声 我的力量没了 我的力量 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五成修为啊 快 快去找阿西尔特大人 我们好像被骗了 一个个隐蔚不断地哭嚎 他们内心此刻被恐惧填满 仿佛在经历着极大的痛苦般 不大一会 一只头掌两根鸡脚 身躯中流露出巨大气息的黑影 覆盖而来 他从空中飘来 锁过之处 万千魔物纷纷跪地匍匐 强大的气息隐约间流露 上万隐微跪了下来 S级强者 如此强大的魔物 就算放到永夜地狱之中 也是一名赫赫强者 阿西尔特大人救命啊 主人 请为我们主持公道 我们被骗了 哭声 喊声纷纷响起 阿西尔特看向自己的部下 脸色瞬间一沉 他出去刚一天 部下居然一个个变虚了 怎么回事啊 他目光看向隐微群 震惊不已 一个个隐微 像是被抽取了修为般 上一秒还鼓鼓地 下一秒就变得干扁 场面极其地壮观 对于在永夜地狱中 见过世面的阿西尔特 也不由得头皮发麻 直吞咽口水 隐微迅速把经过说了一遍 阿西尔特听得更是目瞪口呆 怀疑的眼神看着手下 大手伸了上去 直直地掐指隐微的脖子 契约束缚 窃取你们的力量 我会相信吗 第二十三章 各方异动 目标处风 阿西尔特感到智商 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一手地抓着隐微的脖子 就要掐死汇报的隐微 大人 是真的 隐微被死亡阴影缭绕 吓得瑟瑟发抖 还是努力地说了出来 真的大人 我以性命担保 上万隐微跪在地上 不断地祈求 阿西尔特眉头紧皱 看着自己的这群部侠 一时间拿不定主意 无视契约束缚 根本不可能 砰 抓在手里的隐微 瞬间炸裂 化作一股黑烟 其他的隐微看到后 更加的恐惧了 上等魔物 对待下等魔物 完全没有怜悯和同情 只有来自上位者的威严 再把经过详细说一遍 阿西尔特再次开口 杀意覆盖周围 宛如一尊魔神般 隐微们唯唯诺诺 硬着头皮讲了五六遍 再三确定无误后 阿西尔特得出了一个结论 他的这群手下被骗了 虽然不知道使用了什么手段 但绝对不会是的 无视契约束缚 他在永夜地狱生活了几千年 观点可以说深入骨髓 能无视契约束缚 别说一个小小的地级存在 就算是伟大的地狱之主 也做不到 相当于人类世界 都是用脚走路 突然有人告诉你 有人用头发走路一样 就算再匪夷所思 他也绝对不会相信 你们这群蠢货 真是活该 阿西尔特看向东北方向 眸光中闪烁出异样之色 不知道对方是怎么骗的 可如此手段 听着非常惊人 这一刻 他非常地好奇 对方如何骗过他的这些手下的 带着心中的好奇心 阿西尔特向着楚风的方向搜寻过去 烈焰地狱 一道圆形的空间通道 缓缓在空中成形 十万阵狱军不断地盲虑 对通道进行着加固延长 四天了 楚道玄望着深红苍穹中的空间通道 脸上浮现出苍老和疲惫之色 按照正常构建通道的时间来算 十万阵狱军最起码需要七天到十天的时间 而现在生生压缩到六天 在这几天当中 他可谓是五味杂陈 通过血脉感知 冥冥之中 一道道契约束缚不断地产生 和他有血脉关系的人 世上只有一个 楚风 用脚趾头都可以想到 肯定是自己的宝贝儿子和魔物签订了契约 刚开始 楚道玄还在深深担忧 可后来 无形的契约束缚消散 仿佛不曾存在过般 这几天 断断续续地几十道契约产生 随之又消散 楚道玄都麻痹了 他实在无法想象 自己好儿子到底做了什么 今天更是可怕 居然产生了一万多道契约束缚 就算是身经百战 见过大风大浪的他 也是猛圈 你到底干了什么 楚道玄喃喃自语 身躯之中流露出疲惫之色 阵狱军看到自家的最高指挥官如此神态 谁也没敢上前劝慰 数年来一路征战 他们深知 楚道玄是一个什么人物 带领百万阵狱军击杀魔物 更适得打开地狱之门 孤军深入 魔火熬炼 置之死地而后生 从未向外界表达过丝毫的恐惧和疲惫 而这几天 他们看到 自家老大好像不一样了 身上居然出现了一股雾气 楚风的事情 已经在阵狱军中传开了 人生之痛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 镇狱军虽然很同情自家老大 但谁也不敢安慰 不为其他 他们不敢 速度再快一些 两天之内 空间通道必须构建完成 楚道玄下打死命令 他等不及了 江城 城主府 是是是 正愿失之死江城必须交代 您放心 您放心 下元吉拿着通讯装置 不断地点头哈腰 片刻后挂断了通讯 下元吉收起笑容 浮现出恼怒之色 楚风 正腾之死 涛涕学院问责 他作为江城城主 可以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A级魔药数十瓶 甚至还有一瓶S级魔药 才勉强平息对方的怒火 要不是江城中出现了一个SSS天赋学员 在下元吉的保证下 引导对方进涛涕学院 对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这还只是其一 涛涕学院毕竟是官方 花费一些代价将其解决 更加可怕的是郑家 神灵世家 郑腾虽然实力不怎么样 可毕竟是世家之人 现在死在了江城 后果极其严重 神灵世家死了一个人 就宛如是打他们的脸 无论下元吉如何许诺好处 对方始终不松口 甚至派出了五名S级强者 明后两天就要来兴师问罪 时间只有两天 必须要捉拿住凶手 交给他们带走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这一切的后果都是那个叫楚风的惹出祸端 下元吉不敢多想 眼下的魔潮已经不重要了 若是不能把楚风抓住 他的城主之位也走到头了 召开议员紧急会议 半个小时内 所有A级议员必须到场 下元吉迅速做出部署 是 门外的警卫立刻下去安排 破旧的寺庙内 楚风签下最后一张契约 又是一股隐卫的力量传来 净化洗涤之后 双目缓缓睁开 一万多的隐卫之力系数转化 他现在体内充斥着无尽的引力 身躯彻底地化作黑暗 若楚风不触摸皮肤 甚至都感受不到自己还是人类 我现在到底是魔物还是人类 楚风难难滴雨 磅礴的引力游走全身上下 纯粹无比 隐欲覆盖的范围 足足达到了方圆两千米 实力进入了C级十阶巅峰 只差一丝就能进入B级 他走出寺庙 感官变得尤为敏锐 甚至连千里之外的蚂蚁爬行 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目光看向外围的灰色迷雾 引力流转 施展幽形向着前方而去 他对里面非常好奇 最后一层包围圈中到底是什么 原本是实力不行 可现在 幽形划过 速度比原先快了数十倍 隐秘感更强 甚至都没有黑影出现 眨眼间就到迷雾之前 短暂地思索后 楚风一步踏出 进入灰雾之中 就在他刚走不久 破旧的寺庙前 阿西尔特来到跟前 他看着面前寺庙 感受着残余的气息 眼神中满是惊恐和震惊 夜神大人气息 夜神大人 一瞬间 他跪倒在地 瑟瑟发抖 冲着寺庙不断磕头 第24章 嫁衣新娘 黄泉中的魔神 阿尔西特恐惧万分 他不敢想象 在江城这个平级之地 为何会有夜神降临 残余的气息绝对不会错 他在永夜地狱中 曾远远地见过一次 那是令他膜拜神 更是隐魔一族的缔造者 如今出现在这里 让阿西尔特除了震惊外 还有深深的疑惑 跪地半晌后 他缓缓起身 沿着一路残留的气息 向着灰雾而去 到达迷雾前 阿西尔特指住脚步 不敢再上前一分 灰色迷雾在四天前出现 这里面存在着一位 黄泉地狱的巨博 就是那位命令他们 对江城展开魔潮袭击 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要他们攻击 但谁也没敢违抗 黄泉地狱 可是远超永夜地狱的存在 那一位就算把隐魔杀了 谁也不会替他 讨回一丝公道 地狱之中 竞争恶劣 一只隐魔 可有可无 阿西尔特有着自知之明 尽管他非常想要 巴结伟大的夜神 但为了小命着想 还是退了出去 毕竟 他的目的是 寻找那个骗子 隐魔对着灰色魔物 深深地鞠了一躬 随即向着东北方远去 迷雾之中 楚风小心翼翼地施展着幽形 在这里 他的视线和感知严重受损 只能看清周围五米之外 一座座坟头矗立 周围杂草丛生 坟前墓碑上 流淌着鲜红的血液 格外亮眼 诡异的是 墓碑上面没有名字 整片空间内 充斥着一股极为压抑之感 给人的感觉非常沉闷 好似进入了另一片空间一样 就在楚风想要退出挥雾时 前方响起一道道声音 好似有人在吹着乐器演奏一样 声音越来越响 逐渐临近 楚风瞬间一紧 暗影能量覆盖全身 把幽形发挥到极致 一动不动地潜伏在一座荒坟后方 眼神则看向前方 一顶大红花轿 从坟地挥舞中缓缓而来 最前方的几人戴着圆帽 胸前顶着一朵大红花 双腮鼓动 用力地吹着喇叭 轿子四周 八人扛着的轿脸不紧不慢地走着 他们仿佛是一只迎亲的队伍般 从坟地经过 坟地迎亲 这是什么魔物 楚风看着眼前这一幕 脊背有些发凉 轿窗抖动 透过红色的轿帘 隐约可以看到里面情况 一个头顶盖头 身穿红嫁衣的女人坐在里面 当楚风看向其中时 轿子中的女人仿佛是感受到什么一样 她微微掀起头盖 向着楚风隐藏的方向看了过来 刹那间四目相对 那是一双红色的瞳孔 洁净的面容 皮肤细嫩 就这样直勾勾盯着楚风 绝美之色 惊为天人 我被发现了 楚风头皮发麻 一股良意从心底升起 一瞬间 她便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天赋扫描过去 可无往不利的天赋扫描 却没有任何信息浮现 怎么回事 楚风惊恶万分 她明明看到对方出现在十米外 却没有任何信息出现 而且她的天赋是无级别 只要是魔物都能扫描出信息 这是从来没有遇到过情况 既然如此 那就先下手为强吧 楚风没有犹豫 施展隐喻覆盖上去 上来就是杀招 只是刹那间 她感到不对劲了 在隐喻的范围内 并不能感受到对方存在 无任何的食物 宛如进花水月般 可在她面前 对方明明存在 有点意思 哥哥哥 一道宛如同龄般声音 从轿子中响起 随着她的声音落下 大红花轿穿过楚风躯体 越来越远 消失不见 迎亲队伍走后 她站在原地 大脑不断地思考 刚才那一幕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什么情况 楚风静一不定 望着消失的大花轿 和迎亲队伍 捉摸不定 花轿消失后 坟地又沉寂下来 楚风站在一处坟银旁 仔细地思考起来 一切发生得太过诡异了 诡异的挥舞 一座座坟墓 触摸不到花轿 看着面前血红墓碑 楚风思索片刻后 伸出左手 向前摸去 她心中有个想法 进入挥舞之中后 周围太过寂静了 无任何的气息 太过不同寻常 她小心翼翼 不敢有丝毫的月归 生怕惊扰其中恐怖的存在 可现在不得不探索一番了 手掌触摸墓碑 下一秒 惊叉的事情发生了 她的手掌 居然穿过了鲜红的墓碑 没有丝毫的阻碍 幻境吗 楚风一脚向坟头踩去 刹那间 一个亮呛 自己的大半躯体 出现在坟头之中 接连是了其他的一座座坟头 结果皆是如此 幻境 不对 应该说是水中捞月比较合适 楚风再三试验后 得出了结论 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妄 和投影一样 置身其中 若是不仔细触摸 根本发现不了 可刚才大花桥中的声音 是怎么回事 楚风有明显感觉 对方就是在和他说话 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结 楚风本来只是想 简单地探索一番后 就出去 可现在 他准备好好把这里搞清楚 毕竟 一切要都是假的话 那么危险将不复存在 向着前方出发 除了一座座坟头 还是坟头 好像无穷无尽一样 本来他还小心一些 可渐渐地感觉到不对劲了 他仿佛进入了一个圈子一样 无论如何都走不出来 无论是往前还是往后 始终不能走出坟地 鬼打墙 楚风难难自语 他试了一下 就算使用幽形把速度提升到极致 也是不能走出这个圈子 哼 我不信 现在的他拥有众多手段 当即 眉心之中睁开一道金色的树桶 诅咒之力凝聚 眼前所有的虚妄消散 我要看清这里真实的情况 诅咒之言释放 一瞬间 无形的力量展开 周围一座座坟头消失不见 宛如波云建物般化为虚无 显露出真实的场景 简单的一句话 试灵之力消耗殆尽 前方出现一条宽阔无比的黄色河流 一望无尽 浑浊的河水中 密密麻麻的手掌和人头 无尽的声灵惨叫 发出痛苦的哀嚎 什么 一瞬间 楚风头皮止不住发麻 他见过的魔物已经不少了 可从未见过的如此景象 河流宽阔 根本望不到边境 里面的各种魂灵 凄惨哭嚎 最起码几十亿 一股直逼灵魂的压迫感产生 楚风身躯忍不住抖动 双腿打颤 源自于灵魂的恐惧 黄泉 楚风脑海中 忍不住跳出这个词汇 正当他要把腿开溜时 一道万米高的身影 从黄泉中升起 他身体被迷雾缭绕 看不清面目 只有一双纯黑的眼睛显露 随着他的出现 黄泉中的灵魂哭喊声 更加悲惨 宛如正在经历着巨大的折磨 一股冲天的杀意席卷 楚风感觉 自己就像是大海中一个残破小船 对方是迎面来的万米巨浪 只要他一个念头 就会死亡 实力悬殊太大 连战斗的欲望都产生不了 人类 你的死气到了 充满了无尽的苍茫声音响起 就像是地狱中的主宰 对着楚风宣判死刑一样 第25章 魔朝真相 幕后黑手 逃 楚风脑海中只有这一条信念 对方太强了 根本不是他所能抵抗的 可是在巨大的威压之下 他无法进行任何逃脱 两人之叉 宛如天上的神灵和地上的蝼蚁般 巨大的身影一步踏出 出现在楚风面前 一根如同山月的般粗壮的手指 缓缓伸出 朝着楚风点了过来 无命休矣 楚风惊恐万分 做好了死亡的准备 然而 他也没有束手就擒 临死之前 倒想看看 对方是个什么玩意 当下 天赋扫描上去 信息瞬间浮现 名称 黑死术 实力 C级二阶 能力 藤万西石 灵能破击 啥 楚风猛圈了 对方是一只C级的黑死术 看着越来越近的巨大的手指 他脑海中冒出一个想法 是不是自己的天赋坏掉了 这尼玛是黑死术 最起码是一尊魔神 虽然楚风没有见过魔神什么样 但感觉应该是不会差 就在他非常纠结时 巨大的手指出现在面前 距离他的脑门不过短短三寸 手指停了下来 并没有点破头颅 楚风在手指面前尤为渺小 毫不起眼 巨大的压迫感 死亡笼罩 同时也让他非常疑惑 不杀我了 楚风暗暗想到 万米高的魔神从高空俯视 平静道 人类 与我签订契约 你将获得无上的力量 嗯 楚风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静怡不定地看着对方 诡异迷雾 出现的嫁衣红叫 虚妄的坟场 数十亿亡灵的黄泉 魔神的存在 这一切切的种种 仿佛在座局办 本来必死的局面 对方又放过自己 还要签订契约 加上刚才扫描出来结果 一只C级的黑死术魔物 楚风摸了摸鼻子 感到越来越不对劲 可面前的食物 却摆放在眼前 巨大的压迫感 强到令人发指的气息 难道一切都是假的 楚风心中忍不住地怀疑 怎么 你不愿意 巨大魔神质问道 呃 楚风觉得 有必要试一下对方的底线 有点 什么 魔神瞬间震怒 巨大的手指向前移动两寸 距离他的额头只有一寸 意思很明显 只要他再开口拒绝 下一秒就生死盗销 有猫腻 绝对有猫腻 楚风心中瞬间下了判断 看着眼前巨大的手指 双眼微微眯起 伸出自己手指向前轻轻点去 人类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只要 你干嘛 魔神还没说完 看见对方居然伸手触摸自己手指 刹那间 宛如一只被捅了屁股的老母鸡 惊叫起来 声音中带着巨大的惶恐 瞬间把手指收了回去 黑色眼珠瞪得溜圆 充满了无尽的怒火 死死地看着对方 没干啥 我想摸摸 是不是真的 楚风挑了挑眉 心中大定 脑海中的答案愈发坚定 好好的 摸什么 本作可是有洁癖的 魔神继续开口 声音中带了一丝颤抖 好像是有什么秘密 生怕对方发现一般 演技非常拙劣 我说了 赐予你绝对的力量 只要你付出些许的代价 对不起 我不愿意 楚风再次拒绝 双方僵住了 魔神瞪大双眼 死死地看着对方几秒后 杀意随即消散 既然如此 那你就滚吧 本作今天不想杀胜 他说完后 副手而立 眼睛也直接闭上 一副高冷的神态 而楚风看着他 并没有挪动一丝脚步 怎么 你还不走 魔神睁开眼睛 声音中带着一丝的慌乱 楚风没有说话 死死地盯着他 杀意涌现 他现在十分确定 这个魔神就是个直老虎 内在说不定就是一个黑死树魔物 要是真正的魔神 在自己看到他的一瞬间 一个念头就把自己杀了 根本不用这么费力 还搞签订契约那一套 而且还在自己拒绝之后 不杀自己了 他根本不相信 作为一个魔神 会有非常善良的慈爱之心 真不走 不走 得到再三确定后 魔神彻底的慌了 你走吧 不 求求你了 走吧 魔神现在非常慌 甚至求起了对方 他本来无往不利 任何魔物看到后 都会对他鼎鼎膜拜 为了安全起见 他甚至还指挥魔物大军 弄出了一个安全地带 就是为了杜绝人类中的强者发现他 其实他的本尊 只是一棵C级的黑死树 这几天 一直享受着高高在上的感觉 让他爽到了极致 没想到今天居然进来了一名人类 更加可怕的是 这名人类好像看破了他的伪装 要不是对方给自己一种非常危险的感觉 黑死树早就动手了 现在装饰装到了 只不过骑虎难下 非常尴尬 既然如此 那我就走了 黑死树心虚地说道 准备开溜 可下一秒 眼前出现无尽的黑暗 我弟青娘啊 黑死树大叫一声 吓得差点尿了出来 你真棒 差点就装到了 楚风声音异常冰冷 看向了影域中的魔神 那巨大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 显露出本体 一颗花枝招展的黑死树魔物 树干处镶嵌着一张红色的面具 看到面具的刹那 楚风明白 对方做的这一切 都和面具有直接的关系 这些天来 他对黑死树群有过研究 这些树木类的魔物 长得都差不多 要说有什么特别的 可能有些黑色树枝条 比较多一点 但从来没有出现过戴面具 楚风心念一动 身躯出现在黑死树面前 引力扭曲 咔嚓 随着声音响起 红色面具和黑死树脱离 啊 我的脸 我的脸 黑死树枝条挥舞 捂住被包掉的部位 好似在经历着莫大的痛苦般难受 随着面具的离开 黄泉 坟场 迷雾统统消失不见 再叫一声 老子烧了你 一道地狱之火冒出 飘荡在黑死树周围 一瞬间 他变得异常乖巧 老老实实地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周围的事物 彻底变得清晰起来 楚风看向周围 发现四周全是密灵 前方是一座巍峨的高山 没有了迷雾的包围 江城周围的强大魔物 纷纷起身 看向身后 整个魔巢群躁动起来 这就是魔巢真相吗 楚风看着眼前的红色面具 止不住思索起来 让江城寝食难安的魔巢 幕后黑手 居然只是一个C级魔物 第26章 神格面具 细耍魔神 红色的面具异常鲜艳 宛如被血水浸透般 散发着一股莫名的力量 一道道列纹纵横交错 布满面具之上 楚风看着手中的面具不断思索 心中忍不住的惊骇 说说吧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地狱之火加大 刹那间把黑死树全身上下包围 啊 黑死树吓了一跳 不敢有丝毫的隐瞒 四天前 我在这片溜达 捡到的 啥 捡的 楚风目光中竟是怀疑 死死地盯着他 一股杀意流露 真 真是捡的 黑死树都快吓哭了 直条颤抖 语气中带着思思恐惧 那你再给我捡一个 楚风心念一动 一丝地狱之火 缠绕在黑死树枝条之上 疼疼疼 黑死树不断地在地上打滚 发出痛苦的哀嚎 随着火焰不断蔓延 他的枝条化为灰烬 十几秒钟 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 这还是楚风有意为之 若是火力全开 对方根本坚持不到一秒钟 黑死树在地上的瑟瑟发抖 地狱之火带给他的灼烧疼痛 异常猛烈 犹如被敲开的头颅盖 一盆滚烫的热油浇灌在脑浆之中 疼痛感无法用语言形容 就在他以为自己 就要被生生地折磨死时 楚风收回了地狱之火 作为一个魔物 一定要诚实守信 黑死树看着眼前的男人 心中对他的恐惧 达到了一个临界点 本来还想有所保留 现在一股脑袋全说了出来 呜呜大人 四天前 我在这块溜达 面前的空间裂开 这张面具就掉了出来 我当时没想这么多 戴上之后 脑海中有个声音告诉我 让我驱赶所有魔物 对江城展开袭击 那个人是谁 楚风借而质问道 黑死树哭丧着脸 道 他自称黄泉大帝 是黄泉地狱的主人 而且他还说 只要灭掉江城 那就会赐予我无上的威力 他说完后 静静地看着面前的男人 眼神中尽是恐惧之色 黄泉大帝 楚风喃喃自语 指不住轻声念叨 刹那间 他手中的面具 仿佛是感受到什么一样 鲜红的面具 闪烁出一道亮光 一道古老苍茫的声音 在楚风脑海中忽然响起 谁在呼唤无 卧槽 楚风吓了一跳 差点把手中的面具扔掉 他刚才轻声念了一下 对方的名字 仿佛是解开了 一道密码索一样 和那一位产生了沟通联系 手中的面具闪烁着光芒 好像是在维持中间的联系一样 不可名状之物吗 楚风心中惊呼 眼中流露出震惊之色 咦 人类 古老的声音再度响起 黄泉大帝 楚风有些惊异 不确定地问道 再三呼唤无知名讳 人类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声音中带着一丝韵怒 宛如被冒犯一样 那个 请问一下 我叫你名字 你的真身会降临吗 楚风比较关心实际的问题 呃 对方好似被问住了 沉默片刻后 缓缓道 诸天地狱 本座想要降临 不过是一念之间 楚风点了点头 深以为然 这么说 你根本倒不这里 或者说 做不到 这话可不是挑衅了 在黄泉大帝的耳中 完全是侮辱 他作为序列魔神 何曾有人敢这么跟他说话 蝼蚁般的人类 你真不知什么叫生不如死啊 黄泉大帝继续恐吓 楚风十分确定了 对方压根来不了这里 当下胆子就大了许多 我就问问 我的这个面具 到底是什么东西 你几个毛线 一瞬间 黄泉大帝被噎住了 什么叫他的面具 明明是自己的好不好 这可是自己在黄泉地狱中 经历了数万年 才培育出来的神器 这已经不是冒犯了 而是站在他的面前 深深地打脸 虽然隔着无数的空间维度 他感到尊严被对方 按在地上狠狠地蹂躏 肮脏的蝼蚁 想要窃取本作的神格面具 你也配 黄泉大帝的声音中 带着巨大的嘲讽 随着他的声音落下 楚风手中的面具 绽放出璀璨的红色光芒 正欲飞走 这他哪能怨言 一瞬间 隐喻覆盖 引力抓住神格面具 金色的瞳孔睁开 切断我手中的面具 和黄泉大帝联系 诅咒之力覆盖 刹那间 神格面具流露出 更加璀璨的光芒 与之相对抗 就算楚风使出了全身力气 面具正一点点脱离他的手中 老爷啊 凭你也想染指本座神器 真是不自量力 黄泉大帝仿佛是扳回了一局 声音中带着思思得意 楚风没有说话 控制着所有的力量与之夺取 他已经见识到这个面具能力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出去 相隔着无尽的维度地狱中 黄泉大帝心中也是十分吃惊 他本以为对方只是一个低级的人类 没想到居然拥有夜神的力量 幸亏对方不会用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人类 不要白费心机了 除非是拥有地狱之火的魔神 才能斩断本座和面具联系 黄泉大帝开口嘲笑 当然也有一层深的意思 让对方知难而退 毕竟 堂堂的一个序列魔神 自己神器被一个低贱的人类 抢过去 是十分丢面的 啥 地狱之火 早说啊 大哥 楚风 微微一愣 黄泉大帝心中咯噔一下 心中生起不妙的感觉 下一秒 神格面具上面被熊熊地狱之火包裹 啊 地狱之火 不对 不是纯正的地狱之火 黄泉大帝通过神格面具 感受着上面火焰的气息 不过如此程度的火焰 也让他目瞪口呆 随着火焰的断烧 神格面具上面红光逐渐熄灭 几分钟以后 彻底归于平静 成了 楚风大喜 拿起面具抚摸起来 露出一抹欣然的笑容 不过 为了以防万一 他还是诱视了一遍 黄泉大帝 刹那间 面具上面再次散发出红色光芒 同时 脑海中响起对方暴怒的声音 肮脏的蝼蚁 卑鄙的人类 你该死 竟敢窃取本座的神器 我要杀你全家 用最痛苦的手段 他还没说完 地狱之火再次断烧面具 双方的联系又一次断开 黄泉大帝 楚风又尝试了一遍 啊 该死的人类 杀了你 我必须杀了你 楚风可没惯着他 继续地狱之火断烧 黄泉大帝 接连试了几十次之后 楚风得出了结论 只要他不呼唤对方的名字 那么和黄泉大帝的联系 就不会建立 举个简单的例子 手中的神格面具 相当于手机 而黄泉大帝的名号 相当于电话号码 只要不拨通电话 那么神格面具 就一直在他的手中 现在是我的了 楚风拿起手中的面具 朝着英俊帅气的脸上 带了上去 第27章 整合资源 准备反攻 神格面具与楚风相融合 一瞬间 一股奇异的力量 从面具中充斥全身上下 他感受着这股能量 游走全身上下 心念一动 身躯开始变化 头发化作修长的树枝 身躯化作惨白的树干 肉身拉长 化作一棵黑死树 变化 楚风打量着自身 心中泛起惊奇之感 随即再度变化 树枝收缩 一股股炙热的力量出现 他身躯变得高大 身上一道道红色裂缝交错 流露出岩浆 容颜失鬼 再度试了几次后 楚风对面具的掌握逐渐熟练 神格面具最简单的是 幻化的功能 其中深层次的 还有暗藏的能量 只是那些能量 楚风无法调动 一层层枷锁覆盖 足足九层 烙印在面具之中 他能切身地感受到 但无法使用 不用想 肯定是和黄泉大帝 有着的深切的关系 但这个变化功能 也够他现在用了 控制着面具当中的能量 向周围散发 随着楚风的心念变化 一层层灰色的迷雾覆盖四周 将成四周的迷雾圈子 再度出现 远方躁动的魔物们 看到这一幕后 微微疑惑片刻 再度攻城 多出了如此诡异的变化之道 楚风对于未来登顶之路 充满了无尽的信心 他现在可以幻化成 任何一个魔物和人类 只要不动手 就不会露出马脚 黄泉 王座 万米魔区 一个都不能少 排面足足的 以后再去和魔物签订契约 他有了足够的底气 以魔神姿态忽悠 比他用人类面貌忽悠 墙上百倍不止 伟大的神 您得到了这个神器 是不是可以放我走了 黑死树小心地问道 姿态异常地卑微 楚风瞥了他一眼地 露出一抹欣然的微笑 当然 走吧 走得远远 得到的对方的肯定后 黑死树一秒不敢耽搁 神区快速地向着族群方向而去 这几天他享受了天大的待遇 现在被掀开了面纱 能留一条命 已是万幸 至于其他的 不敢再奢求一丝 看着飞速向江城方向去的黑死树 楚风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杀意 隐喻覆盖过去 刹那间 他整个躯体消散于无形之中 你知道的太多了 我怎么会放过你呢 楚风喃喃低语 感慨道 现在 他完全有了立足之本 制造灰色迷雾 假装黄泉大帝 号令江城周边无数魔物 就算那些魔物识破以后 他也可以变化成任何一种魔物躲避追杀 再也不用担心生命安危 江城 我来了 楚风看着江城的方向 目光中流露出森然之色 被当作血石头位 各种针对 下元级的追杀 一桩桩事情发生 他可不是那种 稀释宁人之辈 短短的几天 从一个普通人 成长到C级十阶的巅峰强者 可以说 经历死亡危机 最少几十次 而现在 一切都变了 落儿余晖 黑夜笼罩 魔物更加的狂暴了 楚风在迷雾之中 巡视江城周围魔物群 经过半夜的观察 他对魔物情况 了然于心 魔巢一共分为六层 第一层是外围的 无尽死灵大军和尸鬼 最起码几千万 最低级的存在 二层则是三眼花蛇 数量难以计算 后方的熔岩石鬼 虽然被楚风吸收了将近十万 但现在四面城墙下 最少还有五百多万 其中 还夹杂着一些特别的魔物 红衣谷 暗黑银犬 三头魔狼 一些D级的魔物 负责驱赶这些D级魔物的 则是几十万的黑死树群 它们的实力在C级 干的是苦力活 而D五道魔潮 则是一些数量比较少的隐蔚 红煞 白煞 这些魔物的实力在B级 属骨干力量 最后方的 则是A级的狮僵 还有五百多A级饿死鬼 加在一起 数量足有千余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28个强大的S级魔物 调动S级魔物 才能掌控这江城 所有的魔物大军 黑死树比较胆小 获得神格面具后 只是让S级魔物攻击江城 并没有任何章法可言 这一点 楚风不由的鄙夷 若是让它掌控魔潮 最多一天的功夫 就可以突破江城所有军事防御 把这里变成一座死城 就在它把所有的魔物情况 彻底摸属后 看到一只黑影 驻足在挥舞之前 对方身上 流淌着一股纯正的隐魔之力 模样有些熟悉 好像是前几天 自己被追杀时 其中的一只隐魔 夜长梦多 速战速决 楚风微微思索后 控制着迷雾 打开一条道路 进来 悠悠鼓声响起 充满了无尽的威严和霸道 阿希尔特站在迷雾前沉思 一瞬间惊醒过来 目光中流露出恐惧之色 他找寻了江城四周 没有发现那个骗子的任何气息 但感受夜神大人残留的气息 想要巴结一番 可大人在黄泉雾中 始终不出来 孤儿再次等待 在想见了面之后 如何地巴结对方 没想到 引起了里面那位助益 一瞬间 他心惊胆寒 黄泉巨拨 伟大的魔神 卧榻之处 阿希尔特再次驻足 是不是冒犯了对方的威严 可他距离迷雾 足足千米啊 想到这里 阿希尔特恐惧万分 真怕对方一个不开心 把自己捏死了 毕竟他只是一个S级的小魔呀 抱着忐忑的心情 阿希尔特跨入迷雾之中 刚跨入迷雾瞬间 眼前是一望无尽的黄泉 尽管已经来过一次了 他还是止不住地颤抖 头颅深深地下 拱着腰一脸的虔诚之色 恭恭敬敬地跪地上 赞美黄泉魔神 超越了诸天的存在 至高无上的造物主 永夜地狱的小魔 献上真诚的敬意 黄泉之中 庞大的魂灵王座 缓缓升起 一道与苍穹并驾齐驱的巨大的身影 坐在上面 五天了 为何一座人类小城还未攻破 楚风开口质问 与其中不带丝毫感情 阿希尔特跪在地上 躯体剧烈颤抖 他大脑拼命地运转 在想以什么话术 来平息对方的怒火 将成千万人口 A级强者不过十几人 他们随时都可以攻破 途径里面的万千生灵 可没想到 这座人类小城防御力如此之高 他们用尽了手段 也不能攻破 魔神都是喜怒无常存在 现在开口问责 后果极其严重 大人 两天 在我们两天 一定能攻破江城 途径其中千万生灵 阿希尔特拼命保证 生怕触动对方的怒火 但同时 他心中也有疑问 对方明明这么强大 一根手指就可以灭掉江城 为何让他们 这些小魔攻城 可能魔神大人 有着至高的威严吧 想必是的不屑于出手 算了 从现在开始 所有魔物由我全盘接手 另外召集所有S级魔物 A级魔物来这里集合 楚风下达命令 是 阿希尔特恭敬行礼 郑玉离开通知 等一下 你叫什么名字 楚风随即问道 啊 阿希尔特 嗯 不错的名字 一瞬间 阿希尔特激动万分 他没想到 伟大的皇权魔神 居然问了他的名字 这是何等的荣耀 在地狱中 高等魔物询问低等魔物名字时 代表了记住了对方 以后就是重点培养的存在 阿希尔特兴奋的差点半岛 更加的恭敬谦卑了 楚风看着离开灰雾的影魔 南南道 原来他就是杀笔头子啊 第28章 下缘集的自信 毁灭开始 江城城主府 圆形的方桌前 十八道身影坐在椅子上 一脸的凝重 中间的 则是城主下缘集 他环视一圈 止不住地点头 在这间狭小的会议室之中 汇聚了江城所有的顶阶力量 最差的是 A级一阶段 城主 那小贼藏在城外的魔巢之中 我等虽然是A级的绝顶强者 贸然出去 恐怕也 说话的是中年男人 他戴着金丝眼镜 一脸的书生样 是啊 那里面可是有S级魔物 而且还不止一只 听说还有一只强大的影魔 实力更是深不可测 对对对 要不要从长记忆 其余人也是纷纷附和 看到他们皆是一脸的不情愿 下缘集并没有因此动怒 仿佛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本来不准备告诉你们的 既然如此 各位就吃个定心丸吧 明天中午时分 神城正家派遣了 五名S级绝世强者 到时候 我们一同汇聚 前去魔巢中搜寻凶手 刹那间 本来还不情愿 十几个议员和参议长 不敢相信自己耳朵 当真 其中一名议员起身问道 下缘集点了点头 一脸的高深莫测 当然他可没敢说 对方除了带走凶手外 还有另一个目的 兴师问罪 议员们听到神城正家以后 本来宁众分为一扫而空 再无丝毫的愁容 有他们存在 那一切都将迎刃而解了 要我说 根本不用麻烦正家 我们十八勇士深入魔巢 照样能生擒凶手 一个地级的垃圾 我一根手指就能戳死对方 他们宛如在 谈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般 一个个信心大增 下缘集看着墙上的钟表 时间定格在早上六点 最多下午十分 正家之人就能赶到 楚风 让我付出如此代价 捉到你后 无论是什么状态 先斩你一臂 以泄心头之恨 下缘集正在幻想 活着之后 该用什么刑具比较好 此时 他的轻尾瞬间推开房门 碰 他的到来 吓众人一跳 成何体统 下缘集一脸韵怒 差点动手捏死对方 城主会议室 他居然敢闯进来 下城主 那个 那个 轻尾脸色潮红 激动万分 仿佛有要紧的急事般 看到这一幕 下缘集微微一愣 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 轻尾无视规矩 肯定是发生了大事 快说 成 城外的魔潮退了 轻尾努力地说了出来 一脸的兴奋 什么 下缘集站起身 瞪打双眼 脸上的忧虑 逐渐转化为喜悦之色 其余的一员 也是纷纷起身 一个个露出 止不住的喜悦 这一刻 下缘集心中的把握更大了 他本来还担心 对方隐藏在 无尽的魔物之中 不好寻找 而现在 魔潮退去 想要揪出对方 一如反掌 更何况 江城还有千余名 必接强者 江城之外 楚风看着面前 跪在地上的三十多个S级魔物 天赋扫描过去 名称 血魔 高等魔物 实力 S级二阶 能力 血域 附身 求灭 幻灵 血豹 名称 痴魅 高等魔物 实力 S级三阶 能力 魅惑 搬运 幻术 魔舞 名称 白骨王 高等魔物 实力 S级一阶 能力 骨剑 灭魂 灵火 孵骨 吞骨 名称 尸鬼王 实力 S级三阶 能力 不死魔身 尸毒 童话 尸火 名称 隐魔 高等魔物 实力 S级五阶 能力 造影 隐分身 黑暗突袭 夜游 隐欲 楚风面前的S级魔物 一共五种 其中 血魔九只 痴魅五只 白骨王六只 尸鬼王七只 隐魔一只 当中属于隐魔实力最高 S级五阶 至于上千只 A级魔物 数量太多了 楚风根本没有细细地扫描 只是粗略地算了一下 一个个实力雄厚 气息异常强大 白煞 红煞 饿死鬼 魔眼 尸匠 不过 面前这些S级的魔物 才是主导一切的力量 他们此时跪地楚风的面前 姿态非常低下 态度卑微 宛如一粒尘埃 同时 楚风也感觉到压力山大 他是披着这层魔神的外衣不假 可真正的实力只有C级 一旦让眼前的这些家伙 知道自己是个人类 那么下场将会超出想象的可怕 越是这样 楚风就更加小心 幻化的黄泉更加狂躁了 王座不由地大了三分 甚至连万米躯体 再度增加百丈 这一手操作 让魔物们就变得愈发恭敬 源自于力量的压迫感 楚风心中打算 等解决了江城的事情之后 那么下一步就对这些魔物开刀 这么多的魔物强者 不把他们的力量抢夺过来 实在对不起自己天赋 不过眼下 还是得先把城中的敌人 给首先解决了 我命令你们 把江城所有魔物分类集合在一起 以军阵方式汇聚 没有命令 不得靠近江城一步 另外 一切指挥权交给我的神仆 他的命令既是我的命令 唯令者死 听清楚了吗 魏妍的声音覆盖全场 所有魔物低下头颅 齐刷刷地回到 谨遵魔神大人号令 楚风点了点头 万米身躯沉入黄泉之中 消失不见 紧接着 一道身影从黄泉中踏步而出 随着他的出现 黄泉 迷雾消失不见 仿佛一切都是镜中花 水中月一样 众多魔物抬起头 看向前方 只见一个体态修长的少年 静静地站在那里 大神通 所有的魔物震惊无比 他们觉得 还是有些小看了魔神的能力 一个念头 就跨越维度 回到地狱之中 只留下一个神仆 如此手段 他们哪里见过 不过其中有些魔物 看着面前的神仆 只觉得很熟悉 这不是的 他们前几天追杀的人类吗 只是这种想法 他们可不敢说出来 毕竟被魔神大人指派的神仆 谁也不敢冒死说出心中想法 只有些许的疑惑 埋在心底之中 听好了 半个小时内 我要看到所有魔物分类巨集 一切听我指挥 明白吗 楚风硬着头皮发号施令 他现在把真身露了出来 虽然非常冒险 但是为了接下来的计划 不得如此做 毕竟 用完他们后 就要窃取力量 是 一个个强大的魔物起身 迅速去布置安排 楚风看着竟然有序彻底的魔物 随即把目光放在前方的江城之上 下元节 不知道你准备好接招了吗 第29章 楚道玄的消息 神城震动 神城 军事秘密基地 黄老 黄老 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 激动万分 推开一扇房门 怎么了小羊 慌慌张张的 太师椅子上 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 他缓缓抬起来 浑浊的眼神中 闪过一丝不悦 郑狱军地发来了电报 小羊眸光中全是兴奋 手舞足蹈地看着老人 什么 黄老立刻站了起来 手指颤抖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真的 黄老 楚道玄没有死 黄老没有说话 努力地平复自己慌乱的心境 牙齿猛地咬了一下舌头 一股鲜血流出嘴角 吐腔中生起疼痛感 是真的 黄老只觉得 眼前有雾气升起 心中的阴霾消散 念吧 黄老走向窗台 背对着小羊 掩饰自己的失态 朕欲军极电 我等在地狱中奋死搏杀 小儿楚风 却被当作血尸投尉 死为何故 没了 黄老转身看着小羊 有些发猛 啊 日期呢 六天前 什么 黄老瞬间愣住 浑浊的眼神中 闪过惊人的利气色 人类中有些城市 为了抵挡魔物 用血尸投尉 以此来短暂的平息躁动 虽然有为人道 但官方也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没有明确反对 也不认同 但没想到 楚道玄的儿子 六天前 居然被当血尸给为了魔物 不用想 一个普通人 六天时间 现在肯定已经被消化完 排出去了 作为军方指挥官家属 为什么没有人阻拦 黄老发出质问 尽管官方判断楚道玄死亡 但他的家属 已经处于优待政策 小羊看着面前发怒的老人 没敢说话 这属于他们的失职 而且楚道玄被官方宣布死亡后 有人故意销毁了档案 现在他手里还有第二份电报 不知道该不该念 看着他的神态 作为过来人的黄老 瞬间明白 其中肯定有着隐情 但现在不是问责的时候 应该是解决问题 是不是还有电报 黄老眯着眼睛 躯体中流露出强大的气息 本来还是一个残主老人 一瞬间变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强者 小羊墙顶着压力 念出了第二份电报内容 多年征战 无愧人足 唯独亏欠一人 那就是儿子 他若是少了一根头发 我将率领阵域军 途径江城 楚疯子 楚疯子 黄老仿佛看到了 那一个折服的杀星回来了 他的脚下尸骨累累 血流成河 房间中充满了可怕宁静 片刻之后 黄老悠悠开口 向江城发电 议员 城主人员全部囚禁 执行死刑 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员 就地格杀 无论牵扯到多少人 什么背景 都不放过 希望能停息楚疯子的怒火 黄老看着窗外 眼神中闪过担忧之色 是 小羊正要转身 去安排 等等 这次电报有没有外传 黄老继而发闻道 除了电报中心的三人 无任何人看到此内容 设置为九级绝密 另外派出十名S级强者 前往江城 将所有安排 必须落实到位 是 就在小羊回去的瞬间 一个身穿制服的女秘书 走了进来 他神色慌张 看着黄老 又看了一眼小羊 欲言又止 说吧 黄老摆了摆手 示意对方 检测到烈焰地狱 向人间打开空间通道 降临位置为江城 预估两小时之内 烈焰地狱将撕裂空间 完成降临 女秘书说完 脸上浮现出深深的忧虑 一处地狱降临 他明白代表着什么 那将是数十座王座沦陷 亿万民众的死亡 烈焰地狱 是楚道玄吗 若是不是他的话 后果的将要严重百倍 黄老揉了揉太阳穴 感觉到深深的疲惫 派遣江城五大王城的强者增援 一定要在江城毁灭前 把所有的民众安全撤离 不管是不是楚道玄 黄老必须做好充足的安排 时间太赶了 两个小时根本不够 那就能救多少 是多少 黄老来回的踱步 与其中带着急切 再也不能地保持一丝淡然 是 烈焰地狱 空间通道缓缓成形 十几米就能彻底完成 楚道玄看着通道 面无表情 六天来 他的乌黑头发白了不少 其中除了催促镇玉军构建通道外 没有和任何人说过一句话 如今通道马上就要成功 楚道玄压抑的内心 也到达了一个临界点 沙翼止不住冒出 覆盖烈焰地狱四周 方圆千里的魔物们 瑟瑟发抖 没有任何一只赶上前挑衅 千里之外的岩浆中 一头强盗极致的魔物 瞪大双眼 死死地望着 那一望无尽的大军 一年了 他手下的魔物 被人类大军杀了九成 自己不断地躲避追杀 那个男人 他太可怕了 望着那巨大的空间通道 他心中生起了巨大的期待感 走吧 走吧 在这一年时间 他遭受了多大的罪 只有自己才明白 老婆 孩子 所有和他有血缘关系魔头 全被对方宰了 报告 空间通道构建完毕 可随着进行传送 镇玉军汇报 眼神中带着坚定 好 好 好 楚道玄看了一眼空间通道 随即把目光 放在十万镇玉军上面 一年前 他带来的百万人 经过一年的厮杀 现在剩下十万 可谓是损失惨重 同样 留下的是 精锐中的精锐 经历过生死的磨炼 他们的实力 不光静静神速 身上的那股 汗不畏死的精神 才是最重要的 今日降临江城 只为一件事 我儿子楚风 若是出了意外 我必图进江城所有生灵 这是我楚道玄个人的事情 和镇玉军无关 还愿意跟着我的 那就一起 当然 要是有不愿意的 现在站出来 我绝不勉强 楚道玄说完 看着眼前的大军 等待他们做出选择 十万镇玉军 跟着楚道玄厮杀 早就把对方 当做了最轻的战友 关系牢不可破 生死战场中的感情 可不是说说而已 楚风是他的儿子 同样也是镇玉军的儿子 他们没有任何动作 只有一个字 代表内心的想法 杀 杀 杀 既然如此 那就开始吧 楚道玄挥手下令 刹那间 所有的镇玉军 向着空间通道而去 几分钟不到的时间 全部走了进去 光芒闪烁 空间通道 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消失在烈焰地狱 他走了 他真的走了 小的们 我们的好日子 来了 烈焰半神 看着消失的空间通道 兴奋地沿江中打滚 第三十章 S级强者的三秒高光时刻 江城 哟 大人 您慢点 夏元吉弯着腰 就要上前搀扶男人 可谁知 对方根本不领情 直接甩开了对方 眼神中流露出恶心之色 夏城主 我们是抓凶手的 可不是检查工作的 身穿滑腹男人比一道 看着他面前 五个高高地在上的S级强者 夏元吉陪着笑 恭敬地伺候着 他身后的议员们 也是一脸巴结 丝毫不觉得 城主大人 做得有何过分之处 神城郑家 可不是说着玩的 抓个D级凶手 就能派出五名S级绝世强者 而且 家族之中 还有神灵级至高存在 若是能以此机会 抱住对方大腿 对江城的这些议员来说 可以说是天大的造化 凶手在什么地方 有消息了吗 郑家领头之人开口问道 夏元吉看着几人 正想接下来 怎么说比较合适 毕竟 他们还没有找到楚风的踪迹 要想把对方揪出来 想必肯定要花费不小的力量 正当他要找个借口 让对方满意时 一名执法者的D级人员 快步走了过来 城主 发现楚风踪迹 江门西门两千米 一瞬间 夏元吉惊喜不已 没想到真是喜事连连 魔朝退去 郑家来人 一个小时不到 就发现了楚风的身影 走 出发 夏元吉挥了挥手 十八个A级议员 上千个B阶军士 向着江城西门去 当然 五名正家的S级强者 被簇拥在中间位置 待遇真可谓是到了天上 就在他们集体走了不久 城主府内的通讯装置响了起来 一个年轻的女人接完电话后 急忙地跑了出来 城主 城主 他慌慌张张 走到大厅之中 你慌什么 夏城主已经出城 现在一切事物由我带领 训斥的是一个的中年妇人 他高高在上 神态不可一世 主要他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 夏元吉老婆 女人看了看他 眼神中浮现出怜悯之色 神诚来电 免去夏元吉一切职务 免去所有一员职务 所有人原地待命 等候执行死刑 另外 如有不服从安排的 视为逃犯 株连家属 啊 夏元吉的老婆惊住了 愣在了原地 此等噩耗 宛如惊天霹雳 对于常年养尊处优的他来说 一切都失去了最大的仪仗 夫人 姐 女人拍了拍的他的肩膀 迅速朝着办公室走去 几十年的夫妻关系 他和夏元吉 可以说是情底金尖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夏元吉的老婆 短暂地震惊过后 也是快速反应过来 随即赶往家中 把贵重物品全部打包 带上自己 在外面养的年轻拼头 两人奔赴了天涯 去探索爱情的真谛去了 江城西门 厚重地守城大门打开 浩浩荡荡地守卫军 执法者冲了出去 夏元吉看向前方 眼前呼的一亮 怪不得这么快 发现对方身影了 只见前方千里的 之外的空地上 楚风静静地站在那里 格外显眼 他没有选择逃跑 静止地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好像是吓傻了般 刺头罗网 他是不是有病 夏元吉看着前方 淡然地身影 有些发猛 还是说 对方早已布下了天罗帝网 他和楚风只打过一次交道 结局可以说是非常的狼狈 更是被起了个外号 刚强男子汉 不过随即瞄了一眼 郑家五名S级强者 夏元吉心中担忧烟消云散 有S级强者在 根本不用丝毫地担心 他们的强大 早已在心中树立起高大的形象 就算对方有再多的后手 也是死路一条 这就是楚道玄的儿子吗 郑家的领头人物 看着前方的那道身影 细写地问道 是 此人就是楚风 残害了郑腾院士的凶手 夏元吉赶忙回道 没想到一代人节的楚道玄 生出这么个垃圾儿子 不是傻了吧 我看差不多 被这么多人包围 还不逃跑 肯定是脑袋秀斗了 几人纷纷打去 全是嘲笑之色 大哥 楚道玄的儿子 让我斩掉他一只手玩玩 其中一名肥胖独臂的S级强者兴奋道 行 去吧老三 当年楚道玄斩你一臂 今天从他儿子身上讨回来 也说得过去 好 独臂男人没有犹豫 凌空踏出 瞬间出现在楚风百米头顶之上 听好了 无名郑天和 下辈子投胎时 长点记性 千万别姓楚 楚风抬头看着高空中男人 嘴角流露出不屑之色 缓缓道 是神城郑家的杂种吗 声音平静 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般 语气中满是嘲讽之色 你真该死啊 郑天和暴怒无比 居然敢赤裸裸 侮辱神灵世家 天赋光环绽放 一头九头蛇的虚影浮现 刹那间 整片地带受到一股强大的压力 包围的军士们 急速向后退去 他们只是来凑个热闹 帮个人场 一个S级强者的威压 可不是他们能招架的 老三 轻点 留一口气 郑家的领头人物急忙提醒 他们这一代人 被楚道玄杀了不少 如今能折磨对方的儿子 岂能放过 但看着郑天和的架势 完全是一招就把对方 打成渣渣态势 一时间 郑家S级强者 不由得有些异性阑珊 强大的压力覆盖全身 楚风眼神盯着对面 这群S级强者和下缘级们 丝毫不为自己安全着想 蠢货 连跑都不知道 郑天和越来越近 手刀之上 绽放出巨大蛇影 血盆大嘴张开 就要一口吞了对方 百米距离 不过是眨眼之间 随着他的下降 突然心中生起了不好的预感 郑天和赶到对方的脚下 好似睁开了一双双残忍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自己 一瞬间 让他觉得脊背发凉 他此刻就像是一个脱光的 18岁小姑娘 站在数十条标形大汗中间 等待着被无情地蹂躏 可见在弦上 他已经控制不住了 就在毁灭之舌 要吞掉楚风的刹那 他的脚下 瞬间爆炸 砰砰砰 三十多道S级的魔物 从地底钻出 直接飞到空中 向着郑天和而去 啊 郑天和大惊失色 他只觉得眼前一花 一只冒着尸般的手臂 插入自己胸膛之中 猛地一拽 逃出了自己心脏 又是一只鼓手 按在他的天灵盖 用力一捏 郑天和只听到咔嚓一声 一张大嘴 趴在自己的脑花上面 用力一吸 刺溜 他的意识 彻底地陷入了无边的黑暗 郑天和出场 短短不到三秒 就结束了自己精彩的一生 他的身体被疯狂抢食 肠子 大腿 胳膊 内脏 郑家的S级强者 和下元级他们 看到这一幕后 全部傻眼了 S级别魔物 三十多个 第三十一章 半神杀鸡 场中众人头发倒立 浑身直冒凉气 瞬间变得极度地惊恐起来 上一秒还是带宰的肥羊 下一刻就成为操控S级魔物的黑手 这一手操作 吓坏了所有人 下元级双腿发软地看着对面 只觉得眼前晃悠悠悠地 仿佛是做梦般 郑家剩下的四名S级强者 顾不得悲伤 全是一脸的震惊与害怕 三十多只S级魔物 隐魔 血魔 师妹 骨魔 狮鬼王 他们就像是恶鬼一样 在那少年周围 不断抢食着郑天河的尸体 肠子被拽出来 三只血魔疯抢蚕食 脑袋被骨魔吸了一空 他手里拿着手臂 大口地吃了起来 S级强者躯体 对他们这些魔物来说 可以说是大补之物 基本上很难捕捉 如今杀了对方 自然要好好地享用 几秒钟的时间 郑天河的身体 被吃了得干干净净 唉 能不能斯文点 你们毕竟是S级魔物 不要太丢我的脸 楚风撇了撇嘴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他们就像是听话的孩童般 站在楚风一侧 抿了抿嘴唇 整理一容 生怕惹神仆大人不高兴 逃 郑家几名S级强者对视一眼 瞬间心照不宣 大哥 三十多个S级魔物 要想逃出去 难如登天 如今之际 只有 他看向身旁的下元级 和江城的一众强者 刹那间 下元级心中 生出不好的预感 顾不得其他 直接跪在地上 带上我 一定要带上我 我愿意给郑家当牛做马 郑家领头人物双眼眯起 小声道 夏城主 命令江城所有强者 和军事攻击魔物 我等跑的时候 自然会带上你 好好好 下元级此时六神无主 郑家的S级强者 就像是救命稻草一样 无论如何 他都不会放过 强压着内心的恐惧 下元级对着身后的 议员和军事 发号施令 所有人听令 攻击魔物和处风 他一声大吼 心中的恐惧消散不小 但令他猛圈的是 众人没有一个动手 他们脚步不断向后退去 害怕不已 凭他们对抗 三十多只S级魔物 完了 那些议员们 更是恨死了下元级 为什么要惹如此恐怖的人物 这不是老兽星吃砒霜 找死吗 哈 既然都来了 那就全部留下吧 楚风大笑一声 双手重重地拍在一起 啪 掌声响起 宛如是信号一般 一瞬间 众人的外围地下 钻出一头头魔物 啊 伏击 伏击 撤 众人想要逃跑 可四面八方 全是无尽的魔物 A级的饿死鬼 施将军 尹卫 黑死术 密密麻麻 把他们彻底包围在一起 内有三十多只S级魔物 外有无尽的魔物大军 众人的退路 被彻底堵死 再也看不到丝毫的希望 老大 郑家四名S级强者 看着眼前的局面 面如死灰 心中生出了巨大的无力感 既然我能出现在这里 所有的外在因素 都会考虑在内 各位 是你们自裁呢 还是我让他们动手 楚风的带着细血之色 一步步向前走去 随着他脉动步伐 一众强者心惊胆寒 指不出向后退去 等等 郑家领头人物开口道 嗯 楚风挑了挑眉 看着对方 小友 一切都有商量的余地 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只要你愿意放过我自己 条件随便开 郑家领头人物 此时无奈妥协 想付出巨大的代价 以此来换回自己的狗言残喘 可这种声音 听到其余三人耳朵之中 就变了味道 什么叫放过他一人 同为郑家中流砥柱 为什么只救他自己 郑天忠 危难之下 任何的亲情和感情不值一提 只有生命才是最珍贵的 不好意思 相比其他的 我觉得还是杀了你们比较合适 这一下 所有人都傻了 对方执意取他们的姓名 根本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 楚风扬起手臂 准备好覆灭他们 可突然 远方亮起一道道光幕 刹那间 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传颂门 郑天忠看着远方出现的五道光幕 下意识惊叫起来 虽然不知道是何方势力 但凭借着郑家的威望 肯定会让对手施以援手 实则有变 杀 楚风大手一挥 三十只魔物向着江城强者杀了过去 就在此时 传颂门也彻底打开 一道道声音如同惊雷 不断响起 北王城十名S级前来增援 变王城十二名S级增援 天心城十五名S级增援 望月城十五名S级增援 地流城之主王月山 带二十名S级强者增援 一道道充满霸气的声音响起 五大王城强者齐聚 这一刻 郑家人和江城强者 仿佛看到无尽的希望 一个个惊喜万分 特别是郑天忠听到地流城之后 眼中的喜悦之色 异于眼表 差点激动地跳起来 王月山 实力处于为SS 半神级别 而且和郑家交情匪浅 对方虽然操控了 三十多只S级魔物 但半神之威 是何等的强大 王城主 我是郑家之人 现在被S级魔物围困 请速救援 郑天忠从这远处的声音 大吼一声 声音中带着一丝丝颤抖和惊喜 杀 一个不留 楚风催促道 形势瞬间转变 突如其来的五大王城的力量 一下子打乱了他的计划 三十多只魔物 向着郑家之人杀了过去 而楚风却慢慢地向后退去 一下子多出了这么多力量 局面失去了掌控 现在不留 更待何时 只是一道目光看了过来 刹那间 楚风几倍发凉 仿佛被一头绝世凶兽盯上一般 胸口发闷 与魔物勾结 死罪 远处的王月山 轻声开口 就要指挥手下 对魔物发起攻击 可郑天忠接下来一句话 让他瞬间想亲自下场 王城主 这个勾结魔物的贼人 是楚道玄的儿子 什么 王月山听到后 嘴巴张开 脸上流露出争鸣之色 仿佛和楚道玄 有着天大的仇一样 一步踏出 出现在战场之中 神威之圣 诡异莫测 这就是半神的力量吗 楚风看着对方 眼神中闪过一丝狠辣 所有魔物听令 全力击杀眼前之人 刹那间 魔物全部掉转枪头 向着王月山攻杀而来 哼 不自量力 王月山轻轻跺脚 一股威压覆盖 刹那间 所有魔物不堪重负 直接被压在地上 就连那些S级的魔物 也是跪在地上 死死地抵抗着 这股莫名压力 反观楚墨 他直直站在中央 死死地盯着王月山 把所有的力量 汇聚到膝盖上 额头上汗珠 止不住滑落 嗯 王月山嘴角泛起嘲讽 开口道 有骨气的小家伙 你只要说出 楚道玄珠狗不如 本作就放了你 怎么样 哈哈 楚风轻轻抱起 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 道 你这等杂碎 配吗 那你就去死吧 王月山双眼眯起 伸出两根手指 就要捏死对方 突然 苍穹之中浮现出浓烈杀鸡 顺势而下 王月山 当初废了你的老二 是我做的最差的决定 第32章 楚道玄的恐怖 刹那间 众人下意识望向声音来源之处 只见万米高空之中 一道巨大的圆形空间通道 缓缓成形 近乎透明的空间通道 包裹着一个个身穿黑甲勇士 他们严阵以待 目光中充满了杀意 宛如一头头是血的狼 死死地盯着下方 队伍正中央 一感血色的残破的战气飘荡 仿佛诉说着莫名的战绩 站在通道最前方的 是一个年约四十的男人 他面容冷峻 左眼是血红的瞳孔 一头短发 身穿黑甲 充满了无尽的肃杀之气 他的身后 则是正在愈合的空间裂缝 透过空隙 可以看到 那深红的苍穹之中 弥漫着的 一股极其恐惧的气息 亿万级的魔物 在不停盘旋 嘶吼 他们看着逐渐闭合的空间裂缝 想要冲出 可前方无尽的黑甲士兵 让他们异常恐惧 始终不敢越雷池半步 楚道玄 王月山看着苍穹中的身影 身躯瑟瑟发抖 揉了揉眼睛 无法相信眼前的场景 老爹 楚风愣住了 他没想到关键时刻 自己的便宜老爹 带着这么多人出现 一瞬间 也是猛圈了 多年未见 楚道玄的形象 在他心中 始终定格在三十多岁的年纪 如今这个男人脸上 充满了一股沧桑 身上更是多出了无尽杀气 他 他不是死了吗 正天中吞咽口水 下意识地喃喃自语道 空间通道彻底闭合 楚道玄带着阵域军降落地面 十万黑甲阵域军中 一道道强大的气息流出 最低的都是B级强者 A级强者数不胜数 足足好几万 就连S级爵士强者的数量 也足有好几千 特别是楚道玄身后的五人 他们躯体中流露的威压 不时闪烁着惊人的气息 半神 五位半神 王月山眼皮狂跳 心中惊恶 看样前些年给你们的惩罚 还是太轻了 楚道玄一步踏出 出现在楚风一旁 看了一眼自己儿子后 心中的大石头重重落地 六天的时间 他终于赶来了过来 要是再晚一分钟 后果不堪设想 父子俩站在场中 对视一眼 双方没有说话 一切都在无言中 自财吧 楚道玄微微开口 平静的语气中 蕴含着无尽霸气 刹那间 王月山心底生出一股无名的怒火 加上你 最多是六个半神 让我自裁 你算什么东西 半神强者 手段诡异莫测 想要直接杀掉 异常艰难 王月山自知不敌 但也绝对不会因为对方一句话 就抹脖子 当场自杀 半神之间 也是有区别的 楚道玄非常不屑 左眼的血童之中 散发着一道道波纹 不停旋转 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 六道轮回眼 王月山惊叫一声 刚要反抗 然而 他仿佛被世间仪器般 做不了任何动作 宛如被按下了暂停键一样 漩涡越来越大 把他的躯体彻底包裹 漩涡消散 场中的王月山消失不见 连渣渣都没有剩下 一个王城之主 金字塔间的存在 就这样生生的没了 没有激烈的打斗 甚至王月山都没有一丝的反抗 就像是一只蝼蚁般 被楚道玄生生的消磨了 众人无不感觉到莫名的恐惧 这是他们从未见到过的力量 无论是前来支援的S级强者 还是正家之人 他们一动不动 被吓得失去了思考 下缘级更是不堪 直接跪了下来 眼中全是祈求 他后悔当初的决定 江城之中 一个超越了半神之子儿子 他连听都没有听过 甚至还追杀对方 此时他感到自己 就像是一头蠢猪 卧槽 这么强 楚风吓了一跳 他想到了父亲的强大 但还是低估了对方的实力 本以为他和楚道玄一起 对上王月山他们 肯定是一场生死大战 没想到一个半神 直接就给秒了 唉 老爹啊 你这么强 为啥让我过如此苦逼的生活 楚风心中不由得有些埋怨 楚道玄看到自己儿子的眼中的惊骇 心中只觉得神清气爽 冷峻的面旁 嘴角勾勒 露出一抹笑容 一瞬间 十万阵御君瞪大双眼 浮现出震惊之色 他们居然看到自家老大笑了 天哪 指挥官笑了 我跟着他这么多年 从未见他笑过 我也是 太可怕了 咱们家的老大居然会笑 嘘 小点声 楚道玄的笑容一闪而过 但还是被很多人捕捉到了 比我还能装 楚风听到那一道道 窃窃私欲声后 不由得对父亲 来了一个重肯的评价 震狱君听令 屠杀开始 楚道玄扬起手臂 下达命令 啊 一瞬间 众人慌了 无论是五大的王城的S 极强者 还是郑家和江城之人 全部心惊胆寒 这个疯子 居然要杀了他们所有人 大人 我们是北王城之人 奉命前来帮助江城撤退 不是来杀人的 是啊 神城的命令 和王月山 没有一丝关系 饶命 大人饶命 五大王城的S极强者 跪在地上 不断哀嚎 神城命令 谁的命令 楚道玄带着细血 质问道 第九区指令 其中有人快速说道 嗯 一瞬间 楚道玄微微动容 严格地说 他也是第九区的人 不过饶是如此 也没有让他生起 丝毫怜悯之情 只有些许的动容罢了 杀 一个不留 镇狱君瞬间动手 就这几十名S级强者 连一丝浪花 都没有掀起来 瞬间团灭 老楚 其他我不管 他们是我的目标 你不能碰 楚风有些不愿意了 老爹虽然强势无比 然而郑家 和江城之人 是他的猎物 好 楚道玄没有反对 他倒要看看 自己C级的儿子 如何干掉S级强者的 而且有自己在场 一切意外情况 都在掌控之中 就在楚风 要动手的瞬间 郑天忠起身 阴森道 楚道玄 我等为神灵世家的人 杀了我们 那和郑家将是不死不休 他对局面 已经彻底了然 只能出口威胁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希望对方能所有顾虑 最容易的破灭 是希望和幻想 放心好了 我这次回来 郑家 是死亡名单之一 楚道玄挑了挑眉 毫不在乎 一瞬间 郑天忠 只感觉被一盆凉水 从头到脚浇灌下来 你你你 他看着楚家父子 把眼神停留在楚风身上 挟持楚风 逼迫对方 郑家四人对视一眼 心照不宣 就要出手 你们真把我当软柿子了呀 楚风微微一笑 轻声道 开饭了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被压制到极点的 三十多只S级魔物 瞬间扑了上去 整片地带 顿时血流成河 第三十三章 嗜血欲望 阿修罗一族 啊 放过我 求求你了 我愿意用S级魔药 请求赎罪 只要你饶我一条命 我愿意付出任何一种代价 爷爷 我错了 楚爷爷 留我一条命吧 让我给你当狗 各种的无下限求饶 特别是下元级 非要给楚风当狗 在死亡的面前 无论是S级强者 还是A级 全都是一样的表现 他们被恐惧掩埋 心中只有无限的悔恨 郑家 剩下四名S级强者 也是没有丝毫的骨气 他们看着杀到跟前的几十只魔物 刚抬起来手抵抗 瞬间就被撕裂 胳膊 手臂 内脏 鲜血肆意飘飞 各种凄厉的喊叫响起 和魔物共存 你已经犯了人类的大忌 等待着死亡的降临吧 楚家父子 你们不得好死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 他们已经看不到丝毫生的希望 开始变得愤怒 不断地诅咒处风 各种乌言会语冒出 然而几分钟时间 郑家四名S级强者 将成十八条铁骨勇士 连带着下元级一起全部死亡 地上一滩残枝断壁 血水覆盖这一小片区域 血膜 骨膜 狮鬼王趴在地上不断地舔食 一脸的愉悦之色 楚风看着眼前的场景 不由地唏嘘起来 今天的局面可以说一波三折 对江城的必杀局 王城救援 楚道玄的到来 最后是无情的屠杀 尽管过程非常曲折 但结局还是一样 他和江城的恩怨彻底已了结 而围观的江城守卫军们 看着自家的城主和一员大人 相继被分尸实用 一个个脸上虽然惊恐 但谁也没有出手救援 S魔物的饕贴大宴 他们一群B级一阶二阶的人物 上前凑什么热闹 别说一千多人 就算是在增加十倍的数量 也给这些魔物们凑不起四个菜 十万镇狱军的手段 他们看在眼里 击杀五大王城的S级强者 根本毫不费力 就像过家家一般 手段的残忍程度的 远超江城守卫军的想象 同样都是人类的军队 江城的军事 就像是被养在温室的花朵 而那些镇狱军宛如生活在草原的恶狼 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魔物们把所有的尸体吃干抹尽之后 回到楚风的旁边 S级魔物的智商比人类更高 他们是害怕黄泉大帝不假 但此时也已经明白 这个神铺大人有些不对劲 不过 有着半神巅峰的强大人物在场 他们只是把好奇深藏其中 没有丝毫表现出来 开玩笑的 人家父子俩 一旦被发掘 还不得马上宰了他们 他们你准备怎么办 楚道玄看着江城这一千多号守城军 询问道 楚风看着他们 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伸出舌头舔了舔嘴角 杀 一个不能留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魔物再次发动进攻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只是听命行事 放过我们吧 然而楚风不为所动 看着那漫天飞舞的人头 心中感到格外舒爽 楚道玄看着这一幕 微微皱了皱眉头 他在湿山血海中走了过来 手下的人命和魔物 数不胜数 更不会为这些陌生的生命感到联系 只是自己儿子的表情 有些超乎寻常 魔物的力量 在影响他的人性吗 楚道玄看到儿子体内 那一股股纯粹高的魔物能量 暗自沉思起来 楚风做完这一切 随即把目光投向身后的S级魔物 和无尽的魔物大军 他现在是C级巅峰的力量 若是在吸收他们的能量之后 实力肯定会再度迸发 被他的目光盯着 这些S级的魔物 颤颤巍巍 他们感受到此刻就像是被盯上的猎物 一个个如坐针战 小枫 你有没有察觉到自身有什么不一样 楚道玄的眼神有些担忧 异常 楚风愣了一下 又看了一眼死亡的江城守卫君 瞬间察觉到不同 怎么回事 我怎么会对他们的死亡兴奋起来 刹那间 楚风便感受到格外的不对劲 那种嗜血的欲望 在心底不停地撩动他的心弦 甚至刚才时候 他也想冲上前去 品尝那些血液和残尸 不对劲 不对劲 楚风默默地体会起来 感受躯体之中的能量 纯粹的引力 视灵之力 地狱之火 发现自己和这些能量 已经彻底地融为一体 这几种能量 正在对他的人性展开侵蚀 楚风看向楚道玄 有些紧张起来 现在他已经反应过来 自己确实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随着魔物能量不断增多 他人类的躯体和心性 正在发生着转变 向着魔物那方面不断地进化 身躯的下半身 已经逐渐隐化 现在他也分不清 自己到底是魔物还是人类 楚道玄拍了拍他的肩膀 彭佛看出了他心中所想 开口道 无论你是魔还是人类 只有一点不变 那就是我和你娘的儿子 老楚 你是不是太肉麻了 楚风撇了撇嘴 心中有些焦急 他很担忧 自己都这样了 父亲还搞煽情那一套 楚道玄额头升起一道黑线 有些无语 我不想变成魔物 可又不想失去这些力量 老楚 你见多识广 有没有什么办法 楚风随便问问 他没抱什么希望 有 楚道玄观察他片刻后 心中已经有了想法 楚风眼前一亮 虽然不知道你用什么办法 把魔物的力量化为自己的 但有一点的是 你的人类躯体 已经无法承受这些能量 正在逐渐发生着转变 楚道玄只是看了一眼 就把问题的关键说了出来 那怎么办 楚风重重地点点头 他觉得也是这个问题 铸造强大的肉身 让躯体驾驭体内的这些力量 所有的问题将迎刃而解 肉身 楚风也曾想过这个问题 可是他踏入超凡的时间太短 现在虽然是C级巅峰的存在 可对于关于魔物和人类修行的知识 还处于小白的状态 你躯体内的能量等级很高 一般的肉身根本抵抗不了 除非是传说的那一个 楚道玄思绪飘然 好似想起来了什么一样 哪个 阿修罗身 楚道玄刚说完 隐魔阿希尔特只觉得眼前发晕 差点栽倒 疯子 疯子 两个疯子 楚风看向隐魔 轻声道 你知道阿修罗 阿希尔特看着楚风 眼神中闪过惊骇之色 又看了看四周 庞佛有难言之隐斑 说 楚风出口呵斥 大 大人 阿修罗一族在所有魔物排名中 数第九的存在 他们的名字只要说出 就会被对方察觉到 阿希尔特非常害怕 边说边观察周围 有些夸张了吧 楚风下意识开口说道 心中尽是怀疑 一点也不夸张 他们那一族出生就有半神力量 只要的成年就是伟大的魔神 而且 那一族只有一种能力 无上肉身 强大到无法描述的存在 第34章 大师级表演 魔宠团出世 有多强 楚风好似发现了新奇的大路 阿希尔特看向无尽的苍穹之中 大脑不断地思考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一时语色 一只阿修罗成年以后 凭借着双手 可撕裂地狱空间 在任何维度穿梭 楚道玄微微开口 我去 比黄泉大帝还要强 楚风下意识惊声道 撕裂空间 跨越维度 还是单纯的肉身 实在太过匪夷所思 一点也不夸张 我还是有些保守地说 楚道玄语气甚重 老楚 你有没有和他们交过手 楚风心中生起了期待感 以楚道玄的实力 肯定和众多魔物有过交集 而楚风目前见过最强的一个 就是自家的老爹 交过手 楚道玄陷入了回忆之中 脸色不由地沉了下来 好似发生了极不愉快的事情 结局怎么样 楚风赶忙问道 对方是一只还未成年的阿修罗 我俩对轰了一掌 平分秋色 平局啊 看样你也不咋地 楚风摇了摇头 鄙视地说道 呃 楚道玄额头 升起一道黑线 他心中非常无语 那可是阿修罗啊 就算是未成年 也是顶尖的半神的强者 更是三千地狱中 排名前十的存在 可以说 在半神之中 属于无敌 他当初确实和那个家伙对轰一掌 不过结局不是平分秋色 而是楚道玄武藏剧烈 差点被拍死 要不是跳入魔海之中装死 现在的坟头草 都长到一米高了 他不敢说出真实的结果 毕竟自己 一定要在儿子面前 保持不败神话的形象 楚风作为人精 哪能看不出 自家老爹的窘迫 为了照顾对方面子 也是没有选择拆穿 关键是到哪去寻找阿修罗呢 楚风有些犯难 神愿 楚道玄开口解惑 神愿 没听过呀 楚风有些猛圈 人类最强的学院 里面都是妖孽般人物 实力最差的也在A级 每个学员都有越级杀敌的实力 最重要的是 那里关押着一只阿修罗 楚风本来想着 凭忽悠进军 成为魔神境界的 没想到计划泡汤了 现在还得去神愿寻找阿修罗 太麻烦了 老楚 你能不能把我直接安插进去 也让我当当关系货 楚风直接开口道 楚道玄摸了摸鼻子 儿子八年未见 提出一个要求 按理说 一点都不过分 可他办不到 神愿之中 院长和副院长 都是从诸天战场中 退下来的SSS级强者 他一个半神 把自己儿子塞进去 估计会被院长 做得鼻青脸肿吧 想起那个老头 他现在都觉得不寒而栗 我试试 楚道玄有些心虚 听到父亲这副态度 楚风觉得 走后门这个事情泡汤了 两父子的谈话 一点没有隐瞒 靶场中的诸多魔物 听得胆战心惊 特别是阿希尔特和血魔 他们深知阿修罗代表着什么 没想到眼前的两个人类 居然敢打他们主意 最主要的是 他们听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人类之中 关押着一只阿修罗 而且传说 阿修罗一族极为稀少 数量也就百十个 不知道楚家父子 吃了什么雄心豹子胆 既然这些魔物都没用了 干脆杀了吧 留着他们始终是个隐患 一瞬间 阿希尔特和诸多S级别的魔物们 瑟瑟发抖 这个男人有多么强大 已经见识到了 神部大人 我们忠心耿耿啊 是啊 大人 你一定要给我们做主 大人 我是心里已经认定你了 对待你比我爹还轻 他们跪在地上 不停地求饶 痴妹甚至伸出了舌头 不断地舔着楚风的斜面 想要得到对方的怜悯 楚道玄看着的三十多个S级魔物 和外面的那些魔物大军 只觉得恶心 虽然不知道 儿子用了什么手段指挥他们 但他常年生活在魔物堆里 对这些玩意非常了解 他们根本没有丝毫的人性可言 就算是和高等魔物在一起 也是有利可图 除非是序列魔神 才能指挥他们 别 我有用 楚风再次反驳 否定楚道玄的建议 现在用契约 吸收他们的力量不可能了 自己身躯之中 蕴含了太多能量 一旦再度产生异变 得不偿失 那些魔物大军就算了 一些低等的魔物 对他无法有任何的帮助 可这35个S级魔物 可是非常珍贵啊 楚风心中已有了打算 自己父亲带领这么多人 雄威盖世 一声令下 根本不用自己出手 就能解决麻烦 他当然也想 有如此大的排场 自从天赋发生变化以后 有一个功能一直没用 那就是 可以用圣灵之光 洗涤外界的个体 现在一次更是达到100个 最重要的是 经过洗涤之后的对象 忠诚度百分百 不用有任何后果 楚风看了一眼魔物大军中的一个尹卫 伸手勾了勾 你过来 那只尹卫不明所以 忍住恐惧走到跟前 伟大的魔神 至高的造物主 不知您 把你的力量分成35份 支撑契约 赐予他们 啊 大人 这不好吧 尹卫猛住了 他一个B级一阶的垃圾 要把力量借给30多个S级的大人 大脑一时间转不过来 举个例子 好比是大街上的一个乞丐 要把兜里的钱 借给30多个亿万富豪 而且还是高利贷的形式 因为制定契约的一方 无论是对人类 还是魔物 都是占据主导的存在 不想死的话 就快点 楚风瞪了过去 尹卫也没再言语 赶紧制定契约 楚道玄看得眉头深深皱起 他搞不懂 儿子这是什么操作 楚风看着30多只S级魔物 开口威胁 道 要想免去一死 每一个必须和尹卫 签订一份力量契约 话音落下 他们有些不情愿 要是强者就算了 可一个垃圾也骑在他们头上 属实有些难以接受 老楚 楚风使了个眼色 楚道玄瞬间明白 眼神看向他们 一股杀意流露 签 签 我们签 不大一会 30多个S级魔物和尹卫签订了契约 一丝丝力量从他们体内升起 好 非常好 楚风点了点头 双手举起 嘴里阵阵有词 啊 天国的神啊 无视行走在人间的光明 现在要对卑微的魔头们展开宽束 赐予我圣洁的力量吧 阿门 他的双手泛起纯洁的光芒 手掌挥舞 白光覆盖在这些S级的魔物身上 刹那之间 他们仿佛被净化般 舒服地闭上了双眼 片刻后 他们再次睁开双眼 眸光中多出了一丝的不一样的情感 主人 第35章 拜家子啊 拜家子啊 听到他们喊着奇刷刷的主人 楚风感到格外的舒服 他现在和这些S级的魔物中间 产生了一种冥冥之中的联系 庞佛有一条无形的线斑 在手中拉扯 甚至他多出了一种直觉 只要一个念头 就能随意地让一只魔物死亡 楚道玄看着眼前这一幕 再也不能保持一丝淡定 刚才几十只S级魔物 被一道白色光芒洗涤之后 他们体内的力量 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 序列之神的能量 楚道玄眼中惊讶万分 手掌忍不住地颤抖 前些年的时候 他前去诸天战场 偶然见过地狱中血神灵 对方身上的那种超脱的能量 到现在 他都没有忘记 而现在 眼前这几只杂碎血魔 居然也有了那种高等力量的气息 而且 他们三十多个 全都起到了不同的变化 能量宛如得到了升华般 达到了一种极高的层次 这是楚道玄不曾见过的 现在这些魔物 要是说是魔神之子 他一点也不会怀疑 太特马纯了 此时 楚道玄杀一雄起 他盯着这些魔物 眼神眯起 三十多个拥有魔神之子的魔物 那么将来 就是三十多尊魔神 他无论如何 都不能放过 卧槽 老楚 你干嘛 楚风赶忙上前阻止 让我宰了他们 魔物都是毫无人性的东西 儿子 听我的 水太深 你把握不住啊 楚道玄杀一不减 就要出手 老爹 你不能动手 他们都是咱家的旺财啊 楚风出言劝阻 楚道玄感到非常的头疼 特马谁家看家狗 是未来魔神 儿子 我求求你了 让我包了他们行不 楚道玄语气中充满了哀求 多年未见 他对儿子的亏欠 无以言表 可这些玩意 实在太烫手 将来以后 对整个人类来说 都是天大的隐患 楚风摇了摇头 有些犯难 自家老爹纯粹的一根筋 甚至都快跪下了 怎么做才能让你相信 他们是咱家的忠诚看门狗吗 楚风把问题抛出去 呃 楚道玄思考片刻 以他对魔物的了解 无论是任何种族魔物 都是极其惜命的存在 他们为了自己的命 甚至敢向魔神进行反抗 经过多年研究 人类也得出一份结论 无论是任何魔物 都是自私狡诈的存在 对待他们的创造者 也是一样 在没有绝对力量压制下 只要是有利可图 就算吃了他们亲爹 也不会有丝毫的犹豫 让他们自杀 要是真听话 我就相信 楚道玄说出了心中的想法 当然 他根本就不相信 已经准备好了必杀的准备 楚风挑了挑眉毛 没想到老爹真的狗 这是他非常矛盾的问题 看着35个魔物 全是S级的存在 任何一只都属于极品 血魔9个 狮鬼王7个 白骨王6个 吃妹5个 隐磨一个 好就好 可老爹多年未见 作为人子 也不能含了他的心 楚风指向其中的一个血魔 开口道 你自报一个给我看看 卧槽 完呢 楚道玄只觉得一阵牙疼 他儿子太过分了 真把他们当自家旺财了 想干神就干什么 魔物对自身生命看重的程度 远超想象 他觉得 应该是自己的儿子 感到没面子 下不了台 才故意这样做 魔物肯定会反抗 到时自己再出杀掉 纯粹就是 再给自己找个台阶下 毕竟楚风才17岁 还是一个少年啊 楚道玄在想 是不是等下要劝劝儿子 给他留一点面子 就在他暗自琢磨时 被指导的血魔走了出来 他看向四周 身躯一跃 出现在百米高空之中 对他来说 主人的话就是一切 必须无条件服从 只是主人有些考虑不周 自报可以 但万一 伤到他怎么办 这只血魔考虑得十分周到 飞到了五百米的高空 确定不会伤到楚风后 没有丝毫犹豫 施展自报 刹那间 天空之中 一道绚烂的血雨散落 宛如烟花般夺目光彩 这一刻 楚道玄傻了 他揉了揉眼睛 不敢相信这一幕 自己儿子一句话 一只S级的魔物就自爆了 要不是亲眼发生在眼前 无论谁说 他都不会相信 十万阵御君 看着漫天的烟花 一个个心中 泛起了惊涛海浪 少爷到底做了什么 难道他真是主宰万物的神 天哪 我居然看到了如此场景 这是少爷的人格魅力吗 好强 好强 赞美少爷 赞美伟大的指挥官 赞美指挥官夫人 生出了少爷 你也来一个自报 楚风随意又指了一个狮鬼王 狮鬼王也是没有犹豫 飞到高空之中 又来了朵绚烂的烟花 这一刻 楚道玄妈了 他发现 自己这些年真的白活了 儿子的手段超越了想象 现在的他 丝毫不怀疑楚风的话 异常地坚定 你上去 也来一个自报 这只血魔比较聪明 他没有向高中飞去 而是看向魔物大军 主人想看烟花 可单纯的自报 没什么看头 只有屠杀式的自报 才能得到主人的认可 他一个纵身冲进魔物大军之中 来了别出新颖的自杀方式 刹那间 魔物大军方阵形势乱了 他们一个个心惊胆寒 恐惧万分 救命啊 那个人类是魔鬼 逃啊 我的天哪 他才是恶魔 无尽的魔物大军 哭爹喊娘的嚎叫 就算是阵域军 把他们全部包围 现在也毫不畏惧 向着外面拼命地奔跑 相比眼前的黑甲军 那个帅气的神仆 才是令人恐惧的存在 他们没有章法 向着外围不断逃生 也没有反抗 一个个拼命地向前冲去 十万阵域军 可不是废物 他们瞬间出手 局面异常地混乱 不过魔物大军是光顾着逃跑 谁也不敢反抗 接连三只S级别魔物自爆 楚道玄再也没有了一丝怀疑 你也来个自爆 楚风又指了指其中的一只血魔 楚道玄看到后 瞬间起身阻止 不要 停下 停下 不过 无论他如何阻止 那只血魔 还是义无反顾的赴死 怎么了老楚 楚风装作不懂的模样 惊诧地看着父亲 楚道玄心中非常肉疼 每一只魔物 都是未来的魔神 他们非常听话 比家里的旺财还要忠诚 这些家伙在他的眼中 已经成为了楚家的私人财产 拜家子啊 拜家子 这都是咱老楚家的金砖啊 你就这么祸祸了 第36章 回江城 母亲之死的隐秘 呃 楚风极度无语 自己老爹变脸 就像翻书一样 这才多久的功夫 已经把他们是做财产了 虽然自爆了四只 但还剩下31个S级魔物 对于拥有神格面具的楚风来说 根本不会缺少魔物 从今天开始 你们有了新的身份 新的名字 阿希尔特 你以后就是影医 而你们一字排列为 血一 血二 血三 诗一 诗二 楚风对他们 重新赋予了名字 魔物的名字 太难记了 三十多个 很麻烦的 还浪费脑细胞 是 感谢主人赐名 他们齐刷刷地喊道 自爆了几只魔物 他们并没有觉得 有什么不对 相对之下 完成主人命令 才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楚道玄 此时完全处于猛圈的状态 自己儿子的手段如此诡异 控制魔物 使他们升华 又收下一个个魔物 便成到了忠心的狗 他是从来没有见过 太过匪夷所思了 事情得到了完美的解决 楚道玄看向江城 八年了 终于回来了 眸光中 多出了一股莫名的感慨 郑玉军对周遭的魔物 展开了清理 但依然还有很多逃了出去 不过他们也没有追赶 毕竟都是一些的垃圾魔物 已经无关紧要 入城 楚道玄和楚风两人 向着江城而去 他们身后是十万镇域军 一时间 声势浩荡 向着江城前进 此时江城中 还处于一片宁静祥和 他们丝毫 不知天已经变了 江城大门敞开 下园级临走时 没有关闭 只有几个地级的军事把守 楚家父子进入城中 身上的流露的杀伐之气弥漫 镇域军也没有隐藏气息 跟在后面 井然有序地进入城中 我这算是一锦还乡了吗 楚墨看着周遭的一切 围观的军事 大批的老百姓 那一双双羡慕的眼神 和几日前被通缉时 待遇可谓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江山小区 刘盈在房间内来回夺步徘徊 神色非常焦急 小手紧紧攥起 眉宇之间流露出担忧之色 眼睛不时地看向窗外 嘴里不断地祈祷着什么 他今天收到消息 江城顶尖强者全部聚集 由下园级带头 几千强者出城围剿处风 但愿他平安无事 刘盈不断地祷告 柔美地郊躯颤抖 放弃吧 你是SSS集天赋 不要把心思放在那些 没有必要事情上面 女院师开口劝解道 这几天 他们几人不断地劝解对方 希望他能明白 两个人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刘盈没有说话 甚至都没有抬头看他们一眼 这些人的心思 他何尝不知 每个人处心积虑地对他好 完全是看上了他的天赋 都希望自己能进入他们学院休息 你不用祈祷了 神城正家派遣了五名S级强者前来抓捕 就算你那个小男友 有天大的能耐 也插尺难逃 刹那间 刘盈脸色惨白 这句话 好似是压死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 眼泪不断落下 刹那间 他哭得梨花带雨 异常伤心 哎 你不该告诉他的 女院师有些无奈 长痛不如短痛 等他过了这阵 就会过去 我是为他好 那名男院师反驳道 片刻后 刘盈止住泪水 眸光看向窗外 神城正家 只要是对出手的人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他心中充满了一股莫名仇恨 入魔太深了 你要知道 那是神城正家 人类中守护神 就算你拥有SSS及天赋 也不能 男院师觉得 有必要把其中厉害告诉他 别陷得太深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道强大的气息 出现在江城之中 怎么回事啊 几人迅速对视一眼 透过玻璃 看向城西方向 一望无际的 身穿黑甲军进城 A级气息冲天起 S级的强者数量几千名 直冲云霄 一道道半神威压 覆盖江城 刹那间 他们觉得 心中充满了无穷的窒息感 那种压抑到极致的感觉 让他们躯体瑟瑟发抖 一个个胆战心惊 都是从神城来的院师 他们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物 然而 此刻只觉得头皮发麻 你看中间那柄战棋 楚字战棋迎风飘荡 彰显着这支队伍的番号 镇 镇玉军 楚宅 十万镇玉军 把方圆几十条街道 围得水泄不通 小院内 楚道玄站门口 伸出手掌 颤抖地打开房门 屋内极为凌乱 任何家具不复存在 只有正中央的灵位处理 素素 我回来了 楚道玄眼睛有些发红 点燃一支香后 插在上面 他此时宛如卸了盔甲的勇士 变得和一个普通人一样 无半点杀气 眼神看向灵位牌 眸光中流露出柔情之色 楚风也相继上了三炷香 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 楚道玄站在一侧 缓缓道 如今你已成年 是该告诉你一些事情了 他带着一股惆怅 眼神停留在牌位之上 陷入了回忆之中 楚风明白 能让父亲有如此态势 肯定是极为重要的事情 你母亲之死 是时候让你知道了 嗯 他不是得了重病去世的吗 楚风猛然一惊 他没想到其中另有隐情 重病 那是骗你的 楚道玄转身看向窗外 真实的原因是 十二年前 我和你的母亲 被九大神灵世家敌传为公 你母亲没有躲过去 被下了是心骨 经历了七天 在痛苦中死去 楚道玄手指颤抖 回想起那件事 到现在如在眼前 拿九家神灵世家 楚风没有恐惧 开口问道 郑家 李家 王家 赵家 刘家 钱家 苏家 上官家 还有幕后黑手的 宣元家 楚道玄 每说出一个名字 眼中的恨意就增加一分 他恨不得现在出手 把敌人错骨扬灰 好 我记住了 来日必须把他们全部宰了 楚风点了点头 非常平静 覆灭神灵世家 谈何容易 每一个家族之中 都有神灵级强者存在 楚道玄重重开口 突然 他猛然转身 死死地看着楚风 但你不同 我今天看到了希望 那些魔物 他们每一个 都有成为魔神资质 只要你好好培养 复仇不再遥远 楚风其实想说 这很简单的 而就在这时 楚道玄仰起手臂 五指伸到眼窝之中 猛地用力 血红的眼球扣了出来 递到楚风面前 第37章 神级阿修罗金血 复剑 楚风大叫一声 惊恐地看着楚道玄 只见楚道玄眼眶之中 一道鲜血 顺着眼角流下 他手中的眼球缓缓跳动 庞佛有生命般 瞳孔转圈 这是六道轮回眼 蓄裂之神的眼球 当着那些 追杀我和你母亲的人 正是为了此物 就是因为他吗 楚风双眼眯起 心中忍不住颤抖 一股独有的气息 从眼球上面散发 充斥着毁灭之威 这件东西 本来就是 我和母亲为你准备的 其实父亲 我根本不需要此物 楚风觉得 这件东西 放在楚道玄身上 更能发挥威力 我要前去解决一些事情 不能保证回来 为了以后的路 还是放在你这里吧 神灵世家吗 楚道玄没有说话 沉默下来 如此一来 父亲 六道轮回眼 我肯定不要 楚风再次拒绝 看着自己的儿子 油盐不尽 楚道玄也是无奈 八年了 他想要弥补对儿子亏欠 可现在拿出来后 楚风并不接受 他也明白其中意思 接下来将要面对的是 那些强大的敌人 他不能保证 自己还能否活下来 这么多年的隐藏身份 进入地狱之中 就是为了回来的时候 能守任敌人 而且 那些人已经知道自己回来了 接下来 无论是自己还是儿子 都是处于危险当中 他楚道玄从未惧怕过 但儿子绝不能出现任何意外 进入神院的考核极为苛刻 若是能拥有六道轮回眼 定能进入其中 楚风对于自己父亲 十分舍不得 但心中明白 自己现在跟上去 只会成为累赘 神灵世家 他们真的很强吗 楚风难难低语 而就在此时 一名镇狱军前来汇报 指挥官 有一个自称少爷女朋友的人求见 嗯 父子俩对视一眼 楚道玄眸光中流露出欣慰之色 自己儿子果然很行啊 穿 他整理了一下衣冠 把眼球塞了回去 剥了剥头发 对于未来的儿媳 楚道玄非常慎重 毕竟 第一印象非常重要 片刻之后 小园的木门打开 两个镇狱军站在身后 一名身穿白裙 亭亭玉立的十八岁女孩 站在院内 她一头乌黑的披肩秀发 卡兹兰的大眼睛充满灵气 眼睛有些发红 显然是刚哭过不久 七代的眼神看向厅堂之中 柔美的郊躯微微颤抖 楚风从屋里走了出来 看着眼前的大美人 刘盈 她话音刚落 刘盈瞬间扑到她的怀中 死死地抱住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吓死我了 小拳头锤打胸口 泪如雨下 楚风异常感动 轻拍她的后背 心中躺过一道暖流 两人依偎在一起 如胶似漆 这一刻 楚风仿佛忘记了所有 享受久违的时光 我害怕死了 自从你走后 整夜地睡不着 梦见你死了好几回 嗯 都解决了 都解决了 楚风轻声安慰 看着自家男友 刘盈再也不能自控 香唇张开 就要亲吻上去 然而眼角的余光 却看到屋内一道人影站里 直勾勾地看着他们俩 那血红的光芒 身上难以隐藏的沙发之气 宛如地狱中的魔神般 啊鬼啊 刘盈跳了起来 就要带着楚风逃走 别怕 那我父亲 楚道学 他赶忙解释 生怕吓到娇滴滴的女友 好吓人啊 他眼睛冒红光 刘盈下意识地开口说道 身躯颤抖 死死地贴在温暖躯体之上 来 楚风拉着他走入屋内 刘盈脸色羞红 他还是第一次见家长 格外地紧张 说说好 令人尴尬的一幕发生了 楚道学没有说话 低头看着地面 竟显紧张之色 老楚 你怎么了 楚风开口询问道 嗯 楚道学还是保持低头状态 脚尖摩擦着地面 显得非常局促 你不会是射恐吗 楚风看了一会后 惊诧地问道 楚道学宛如被点破了一样 更加地紧张了 没错 他确实射恐 特别是面对未来的儿媳妇 更是紧张万分 片刻后 他缓过神来 从储物戒指中 掏出一瓶瓶魔药 整整上百瓶 全是S级的存在 其中十瓶中 散发着半神级的能量波动 初次见面 收下吧 楚道学也是不懂什么 上来送上了珍贵的见面脸 卧槽 这么有钱 楚风嘴角抽搐 异常吃惊 叔叔 礼物太贵重了 刘盈看着眼前魔药 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一点小心翼 收下吧 楚道学也不管对方同不同意 直接塞进了刘盈的怀中 自己的儿子能操控魔物 而媳妇拥有着SSS级天赋 她感到一种久违的温暖 家的感觉 随即命令郑玉君准备好饭菜 他们三人就在客厅之中 简单地食用起来 就在吃饭时候 郑玉君又是前来禀告 神城第九区来人 楚道学没有起身 享受着一家人的温情 把神城之人晾在外面 他心中有股怒气 自己在地狱中打声打死 自己儿子差点就死了 要不是他紧要关头赶到 定会后悔终生 神城又怎么样 第九区又能如何 就在三人在酒桌推杯换盏的时候 门外突然响起一道苍老的声音 楚道学 你架子真大啊 一瞬间 楚道学愣住了 他仿佛听出了 外面之人是谁 刹那间 顾不得吃饭 黄 黄老 急忙起身走到院内 楚风和刘盈也相继起身 只见一个头发发白的老人 站在院子中间 直勾勾看着楚道学 黄老走上前去 他本来还有些许的怒气 可在看到这个男人瞬间 全部烟消云散 回来了 师父 楚道学跪了下来 重重地磕头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黄老眼眶发红 摸着楚道学头顶 两人的关系非常寻常 这是小风 黄老看着站在厅堂门口的楚风 静止地走了过去 前辈好 楚风不知对方是什么人物 礼貌性地问候 辛苦你了 黄老拍了拍到他肩膀 随即从手中拿出一个小瓶 里面一滴金色血液飘荡 绽放出璀璨的光辉 神级阿修罗精血 楚道学惊呼一声 震惊无比 什么 这就是阿修罗的精血 还是神级的 楚风大脑一片空白 顺手夺过 重重地鞠了一躬 感谢前辈恩赐 无以为报 我给您的磕头了 说着就要跪下磕头 他可不傻 自己老爹喊师父 绝对不是外人 自己磕几个头 也说得过去 第38章 神境强者 令人窒息的敌人 风 风儿 不得无力 楚道学训斥一声 声音带着颤抖 神级阿修罗的精血 异常的珍贵 胜过半神级的魔药 而且 当下正是楚风急需之物 从城外回来 只有几个小时 到黄老出现 拿出阿修罗精血 这一切 充满了耐人寻味 深深的看了一眼自己师父 楚道学心中明白 很明显 对方有意为之 黄老身为 郑玉君的创始人 能了解到一些隐情 楚道学并不感觉到意外 道学 不要过于苛责 吓到孩子怎么办 黄老翻了个白眼 摆了摆手 他看了一眼 厅堂内的饭菜 和一壶烧酒 不由抿了抿嘴唇 不请我到里面做做吗 黄老开口说道 也不等楚道学说话 静止走入屋内 坐在主座的位置 自顾地倒了一杯烧酒 夹起一块肥肉 放入的嘴中 露出心满意足的神态 俨然把这里 当成自己加班 无丝毫地做做 三人回到座位 楚道学反倒多出了 些许的拘谨之色 有些不自在 楚风和刘盈 看着两人 没有说话 老爹的师父 身份肯定高得下人 最重要的一点 他们作为晚辈 酒桌上的一些 简单规矩 还是明白的 吃吃吃 别客气 黄老自顾的大口 吃菜喝酒 还是一三人 不要拘谨 楚道学欲言又止 想要开口 可话到嘴边 又咽了回去 仿佛有什么 难言之隐般 楚风看了半天 随即付到 楚道学的耳朵旁边 小声道 老楚 他脸皮咋比我还厚啊 一刹那 酒桌上面的气氛 微微一僵 异常尴尬 慎言 楚道学刀子般的眼神 狠狠地弯了他一眼 黄老夹着肉片的筷子 慢慢放下 好像听到了一般 他伸出双手 挽起袖口 探出双手 刹那间 楚风感到对方 从一个冒蝶老人 变成了一只绝世凶兽 自己此刻 宛如变成了地上一只蚂蚁 无尽的苍穹之中 一双遮天大手横压下来 如此强大的感觉 他只有在第一次见到 大地感受过 窒息感 而且 黄老大一双大手 正向自己伸了过来 楚风被定在当场 甚至大脑 都失去了思考能力 老爹 救命啊 他在心底大声呼救 而楚道学和刘盈 宛如没有感受到般 还是一脸的沉思状 死亡感笼罩全身 楚风心中 翻起了惊涛骇浪 他此刻动也不能动 只有一双无助眼神 来回转圈 这双大手上面 布满了老年般 颤颤巍巍 看不出丝毫的杀伤力 但在楚风的眼中 比魔神还要可怕 手掌越来越近 死亡感也愈发的强大 我命休矣 就在楚风以为自己 必死无疑之时 大手在他胸前停了下来 食指向下 抓起他面前盘子中的酱压 用力掰 扯下一根大腿 收了回去 刹那间 所有的压力烟消云散 无穷的威压消失 黄老拿着鸭腿撕药 吃得满口流油 好像刚才那一幕不存在般 呼楚风重重地吐出一口气 后背被冷汗湿透 此时 他再也不敢 看向对面的老者 自己老爹已经够可怕了 但这个老头更加的凶悍 黄老自顾地吃着 一切都毫不在意 楚道玄看了看楚风和刘盈 又看向黄老 两根手指 在一脚上面来回揉搓 好像心中 在经历着巨大的斗争一样 老了 不中用了 上了年纪后 连徒弟都不愿搭理我了 黄老微微叹气 像是拿话隔应人一样 楚道玄微微一愣 他是社恐 但脑子没毛病啊 当下说出了心中的想法 师父 我有一件事情 想要麻烦你 哦 黄老眼前一亮 放下手中的酒杯 道玄啊 你我是一家人 不麻烦 不麻烦 我想让芳儿进入神院修行 楚道玄说完 眼神中生起了期待之色 黄老微微一顿 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随即又恢复到平静 可以 但有一个小小的条件 楚道玄眼前一亮 他没想到 师父居然同意了自己的要求 谢谢师父 楚道玄就要下跪答谢 可黄老却微微仰手 还有条件呢 什么条件 你必须答应我 在第九区之内 闭关三年 黄老讲出了条件内容 就在楚风和刘盈以为闭关修炼 是很简单的事情后 可楚道玄却沉默了下来 他低头不语 哎 黄老看着他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身上那种玩世不恭 态势消散 竟是恨铁不成钢气氛 以你的底蕴 三年之后 肯定进入神境 而现在贸然向他们出手 胜率不足一成 十年你都过来了 还在乎这三年的时光吗 作为师父 黄老对自己徒弟的秉性异常清楚 看他还是低头不语 就知道自己的话和放屁一样 片刻后 楚道玄抬起头 眼神发红地看着黄老 师父 你知道吗 当初速速被如何杀死 那种惨无人倒是心骨 死前唯一放不下的 就是芳 这么多年 每一天都浮现在我眼前 而且 速速是您的女儿 你就不想为他复仇吗 他声音越来越大 话字字朱击 燃如一把刀子一样 在反驳着黄老 刹那间 黄老沉默不语 身上流露出一股垂暮之气 是啊 黄速速是他女儿 楚风此时听得有些呆住了 他没想到 黄老居然是自己的老爷 同时也心中大概明白 父亲拥有十万阵御军 还有一个神命一样的老爷 为什么还是不能复仇 只有一点 敌人超乎想象的强大 好好好 楚道玄 就你想着报仇是吧 我没用 这么多年 你知道我怎么过的吗 为了让你活着 我拼命地妥协让步 就是为了你能好好折服起来 能有朝一日 我们一起复仇 可你呢 惹出了多少麻烦 杀了多少人 要不是十年前 强按着你隐藏起来 现在小风早就被敌人杀掉了 黄老站起身 指着楚道玄破口大骂 他眼眶发红 恨不得揪起对方暴揍一顿 但一切都是徒劳 另外 我再告诉你 目前神院院长是白岩 你当初对白星做的事情 他可是一直都记得呢 黄老月说月气 最后一脚踹开屋门 走了出去 离开楚宅 楚道玄像是被训斥的孩童般 低下头沉默不言 楚风看着父亲和老爷的不欢而散 手指微微颤抖 母亲之死 血海深仇 他还是太低估了 尽管他的实力进步很快 但此刻还是感到格外弱小 我要变强 成为顶尖强者 手指摩擦瓶子中的阿修罗精血 他瞬间打开 向着嘴里倒了下去 第39章 姓楚的都是疯子 精神病 刹那间 金色血液进入石道之中 一股无穷的能量散发 他的躯体表面浮现出一道道裂痕 啊 楚风痛苦一生 感受着体内这股超强的能量 莫大的痛苦 在身躯流淌 刘盈看到眼前这一幕 瞬间傻眼 就要起身 前去搀扶他 可神级阿修罗精血的威压 令他不能上前一步 美目中尽是担忧之色 而楚道玄反应过来 他一个狮神 自己傻儿子 居然把阿修罗精血吞掉了 一瞬间 他眼前发晕 快步上前 心中生起了巨大的内疚 为什么自己要在师父面前争论 儿子若是出了什么意外 他死都不能原谅自己 可现在一切都晚了 神级阿修罗的精血 必须经过很多道工序后 制成魔药才能服用 而且 以楚风C级巅峰实力 还得慢慢来 每次服用 必须有一定的量 循序渐进才行 他居然一口吞掉了 傻儿子 楚道玄顾不得其他 手掌之上浮现出红色光芒 就要把阿修罗精血逼出体外 不要 楚风大吼一声 神级阿修罗精血异常狂暴 对他躯体不断产生破坏 但他所做一切 也并非是梦梦行为 圣灵进化 刹那间 躯体内的金色血液 宛如被洗涤提升一样 变成了蓝色的液体 狂暴的能量变得温和起来 可事情有些超出了楚风的预料 本以为进化以后 躯体就会马上吸收 但下一秒 五脏六腑被不断地撕裂 骨头筋膜爆碎 甚至就连眼球也是炸开了 啊 楚风 刘盈惊叫地捂住了嘴唇 楚道玄恨不得抽自己两巴掌 本来他还能把阿修罗精血帮他逼出体外 但现在一切都晚了 此时楚风躺在地上 形成了一片肉泥 死得不能再死 骨头 鲜血 各个脏器裸露在外 透过衣服流淌一地 很显然是身躯承受不住这股强大的能量 暴体而亡 而阿 楚道玄悲愤不已 仰天长笑 一瞬间 外面的郑玉君止不住颤抖 几名士兵纷纷进入院中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愣在了当场 刘盈更是哭得梨花待雨 他万万没想到 上一秒还好好的 现在就天人相隔 任何人看到如此场面 都不会认为他还能活过来 大人 吉岸 郑玉君的强忍着心中不是 上前劝道 啊 老天爷 为什么 为什么对我楚家如此苛责 他仿佛是入魔了般 身上绽放出惊人的气息 六道轮回眼不断转动 他气息增强 一股冲天的杀气而起 整个江城被这股气息覆盖 每个人宛如进入了人间炼狱般 杀 杀 杀 楚道玄心中 只有这一个信念 他恨老天的不公 妻子惨死 多年躲藏 儿子好不容易长大成人 现如今意外死亡 天要灭我 我便灭天 地要葬我 我便打穿世间轮回 他心中恨意无以复加 身上的气息节节攀升 半神巅峰的修为暴动 庞佛打开了一扇大门 咔嚓 他竟然突破了 进入到另一个境界 刹那间 江城上空 乌云迷布 一道道银色雷电 在其中游走 一股灭世的气息覆盖整座江城 无论是任何人和动物都瑟瑟发抖 他们心底生起一种绝望感 一些有灵性的小动物跪在地上 对着天空不断磕头 灭世天节 神境 楚道玄悲愤之下进入了神境 引发了动荡 然而他没有丝毫高兴 妻子死了 儿子死了 他还剩下什么 刚从楚宅离开不久的黄老 看着江城无尽的高空 眸光中流露出震惊之色 楚道玄突破了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他就进入了神境 而且引动了天节 根本不需要三年的闭关 傻瓜 你不会是 现在就要杜劫吧 黄老眼神中 全是担忧之色 一步踏出 出现在楚家宅院之中 看着地上残留的一滩肉泥 上面散发着阿修罗精血的残留气息 一瞬间 他就明白了什么 道玄 赶快隐藏气息 黄老大吼一声 而楚道玄眼神发红地看了他一眼 不为所动 他对苍天生出了巨大恨意 甚至想透过蔑视天节 飞上九天之上 把天覆灭 岳父 我来是再给您敬笑 楚道玄的语气中充满了决绝 眸光看向苍穹 从他和黄素在一起时 从来没有叫过黄老一声岳父 全是师父尊称 这一刻 黄老虽然很感动 但也气得五脏生疼 灵力的杀气 与天节抗衡 外面的镇玉军 彭佛是感应到什么一样 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悲壮 杀 杀 杀 声音响彻江城 震动九霄 他们要为将军送行 为楚道玄送行 更为镇玉军送行 楚道玄若死 那么镇玉军也就名存实亡 进入神境之后 会有天节降临 就像是天道 对于每个人的考验一样 而人类强者 进入此境界 第一件事情 就是得隐藏气息 寻找一些抵抗天节物品 再经过多年的打磨 再选择渡劫 但饶氏如此 能渡过天节之人 几率也是少得可怜 识人之中 能有两人平安渡过 已经是相当高了 而现在楚道玄没有任何准备 就要硬刚天节 黄老看得是胆战心惊 疯子 疯子 你们姓楚的 都是疯子 先有楚风口吞阿修罗惊血 现在楚道玄试杀天节 这一刻 深深地触动了黄老 不过作为过来人 序列八的神境强者 感悟和领悟力 自然远超楚道玄 他还没死 你瞎激动个毛线 这句话 仿佛是给楚道玄 打开了希望之门 他猛然愣住了 不过下一秒就摇了摇头 你莫要再骗我了 速速已死 风儿也死了 他已了无牵挂 我骗你干什么 你看地上 黄老只向地上肉泥 只见一个小骨包 从肉泥中缓缓成形 老爷啊 你真好 楚风都快急死了 同时心中 被黄老异常感激 他现在处于一个特殊状态 躯体炸裂 阿修罗惊血的能量 把他毁掉以后 意识并没有陷入 无尽的黑暗之中 而是以一种第三者的视角 观察着周围一切 他能感受到 一股奇异的力量 正在塑造身体的各个部位 先是心脏缓缓成形 绽放出金色光辉 咚咚咚 一股强而有力的跳动声响起 第四十章 黄族阿修罗魔身 芙儿真的没死 楚道玄看着成形的心脏 眸光中流露出惊喜之色 刘银双手握在一起 放在胸前 眼神中全是担忧 赶快隐藏气息 天结马上就锁定你了 黄老赶忙催促 刹那间 楚道玄也反应了过来 抬头仰望苍穹 乌云之中 雷光乍现 一道道雷蛇在其中游走 随即汇聚在一起 不断增强 一道气机从天降 缭绕在楚道玄左右 刹那间 他从心底生出一种直觉 宛如被大恐怖加身般难受 楚道玄心中明白 自己虽然已踏入神境之中 可第六感告诉他 强行肚竭 和找死的没什么分别 他心有不甘 深深地看了苍穹一眼 躯体中的气息不断下降 毛孔紧紧闭合 从神境中退了下去 恢复成半神的状态 当然 他只是隐藏修为 欺瞒天道之法 真实的修为还是神境 只是不能再随意 流露出神境的修为 气息一旦外泄 天结会瞬间加身 不会再给他丝毫准备时间 而他现在的境界 是介乎在半神巅峰 和神境之间 又称伟神 只要没有经历过 天结洗礼的强者 都是如此称呼 蔑视天威 感受着楚道玄躯体中 流露的半神气息 缓缓消散 真特么的累 黄老看着消散的天结 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明明是楚道玄的天结 他却揪心不已 随着天结散去 江城上空恢复晴朗 仿佛刚才的一切如做梦般 昙花一现 此时 众人的目光聚集到楚风身上 他的五脏六腑已经成形 紧接着是血管构建 小疯子啊 黄老南南低语 看着眼前的一切 心中惊叹的同时 又充满了深深的疑惑 神级阿修罗的一滴精血 其中能量之强 可以说 胜过一个半神的存在 这祸居然一口吃了 不知道他是真的傻 还是有着绝对的把握 看眼下这种情况 很显然是后者 楚道玄站在一边 盯着楚风缓缓成形的躯体 他曾在地狱中熬练过身躯 非常明白 楚风现在的情况 有多么的危险 一只小鸟 甚至是蚊子 都有把它覆灭的能力 在躯体没有彻底成形前 根本受不了丝毫的外力伤害 血管凝聚成形以后 紧接着是骨骼塑形 阿修罗精血被净化洗涤之后 变成了纯正的蓝色液体 尽管能量变得非常少了 可本质却提升到了 另一个层面 普通人都是白色的骨骼 而楚风塑造的骨骼 却是金色 骨头上面 一道道细小古老符号烙印 流露出一股压迫的气息 皇族阿修罗魔区 皇老震惊了 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拼命地揉了揉眼睛 他被完全震惊住了 一滴阿修罗的精血 这个好外孙 居然凝练出了阿修罗魔区 还是其中的皇族 天哪 我到底干了什么 皇老心中翻起了惊涛骇浪 同时观察江城方圆千里的范围 楚风的情况 一旦让其他势力知晓 不知道要引起多大的震动 甚至就连神经的皇老 都不一定能保得了他 阿修罗皇族 比普通的阿修罗更加强大 不光是躯体强大 而且每个皇族天生 拥有一种能力 金木水火土风雷光暗 根据皇老的了解 现在阿比地狱中的那些 阿修罗群龙无首 根本没有皇族存在 人间出了一个阿修罗皇 此事要是传了出去 就算隔着无数的空间围度 那些疯子也肯定会杀过来 当然 并不是带着楚风 去当他们的老大 肯定是把血液抽干 就个几千年 把他彻底的榨干以后 再分食 时间已经过去了大半个小时 黄金骨骼上面 开始长出了血肉 敷在上面 胳膊 大腿 大脑 逐渐丰满 随着肌肉表皮覆盖 蓝色液体的中的能量 也在消耗殆尽 最后残余的一点能量 汇聚在头皮上面 乌黑的绣发冒出 不断生长 一直垂拉到腰部位置 阿修罗精血 在此刻完全消化完毕 刹那间 楚风半蹲在地上 一股超强的气息弥漫四周 必急久接 他缓缓抬头 眼神中爆发出一道筋芒 凌厉万分 千万人口的江城 在刚才天洁的消散下平静下来 然而现在 又被另一股气息刺激到了 普通的民众 心头发慌 脸色煞白 一些有着实力 在身的修行者 心脏狂跳 他们不约而同地 看向楚宅方向 每个人心中 生起了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绝世凶魔出世了 压抑到极致的气息扩散 黄老看着楚风眉心之中 那一道黑色火焰符号 已经被震惊到麻木的心 再次狂跳起来 修罗皇族 确定无疑 额头上面黑色火焰的符号 就是具有代表性的存在 这小子好强 楚道玄看着儿子素体完成 那流露的强大气息 不由得让他大惊 肉体实力在B级久接 但给人的感觉比A级还要强大 甚至可以灭杀S级 多年的厮杀 他这点眼力还是有的 楚风脱胎换骨成功的瞬间 他没有观察其他部位 首先是摸了摸下身 当他看到自己的好兄弟 搭拉在地面时 才放下心来 比原来大了不少 他喃喃自语 非常满意 而且体内的能量并没有消散 引力能量再凝聚在脚下 视灵之力汇聚在双眼之中 变为金色的瞳孔 只不过地狱之火变了地方 跑到了眉心的位置 而且心底那种嗜血的欲望消散 身躯引化消失 各项指标完全正常 这些能量在身躯中非常老实 再也不能对他侵蚀半分 最主要的是 肌肉和筋膜之中的 隐藏的爆炸性力量 楚墨看向地面 五指握拳 向着地面狠狠地砸了下去 碰 地面震动 强大肉体之力瞬间而出 周围五百米内 所有的房屋瞬间炸裂 化成了一片废墟 卧槽 楚道玄探出一道能量 把流营包裹起来 又把屋内老婆临位笼罩 幸亏方圆千米内 所有的民众 全被镇玉军遣散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但饶是如此 外面的镇玉军 也是东倒西歪 混乱异常 那些B级 A级的强者目瞪口呆 瞪大双眼 看着化作废墟的储宅 惊恶万分 完了 闯祸了 第四十一章 神月 我去定了 从天空向下看去 明显地可以看到 以楚风为中心 一个巨大的圆形大坑浮现 坑洞深达十几米 他站在中央 看着周围的一切 头皮忍不住发麻 我还没出全力啊 楚风缩了缩脖子 看向父亲和黄老 你 你 黄老被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他本来觉得 已经高估了 可还是被刷新了三观 一个B级九阶的肉体 一拳就让方圆五百米内 化作废墟 力量最起码有十万斤 就算那些觉醒的 SSS级肉身天赋的 在B级九阶 也造不成如此大的破坏吧 刘盈 老公我强不强 楚风走到他面前 举起拳头炫耀道 恩娜 他深深低下了头 身弱蚊蝇 脸颊上面近视红蕴 你不舒服吗 楚风微微一愣 伸手就要摸向他的额头 可下一秒 一道戏谑的调侃声响起 你小子六鸟呢 老头子我一把年纪了 见不得这种烟杂玩意 恩 楚风不解地看向黄老 刚欲开口 可下一秒 一阵凉风吹过 刹那间 他低头一看 顿时明白了所有 他素体的时候 是在衣服外面 故而现在是全身光定状态 饶视他脸皮比城墙还厚 此时也觉得非常尴尬 原先那身衣服 已经不能穿了 救助的眼神看向父亲 楚道玄瞬间明白 从储物空间中取出一套黑色的战甲 以及还未拆开一套内衣 他迅速地穿了起来 非常的着急 楚风把周围的建筑 一拳打成了废墟 导致暴露在十万阵御军目光之下 少爷还有些害羞 都是爷们 怕啥啊 你看 少爷的那玩意真大 比我的都壮 切 可拉倒吧 就你那玩意 最多有少爷三分之一 操 你见过呀 没有 听你老婆说的 兵破银针 十万阵御军争相讨论 声音没有任何隐藏 很显然 他们故意的 穿上黑甲以后 发丝飘逸 金色的瞳孔 眉心之中 黑色火焰符号跳动 面容已经帅到了极致 柔美而不失阳光 高贵而又典雅 这样不行啊 要是去了神城 肯定会被当做阿修罗一族 黄老开口 沉思下来 确实 这样出门有些欠妥当 楚道玄皱起眉头 闪过一丝忧色 阿修罗的外貌 虽然和人类一样 但还是会有人认出来 特别是 楚魔眉心中间的火焰符号 具有代表性的意义 这好吧 不叫是 楚风微微一笑 走到原本躯体旁 楚道玄和黄老非常疑惑 搞不懂他要干什么 楚风伸出手掌 在肉泥的里面翻搅 下一刻 从里面拿出一张红色的面具 面具由特殊材料炼制而成 并没有沾染丁点鲜血 正是神格面具 你 你怎么会有此物 黄老看到面具的刹那 眼神中流露出无尽的恐惧之色 他一个序列八的神镜强者 居然被一件面具吓住了 黄老 你认识此物 楚风眼前一亮 他自从得到神格面具以后 只掌握了表面功能 暗藏的一些能力 根本没办法使用 神格面具 我怎么会不认识 黄老思绪飘然 陷入回忆之中 50年前 他刚跨入序列八之境 进入诸天战场 斩地狱魔神 就在他横杀地狱主宰时 身后的队友被刺 给他致命一击 伤势之重 异常严重 拼尽全力 被人类神境强者救走 饶氏如此 还是被伤到了本源 终生止步于序列八 不能再进阶半步 而这幕后黑手 是黄泉大帝三千分身中的 其中之一 正是他戴着面具 假装自己队友 给自己来了一记 无法忘怀的被刺 后来黄老查阅资料 拷打一些地狱中的魔物 才知道了对方的存在 对黄泉大帝 更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 这这件东西 怎么在你手中 黄老全身颤抖 呼吸急促 一个是老爷 一个是自己父亲 楚风没有隐瞒 当即把得到神格面具 其中缘由讲了出来 楚道玄听得心惊胆战 他没想到 自己儿子这么刁 居然让一个地狱主宰吃扁 干得好 黄老拍了拍他的肩膀 心中仿佛出了一口 恶气一样畅快 三人再度聊了一会 楚风说出心中的想法 以我现在的肉身之力 是不是不需要 再去神院寻找阿修罗了 楚道玄与黄老对视一眼 很显然 以黄老的眼光和经验 更具有发言权 则则则 虽然不知道 你如何得到魔物力量的 但这种手段 可以说前无古人了 现在你的躯体 已经变成了阿修罗魔躯 就算吸收再多的魔物能量 也不用担心侵蚀了 黄老眼光毒辣 他瞬间 就把楚风身体的情况 摸了个清楚 可是有一点 他画风一转 继续道 你感觉人类魔物多吗 不知道 应该是无穷无尽吧 楚风对于外面的世界 并不了解 无穷无尽 呵呵 黄老吃笑一声 眼神看向远方 不再言语 楚道玄紧跟着解释道 江城只是一个三线小城 魔物都差不多几千万了 而108座 王城的魔物之多 超出了想象 神城周围 魔物数量 更是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 其隐藏的魔神 最起码上百 半神级的魔物 多如牛毛 然而 相比在人类世界的魔物 三千大地狱之中 每一个地狱里面的魔物 比人类的世界魔物 多出了千万倍 甚至的一倍 那里有大地级魔神 序列之巅的存在 更有些的一些古老的恶神 楚风仿佛仿佛看到了地狱之中 群魔乱舞 肆虐的画面 而神院之中 有着传送门 进入其中 就能达到人类中任何一处地方 若是不敌 还能从容退去 甚至已经研究出了地狱之门 和几个地狱建立传送门 楚道玄明白 自己儿子之所以能快速地提升境界 肯定和契约有着关系 而冲出城外 实在太过冒险 若是能依靠神院 必然高枕无忧 甚至还能进入地狱之中 窃取他们的力量 听到父亲解释 楚风瞬间明白 自己对于神院太过小看了 他要变强 注定和魔物不能脱离 但是每一次都有着生命的危险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血 而神院恰恰能解决这个事情 而且 那里还关押着一只阿修罗 对于刚尝过肉体甜头的楚风来说 根本不会放过 他立刻就做出决定 神院 我去定了 第四十二章 黄狗之名 名不虚传 神院是成为序列之路的关键 楚风怎能不行动 我也要去 刘盈重重地说道 他对那个传说中未知的院校充满了好奇 其真实想法是 想和楚风在一起 你们把神院当成什么了 七天连锁 想去就去 我说老黄 不管怎么说 刘盈都是你的外孙媳妇 而且 他还拥有着SSS级天赋 难道还能被拒之门外 楚风挑了挑眉 心中有些惊异 慎言 楚道玄赶忙开口 深深地看了儿子一眼 黄老也愣住了 多少年了 没听过老黄这个从称呼了 不过他这才注意到 眼前的这个女孩 本以为是好外孙的小女友 没想到是一名觉醒 SSS级天赋者 SSS级天赋者 确实有保送的资格 但是你才是最大的难题 黄老重重地开口 我 楚风眉头一皱 稷儿说道 我说 咱可不信这样的啊 你已经答应我爹 把我搞进神院了 说话得算话 要是换作另外一个人 我绝对能安排进去 但是你不一样 为啥 因为你姓楚 黄老指着指旁边的楚道玄 心头发虚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楚风也是他的外孙 他当年在其中任职 离开的时候 做了一件天怒人怨的大事 导致现在神院只要提起 都恨得牙痒痒 那怎么办 本来还想走后门的 楚风有些异性阑珊 考进去吧 那里考核也不难 很简单的 黄老想了一下 以自己这个外孙的实力 通过神院的考核 应该没什么大毛病 如何考核 楚风开口问道 也不难 108座王城推荐的名额 聚集在一起 来回厮杀 剩下最后十个 就算录取了 黄老不以为然 那他们处于什么实力 最低是定在A级 没有上限 这样啊 那就没毛病了 楚风点了点头 他现在的实力 肉身在B级9阶段 体内能量处于C级巅峰 虽然和A级和S级 差距很大 但要论真实的战斗力 他丝毫不出那些强者 不过有一点 你必须要记着 108座王城 其中一大半 和你家都有着血海深仇 你务必要虚心请教 团结队友 不要惹是生非 黄老郑重地道歉 他真怕这个好外孙 走他们的老路 神院 院长办公室 白岩拿着手中的 一份绝密的电报 陷入沉思 楚道玄回来了啊 他喃喃低语 眉头紧簇 就在此时 桌上的通讯装置 响起了起来 而且还是一个号码 备注 黄狗 嗯 白岩愣了一下 脸色变得铁青 多少年了 这个号码都没有和他联系过了 现在楚道玄刚回来 就和自己联系 以自己对这货的了解 绝对是无力不起早 挂断 片刻之后 电话再度响起 挂断 拉黑 白岩态度坚决 甚至都想把通讯装置 摔个稀巴烂 仿佛那个备注黄狗的男人 给他造成了很大伤害吧 江城 老黄 你行不行啊 这都打五个了 怎么对方一直不接啊 楚风越琢磨越不对劲 就算自己老爹惹下了天大搂子 两个神经强者 简单的沟通都做不了 要不是你这个好爹 老爷我能如此没有面子 黄老有些气愤 楚道玄深深低下了头 好像是做错了事情的孩子一样 卧槽 老爹不会是背锅侠吧 楚风看着这一幕 双眼微微眯起 白老二 这是你自找的呀 黄老有些生气 随即再度拨通了一个号码 神院 黄狗啊 黄狗 老子就是不接你电话 你能咋的 嘿嘿 白岩正在为自己的手段 感到十分机智 可下一秒 秘书把房门瞬间推开 他神色慌张 一脸的冷汗 院长 第九区最高密店 要求我神院 挑出五千名学生 在三日内抵达诸天战场 参与一场围剿魔神战斗 什么 白岩猛然站了起来 不敢相信自己耳朵 秘书急得团团转 第九区负责整个人类城市中 战斗力量的后勤补充 就算是神院 也得遵守 可特么的 整个神院的学生 一共才一千多个 上拿给他的找五千啊 你确定 白岩重复问道 十分确定 而且对方明确说明 三日内若是不能完成此项任务 对神院进行军事制裁 白岩的双眼微微眯起来 刚才拒绝了黄狗电话 下一刻就发来了绝密电报 要说其中没有打击报复的心理 狗都不信 好好好 作为神院的院长 实力在神境多年的顶尖强者 白岩气得浑身颤抖 摆了摆手 让秘书出去 啊 黄天德 你乃哪个腿 我约你十八倍祖宗 白岩破口大骂 片刻后 看着桌上的通讯装置 他还是拿了起来 拨通过去 白院长真忙啊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你要是这个态度 咱们也没有沟通的必要了 你 两个神境强者 就像是斗气的小孩一样 不断争吵 剑拔弩张 大约吵了一个小时后 两人才把正式说了出来 我送你一个大礼 江城中有个学员 觉醒了SSS级天赋 我向他推荐了神院 嗯 白岩愣了一下 一个SSS级的天赋学员 对方没有留下 怎么推荐给自己 以他对于老黄的了解 这货可从来就不是吃亏的主 有什么事 别拐弯抹角 SSS级天赋确实稀有 但我神院还是有一些的 白岩的怒气消了不少 还有一个小事 我在江城中遇到了一个奇才 他对神院也比较向往 你给我一个名额 让他走正常手续就行 该餐怎么办就怎么办 就这种小事 白岩有些不理解 送给自己一个SSS级天赋学员 又要了一个参加考核的名额 怎么说他都是写传 为什么如此大动干戈 还整绝密电报那一套 一时间 他不由得留了个心眼 把那个人的资料发过来 好 对了 他叫什么名字 此时通讯装置另一头 黄老好似正在进行询问 你叫什么名字 楚风 他叫楚风 黄老随意地说道 哦 那行吧 一会我安排人把名字加上 白岩挂断了电话 他坐了下来 怒气全消 心中生出了一股愧疚感 自己对于老黄 好像太过不近人情了 毕竟那些事情 已经过去太多年了 他们俩 还是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 就在他在想 要不要把一些仇恨放下来 眼角的余光 看到了桌子上的绝密电报 楚道玄归来 带领十万镇御军 想临江城 刚才老黄推荐的那个学员 叫什么来着 白岩心中生出了一种不妙的预感 好像叫楚风 一瞬间 他反应了过来 楚道玄回来 老黄先是以第九区负责人施压 又送给自己一个超绝的学员 最后要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名额 而且都姓楚 要说其中没有猫腻 他道里窜息 特么的 黄狗 黄狗 你是真的狗 第四十三章 针对楚风的考核 绝杀之局 不过他现在必须确定一下 此人和楚道玄 到底是什么关系 自从白岩担任神院院长以来 就颁布了一条新的条例 楚道玄八代之内 所有血脉至青 都不能进入其中 甚至只要姓楚 考核的内容 必须加重一半 当年楚道玄 对他白家做的事情 到现在 那股阴影 都覆盖在白岩心头 一直不曾消散 呼叫秘书进来 摆了摆手 示意关上房门 查询江城内 一个名叫楚风的个人信息 好 不大一会 秘书就拿着一份 刚打印出来文件 到了办公桌前 楚风 性别难 年龄18 身高185 父亲楚道玄 母亲黄素素 秘书念完后 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作为院长的秘书 他对神院内的一些密文 非常了解 楚道玄是什么人物 更是清楚 果然 果然是楚道玄的儿子 白岩双拳紧紧握住 眸光中流露出愤怒之色 碰 一拳砸在黄花梨的办公桌上 刹那间 桌子不堪重负 四分五裂 神经的气息不再隐藏 弥漫四周 一股炙强威压覆盖神院 所有人瞪大双眼 看向院长办公室方向 院长怎么了 到底是谁 谁让院长如此气愤 惹谁不好 非常惹院长 他可是非常小气的 嘘 小点声 那可是神经强者 感知无处不在 秘书身躯颤抖 下意识地就要跪下来 神经巨拨之强 根本不是他 一个小小的秘书可以抵抗的 就在这时 压力瞬间一空 白岩坐在椅子之上 神态恢复成了正常神色 院长 要不要派出高手 对楚风展开动作 秘书把手放在脖子上 轻轻一划 做出一个斩头动作 作为秘书 一定要有察言观色的本事 白岩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微微摇头 把楚风加入本次考核人员名单 啊 秘书愣住了 他没想到 院长居然如此操作 不杀对方 还让他进入神院资格 另外 通知108成 就说楚道玄的儿子 也在本次考核之中 让他们自行斟酌 是 秘书搞不懂院长的操作 但还是听话照做 等等 考核时间明天开始 位置定在月魔谷 啊 秘书吃惊地说不出话来 他没想到 院长如此要求 还把位置定在月魔谷 那里可是有着无穷的魔物啊 而且 更有着一个魔神存在 这是考核 还是自杀 再通知下去 考核成员可携带帮手 实力限制S级 人数不限 但唯独江城处风 不能带任何人类强者 针对 赤裸裸地针对 秘书感觉到 自己脑子已完全不够用 如此明显的目的 就是告诉对方 这是一场绝杀之阵 只要你赶来 那就是死路一条 黄老狗 既然你玩阴的 那我就来明的 白岩看向神院之外 他有些兴奋 心中非常期待 明天考核后的场景 江城 好外孙啊 你一定要记着老爷的恩情 我为了能让你得到 神院考核名额 把这张老脸都用尽了 甚至差点跪下 求那个白眼狼了 黄老不停地叙道 脸上尽是关心的神情 老黄 其实你可以不用求他的 楚风翻了个白眼 他心中极为无语 这个便宜老爷 有多么的不要脸 再一次认识到了 和神院院长骂街 而且两人骂了足足一个小时 那种乌言晦语 让楚风都非常汗颜 唉 我也不想求 可老爷毕竟还是有点能力的 略使小技 白眼狼就上套了 黄老脸上浮现出傲然之色 楚道玄心中 还是有股深深的忧虑 当年 他对神院做的那些事 特别是白嫁 那个小气的老头真能放过自己儿子 师父 你看此事 要不要再斟酌一番 楚道玄试着问道 不用 这么多年过去了 白眼狼那家伙 肯定已经放下了 你不用在意 黄老不以为然 楚风心中特别好奇 父亲到底干了什么 让一个神境强者 如此记仇 老爷 我爹当年到底干了什么 他忍不住心中的好奇 八卦起来 黄老看了看楚道玄 眼神看向远方 缓缓道 他当初真牛啊 为了让白家 说出幕后黑手 把白家所有女眷扒光 绑在神城大门之上 那场面叫一个壮观 后来更刺激的 是白岩的媳妇 也在其中 师父 楚道玄额头冒汗 赶紧阻止对方再说下去 那些不堪的往事 让他脸色发红 卧槽 这么掉 楚风惊掉了下巴 他以为自己的父亲一根精 只知道杀杀杀 没想到 还有如此智慧 一时间 被无限折服 就在黄老准备 继续接楚道玄老底时 前方五米处 一道黄色光芒闪烁 下一刻 黄色光芒汇聚成门户状 三个中年男人 从其中走了出来 他们气息流动 躯体之中 不时流露出半身微压 嗯 楚道玄看着他们身上的穿着 微微皱眉 黑色的道袍 胸口两个字 异常显眼 神月 三人来到几人跟前 深深地看了楚道玄一眼 继而对着黄老抱拳行礼 黄老 这么夸 我记得神院的考核 在下个月开始啊 黄老有些疑惑 是的 本来定在下个月一号 但院长临时更改 定在明天 特让我们前来 接本届考核学员 其中一个中年人 开口解释 正当黄老继续发问时 另一名的神院之人 开口道 白岩院长邀请黄老 楚将军观摩本届学员考核 一张邀请铁递了上来 两人对视一眼 有些云里雾里 没想到白眼狼还能有此格局 看样他真的放下了 黄老一时间唏嘘不已 顺手接了过来 而这时 他们也在打量楚风 几人相视一眼 眸光中流露出莫名的意味 让楚风有些猛 他们看自己 怎么充满了怜悯之色 就在他非常不解时 黄老的通讯装置想了起来 接通之后 他看了看楚道玄 又看了看楚风 好似听到了什么绝密消息 脸色铁青 咬着牙 青筋抱起 挂断电话 黄老看着楚风 眼眸中充满了复杂之色 好外孙 我再三斟酌 觉得神愿有些不适合你 要不咱别去了 第44章 影帝世家 这玩意绝对是祖传的 嗯 什么情况 楚风有些搞不懂了 一瞬间 楚道玄心中 生出极为不好的预感 能让黄老如此姿态 肯定是神愿针对楚家 做出了不好的安排 此时 神愿中的半神 拿出的一个小型的摄影装备 开始了录像 你在找死吗 黄老看到这一幕后 神色一变 就要出手 黄老息怒 我等是奉白院长之令 如此之作 神愿的半神强者赶紧解释 院长大人说了 黄老肯定会发掘考核规则 并且还会要求楚风放弃 神境强者恐怖如斯 他们也是强顶着压力 现场直播 可谓是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 相比于黄老的恐怖 他们的院长更加让人恐惧 白眼狼 太欺负人了 黄老轻轻抱起 手中的拳头捏紧 就要给三个半神一点教训 黄老 这是直播 白院长和神称一些强者正在观看 啊 一瞬间 黄老脸上全部的怒气消散 恢复成波澜不惊之色 他可不想让那些家伙看笑话 到底是怎么回事 楚风上前询问 黄老冲两人摆了摆手 三人走到一处废墟位置 商议起来 神院的半神强者 想要拿着摄影机 上前直播上去 可黄老一句话 让他们吓得不敢动了 再往前一步 死 黄老的神经气息 瞬间笼罩三人 死亡的压迫感扑面来 在死亡的威压下 他们再也不敢上前跟着 老老实实地站在原地 瑟瑟发抖 这次考核内容 非常明显 就是针对我的戴外孙 必须放弃进入神院 黄老态度坚决 嗯 确实如此 虽然神愿为最强院孝 但也不是飞去不可 楚道悬点了点头 很认可 要求楚风孤身一人进入 面临108座王城的追杀 而且 他们还可以携带 不限数量的S级强者 绝杀之局 就算楚风可越级战斗 但局面肯定是超乎想象的艰难 老黄 我觉得这件事 并非不可战胜 楚风微微思索后 说出心中的答案 嗯 两人疑惑地看着他 首先 要求我不能携带任何人类强者 可有一点 没有限制魔物啊 楚风流露出自信之色 刹那间 楚道悬反应过来 他的儿子 能把魔物变成忠诚的旺财 而且 手底下还有30多个S级的魔头 那些家伙 每一个都是拥有着未来魔神的潜力 战斗力 也自然不是普通的S级强者可以比拟的 我怎么听不懂 黄老有些迷茫 此事事关重大 楚道悬附在黄老的耳边 把楚风的童话魔物的手段悄悄说了出来 我的天啊 你 你能有这种操作 黄老被震惊得属实不清 一脸惊骇 小能力 小能力 不值一提 楚风摆了摆手 一脸的傲娇之色 那这样 我们就有把握了 而且这次的考核位置 是在月魔谷 里面的S级魔物多达千只 黄老脸上浮现出坏笑 他仿佛已经看到自己的好外孙率领魔物大军 对那些王城神灵世家的人展开追杀 甚至看到了白岩被惊掉下巴的表情 越想越兴奋 师父 我觉得有一点 白老头 这次做得太不地道 我们必须挣点好处 楚道悬眼神思索 心中已制定好一个计划 好 不让他出点血 我咽不下这口气 黄老也是腹黑之人 没有思索 瞬间同意 楚风看着两人的奸笑 不由地动容 果然 不是一家人 不禁一家门啊 神院之中 除了那些可以随时逃生的传送门 还有的什么是我外孙需要之物 黄老止不住思索 阿修罗 那一直关押的阿修罗 楚风肉身重塑以后 对力量异常地痴迷 那只是一滴阿修罗惊血 已经让他脱胎换骨 若是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阿修罗 甚至只要能见上一面 他绝对有把握 可以把对方压榨干净 好 不行 还不够 再多弄点 神城三个半神 拿着摄影机 对着远处他们祖孙三人现场直播 虽然不知道他们商议着什么 但是看到那时 不时弯腰驼背的三人 很显然 他们在谋划着什么邪恶计划 神城 白岩坐在办公桌前 看着手机里面的现场直播 刚才黄天德那种暴跳如雷的画面 他全部看到 此时身心舒爽 多年的压抑 宛如被释放般 格外的畅快 对方是阴谋 他是阳谋 很明显 就是针对你楚家的 只要你敢来 那就是一个死字 就算是白岩 也觉得此计划完全没有钉点漏洞 一百八座王城 每一个拥有的S级强者 都已多达三位数 此时已经全部收到了神院放出的消息 以他们脾气 绝对不可能放过 打击楚道玄的机会 不过有一点 白岩也明白 他相信 对方肯定已经得到了消息 绝对不会让楚风再参加考核 而他就是要看看 黄天德暴跳如雷的神情 此次直播 神城之中的一些大人物也在观看 每一个都隐藏在幕后等着看笑话 江城 三人回到直播摄像机面前 既然是观摩帖 我和道玄那就去吧 只是风儿 黄老表情非常矛盾 师父 风儿绝对不能参加神院考核 那个垃圾学院 我们不去 楚道玄直接拒绝 不 老爷 附近 我天生是超越了朱天的存在 为什么不让我去神院 我偏要去 楚风此时就像一个逆子一样 不断顶撞两人 唉 你不知道 这次太危险了 毕竟你只是一个 避急九阶的小八菜 黄老开口劝阻 我就要去 凭什么不去 就因为我爹年轻时 把那个院长西服扒光了 工人参观 怕他们报复 楚风急了 不断反驳 卧槽 楚道玄一个踉枪 差点栽倒 黄老额头上 更是出了一层冷汗 这只是演戏 没让你拉仇恨啊 平常没人的时候说说罢了 现在可是直播啊 而且 白眼狼在后台观看 而此时 白眼静静地看着直播 他脸色发黑 眼神悄悄眯起 死死地盯着屏幕中年轻人 多年的痛 如今再次被揭开了伤疤 而且 此次直播后台中 观看的人数多达几十人 全都是神经的存在 他此刻再次成为了一个笑柄 有人做过调查 当一个人的怒气值 达到一个顶点的时候 他不会有任何外在动作表现 楚家父子 你们真好啊 白眼咬紧牙关 不断摩擦 手指紧紧握住 已经镶嵌到掌心的肉中 不行 我就要去 若是你们不让我去神院 那我就改姓 楚风全身上下流露出叛逆 让人止不住的汗颜 黄老和楚道玄对视一眼后 眸光中流露出深深的失望之色 唉 看在多年和白眼交情的份上 希望他能把规则改一下吧 黄老对着天空喃喃自语 仿佛一瞬间苍老了许多 楚道玄没有说话 眼眸中尽是恨铁不成钢 我改规则 我改你奶奶个腿 白眼已经把后槽牙都咬碎了 不过有一个好消息 对方是一个逆子 而且还是一个是必及九阶 第四十五章 一拳打爆 强悍的肉身之力 楚风的态度不容置疑 无论是黄老和楚道玄如何劝解 都是不行 他就要加入神院 终于 黄老和楚道玄妥协了 你们就此驻扎 等待我的归来 没有命令 不得擅自行动 楚道玄对郑玉军安排下去 是 既然如此 那就出发神城吧 黄老看着神院的三个半神 随即命令道 好好好 三个半神迅速掏出一个黑色球状之物 放在地面 三秒钟之后 形成了一个光幕之门 几人对视一眼 穿越过去 当然 和他们一起的 还有着那三十多只S级魔物 江城和神城 距离相差万里 中间隔着无尽的魔物 数不胜数 就算是一个神境强者 也不敢说 有把握横插过去 必须乘坐一些特殊的交通工具 就像是神院研究的传送门 紧急情况下 也可以使用 但此物也是非常稀有 并不能大批量生产 只有面临一些重大的事情 才能使用 而且 距离受限制 只能在一个维度中穿梭 楚风有些惊奇 他是第一次和这玩意接触 一步踏出 就像穿过一扇门一样 传送门关上 周围的场景变化 一栋栋百米高的古建筑 浮现周围 这就是神院吗 楚风有些兴起 而楚道玄没有说话 看着周围的一切 宛如在做梦一样 他无法想象 自己有生之年 居然回到这里 他们此时站在一个广场中央 前方百米外 是一所高台 在高台对面 这是一面宽大萤幕 此时 广场内一道道光幕 不断亮起 随着每一道光幕亮起 就有一队人 从中走了出来 每支队伍少则二十多人 多则五十多人 其中除了一个A级 或许B级参加的考核人员 其余全都是S级强者 人数越来越多 片刻功夫 累计到千余 楚风看着他们 心中明白 带的强者越多的 那么和楚家仇恨越强 老爹名不虚传啊 楚风子 渐渐的 等所有光幕不再亮起 人数已经全部达到 他们相互攀谈 有些人相互认识 苏王城呢 你们带了多少S级强者 不多 也就七十个 这么多人 都是要杀楚道玄儿子的吗 可不 不然来干嘛 咦 你看 那里怎么有如此多的魔物 这是哪个王城啊 黄老一行人 迅速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 兄弟 你哪个王城的派来的呀 一个年轻人开口问道 欲有结盟的意思 江城 一瞬间 嘈杂的广场安静下来 变得鸦雀无声 他们收到的消息是 楚道玄之子楚风 就是将城中人 名叫楚风 也是他们这次的目标 来的时候 家里大人已经交代好了 考核成功不重要 只要是能宰了楚道玄的儿子 那么就当下任城主培养 楚道玄之子 当杀 杀 一个不留 全部宰了 一瞬间 场面有些暴动 他们急不可耐 就要出手格杀 两千多名S级强者 声势浩大 异常壮观 刘盈有些害怕 他拉着楚风的手 微微用力 心中充满了紧张 哼 要是现在找死 我可以成全你们 黄老轻轻跺脚 神静微压流露 刹那间 所有人充满了一股 深深的窒息感 宛如被掐住了脖子一样 止住脚步 一脸恐惧 看着楚风一行人 神 神静强者 不是要求他们 不能带任何帮手吗 作弊 作弊 一个个惊恐地看着黄老 神区颤抖 眸光中流露出极其恐惧的神色 黄狗 你还真是威风啊 一道身穿白袍的老者 从天而降 他发须发白 体态有些勾搂 眼神却炯炯有神 与其中充满了细血 白眼狼 黄老看着这名老者 不自觉地挑了挑眉 随着白眼的到来 广场内的神静微压消散 来参加考核的人员 感到身体一松 下意识地瘫软下来 紧接着 又是二十多名神静强者降临 有男有女 他们到达之后 眼神全都停留在楚道玄的身上 充满了一股深深的敌意 我楚家敌人这么多 楚风明显地感受到 那无形之中的杀意 要不是自己老爹 把自己护在身前 他还真不一定能 云淡风轻地保持淡然 楚道玄 这么多年 你终于现身了 为什么你还不死呢 杀我儿子 这笔账该好好地算一算了 真有种 居然还赶来这里 一道道调侃的声音响起 他们宛如高高在上的神灵 充满了嘲笑和细血 楚道玄并没说话 他脸色阴沉 已在心中酝酿计划 高台之上的二十多个神灵强者 其中有八名 都在他的死亡名单当中 黄天德 楚道玄 既然是邀请你们观摩的 就上来吧 白岩冲着两人挥手 黄老和楚道玄 也没有多想 一个纵身 出现在高台之上 而就在这时 一个光头神灵强者 看向旁边的一个老者 两人瞬间起身 绽放神灵强者气息 一个对着的黄老 一个对着楚道玄 哼 早知道你们会不老实 黄老不屑 随之展开与之对峙 楚道玄瞬间起身 看向光头神灵强者 眼神中闪过浓浓的杀意 孙子 快点出手 宰了楚道玄儿子 光头爆喝一声 冲着下面的人群喊道 刹那间 三道S级强者猛然飞起 冲着楚风杀来 楚人 楚人 一只只魔物 瞬间站在楚风身前 欲要替他阻挡 而楚风却摆了白手 眸光看向飞来的 三个S级人类强者 真把我当软柿子了 他身躯一跃 高高飞起 在空中留下一道残影 其中的一个年轻人 只觉得眼前一花 只见一张帅脸 出现在眼前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一只拳头重重地 砸在自己脸上 砰 一道血雾在空中炸裂 那名年轻的S级强者 都没有反应过来 一拳被捶爆了 刹那间 所有人呆住了 另外 两名S级强者 看到这一幕后 夏德的后背发凉 郑玉转身逃跑 可突然 他们的胳膊一空 咔嚓 两条血淋淋的胳膊 被拽了下来 啊 妈呀 惨叫声响起 他们掉落地面 不断地翻滚哀嚎 楚风随意地 把两条胳膊 扔进魔物之中 抿了抿嘴角 环视四周 还有谁 第四十六章 威逼神境 疯狂中的狠辣 三个S级强者 一死两伤 出手不过在瞬间 一切发生得太过突然 而且 楚风实力 只在B级九阶 如此战斗力 惊呆了所有人 他们不敢相信 完全愣住了 孙子啊 高台上与楚道玄 对峙的那名光头 神境强者 大吼一声 怒目圆睁 死死地看着下方 那具无头尸体 他俩人一个人 拖住黄老 一人拖住楚道玄 就是为了给孙子机会 让他突袭楚风 没想到 三个S级强者 偷袭出手 居然如此下场 楚道玄 你杀我儿子 现在你儿子又杀我孙子 我高架 和你不死不休 光头表情争鸣 就要得出手 他可不管这么多 就算这里是神院 那又怎么样 儿子死了 孙子死了 他是一点念想 都没了 只剩下一个想法 杀掉楚家父子 高老二 你我两家 早就不死不休了 何必废话 楚道玄眼眸中 流露出凶利之色 皮肤表层打开 神境的气息 不再隐藏 刹那间 神院上空 一片黑压压的乌云覆盖 雷蛇游走 蔑视气息凝聚而成 天杰气息不断搜寻 就要落下 神境天杰 天哪 居然是神境天杰 是他 楚道玄 他居然突破了神境 他才多大啊 不到五十 人类最年轻的神境强者 是六十岁吧 天哪 以后再想杀他就难了 高台之上 每个神境强者 无不动容 楚道玄从地狱回来 已经足够让他们震惊了 没想到 现在居然已经突破了神境 只等渡过天杰 那么就会跨入序列 成为人族真正的顶尖力量 楚风造成的风波 瞬间被他老爹压了下去 白岩看着这一幕 肝胆欲裂 他除了震惊外 还有着深深的恐惧 神境天杰非同小可 有蔑视之威 最主要的是 天杰会锁定渡截和周围之人的气息 若是都是一些低阶修士 都还好说 最可怕的就是 遇见成群截队的神境强者 那么 天杰的威力 将会以叠加 从而增强百倍 怪不得楚道玄赶来神院观摩 原来他早有准备 举个例子 现在楚道玄 就像是一个浑身绑满了炸药的劫匪 去警察局抢劫 而且 根据对方的疯子脾气 说不定真的就在这里引动天杰 带着所有神境强者陪葬 二十多个神境强者啊 其中一半和楚道玄 都是死仇 这个疯子 能放过这个机会吗 道玄 赶紧收起气息 再晚一会 就来不及了 黄老紧皱眉头 不停地劝说 让我收回去 不可能 楚道玄咬着牙关 看着周围一个个熟悉的面孔 他恨不得天杰现在落下 带着他们一同陪葬 楚兄 收起来吧 是啊 我们是来观摩神院考核的 可不是来拼个你死我活的 对对对 君子动口不动手 不要和高老二和李友军一般见识 快点吧 楚兄 时间紧迫 他们不停地劝阻 生怕这个疯子引发天杰 这么多年过来 他们深知这个疯子的脾气 连白岩的媳妇 都敢扒光了 绑在城门上 还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 此时 刀老二和李友军 两个神境强者对视一眼 眼底闪过恐惧之色 他们是想报仇不假 但是达到神境的实力 每个人都是那么的稀密 两人低下头 再也没有了一点嚣张的气焰 让我收起来也行 让他俩跪下 否则大家一起完蛋 楚道玄开出了条件 他可不是吃亏的主 而此时天杰最多还有十秒 就要彻底覆盖落下 到时候 一切都晚了 让我跪下 不可能 对 我也不同意 两个神境强者 态度不容商议 就要出手 神境强者的威严 岂容他人冒犯 而且还是向仇人下跪 对他们来说难于登天 白岩看了其余的神境强者一眼 二十几人瞬间达成默契 楚疯子的脾气 他们明白 若是高老二和李友军 不答应跪下的条件 楚道玄肯定会引发天杰 十 九 八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天杰不断地增强 死亡的气息笼罩 覆盖范围达到了两千里 对不住了 高兄 李兄 一群神境强者围了上来 什么意思 你们要对我们出手 高老二金句万分 被二十多个神境包围 可能会一瞬间杀了自己二人 你们不下跪 大家都活不了 为了安全 只能杀掉二位了 白岩带头合成为杀之士 跪 我们跪 李友军明白 他们若是不跪下道歉 下一秒真的会死 二十多个神境强者 根本不是闹着玩的 他瞬间跪了下去 冲着楚道玄 重重地磕了一个头 在死亡面前 就算是神境强者 也是和普通人一样 非常的不堪 啊 高老二轻轻轻爆起 想要反抗 可还是控制住不了身体的本能 也是跪了下去 冲着楚楚道玄磕头 如此举动 瞬间引起哗然 高台之下这些人 都是王城的精英 这里的情况不出半个小时 就会传遍整个神城 王城 当两人下跪的刹那 他们和家族也成为了笑柄 还是老爹狠啊 楚风南南自语 眼眸中生起了浓浓的敬佩 当两人磕头完成后 楚道玄也是履行了职责 把气息再度隐藏下去 天结消失 神城之上再次恢复了平静 只不过现在 没有任何一个人 敢小瞧楚家父子 老子是疯子 儿子更像是一个魔头 那种杀人的手段 绝对不是一个新手 出手之狠辣 放在神城中 也是其中佼佼者 高老二和李友军起来之后 也实在没有脸在这待着了 灰溜溜地向着其自家王城而去 出了这档子事 其他人也怕生出变故 纷纷起身离开 他们可不想和楚道玄 这个疯子待在一起 太危险了 看着离去的一道道身影 白岩并没有阻拦 只是脸颊忍不住抽搐 他拿黄狗没办法 拿楚道玄没办法 现在下边那个小魔头 更是隐隐有着出楚道玄的影子 第47章 神灵世家联手 强敌献身 一家老小 全都是心狠手辣之辈 此时场中众人都麻木了 人家老爹是神静 儿子单手朱砂S S级强者的存在 一个个头皮不由的发马 杀了两个S级而已 我们这么多人 根本无需担心 说话之人 年龄在十八九岁 他身穿一身华服 头颅微微抬起 不可一世 同时 他身边站的S级强者 也是最多 足足一百多位 是郑贤少爷 天哪 他怎么来参加考核了 SSS级天赋 不是有保送资格吗 为什么还来参加 郑贤可是和楚家死仇啊 郑贤一脸傲色 环视周围 别人怕楚道宣 他郑贤可不怕 别的家族有一个神静强者 祖坟已经是冒清烟了 他郑贤的神静强者 足足五位 完全不惧怕的任何人 本来 以他的资质 完全不用参加考核 但为了给家族长脸 郑贤求着族中长老来的 作为这一代 郑贤全力培养之人 他不光有着绝对的实力 手段超过他人 诸位 听我说一句 等进入考核之地后 为了没必要的伤亡 我们应该选择联合起来 展开围剿 郑贤根本没有隐藏 光明正大联合起来 就算楚风出手 顺杀一名S级强者 也完全吓不到他 神灵世家的底蕴 根本就不是普通人 可以想象的 郑少爷说得对 我李家支持 另一方 一个男人走了出来 他不紧不慢 带着打量猎物的眼神 细血地看着楚风 神灵世家 李天一 天呐 神灵世家要出手了吗 那可不是不输郑家的存在 李天一更是被宣布 李家第三代家主的存在 既然你们都站出来 那我王家岂能落后 一个阴沟鼻的男人和郑贤 李天一站在一起 郑家 李家 王家 还有吗 楚风盯着三人 眸光中散发着一股杀意 杀死母亲凶手的 十大神灵世家 今天已经现身了三家 群狼 岂能没有领头之人 一道高傲的声音响起 人群不自觉地让开 只见一个身穿红色铠甲 双瞳湛蓝的男人走了出来 胡上观明远 居然是他 他不是进入半神境界吗 来这里干嘛 几人看到的上观明远之后 无不动容 作为神灵世家 每个人都有着绝对的傲气 谁也不让谁 可上观家不一样 他们不光有着数位神境强者 上观明远本人 更是人族中的绝世天骄 觉醒 SSS级天赋 吸收魔药速度 胜过普通人百倍 从小到大 经常服用各种魔药 再没有觉醒天赋时 就已经是A级强者 现如今 更是成为了半神强者 他到中央 抬头向着高抬望去 眼神停留在楚道玄的身上 本来 楚道玄才是他的猎物 可是对方已经进入了神境 两人的距离已经拉开 楚道玄 你很幸运 比我早生二十年 不然 和我一个时代 你会明白 什么叫的真正的绝望 挑衅神境强者 这一手 惊得周围人说不出话来 尽管很多人都想杀楚家父子 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当面叫嚣 神境威严不可亵渎 小杂种 你是在找死吗 楚道玄微微皱眉 就要出手抹杀对方 白言瞬间站了出来 不可 不可 他是上官家这一代的绝世妖孽 若是他死在这里 将有想象不到的麻烦 不管你们有什么恩怨 只要出了神院的大门 你把他肠子拉出来 我都不管 院长大人 还是一如既往的胆小啊 楚道玄重新坐了下来 你 白言尽管有些恼怒 但想想还是作罢 他心里非常后悔 自己为什么要邀请楚道玄前来观摩 楚道玄 你听着 既然暂时杀不掉你 那我就先宰了你儿子打打牙计 上官明远还在叫嚣 缓缓扬起手臂 化作一道手刀 半神又怎么样 我也想看看 实力如何 楚风眸光中流露出强烈的杀意 身躯不由地兴奋起来 只是上官明远的操作 让众人看待了 他猛然挥手朝着小腹斩去 噗 一口滚烫的鲜血吐出 半神的气息消散 降到S级巅峰 自斩修为 自斩修为 我的天 上官少爷魄力如此之大 天呐 半神修为啊 就这样直接斩掉了 其他三个神灵世家的人 也是看傻了 白院长 这次考核的人员修为最多是S级 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参加本次考核了 上官明远舔了舔嘴角的鲜血 眼神中流露出疯狂之色 看到这一幕 楚道学眉头微微皱起 他是被人叫做楚风子不假 但是这个家伙是不是智障 楚风也是皱起眉头 他觉得这个上官明远的 就是一个杀柄 本来对方半神修为 还能压制自己一头 但是现在嘛 一个S级巅峰的存在 完全可以灭杀 可以 白眼点了点头 同意了对方参加本次的考核 当然 瞎子都能看出来 对方是醉翁之一不在酒 完全就是冲着格杀楚风来的 上官明远的加入 一下子令广场中的队伍 有了巨大的凝聚力 他们分为四个列队 全部加入了四大神灵世家的当中 只剩下楚风带着魔物这一支队伍的 与他们抗衡 三十多个S级的魔物 对阵两千个S级人类强者 力量太过悬殊 根本没有可比性 黄老和楚道玄对视一眼 流露出凝重之色 现在形势非常复杂 对他们非常不利 楚风可以越级强杀 但对付几名还行 还是几十个 甚至是上百个 上千个一起上 那他只能跑路 天色愈发的黑暗 所有人在广场中等待 黑夜中 偌大的神院广场中 杀翼一直在上空飘荡 明而不散 楚风明白 双方只能存活下来一个 他心中丝毫不惧 反而特别期待 考核赶快开始 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 一夜无话 不过也发生了一个插曲 就是楚风带着的 三十多只S级魔物 本来白岩还想阻拦 可看到 那下面两个多个 组成联盟的S级强者 只有作罢 他不想把事情做绝 而且心中一直在等待 等待楚道玄开口道歉 楚风放弃考核 可没想到 两人就像是石头一样 没有任何动作 一缕晨曦洒落神院 朝阳缓缓升起 考核开始 打开传送门 白岩大手一挥 一道道光幕亮起 同时高台之上的大屏幕 也亮了起来 里面正是月魔谷中的场景 楚风向着高台看了一眼后 带着魔物 踏出光幕之中 场景一变 光幕之门缓缓关上 一轮巨大红月映照在高空之中 宛如鲜血般 格外的诡异 前方一片巨大荒原 草地上覆盖着一层红色 真巧啊 刚进来就遇见了你 上官明远 站在他前方百米之外 一脸的惊喜 确实太巧 楚风眼前忽然一亮 一个剑步冲了过去 抡起拳头 招呼了上去 第48章 战双神天赋 力压诸强 来得好 上官明远 头顶紫光绽放 一尊六角古朴的大顶显现 紧接着又从顶中 飞出一套红色的铠甲 铠甲包裹躯体 全身上下严丝合缝 只有两双眼睛露出了出来 月魔谷的中发生的一切 都被投影在神院的大屏幕之上 白岩 楚道玄 黄老看着大屏幕中的画面 一瞬间 黄老猛然一惊 双SSS及天赋 楚道玄也站了起来 惊恐地看着这一幕 唉 早告诉你们了 上官家的那个小家伙 是人类百年来 第一个觉醒双SSS及天赋的人 你们还让楚风参加 节哀吧 白岩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月魔谷中 楚风看着上官明远 绽放出的光芒 心中一惊 他第一次见到 觉醒两道天赋之人 而且看样子 还是双SSS及天赋 手中拳头顿时加大三分 使出了全身力量 砸了过去 砰 一道气浪爆裂 方圆千米内的草木摇曳 大地军裂 周围的尘土飞扬 嗯 楚风眉头深深咒起 他明显地感到自己的拳头已经砸到了对方身上 可被一股巨大力量死死地攥住了拳头 再也不能上前分喉 杀尘散去 两人也显露出来 只见楚风打出拳头 被对方的手掌捂住 这么强 楚风有些动容 他的躯体可是阿修罗皇族一脉 单凭力量可以说纵横三千地狱的存在 如今却被对方接住了 此时 上官明远心中翻起了惊涛骇浪 他眸光中生起了惊恐之色 自从觉醒双神天赋之后 无论是任何敌人 在他手中都撑不过一招 而且 地恺天赋更是强得可怕 只要穿上会增幅躯体的的百倍力量 对方只是一拳 自己的整条手臂生腾 甚至微微颤抖 更可怕的是他只是B级九阶的力量 而自己是S级巅峰 中间差了近20个小境界 他 他是怪物吗 上官明远完全被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神院大屏幕上 白颜吃惊地看着这一幕 惊掉了下巴 他 他怎么会这么强 黄老和楚道玄对视一眼后 纷纷坐下 他们刚才确实非常担心 一个觉醒双SSS级天赋的人 而且还远超了楚风20多个小境界 下意识担心起来 但看到现在的这一幕 他们放下心来 阿修罗皇族魔躯 完全已经超出了想象的强大 你很不错 我可认真了 楚风嘴角咧开 露出一抹疯狂 手臂猛然一收 冲着对方的胸膛又是一拳 砰 上官明远没有反应过来 一拳被砸得飞出了百米之远 而且透过地铠 一股反振之力 让他胸口发麻 力量上 对方完全超过了自己 足足一倍有余 五不服 上官明远大喝一声 身躯飞起 向着楚风杀来 双方拳头碰撞在一起 气浪横飞 一股倒到深坑不断炸链 他们谁也没有留守 上来就是最强杀招 一秒不到的时间 两人过了几十招 形成一道道残疑 砰砰砰 各种炸裂声不断响起 这里的战斗 迅速吸引了一些 其他参加的考核的人 每个人进入月魔谷后 都被随机分配到不同的方位 这事也是白炎流的一手 他不想把路走死 尽管恨死了楚道玄 但两家还没有到不死不休的程度 故而留了一线 人数越来越多 郑贤 李天一 王玄 也相继到场 他们看着眼前这一幕 目瞪口呆 上官明远的强大 可以说在神城三代 小辈中第一人的存在 如今 楚风居然能和他平分秋色 要不是亲眼看见 谁也不敢相信 真的发生 上官明远越来越心惊 他心中发出 对方越战越勇 每一只拳都覆盖了惊天伟丽 在外人看来 两人是平分秋色 但真实的情况 只有上官明远知道 自己只是苦苦抵挡 一个分心 楚风的拳头 砸到他的面门之上 刹那间 上官明远眼前一黑 栽倒在地 趁他病 要他命 楚风一脚揣在他胸膛之上 拳头冲着脑门 不断地砸了上去 啊 一股股力量穿透铠甲 让他大脑发晕 砰砰砰 短短不到一秒 已挥舞了百拳 楚风越打越心惊 格外的爽 但他发现一点 无论自己如何用力 始终不能破开 对方铠甲的防御 而且四周已经包围 几分钟的时间 就有了300个S级强者到来 不行 必须要速战速决 楚风心念一动 眉心的之中 黑色火焰符号跳动 自从塑造了躯体之后 地狱之火发生了改变 与阿修魔躯结合一起 形成了质的飞跃 黑色的地狱之火 覆盖在拳头上面 再次挥舞上去 刹那间 上官明远头皮发麻 心底直冒凉气 他感受到 对方的拳头 已经变得不一样了 上面传来的一股股诡异的力量 竟然在腐蚀地开 这样下去 不出两分钟 对方肯定能突破防御 招呼在他的肉身上面 虚空顶 上官明远运转第二天赋 刹那间 头顶光芒亮起 一座六角山羊顶显现 嗯 楚风眉头一皱 他能感受到 随着大顶的出现 对方的气息再不断增强 虽然还是S级巅峰实力 可隐隐有种窒息的压迫感 当即调转拳头 向着上官明远的天灵盖垂去 哄 虚空顶刚刚露头 就被楚风一拳打散 啊 上官明脖子一缩 浑身如同雷击般 大脑失去了思考 就凭你这东西 还敢得挑衅我爹 真是不自量力 楚风一边挥舞拳头 一边不断地打击对方 上官明远从小到大 都没有经历过 如此被动的局面 最多还能坚持两分钟 对方肯定能破开防御 到时一切都晚了 心底瞬间滋生出 无尽的求生意志 什么神灵世家的妖孽 神称年轻一代第一人 这些都不重要了 你们愣着干什么 一起上啊 上官明远早就发现了 那些同伴 本来还不好意思求救 现在嘛 无所谓了 面子算个球啊 包围的人看着这一幕 头皮发麻 一个个愁愁不已 不敢上前 开什么玩笑 谁也不想第一个被捶死 郑显心中焦急 形势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如果他们不能真正联手 等上官明远一死 那么等待他们的 将是死亡 所有人一同出手 格杀对方 李天一也是明白局面的紧迫性 不由地组织起来 这一下 三百多个S级强者不再犹豫 纷纷出手 真想现在把你宰了呀 楚风有些失望 这次没有杀掉对方 心中颇为的遗憾 不过三百多个S级强者 一同出手 就算是半神来了 也得退避三射 他伸手抓着上官明远的脖子 朝着远处一扔 眼神看向郑显 一个纵身踏不过去 刹那间 郑显下的魂都出来了 对方的强大 他已经看在眼里 连上官明远都不是对手 自己只有死路一条 保护我 保护我 第49章 目标半神 白条开始 保护他 开什么玩笑 一眉青 二眉固的 就连最强的上官明远的 都被打得站不起来 他们可不想 出这个杀心的眉头 郑显看着越来越近的身影 全身直冒冷汗 下意识汇聚全身力量 一道紫色的拳头 冲天起 向着楚风而去 既然躲不掉 那就殊死一搏吧 郑显强压心头的恐惧 选择了正面硬钢 雕虫小技 竟敢搬门弄服 楚风眸光中 近视不屑 充满了赤裸裸的嘲讽 五指伸出 抓住对方的拳头 猛然用力 咔嚓 骨头连接血肉 断掉的声音响起 紧接着是郑显 发出了痛苦的惨叫 只见楚风单手 握着一只断掉的手臂 矗立在红月之下 死 好强 妈呀 离他远点 太可怕了 一瞬间 周围一空 所有的S级别强者 下意识拉开距离 一脸惊恐地看着他 啊 疼 好疼啊 郑显在地上不断地打滚 整条胳膊连着筋肉 被声声拽掉 滚烫的鲜血喷涌 渲染了地面 既然你这么痛苦 我来帮你一把吧 楚风踏出一脚 踩在郑显的头颅之上 不要 爷爷 楚风爷爷 不要杀我 我可以付出任何代价 只要你能放过我 相比于躯体的疼痛 死亡的笼罩 才是得最为恐惧的 什么尊严都统统抛掉 只有对生命的渴望 没办法 我曾经答应过你郑家之人 要灭你们满门 出来混 必须要有诚信 楚风右脚用力一踩 砰 刹那间 鲜血 脑浆 头骨碎裂一地 众人无不倒吸一口凉气 神灵世家 是一代最强之人死了 就这样 被拔断手臂后 又踩碎了头颅 此时 所有人低下头 那道身影格外的耀眼 宛如天神下凡 更是刷新了他们三观 乌合之众 准备受死吧 楚风看着他们的联盟 充满了不屑 几千S级的强者 在上官明远被打败后 又死了一个号召者 以灵静瓦解的边缘 若是他们一起上 楚风二话不说 转身就逃 但是现在 绝对是覆灭对方的好机会 眸光看向神灵世家的李天一 一股杀意流露 刹那间 李天一全身发抖 忍不住要跪下来 围剿他母亲的神灵世家 不光上了楚道玄的死亡名单 更是在楚风必杀名单之上 我要杀你 我一定要杀你 上官明远 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从小到大 他从未尝试过失败的滋味 今天 他终于体会到了 要不是这些人救援 他的下场 只有死路一条 但是作为双神天赋人 上官明远 岂能没有准备 蒂凯收起 露出狼狈模样 从储物空间中 取出一瓶泛着紫色光芒的魔药 直接开口喝了下去 我本是半神修为 原本以为斩掉境界杀你 现在看 还是得全力以赴啊 上官明远 面不争鸣 身躯内的气息不断增强 半神 楚风眉头微微一皱 上官明远在S级巅峰时 自己压制 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可一旦进入半神 自己绝对不是对手 而且 周围几百名S级强者 虎视眈眈 随着上官明远的提升 肯定会增加凝聚力 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你 活着走出月魔谷 楚风咧嘴一笑 神区向着远方而去 他所过之处 众人纷纷闪躲 生怕会死在他的手里 就在楚风刚离开不久 上官明远的实力 也提升到半神境界 他望着那消失的方向 并没有选择前去追杀 楚风给他的压迫感太强了 就算此时他进入半神的境界 但还是没有走出死亡的阴影 看着士气跌宕的联盟军 上官明远 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他要杀了对方 而且要有百分百的把握 这些人必须动用起来 才能万无一失 神愿 高抬之上 好 痛快 黄老忍不住开口叫好 眼神中全是兴奋之色 嗯 不错 楚道玄也是一脸欣慰 自己儿子捶爆那个智障 又宰了郑家一名神境天赋的人 此举动非常合乎他的心意 而白岩现在处于猛圈的状态 上官家的那个双神天赋的人 差点被打爆 郑家妖孽一招都没有戒主 就被踩死了 而楚风的实力 只是在避急九阶 他也是在诸天战场见过大世面的人 但此时忍不住头皮发麻 在上一代的人物中 楚道玄已经够精彩绝艳了 可以说是力压群雄 但是和他儿子相比 就是狗屎 震惊之余 他也缓过神来 你们别高兴得太早 郑家这一代神子陨落 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 其中的仇恨肯定是不死不休 白老 就算我儿子不杀他 不也是不死不休吗 楚道玄出口反驳 刹那间 白岩被噎住了 是啊 他们本来就是死敌 月魔谷 楚风在奔走于一片密林之中 他和手下魔物 有种特殊的联系 虽然全都被分散了 但都能感知到对方所在的方位 心念 一动 通过那层联系 号召他们过来 半个小时后 影一 雪二 师妹们相继到场 不多不少 正好31个 看着周围的这些魔物 楚风点了点头 月魔谷很大 足足有几千公里 上方一道红月笼罩 他通过感知 已经发现了 隐藏在谷中的一些魔物气息 低间魔物几乎没有 最低的都是A级存在 甚至越往深处走 气息也就越强大 其中甚至有隐藏的半神气息 自从重塑身躯之后 他的白嫖天赋 又能使用了 虽然现在拥有着强大肉身之力 但是魔物的那诡异能力 才是楚风境界的根本 开始第一步计划 楚风对着魔物下达指令 是 主人 魔物们四三去 他们穿透密林 不断地进行搜寻各种魔物存在 楚风站在这里 看着天上的红月 陷入了思考 他对这里一无所知 要想获得那些半神的魔物的力量 必须有一份详细的情报 一个小时后 手底下的魔物回归 主人 穿透密林后 有一只半神级的月轨 能力式的化月 属战斗戏 主人 月轨之后 方是一头半神的苍月魔狼 主人 主人 还发现一件诡异的事情 所有的魔物全部折服起来 好像在等待什么命令吧 一道道信息 不断汇集 楚风点点了头 眼神看向密林之后 那就从那只半神的月轨开始吧 希望他能给我一些惊喜 出发 顿时 楚风带着一众魔物 向着月魔谷深处而去 第五十章 祖团忽悠 跨境境界 月魔谷 小孤山 你们听好了 在没有月神大人的指令前 谁也不能出去 必须要好好地待着 请遵月轨大人命令 上千只A级魔物跪地 齐刷刷地喊道 其中步伐S级魔物 数量足足上百 嗯 月轨手上拿着的一个泛着白光的头颅骨 不断地摩擦 这是一名人类半神的头骨 多年的盘玩 包将覆盖上面 晶莹剔透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从远方响起 呦 月轨大人真是好性质 居然有如此压好 谁 月轨的抬头望去 眉头紧紧皱起 魔物对于自己地盘 是非常严谨的 就像是自己家一样 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 若是由外来魔物进入 那就是侵略者 只见的三十名魔物 向着自己这个方向走来 中间则是一名人类模样的魔物 他额头上 一道黑色的火焰符号跳动 五官异常俊美 阿修罗皇族 月轨猛然一惊 直接呆住了 见了我家主人 为何不跪 影仪大喝一声 一股杀气流露 月轨这才注意其他的魔物 夜神之子 血神之子 还有那泛着荧光的白骨魔物 尸神血脉 大人物 绝对是大人物 这么多散发着魔神至亲 血脉的魔物到来 一瞬间 月轨傻了 他是半神级强者不假 但是在三千地狱中 也有着强烈的等级划分 这些魔神的至亲 为什么来这里 而且 还有一只阿修罗皇族 天呐 月轨扎了扎嘴 身躯颤抖 大 大人 他害怕了 这些地狱中的大人物 怎么会突然驾临的月魔骨 难道是帮助月神大人解困的 月轨止不住思索 楚风看着前方 散发着半神级的月轨 天赋扫描上去 刹那间 信息浮现 名称 月轨 高阶魔物 实力 半神一阶 能力 画月 月形 月报 月欲 实力勉强还行 但能力只有四种啊 楚风抿了抿嘴唇 心中生起了期待 五等奉命来谷中执行一件任务 现在需要你的帮助 尹态度高昂 仿佛在命令一般 还真是 月轨瞬间慎重起来 他们这些魔物 从地狱来到人间后 除了刚开始几年 屠杀了一些人类 后果情况惨不忍睹 月神大人被困在苍穹之上 他们不能踏出月魔谷一步 多年下来 这里成为了一所人类的练兵场 现在好了 地狱来了这么多魔神大人的血脉至青 肯定是解救月神大人来的 想到此处 月轨心中不由地 升起了小九九 若是能趁此机会 巴结上这些未来的大人物 那自己以后 岂不是飞黄腾达了 想通之后 他瞬间跪了下来 伟大的阿修罗一族的皇者 永夜地狱魔神血清 血海地狱的大人们 有什么需要小魔的 请吩咐吧 他一脸虔诚 恭敬无比 楚风看着他 一时间唏嘘不已 自己刚出道的时候 也是这种话术 这才多久 已经让半神匍匐跪地了 而跟着他的魔物 心中更是激动 他们只是S级魔物 自从被主人赐福后 不光潜力被提升百倍 甚至地位全都变得高贵无比 这可是半神魔物啊 放在任何一个地狱 也是绝对中间的力量 楚风拍了拍 他那发光的脑门 非常满意 冲着影衣 使了一个眼色 他瞬间明白 月鬼 五等奉阿比地狱主宰之名 现在交给你一个秘密任务 大人稍等 既然是秘密任务 那是不是 月鬼指了指这群手下 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卧槽 这家伙是个狠人啊 楚风的嘴角不由地抽搐 就因一个任务 就要对手下屠戮 他再一次认识到了地狱的残酷性 比他想象的更加激烈 楚风看了一眼 上百名S级月魔类生物 摆了摆手 刹那间 所有的魔物退下 只留下楚风一行 和月鬼一个 说是任务 其实也是你的造化 可能你祖上冒清烟了 才能获得如此机缘 隐翼循序渐进 开始了诱导 月鬼眼神中浮现出一道光芒 心中万分的期待 只要不让他去死 任何条件都行 大人 能为您服务 是我月神一脉的无上荣光 只是吧 好 楚风点了点头 眼神中流露出一抹欣赏 一瞬间 月鬼更加的激动了 他居然得到了大人的赏识 心中不由地暗自想到 伟大月神 并不是我想跳槽 而是阿修罗一族 更有前途啊 就在他憧憬未来时 影仪趁热打铁 与阿修罗大人 签订力量契约 把你力量借给他用两天 让他玩玩 啊 月魔猛了 他没想到 这份机缘 居然是签订契约 还是和阿修罗一族的皇族 这哪是机缘 分明是无上的造化啊 当然 混迹人间多年 他也有一些非同寻常的智慧 更明白 在大人物面前 保持谦卑的重要性 至高无上的存在 感谢地狱之主的赐福 小魔何德何能 有此殊荣啊 马德 你再废话 信不信我宰了你 楚风没有时间和他浪费 一时间 就要给对方头上来上一拳 别别别 大人 月鬼脖子一缩 吓得颤颤巍巍 当然 他一个半神的存在 实力虽然在他们之上 但如此巴结对方的机会 绝对不能放过 故而表演起来 不断磕头 好了 制定契约吧 楚风收起杀意 白了他一眼 啊 让我制定 不是吧 月鬼激动万分 身躯抖动 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 地狱之中 魔物之间签订契约 只要是制定的一方 享受更改的无上权利 好处异常的惊人 怪不得对方说是自己造化 实则生变 三秒钟不到 月鬼迅速制定好了一份契约 跪在地上 双手递了上去 他低下头颅 嘴角都快咧到后脑勺了 可见心中的欢喜和激动 楚风也没看内容 迅速在契约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 刹那间 躯体中充满了月鬼的全部能量 半神的全部能量 何其强大 圣灵进化 随着楚风使用本命天赋 体内一道白光闪烁 洗涤其中的烙印杂志后 这股月鬼能量仿佛升华了一样 变成极其细小的一股红色精纯能量 同时 楚风的气息猛然一变 境界不断突破 眨眼间 能量等级从C级巅峰进入到了A级一阶 同时 月鬼的各种能力也被复制了过来 哄 契约燃烧 化作一团灰烬 而月鬼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整个身躯都不好了 妈妈 我好像被骗了 第五十一章 收编魔物 清高的乐师 嗯 能量又提升了 楚风睁开双眼 眸光中泛起一道的金光 半神月鬼的能量被净化后 升华成了红色能量 各种能力也被复制了过来 恭喜主人实力大戒 他手下的魔物跪倒在地 一脸的虔诚 楚风点了点头 嘴角勾勒出一抹满意的笑容 而此时月鬼已经吓傻了 他现在完全感受不到自己的力量了 而且 刚才签订的契约也不见了 骗子 你个骗子 我要告诉月神大人 月鬼满脸猙獰 破口大骂 地狱之中 要问什么最重要 第一 肯定是生命 第二 实力 这两样是所有魔物的根本 甚至对于有些魔物来说 偶尔第二条 还胜过第一条存在 对主人步不敬 当初 血魔上前 一只手扣住月鬼的头颅 就要捏爆 慢着 楚风摆了摆手 杀了我 杀了我呀 有种就把我干掉 月鬼彻底的癫狂了 他堂堂的一个半神存在 如今修为全部消失 实在接受不了这个痛击 甚至有隐隐发狂的迹象 楚风看着他 五指伸出 体内的月神之力凝聚而出 而月鬼瞪大双眼 一脸的惊恐之色 仿佛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一样 月 月神之力 他还没有说完 曲体扭曲 变成了一只巴掌的大的红月 正是月鬼的第一个能力 化月 把对手化成一个月亮 失去任何反抗能力 砰 红月破碎 爆炸开来 月爆 楚风看着消散的月鬼 心中有些震惊 这种能力太强了 把敌人变成月亮后 再使用月爆 无懈可击 攻杀之术 若是遇到大范围的团战 那杀伤力 可谓是可怕到了极点 还有两个能力 月形和月狱 月形是速度的技能 而月狱是一种压制敌人 和提升自己的技能 月鬼的实力 处于半神状态 已经无限地接近魔神了 楚风洗涤之后 更是升华了一个台阶 能量等级肯定和魔神不相上下 而且他还发现一个匪夷所思的事情 体内的影能量 居然和月神之力融合了 一股红色的能量 一股黑色的能量 相互交织在一起 这一刻 楚风感到格外的不同 虽然他现在还是A级一阶 但是明显的发觉 比刚才强大了十倍有余 融合每个魔神的能量 全部凝聚在一起 楚风心中不由冒起这个想法 但有一点 体内的视灵之力并未融合 这股能量非常的特殊 和魔物中的能量有些不同 不过眼下不是搞清楚这事的时候 只有把月魔谷半神的能量 全部搞到手 才是正道 解决了大的 该解决小的了 楚风看着手下的这群魔物 开口说道 一瞬间 他们仿佛是明白了什么 而楚风也没有解释 神格面具能量流转 他躯体扭曲起来 变成了月轨的模样 无论是气息还是实力 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 月神大人有令 赵花等 楚风刚说完 不大一会功夫 周围一道道身影出现 他们身上流露出S级的魔物气息 还有A级 正是月轨的一众小弟 宰了他们的老大 这些资源岂能放过 根本不符合楚风的形象 所有S级留下 A级滚蛋 他现在已经看不上A级的魔物了 上百个S级月类魔物呆在原地 一头雾水 天赋扫描上去 这群S级魔物的信息浮现 名称 月师 实力 S级三阶 能力 月形 月刀 月玉 现在送给你们一份天大的机缘 你们制定契约 与这些大人们签订契约 楚风说完 刹那间 月师群中骚动起来 月鬼主上开玩笑吧 我们制定契约 和这些大人物签订 就算我们愿意 大人们同意吗 你要想死别带上我们 这些S级的魔物 也是有点见识的 一个个大人物降临月魔谷 与他们签订契约 而且还是让他们制定契约 这不是在找死吗 故而一个也没有站出来 嗯 难道我陈叔的有问题吗 楚风微微皱眉 非常不理解 还是说 这群魔物比较清高 你制定契约 和他签订 楚风指了指 最前面一个S级魔物 直接命令 我 大人 你还是直接杀了吧 为何 我不敢啊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客气了 楚风一个纵身 出现在他旁边 一拳砸了下去 砰 刚才求死的S级魔物 完成了伟大的心愿 你制定契约 去和他们签订 楚风又指向旁边的 另一个S级别魔物 刹那间 魔物群中骚动起来 越鬼是他们的大人不假 可也不能这样 这不是摆明了 让他们去死吗 此时 他们脑袋后面的反骨 蠢蠢欲动 有些魔物的脚步 微微向后 甚至最前面的乐师 准备好拼死一搏 楚风彻底看不懂了 这些S级魔物 为什么如此的桀骜不驯 不过旁边这个乐师 在他的重压下 还是制定好了契约 颤颤巍巍地 走到隐魔的脚下 尊敬的大人 我是被逼的 他们可不傻 虽然越鬼有半神的实力 可这些家伙 都是小魔神 孰轻孰众 还是分得清的 隐魔没有说话 直接契约签了上去 啊 他签了 不是吧 他真签了 我的亲娘啊 原来真是一场造化 啊 和小魔神签订契约 而且自己还是制定契约的一方 他们此时反应过来 原来不用死 真是一场天大的造化 魔物的贪婪 超乎想象 本来还想着和越鬼 疏死一搏的魔物们 疯狂起来 他们迅速制定好了契约 刹那间 蜂拥而上 大人 先签我的 我很强 我 我 我 谁他妈踩我脚了 大人 求求你了 先签我的吧 楚风看着这一幕 有些梦了 清高呢 尊严呢 傲娇呢 都跑到哪里去了 不一会 一百多份契约 迅速签订好 一股股火焰燃烧 契约法则弥漫四周 他们满脸喜悦 一个个神情激动 他们已经和这些小魔神签订了契约 只要慢慢等待 那么将会有无上的造化降临 都签好了 楚风开口问道 签好了 大人 好 楚风没有犹豫 无止闪烁出一道璀璨的白光 向着已经签订好的魔物们挥去 正是圣灵进化 刹那间 白光散尽 一百多个S级月师睁开眼眸 瞳孔中多出了一道不同的变化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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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多出的这一百个S级小弟 楚风微微一笑 眼神看向月魔谷深处 那里还有着无尽的小弟在等待他 第52章 上百位半神 图谋 下一站 苍月魔狼 楚风看向月魔谷前方那一座万米高山 抿了名嘴唇 从情报中得出 苍月魔狼是一个半神级的魔物 他手下S级狼崽子足有五百之多 实力超过了月轨 不止一星半点 楚风还准备使用原来的套路 用阿修罗皇族身份 忽悠对方 再搞掉对方的小弟 神怨 楚风人呢 黄老夏一时问道 他消失的方向 是月魔谷的禁区 神怨的全息投影 看不到其中的情况 那里不是人类的练兵场吗 怎么会有禁区出现 黄老不由的有些担忧 哼 你以为那个家伙 这多年就没有准备 他无时无刻都想挣脱月魔谷 虽然我们杀不了他 但是也不能对他造成死亡的伤害 白岩开口解释道 黄老沉思下来 他知道月魔谷那个玩意是谁 当年死了将近十多位神境强者 才把对方彻底地锁在那里 这才多少年 隐隐已有挣脱迹象了 你们应该掌控月魔谷的一切 万一出现什么意外呢 黄老带着问责的态度 语气中充满了一股训斥 站着说话不腰疼 你以为我不想了 这种事 是一个神境强者可以办到的吗 白岩瞬间起身 气势汹汹 那就联合所有神境强者 我就不信 解决不了 黄老毫不退让 两人剑拔弩张 黄老狗 你他特么马的好意思说 这些年 人类之中的这些强者一盘散沙 全都是你搞的鬼 白岩狼 你协调能力不行就不行 不要推脱 多大年纪了 还玩甩锅那一套 不嫌丢人 我甩锅 你为了保护出楚道玄 这些年来 对神境强者和家族做的那些小动作 还少吗 白岩越说越气 仿佛有很大的怨气 压抑了很久一样 我做人光明磊落 绝对没有干那些下作的事情 是他们自己不合 兵哥相见 黄老一脸淡然 全身上下 彰显出无尽的浩然正气 那你敢发誓 你正清白吗 不敢 操 楚道玄夹在中间 有些头疼 这两个人 从年轻时 一直吵到了现在 几十年过去了 还是如此 他目光看向大屏幕 心中有些紧张 根据他的了解 月魔谷禁区之中 所有半神魔物 有差不多上百名 千万不要出事啊 楚道玄深邃的眼眸中 流露出担忧之色 月魔谷苍穹之中 一道道细小的异语 缭绕在红月周围 仿佛有什么 存在在说话一样 难难低语 有意思的小家伙 无视契约之力 若是我能把这种能力 搞到手中 怎会深陷于此 贪婪之一盘旋 飘向月魔谷中 近地中一处山下 嗯 楚风瞬间抬头 看向苍穹之中 那轮红月 刚才一瞬间 他第六感察觉到 自己正在被一股目光窥探 而方向正是苍穹之中 那上面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楚风向一名月师问道 禀主人 那上面是月神的气息之地 月神 是的 他十年前带着我们 从地狱来到人间以后 就被困在苍穹之中 那他有没有下来过 这是楚风非常关心的问题 没有 平常都是派一名使者 来对谷中的魔物下达指令 那就好 楚风点了点头 深深地看了一眼苍穹之中 随即作罢 主人 我们到了 隐魔恭敬地提醒道 楚风看向面前的巍峨高山 呜 呜 呜 一道道狼嚎声不断响起 他们伸长了脖子 冲着红月不断地嚎叫 宛如在进行什么神秘的仪式般 走 楚风带领一百多S级魔物 向山顶去 一路上 一些魔狼瞪大眼睛 死死地注视着他们 感受到他们身上的气息后 纷纷低下头 没敢阻拦 山顶之上 一头身高十多米的白狼 趴在一处石头上 嘴里撕咬着一个人类的腿骨 咔嚓 咔嚓 他吃得不亦乐乎 口水流了一滴 周围一群灰色的魔狼 看着口水直流 眼巴巴地看着白狼 垂涎欲滴 人类的血肉 真是好吃啊 嫩 滑 脆 白狼边吃边评价 主母大人 有其他地狱的魔神之子来了 一头灰狼跑到跟前 四肢跪地 异常恭敬 咕噜 白狼把嘴里的大腿咽了下去 直勾勾看向正前方 一群身影出现 楚风走在中间 周围则是一百多个S级魔物 啊 白狼瞬间起身 眼神中流露出惊恐之色 阿修罗皇族 血神 骨神 痴魅魔神 他们一个个宛如乌云压顶一样 向着这里而来 而且还有一百多个月师 月师身上泛着点点红光 流露出无比纯净的月神之力 异常的高贵 刹那间 白狼后退一颈 一股滚烫的液体喷了出来 重压之下 他居然尿了出来 楚风看着前面的这头白狼 一个扫描上去 名称 三眼魔狼 高阶魔物 实力 S级九阶 能力 拜月 吞月 魔化 追踪 咦 不是叫什么苍月魔狼吗 这家伙怎么是个三眼魔狼 而且还是个S级的小八菜 楚风微微一愣 南南低语道 周围一些灰狼 感受着对方身上那种纯净的神性气息 一个个匍匐贵地 大人 妾身是苍月魔狼的伴侣 白狼赶忙四只贵地 恭敬地达到 苍月魔狼呢 神使大人在谷中圣地 召集所有半神强者 布置任务 楚风微微一愣 所有的半神魔物 全都去了 是的 大人 看着周围的魔物狼群 粗略估计 足足有五百之多 实力全在S级 既然如此 那就送你们一场造化吧 楚风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尚未着威严彰显而出 造化 白狼有些不懂 下意识开口问道 看到他们了 昨日和你们一样 还是S级的小八菜 楚风指了指身后一百多个月师 刹那间 白狼眸光中 绽放出火热之色 那些月师身上流露的精纯月神之力 令他痴迷不已 要不是对方形太师月师母样 他都当成月神本尊了 赞美伟大得的阿修罗一族 祈求大人赐福 白狼的姿态更加低了 嗯 先把契约签了吧 收编魔狼群异常的顺畅 中途没有半点阻碍 随着楚风手中的白光散尽 他的魔物大军已逐渐雏形 有了一丝磅礴之事 主人 主人 一道道忠诚的声音响起 楚风摆了白手 眼神看向月魔谷中央位置 既然你们都聚在一起 那就省得麻烦了 楚风嘴角弯曲 流出一抹邪笑 主人 那里有上百名半神存在 我们这些力量 根本不是对手 要不然 我们进去自曝 把那些家伙伤到以后 主人再挨个祈约 隐魔在一旁出谋划策 他自己的命怎么都行 可主人绝对不能出事 哼 蠢货 老子什么时候用过蛮力 楚风训斥他后 眼神看向那股中央 心头尽是火热之色 那时是一块肥肉 当然 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但如此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绝对不会放过 第53章 血肉计 月神的计划 上百位半神 是得好好地谋划一下 楚风手指拖着下巴 陷入沉思 设置的计划 一定要万无一失 而且必须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坚决不能露出马脚 那些家伙一旦发现其中的猫腻 后果将是无法想象的可怕 那个神使是什么来头 楚风看向白狼 主人 神使是月神的化身 也是月魔谷最高掌权者 他可命令所有的魔物 实力呢 半神巅峰 有些难搞啊 楚风撇了撇嘴 他现在的实力 击杀的S级强者 是一点问题也没有 可半神不一样 正面硬刚 绝对不是对手 半神之下接楼椅 这句话不是说说而已 见招拆招吧 楚风一时间 也没有万无一失的计策 当即带着一众魔物小弟 向着月魔谷最深处而去 一路上经过其他的半神魔物地盘时 楚风直接收了对方S级的魔物小弟 月童子 三头月犬 星红丧鬼 跪月魔术 全都是S级的魔物 算上之前收的那些魔狼和月师 夹在一起 已有了三千之中 三千多S级的魔物 身上散发着纯净月神气息 浩浩荡荡 苍穹之上的红月中 这怎么可能 不光可以无视契月 还能把那些垃圾体内的能量 提升到和无一样的等级 月神在苍穹中 注视着月魔谷的一举一动 对于楚风的的一切 从刚开始的震惊 到后来头皮发麻 甚至隐隐发慌 在地狱中数万年了 月神对于魔物的了解 远超人类的解读 魔物自私 贪婪 惜命等等一切品质 全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像忠诚之类的品质 压根就不存在 可他居然感受到 经过那个家伙施法后 所有的魔物 居然对他忠心耿耿 不可能 不可能 月神反复摇头 他无法想象 内心翻起了波涛巨浪 就算是亲眼看到 也不愿意相信这种情况 三千大地狱 魔物何其多 月神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手段 就算那些高高在上的序列魔主 也不曾听说 我若是拥有这种能力 占领三千地狱 只会亿万魔神 还能在这受罪 必须加快计划了 月神心中有些庆幸 幸亏是他发现了这个秘密 若是别的魔神发现 这种好事 绝对轮不上他 明月 两天内 我要看到祭台之上 搭建出血肉祭台 月神大人 你最卑微的信徒 仅遵法旨 月魔谷中央位置 一道身穿黑袍的半神 拿着黑色权杖 冲着苍穹中的红月跪了下来 周围一道道强大半神 看着这一幕 也选择跪了下去 膜拜红月 月神主上下令 一天内清理谷内所有的人类 把他们的尸体带到这里 黑袍半神刚刚说完 百余明半神站起身来 我早就等这一天了 根本不需要一天 半天我就能搞定 是啊 被压制在这里十年了 那些人类 真把我们当成靶子了 杀 必须把他们给宰了 一个个半神魔物 非常的愤慨 他们模样各异 恨不得马上出手 开始图路 好 非常好 黑袍神使异常的欣慰 只要他能完成这项任务 月神肯定会再度赏赐 自己一些力量 人类目前都在什么方位 谷中西南方向 集合全部S级魔物 半神统领 开始准备 是 不过有个事情 一个S级的月狗 欲言又止的模样 说 黑袍神使手中的木杖 微微用力敲击地面 刹那间 半神微压流露 所有的魔物瑟瑟发抖 那个月鬼大人没有来 月狗恐惧之下 说出了内心之想 什么 月鬼那个家伙 居然没来 黑袍神使瞬间恼火 他不敢相信 有人敢违抗自己命令 这些年来 他自从获得月神的恩赐后 在月魔谷中 都是以为神使身份行走 所过之处 莫感不从 当初有几个家伙存在一心 全都宰了 现在又出一个月鬼 神使大人 月鬼是不是被人类强者干掉了 不可能 黑袍神使摇了摇头 根据他得到的情报 这次进来历练的所有人类 全都是S级的存在 就算他们全部出手 也绝对杀不了月鬼那个家伙 不过 眼下搭建血肉祭台 才是重中之重 其他的只能放到一边 还有个事情 神使 一只苍月魔狼开口说道 说 狡猾的人类中 每个人手中都有一个传送装置 三秒时间开启 这点如何解决 那就在三秒之内解决战斗 黑袍神使 对于人类拥有的这个也是毫无办法 传送门一旦开启 就算是 他们这些半神强者 也不敢贸然进入 前些年 有些半神强者不信邪 非要追杀过去 可无论是哪个魔物 只要踏入传送门之后 只有一声惨叫 没有回来过一只 久而久之 只要是人类开启了传送门之后 他们都会停止追杀 三秒内拿下 也差不多 而且我们这么多的半神 使用月域压制 在号令所有S级魔物冲击 另一个的半神魔物琢磨起来 还有一个隐患 若是这次我们把所有的人类 全都干掉后 那些神经强者 会不会来对我们展开大清理 是啊 对对对 这个建议提得好 一瞬间 本来高亢的战役瞬间熄灭 有些异性阑珊 口号他们怎么喊都行 可一旦涉及到自身的安危 那就值得思考了 砰砰砰 黑袍神使手中的墓障 重重敲击对面 你们听好了 本来这是绝命 你们是没有资格知道的 但现在 告诉你们 也无妨 月神大人已经挣脱了众多枷锁 只差最后一道 只要血肉祭台搭建好后 月神大人马上就能脱困 带领我们杀出重围 重回地狱之中 一瞬间 上百名半神打了鸡血一样 神情变得激动起来 是啊 只要月神能脱困 那他们根本什么不用怕 就算是人类强者 又能怎么样 当然 现在我们出发吧 杀人类 助血台 回地狱 杀人类 助血台 回地狱 杀人类 助血台 回地狱 嗯 这才对嘛 黑袍神使点了点头 心中生起无限的豪情 而就在此时 一道极不协调的声音突然响起 你们真是一群废物 智障 垃圾 连这么简单的形式都看不出来 所有半神魔物 齐刷刷地回头 向着声音来源望去 月鬼 谁给他这么大的胆子 这是找死吗 黑袍神使看到赶来的月鬼 阴森的眼眸中流入浓烈的杀意 位移镇军心 当杀月鬼祭祭 第五十四章 引发众怒 神使是假的 黑袍的话音刚落 煞时间的引起一阵好的反响 对 杀月鬼祭祭 祭祭 祭祭 一时间月鬼仿佛犯了众怒一样 杀意弥漫 上百名半神强者 威压覆盖 直冲清明 周遭一些S级魔物扑通一声 吓得跪倒在地 四肢发软 瑟瑟发抖 你们真的是一群 蠢得无可救药的玩意 月鬼吃笑一声 眼神中带着细血之色 月鬼 谁给你的胆子 给我们这样是说话 你算个什么东西 就是 一个半神异阶的玩意 也敢大言不惭 在这大放厥词 真是不知道 死字怎么写啊 现在跪下来 给我舔舔脚 一会说不定会放过你呢 半神强者不断地嘲笑 讽刺 然而 月鬼没有丝毫的动怒 眼神中更加的轻蔑了 说你们是蠢货 还不信 当年月神大人全盛时期 都被围困在苍穹之上 凭什么现在说 可以带我们杀出重围 刹那间 众多半神有些发忙 对方说得很有道理 甚至说非常在理 苟延残喘了这么多年 凭什么带着他们杀出重围 回到地狱 这一刻 他们心中产生了动摇 一个个动起了小心思 说不定 月神为了逃脱 可能会把他们扔在这里 任由人类屠杀 苍穹之中 月神在红月中看着这一幕 妈了 别的魔物不知道 他可是知道对方的底细 那个叫楚风的年轻人 居然拥有黄泉大帝的神格面具 而且他还幻化成月鬼的模样 混进了半神之中 要对他的计划展开破坏 若不是亲眼看见 就算是月神本尊 也不会怀疑对方是假扮的 无论是气息 还是其他的一切 如假包换 不行 血肉祭台是挣脱枷锁最后计划 千万不能让他破坏了 月神有些焦急 连忙向神使下令 明月 生情对方 谨遵主上法旨 黑袍神使再次跪了下来 冲着苍天跪拜 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月神大人要生情月鬼 然主上的命令 一定要遵守 毕竟 自己一身力量 都是对方赐予的 月神大人令 黑袍神使手中 全杖敲击地面 开始传达神令 一瞬间 所有的半神魔物跪地 只有月鬼一个没有跪地 深深地看着对方 流露出思索之色 果然 上面那个家伙在窥探我 楚风心中了然 不动声色 自从重塑了阿修罗魔区之后 他的感知变得尤为敏锐 特别是第六感的清晰捕捉 魔神的注视 尽管非常的隐晦 但还是被他感知到了 不过他既然赶到这个地方 所有外在因素 全部考虑在内 包括这些家伙的恼怒 要杀自己的决心 此时黑袍神使看着对方 眸光中充满了嘲笑 甚至想要戏弄一下对方 可想到苍穹之上 月神大人还在注视这里 当即收起了小心思 月神大人令下 囚禁月鬼 他话音刚落 瞬间引起了一片骚动 咋了 不是要宰他祭祈吗 为什么不杀阿 死魔桑尽天良 道德败坏 实属该杀 对 该杀 他们一个个向着楚风 走了过来 眼神中含有浓烈的杀气 我说你们是蠢货 砸碎 智障 真的是 没带贬低的意思 而是事实 楚风不屑一顾 继续嘲笑他们 尼玛德 就算月神大人 说要囚禁你 可没说 你缺胳膊少腿啊 我要月鬼的左腿 我要月鬼的右腿 我要月鬼中间那条腿 他们一个个杀来 出手几乎就在瞬间 一下子围了上来 就要扯掉他身上的零件 然而楚风也不着急 还是不紧不慢 你们整天把月神大人挂在嘴边 执行各种神令 难道就没有想过 那个家伙 真的是神使吗 楚风伸手指向黑袍神使 刹那间 半神魔物猛然愣住了 他们在想 月鬼是脑袋嗅痘了 还是被门夹住了 或许是三路奶粉喝多了 怎么会有如此想法 而且 若是其他的半神强者 遇到围攻的情况 肯定下得贪软倒地了 对方竟然还能保持云淡风轻 甚至带着巨大嘲讽 他们有些看不懂 也听不懂 魔物都是疑心 非常的重的玩意 而且还特别喜欢琢磨 胆小怕失的月鬼 突然间变成了这样 其中肯定有巨大的隐情 而黑袍神使 看着被围在中间的月鬼 眉头微微一皱 月鬼 你是在质疑 我神使的身份 还是质疑月神大人的命令 都有 我不光质疑 我想在场的各位都会质疑吧 楚风看了看周围的半神 指着一头青皮魔狼道 你质疑过没 没有 没有 绝对没有 青皮魔狼 摇得跟波浪鼓样 不断地表达自己的忠心 你呢 没有 我对神使大人忠心耿耿 你呢 我更没有 月神就是我的主人 是我愿意付出生命的神 询问了一圈 他们一个个赤胆忠心 犹如忠臣良将般 令人心生敬畏 苍穹之上 月神注视着下方的一切 不知为什么 心头狂跳不已 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要发生一样 既然你们都不质疑 他神使的身份 那我又是什么呢 楚风难难低语 非常的疑惑 哈哈 你是谁 你是个月鬼啊 难不成 还是魔神 咋了 傻了 得失心疯了 还是魔症啊 一个月鬼一族的杂碎 连名字都没有 你以为你是谁 周围发出道道报笑 嘲讽声 无论是半神魔物 还是那些S级的魔物 全都笑得直不起腰 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一样 在他们眼中 此时的月鬼和死人 没什么两样 那我要是杂碎 你们又是什么玩意呢 楚风微微抬头 体内精纯无比的月神之力 瞬间冒出 刹那间 头顶形成一轮红月 红月鲜艳无比 中间隐隐有向紫色发展的趋势 皎洁的光芒散发 一股股神性的气息弥漫 上百位半神瞬间傻了 他们瞪大双眼 惊恐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嘴巴张开 月 月神大人 第五十五章 苍穹之上的恐惧 他太可怕了 怎么可能 月神 月神 我刚才居然在嘲笑月神主上 亲娘啊 我到底干了什么 上百位半神魔物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躯体颤抖 一个个冷汗直冒 眸光中尽是惶恐之色 他们此时才明白 对方为何如此的淡定 就算杀到跟前时 也能保持云淡风轻 原来他就是月神大人 难怪 难怪 也只有月神大人 可以骂他们蠢货 垃圾 废物 一个月鬼 怎么可能有这种胆量呢 最恐惧的 莫过于苍月魔狼 他居然得要月神大人的第三条腿 黑袍神石猛圈了 他直勾勾地看着这一幕 脊背发凉 双腿不断地颤抖 同时心中 生起巨大的疑惑 月神大人 为何调戏自己 明明给布置了 搭建血肉祭台的任务 为何却又出现在这里 还附身在月鬼身上 而且 月神大人 不是被困在仓空之中 不能出来吗 只能和他自己沟通 这一切 到底是什么情况 黑袍神石心中 一万个为什么生起 但对方身上 这股月神的气息 绝对不会错 纯正无比 此时的他 与楚风的目光对视 刹那间 黑袍神石心中 生起了巨大的恐惧 心头缭绕死亡的阴影 魔神之威 启容亵渎 扑通 黑袍神石反应过来 瞬间跪地 他心中害怕 极度恐慌 苍穹之上 月神本尊傻了 他透过虚空 看着这一幕 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心中不好的预感 彻底成真 他盯着下方的那道人影 一股莫大恐惧生起 搭建血肉祭台 挣脱最后一道枷锁 是万无一失的计划 可现在 因为这个年轻人的到来 所有的一切都被打乱了 如果任由发展下去 别说搭建血肉祭台 他的小弟们 全都被对方吸收了 也说不准 这个年轻人的手段 他从头到尾 可是一清二楚 那种无视契约能力 把魔物们变得逼狗 都要忠心 月神害怕了 他内心极度的恐惧 其他的都不重要 自己脱困的计划 才是最重要的 坚决不容有失 就算手下这些半神全部死亡 他都不会眨一下眼睛 可他现在根本挣脱不了 只能以化月的方式存在着 唯一和他有沟通的人 就是黑袍神使 但那个废物 居然也沉浮了 焦急感充斥着月神的胸膛 我要是个杂碎 你们又是什么呢 楚墨再次重复了一遍 语气冰冷 森然的杀意流露而出 刹那间 跪倒在地的魔物们 躯体一软 直接瘫了下去 大 大人 我们是蠢货 我们是垃圾 我们是畜生 伟大主上 我有眼无珠 不识抬举 都怪我地狱中的父母 一时冲动生下了我 求月神主上亮姐 我是您最忠诚的狗 被黑袍神使蒙蔽了 黑袍神使握着权杖跪倒在地 听到此话 差点吓得尿了出来 他没想到 这群家伙翻脸如此之快 居然把锅甩倒到了自己头上 就在此时 一道声音 突然在黑袍神使脑海中响起 明月 对方不是我 他是一名假扮的人类 现在我命令你杀了他 月神在苍穹中急了 不断地向着 自己使者传达命令 黑袍神使整个身躯都骂了 他偷偷地看了一眼楚风 纯净的序列月神之力弥漫 魔神的威压字翼横飞 这种熟悉的气息 他从小到大 都烙印在了骨子之中 现在你告诉他是假的 他能相信吗 主上 你就不要再调侃我了 我是有点蠢 但真不是傻子 黑袍神使在脑海中回应 心中生了怨气 不管咋说 他都是一个半神巅峰魔物 地位虽然不能和魔神相比 可也是魔神之下实力最高的 被一而再 再而三的调戏 此时也忍不住想要骂娘 马德 你个蠢货 垃圾 狗娘养的东西 那根本不是我 还说对方不是你 连骂的都一模一样 一向顺从的黑袍神使 忍不住反驳了一句 刹那间 月神愣住了 此时要不是被困在苍穹之中 他都想下来 先把神使给宰了 太愚蠢了 无论他怎么说 对方就是不信 而且 他知道 接下来处风要做什么了 一旦让他缔结契约 月神的脱困计划 就彻底地泡汤 可他现在只能和明月沟通 若是损耗能量降临分身 本来时成的脱困把握 最多只有三成 现在月神陷入了矛盾之中 一时间拿不定主意 忽楚风看着一个个贪软的半神魔物 心中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孤身化作月鬼进去其中 不断地激怒半神魔物们 让他们小看自己 最后以月神之力 瞒天过海 虽然一切进行得都非常顺利 但其中的凶险异常之多 一个不小心 都会被他们 这群没有人性的东西 撕成碎片 但现在 大局已定 而且还制定了第二套方案 然而此时看来 完全不需要了 接下来 就是到了收割的时刻 上百位半神的能量 不知道能给我提升到什么层次呢 楚墨嘴角弯曲 流露出一抹邪笑 然而 他这种笑容 在这些魔物眼中 是滔天的杀鸡 是要毁灭他们的表现 刹那间 半神魔物们颤颤巍巍 每一个心头 生起死亡预感 虽然 他们还保持在跪地的状态 然而心神 都放在楚风身上 只要他出手进行格杀 那么将会瞬间反抗 他们对于自己的生命 看得非常重 胜过一切 当然 只要不杀他们 什么都好说 楚风缓步向着前方的黑袍神使走去 每经过一个半神魔物时候 他们都会重重地松一口气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我 黑袍神使心中大呼 他这些年来为月神做了多少事 东奔西跑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为何对方现在要拿他开刀 恐惧 害怕 惊慌 恼怒 愤怒 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 一路走来 到达半神巅峰 他绝对不会放弃 就算是月神 那又怎么样 一道滚烫的热流冒了出来 尽管黑袍神使在心中不断给自己打气 可躯体还是产生了本能反应 他尿了 甚至连屁股处又要张开 误会之物随时都要喷涌了出 苍穹中 月神看着下方的这一幕 他哪会放过如此机会 明月 他是假的 你是我最忠诚的仆人 杀了他 我脱困后 祝你登上序列魔神 啊 黑袍神使呆住了 他搞不懂 为什么月神大人明明在跟前 还非要自己出手 还是说 对方真是假的 杀了他 赶快杀了他 月神不断地提醒 黑袍神使陷入了自我矛盾之中 反复思考 要不要出手 楚风此时已经走到了他的面前 伸出手掌 按在了他的头顶之上 轻轻抚摸起来 你不是要拿我记棋吗 为何还不动手 第五十六章 魔神降临 第二套方案 我 我不敢 黑袍神使者结结巴巴 不断地吞咽口水 他还是没有鼓起勇气出手 因为他感受到 对方虽然话语虽然阴阳怪气 但没有一丝杀意 他不傻 贸然向魔神发动袭击 只要不到死亡铃声的瞬间 坚决不会动手 你个废物 老子真是瞎了眼 为什么当初学你做我的使者 月神不断地大骂 通过声音都能感受到满腔的怒火 可黑袍神使不一样 和他沟通的是月神 面前的也是月神 都是月神 谁也得罪不起 嗯 这些年 你辛苦了 楚风话音一转 开始夸奖起对方 主主上 黑袍神使眼含热泪 心中流淌过温热的暖流 这么多年 月神大人第一次当面夸赞自己 对于打一棒子 给一个早的手段 楚风运用的是 恰到好处 刹那间 所有的魔物心头 浮现起巨大失落感 他们很想看到 月神干掉黑袍神使 以此来躲避灾恶 说不定还有上位的机会 可现在 月神大人居然原谅了黑袍神使 反而褒奖起来 一个个内心不由的嫉妒 你们也辛苦了 楚风转身微微开口道 啊 不辛苦 不辛苦 为主上操劳 乃是我等的本分 这么多年了 未见主上 我无时无刻地不再想着大人 鳄鱼凤城之雨不断响起 他们赶紧顺着台阶下来 不断地拍着马屁 嗯 很好 我很欣慰 你们能坚持到现在 为了犒劳大家 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份天大的造化 楚风点了点头 开始了计划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造化 一个个魔物对视一眼 有些搞不懂情况 根据他们对月神的了解 自家大人是非常小气的 平常相处 不对他们打骂就是好的了 更不会赐予什么东西 今天这是怎么了 转性了 还是说被封印时间太长了 老子休斗了 而此刻 苍穹之中 月神看着下方的情况 头皮发麻 恐慌感不断充斥 他知道对方要开始割韭菜了 不行 不行 绝对不行 月神慌了 内心不断地嚎叫 现在他的神识已经彻底废了 无论自己怎么叫 根本不搭理自己 完全是一副羡慰的姿态 脱困计划 马上就要复之东流 月神哪会愿意 现在他必须要赌一把 就算分身下去 逃脱希望不足三成 也必须这样做 人类 这是你自找的 本魔神狠狠地折磨 你一万年 月神大吼一声 序列魔神之力暴动 向着封印的枷锁 不断冲击 一道细小的裂缝浮现 全身上下的力量 抵抗封印之力 月神之力化作月大手 维持着裂缝空隙 剩下的一丝月之力 逃脱而出 月魔骨苍穹之中 这天的红月扭曲 一轮小小的圆月分离而出 向着的下方降落 人类 伪装本称本魔神的样子 好玩吗 刹那间 所有的魔物和人类 望向月魔骨上空 楚风抬头看去 眉头紧紧皱起 他怎么下来了 神月 黄老 楚道玄 白颜人瞬间起身 他脱困了 白颜看着大屏幕上面的场景 不敢相信 不好 富尔有危险 楚道玄书瞬间起身 眸光中尽是担忧之色 什么情况 黄老死死地盯着大屏幕 眉头紧锁 他们一直在 观察着月魔骨内的一切 搜寻楚风的身影 可月神怎么会脱困了 不行 我要进去 楚道玄有些交集 魔神之威 就算一道分身 也绝对不是楚风可以对抗的 好 白颜没有犹豫 明白事态紧急 从怀里掏出一个黑色的圆盘 中间则是一个红色按钮 正式进入传送门装置 手指按在红色按钮之上 黑色圆盘上面 闪烁出一道黄色的光芒 转而又沉寂下去 怎么回事 不管用了 白颜有些惊慌 反复按了几次后 都是同样的效果 老白 咋回事 黄老发出浓烈的质问 月魔骨传送坐标被遮盖了 白颜有些惊慌 没有传送坐标 就算有传送门装置 没有丝毫作用 好比是 一把钥匙一把锁 现在堵住了 根本打不开传送门 能重新定位吗 楚道玄赶紧问道 可以 只不过需要一天的时间 白颜心中明白 别说一天的时间 就算是一个小时 其中都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黄老格外恼怒 气得浑身发抖 是他 这些年他非常老实 原来是在打传送坐标的主意 白颜心中 生起深深的无力感 封印月魔神 把他困在了那处空间之中 付出了十几个神境强者的生命 现在 对方居然马上就要挣脱了 作为看管之人 白颜感觉罪孽极为的深重 三人此时只能观看着大屏幕 默默祈祷 希望不要有意外发生 月魔谷中央 所有的魔物看向苍穹中那轮圆月 瞪打双眼 红月降落 化作一道伟岸的身影 它全身血红 流露出纯粹的魔神气息 宛如世间的主宰一样 彰显着权威和霸气 一股极强的压迫感扑面来 半神巅峰 序列魔神一丝力量 千分之一不到 力量就超越了上百位半神 处理巅峰 月神大人 主上 什么情况 怎么有两个月神大人 所有的魔物看向他们两个 一个个沉默不语 这些家伙心中明白 出现了两个月神大人 肯定有一个假的 在没有确定的答案之前 谁也不会有丝毫的异动 亵渎无知威严 你的胆子真大 月神语气中充满了细血之色 就像在注视着一只蝼蚁般 半神巅峰 楚风挑了挑眉毛 无丝毫的聚色 看样只能开启第二套计划来啊 他微微一笑 心中已经有了对策 月神不明白 自己已经降临了分身 掌控了局面 对方为何还能保持如此淡然 楚风扫视一圈 看着上百位半神那种怀疑的目光 甚至偶然流露而出的杀意 随即缓缓举起手掌 啪啪啪 三声掌声响起 庞佛者带着某种暗号般 传达未知的信息 刹那间 远处的山林之中 响起剧烈的躁动 月师 魔狼 月童子 三头月犬 跪月魔术 星红丧鬼 足足数十种魔物 加在一起三千之多的S级魔物 黑压压地赶了过来 他们无一例外 身上散发着纯净的月神气息 抛出实力外 和月神本尊的能量一模一样 月神搞不懂了 对方把这些垃圾搞过来 要干什么 难道是和自己开战吗 而上百位半神魔物猛掉了 怎么这么多的月神大人来了 其中那些家伙模样 不是自己的小弟吗 啥时候 拥有如此精纯 魔神能量了 你们想要和他们一样 拥有序列魔神的能量吗 这就是我要给你们的造化 楚风微微开口 宛如在他们心头 砸下一把重锤 刹那间 一道道急促的呼吸声响起 贪婪 巨大的贪婪之意弥漫 第57章 赤胆忠心 恭请魔神大人升天 一只只S级的魔物身上 绽放的魔神气息 让这些半神魔物 双眼发直 它们面面相去 眸光中流露出惊骇之色 魔神之所以是魔神 就是它们的能量等级 而这些半神魔物 潜力已经走到了尽头 它们也想成为魔神 踏入序列之内 必须拥有序列能量 但这种想法 偶尔在脑海中一傻而过罢了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三千地狱中的主宰 那些高高在上的魔神 不会把序列之力赐予 因为那是它们的本源所在 而现在 它们看到了希望 不好 月神心中咯噔一下 瞬间无比的惊慌 它太了解这些家伙的性格了 有乃便是娘 若是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 肯定是铤而走险 阴谋不行 那就来阳谋吧 楚风微微一笑 卸下伪装 神格面具能量消散 流露出本来的面目 阿修罗 阿修罗皇族 我的天哪 它真的不是月神 而是阿修罗一族 一道道震惊声不断响起 上百只半神魔物 目瞪口呆 黑袍神使看着这一幕 瞬间明白 对方已经摊牌了 它兢兢业业 为月神服务了几千年 擦屁股的活没少干 从一个小魔物 成长到半神巅峰 干的就是伺候月神的活 然而此刻 它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 关于改换门庭的决定 而且必须赶紧做决定 迫在眉睫 楚风看着月神 流露出胜利者的姿态 魔神那又如何 降临那又怎样 在魔性的面前 一切终将为利益驱使 你找死 月神明白 他不能再给对方说话的机会了 否则等待他的 可能是永远的囚禁 杀我 你还没有问问他们 楚风非常不屑 细血地看着对方 我就不信 这群垃圾敢动手 月神大吼一声 刹那间 头顶上空浮现出一轮红月 光芒笼罩 一股冲天的杀鸡奔来 然而 楚风站在原地 没有动手 就这样静静地打量着对方 半神之威 恐怖如斯 他反抗也没有任何作用 而且还是序列半神的巅峰 现在楚风在赌 赌着上百个半神魔物的贪婪 一道璀璨的月之力杀到跟前 距离他的眼睛不过几厘米 突然 树到月玉笼罩 直接把这股力量粉碎 啊 你 你们真敢向我动手 月神猛了 他看着曾经的这些手下 目光中生起无尽的愤怒 而带头的魔物 居然是黑袍神使 月神的心腹干将 大人 现在出现了两个月神大人 我们也不好分辨出来 只能这样 先委屈你了 黑袍神使开口解释道 那你 月神脑子 有些不够用了 这个假扮自己的家伙 明明已经卸下伪装 恢复成本来面目了 你们都是瞎子吗 他现在是阿修罗 而且我嗅到了 对方躯体中的那似人类气息 月神愤怒地咒骂 尽管他很恼火 但还是解释出来 希望能唤醒这些家伙的良知 楚风此时也非常无语 明明自己都卸下伪装了 他们还要把自己当成月神 这不是睁着眼说下话吗 难道是要当婊子 还立牌方 他微微思索 有些不理解 这群半神的惊奇想法 黑袍神使 看向上百名魔物 刹那间 一股无形的默契产生 虽然内斗非常严重 可一旦涉及到群体利益时 他们却又变得非常团结 黑袍神使 作为半神巅峰的存在 他们的好大哥 此时担起了领头羊的重担 尊敬的月神大人 不是我们不相信你 而是此时太过蹊跷 我们需要验证一番 才能确定你们其中的真假 黑袍神使满脸真诚 态度无比的谦卑 验证 这还需要验证吗 月神后曹牙都快咬碎了 对方明明都不装了 他搞不清楚 到底是黑袍神使脑子坏掉了 还是三路牌奶粉喝多了 大人 真的需要验证 黑袍神使再次重复一遍 是啊 需要验证 必须验证 要不然怎么分清楚 谁是真的月神大人 验证 必须验证身份 这些半神魔物也反映过来 集体出生 那好 你们验证吧 月神没有办法 他只是半神巅峰 虽然拥有序列之力 可上百位半神凡骨仔 若是集体出手 这句分身 根本抵抗不了 赞美伟大的月神主上 黑袍神使随即看向楚风 开口问道 你真的可以让我们拥有序列魔神能量吗 尼玛 月神差点一头栽到地上 他不敢相信自己耳朵 这是验证身份 震尼玛的是问对方 是否真的会给予好处吧 你找死 月神手掌一动 就要向黑袍神使出手 可瞬间 上百位半神魔物集体暴动 一道道强大的月之力弥漫 欲要和月神抗衡 大人稍安勿躁 我只是在验证身份 黑袍神使赶紧出口解释 是啊 主上 验证身份吗 这属正常程序 对对对 主上不要惊慌 很快的 就几个问题 是啊 这样做 对大家都有好处 一个个半神魔物 不断开口解释 他们虽然表面非常恭敬 可手上已经汇聚了全身的能量 只要月神敢抹杀对方 他们会在瞬间出手 放心 绝对可以 我可以签下契约力士 而且那些S级魔物就在眼前 你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楚墨白了他一眼 觉得对方就是在脱裤子放屁 多此一举 好 口说无凭 立自为据 黑袍神使放下心来 立马制定好一份契约 递了过去 他在骗你们 此人可以无视契约之理 而且还会把你们变成 跟狗一样忠诚 月神慌乱无比 赶紧说出了对方身上 最大的秘密 不过他刚说完 换来的却是一道道嘲笑 哈哈 主上 就算你是序列魔神 睁着眼说瞎话可不行啊 还无视契约 可能吗 真把我们当成杀笔了 就是 我看他就是不能见到我们好 你们 你们 月神气得浑身颤抖 他此时一刻都不想在这里待着了 杀对方也杀不了 给这些反骨子 怎么说都没用 他心中生出了退意 不过月神想走 这群半神魔物们可不乐意了 刹那间 杀意弥漫 我 月神欲哭无泪 此时的他想走也走不了 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 楚风签好契约后 人皮契约瞬间燃烧 一股无形的束缚建立起来 众多半神魔物看到后 异常的兴奋激动 他们庞佛已经看到了序列之路 魔神啊 那是阶层的跨远 好了 现在确定完毕 找出真正的月神大人了 黑袍神使看着月神和楚墨 微微思索后 指向楚风 你是假扮的 楚风有些尴尬 那还不赶紧杀了他 月神眼神一亮 以为这些家伙 浪子回头了 可下一秒 黑袍神使就粉碎了他的幻想 恭请月神主上升天 第58章 进阶 再进阶 他们梦了 啥 月神以为自己耳朵听错了 直勾勾地看着对方 恭请主上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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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刹那间 所有的半神魔物 大喊出声 月神被封印在苍穹之上 真实情况 他们全都了解 只有一具分身降临 实力半神巅峰 但饶是如此 他们也不能放过对方 留下隐患存在 一股股杀意弥漫 好好好 你们真敢丢起沙溪 月神心中异常的愤怒 这些杂碎 每一个都是自己培养起来的 没想到 现在反水了 亵渎 冒犯 愤怒 惊慌 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 格外的复杂 序列之列 你们了解过吗 月神环视四周 眼神闪烁 反骨子夹在一起 他肯定打不过 但若是一心拼着毁掉 这具分身要突围的话 他们也拦不住 记好了 本尊脱困之日 必杀 碰 月神还未说完 只感觉后脑勺猛的一疼 直接跪了下来 两眼发昏 眼前的场景晃悠悠 下意识扭头看过去 双眼瞬间流露出无尽的怒火 不知道什么时候 黑袍神使居然跑到了他的身后 用权杖给予他重重一击 更让他恼火的是 偷袭自己的权杖 还是自己的神器 他被封印的瞬间扔给了对方 让黑袍神使代替自己意志 行走在月魔谷中 这倒好 直接用他身上了 既不可施 就在月神的尸神栽倒的瞬间 上百位半神魔物 瞬间扑了上来 哄 一股无穷的月之力直冲云霄 连空气都变得扭曲起来 月神的分身 连惨叫声都没有发出 就彻底消散在月魔谷中 明月 你个叛徒 我早晚都要宰了你 红月之中 月神本尊不断咆哮 异常地恼怒 他被自己手下被刺了 对于一个魔神来说 这是赤裸裸的侮辱 而更无语的是 月神的脱困计划 彻底泡汤了 在想挣脱枷锁 不知道何年何月 月魔谷中央 既然我们帮你解决了月神 那报酬是不是该付了 黑袍神使 一刻都等不及了 他对序列之力迫不及待 半神魔物们 把楚墨围在中央 眼神全是赤裸裸的贪婪 击杀了月神的分身 他们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若是楚风不能兑现代价 下场绝对不会好乃去 好 没问题 楚风是非常诚信之人 岂会说话不算话 他看了一圈 抿了抿嘴角 也非常希望赶紧开始 签订力量契约吧 你们把所有修为交易给我 我再反馈给你们 就会变成序列之力 半神魔物们 眼中生起了惊骇之色 转瞬即逝 这种反补的手段 他们根本没有听说过 太过匪夷所思 不过看了一眼 那些S级魔物身上的序列之力后 心中的疑惑烟消云散 那谁是制定契约的一方 黑袍神使心中 残存着些许担忧 当然是你们了 楚风挑了挑没 这就好 这就好 黑袍神使者 彻底放下心来 力量能不能少斜点 三成或许五成 苍越魔狼 试着开口问道 不知为什么 他心中总有种 不祥的的预感 可就是说不上看来 不行 必须实诚 楚墨没有丝毫退步 开什么玩笑 他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在生死边缘 来回几十次 现在对方要少来点 那怎么可能 毕竟 可这是一锤子买卖啊 你忧虑个啥 契约我们自己制定 还怕修为跑了不成 一直长着九个头颅的半神魔物 嘲笑起苍越魔狼 那倒也是 苍越魔狼点了点 没有反驳 诸多半神魔物 当即制定好一份份契约 排队递交到楚风手中 无一例外 他们在契约上面写的 全都是实诚修为 辛苦了 当每个魔物 把契约交给楚风时 他都会深深地居上一躬 以表内心感激之情 不辛苦 应该的 粗鲁数了一下 一共是一百零二份半神力量契约 唉 这次要出点血了 楚风叹了一口气 当即咬破手指 在上面牵了起来 随着一张张契约 化作灰烬 楚风体内 充斥得无尽的月之力 不过 他并没有直接开始圣灵进化 而是等着一起 月之力在他体内不断地翻涌 犹如奔腾的大海 躯体表面泛起点点光芒 阿修罗魔区异常地强大 足可以承受这些半神的能量 若是人族的身体 说不定在签下第一份契约之后 就暴体而亡了 而这些半神魔物 在一旁看着他签下契约后 彻底放下心来 与周围的同伴闲聊起来 你说这好好的半神修为 一会就变成序列之力了 真是让人感慨啊 是啊 当了月神上千年的狗腿子 我们也站起来了 以后大家都是魔神了 我们一定要同仇敌忾 不能再像以前一样 动不动就打打杀杀 对对对 身份不一样了 心境自然也就不同了 他们此时对未来 充满了无限的向往 宛如看到了 回到地狱时刻 那种被前呼后拥 众星捧月 高座魔神宝座的感觉在 这一刻格外的清晰且真实 呼累死我了 楚风签订好最后一份契约 长输一口气 他看向迫不及待的魔物们 流露出欣慰之色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众多魔物 齐刷刷地喊道 那好 就让我们一起接受 序列之力的浇灌吧 楚风闭上双眼 张开双臂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上百位半神魔物 也是做出同样的动作 一脸愉悦 圣灵进化 随着楚风的话音落下 刹那间 体内一道纯洁无瑕的白光冒出 冲着无尽的月之力而去 邪恶的力量烙印 被洗涤一空 月之力升华成了月神之力 他的气息不断增强 眨眼间便横跨九阶 进入到了S级之中 S级一阶 S级二阶 S级三阶 序列之力势如破竹 没有一丝停歇 节节攀升 直接冲到了S级八阶 但还没有停止 S级九阶 S级十阶 只差一丝 就能到达SS级 也就是半神境界 一道道契约束缚消散 这些半神魔物们回过神来 瞪大双眼看着眼前的年轻人 一个个脸色瞬间煞白 第59章 绝杀之气套入月神 我 我的修为呢 契约束缚呢 怎么消失了 为什么我所有的能量不见了 难道 上百个半神魔物气息下降 连一个一级的魔物都不如 他们瞪大双眼看着对方 眸光深处流露出莫大的恐惧之色 契约之间的联系消失不见 仿佛从未出现过般 附带着还有他们的全部修为 你你到底干了什么 黑袍神使结结巴巴 一头冷汗 指着楚风质问道 所有魔物全部死死地看着他 那种恨意之强 宛如血海深仇般 格外冷恋 此时楚风睁开双眼 躯体之中的月神之力激荡 S级巅峰气息弥漫 刹那间 一层无形的压力弥漫 扑通 扑通 魔物们东倒西歪 趴在地上 身躯瑟瑟发抖 我干了什么 当然是拿回属于我的力量啊 楚风全身舒畅 有些感慨道 什么叫拿回你的力量 那明明是我的 还有我 把力量还给我们 对 还给我们 魔物们强忍着压力 出口反驳 他们此时心中无限的悔恨 恨不得抽自己两个巴掌 一切都是贪婪惹的货 而且还是滔天巨货 弱肉强食 适者生存 我实在搞不懂 你们还有勇气这样和我说话 楚风翻了个白眼 非常无语 刹那间 他们仿佛明白了什么 对啊 他们现在已经不是半神魔物了 连最垃圾一级魔物都不如 有什么资格质问对方吗 楚风不再和他们废话 冲着外围的S级小弟们挥了挥手手 刹那间 诸多魔物冲了过来 杀 屠刀悬泊 巨大死亡阴影笼罩 啊 不要 不要杀我 救命啊 我愿意臣服 我愿为奴 白狼 我们是伴侣啊 你不能对我出手 哼 伴侣 我眼中只有主人 你算了什么东西 白狼一口吞掉苍月魔狼 直接咽了下去 月神大人救命啊 我们知错了 救救我们吧 是啊 月神主上 不要抛弃我们 大人 我们错了 求主上降下分身 诛杀这个恶贼 但无论他们如何哀求 都没有丝毫作用 身躯被撕碎 血肉被吞噬 一个个连骨头都不剩 苍穹之上 月神注视着下方的场景 心中感到格外痛快 叛徒 活该 他被这群叛徒被刺 心里要多难受 有多难受 别说月神不能再降下分身 就算能 他也不会拒救这些贪婪的家伙 甚至对这些魔物的恨意 比楚风还要强 他虽然不能挣脱 但最最起码还能活着 而那些家伙付出的却是生命 楚风看着不断死亡的魔物们 脸色平静 月神随着深入的接触魔物 对他们就更加了解 这些家伙 根本不存在什么人性 只有各种利益 自己一路走来 和他们不断地签订契约 看似简单 其实是另一类的生命博弈 而作为失败者的一方 也就意味着付出生命的代价 该去解决那些家伙了 楚风看向西南方向 那里聚集着这次考核的所有人员 108成的S级强者 2000之多 他们组成的联盟 对楚风展开的围剿 虽然死了一个正家的天骄 士气大落 但随着上官明远 再次突破到半神层次 再一次凝聚起来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但楚风等不了这么久 三天的时间 已经足够漫长了 主人 一名乐师恭敬地跪在地上 他双手举着一根黑色的木杖 宛如献宝般 嗯 楚风随手接了过来 主人 这是月神的权杖 代表了他的身份 更是无上的大杀气 乐师有些兴奋 赶紧解释起来 对他来说 主人拥有了月神权杖 实力肯定会更上一层楼 木杖两米多长 通体幽黑 最顶端 则是一轮小小的圆月 蕴含其中 入手一股沉甸甸的感觉 虽然表面是看似木头之城 然而其中 蕴含一股无上的伟力 楚风感悟其中 躯体内月神之力 涌入权杖之内 刹那间 顶端的圆月 爆发出璀璨的光芒 星面一动 朝着远处 一座千米山峰灰机 一道赤红的光芒猛射而出 哄 千米高的山峰轰然炸裂 山石化作积粉 方圆五千米内 一座深达百米的大坑浮下出 冒着丝丝热气 木槽 这么狠 楚风大吃一惊 眼前猛然一亮 他本以为 这只是黑袍神使装笔用的玩意 没想到是一把神器 而且自己体内的月神之力 只用了五成 作为序列魔神的武器 当然不是垃圾 神格面具 月神全杖 现在的楚风 已经拥有了两件神器 苍穹之上 月神看着对方使用自己武器 气得浑身颤抖 月神之杖 是他的半生之物 随着他的出生 死物就一直存在 若是没有这把权杖 他的实力大打折扣 本来 他把月神全杖 赐给黑袍神使 是让对方代替自己意志 只要对方握着权杖 就能月神沟通 没想到最后关头 黑袍神使 却给月神敲了一金闷棍 而且没有月神之力 这把权杖根本无法使用 现在一切都便宜了楚风 等无脱困之日 必杀你 楚风脑海中 忽然响起月神的声音 语气之冰冷 令人彻骨 哟 火气还挺大 楚风撇了撇嘴 非常不屑 人类 魔神之威不容亵渎 你知道在干什么吗 月神的话音中暗含恐吓 那你过来啊 楚风心中无语 月神 其实我可以帮你脱困 只要你付出一个小小的代价 楚风诱惑起对方 一个序列魔神 若是能吸收了 或许收成小弟 对他来说 将是超级助力 真的 你 你真能帮我脱困 月神紧张起来 仿佛看到一丝希望 当然 只要你付出一点点代价 签订一份力量契约 楚风不紧不慢地说道 休想 你休想 月神瞬间明白 对方在打什么主意 气得暴跳如雷 那就没得谈了 楚风耸了耸肩 我就算死也不会把力量给你一丝一毫 月神拼命地怒吼 楚风抬头看向天上的红月 脑海不断地思考 该如何把对方拿下 片刻后 心中便有了一个对策 你也不用那么坚决 告诉你一个消息 人类已经出动了百名神境强者 七日内将会对你展开血迹之法 至于剩下的 你好好掂量吧 楚风挑了挑眉 嘴角弯曲 浮现出嘲笑之色 就像看死人般 不可能 人类之中除了诸天战场的那些 根本不会这么多神境强者 月神嘴角抽搐 心中是万分不幸 刹那间 楚风从对方的话中 便捕捉到一个重要信息 诸天战场 哼 你果然很聪明 他们确实是从诸多战场中而来 希望你好好的 珍惜一下最后的时光吧 楚风说完 又给对方上了一剂猛药 人类是很记仇的 当初你造下那场杀念 他们怎么会让你好好的活着 他当然不知道 月神造成什么杀念 但对方作为一个序列魔神 手中犯下的人命 绝对不在手术 一瞬间 月神愣住了 心头生起不祥之感 第六十章 让子弹飞一会 魔神求着当狗 不会的 无奈第七序列魔神 不死之神 就算再多的神境强者 也休想杀我 月神虽然是在反驳 但语气中 显然少了一丝底气 乘胜追击 楚风哪会放过如此机会 只要对方说得越多 他也就能获得更多信息 计策更加的完善 你还不知道吧 人类之中 也有数十位 突破了第五序列 甚至还有一位 进入了第四序列 你还在这大言不惭 不死之身 真是可笑 可悲 可怜 他的话 就像是一把把刀子一样 不断扎向月神 那脆弱的心灵 楚风当然不知道 人类最强者是什么境界 只是他 根据自己所学的历史中了解到 人类觉醒天赋开始 也不过三百年 三百年来 已经陆续了出现了大批的神境强者 不像那些地狱中的魔神 出生就强大无比 岁月悠久 不 不会 你们人类之中至强者 不过第六序列 而且还寥寥几人 绝对不会有什么第五序列的神境强者 更不会出现第四序列 而且 你以为序列之路 突破就这么容易 没有个几万的时间打魔 根本别想有一丝进步 月神心中恐惧感消失一些 觉得对方就是在乱说 井底之蛙 就你这点见识还当魔神 我看不如找根绳子上吊吧 楚风不断嘲讽 那脸上的表情就像看香八老一样 什么意思 说清楚 月神不知为什么 心中有些发慌 顾不得再和对方抬杠 质问起来 我人族之强 其实你这等垃圾能清楚的 虽然我人族觉醒 天赋不过三百年 但出现的神境强者少吗 你以为都是你们地狱中的那些笨蛋 千百年境界不得存尽一分 现在我告诉你 就我这种天赋 在人族中已经出现了上百个 楚风出口训斥 宛如在诉说着人类的光辉一样 啊 月神惊呆了 他没想到短短几十年 人类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对方说得很对 人类觉醒天赋以后 静静快速无比 靠着魔药不断进阶 出现第五序列和第四序列也未可知 对方这种无视契约的天赋都出现了 而且还是上百个 若不是亲眼所见见证了对方所做的一切 就算死 月神也绝对不会相信 可赤裸裸的现实告诉他 事实确实如此 你 我不信 月神心中五味杂陈 声音颤抖 一股莫名恐惧感充斥全身 他仿佛看到了一个个地狱被涂漏 亿万万魔物 被人类通过契约骗走修为 无数的魔神被炼制成魔药 这一刻 月神格外的惊恐 楚风明白 对方已经慌了 当头一棒 现在该来致命一击了 你虽然是井底之蛙 但也是魔神修为 而且与我签订力量契约 你也是死的其所 不 不可能 我不可能和你签订力量契约 月神已经亲眼看到 和对方签订力量契约后 只有死路一条 没有力量的魔神 还能叫魔什么 他不想死 就算被永生困在此处 也不会奔着死路而去 只是月神没有反应过来 他此刻已经动摇了 那就没得选了 你就在这里享受 接下来的几天时光吧 楚风说完 随手把月神权杖 丢给一旁的月师保管 联系瞬间中断 他明白 现在的月神已经到了临界点 再逼迫下去 只会适得其反 让子但非一会 不要放下权杖 不要啊 无命令你 不要松开权杖 月神彻底的慌了 他六神无主 宛如一头乱撞的苍蝇 死亡虽然可怕 但更怕的是 预知死亡 当一个犯人在知道被执行枪决的时刻 其中最痛苦的并不是死亡的瞬间 而是在距离枪决的那一段时间 煎熬且痛苦 害怕 惊恐 无助 哭泣 一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 不断冲击着月神的心灵 魔神又如何 死亡面前人魔平等 他也强不到哪儿去 我不能死 我也不会死 我一定要好好地活着 一定还有机会 月神内心悲哭 注视着月魔谷的一切 而如今能给他带来生的希望 唯有处风 只有他能带着自己挣脱枷锁 只有他能帮助自己脱离苦海 也只有他能给自己生的希望 可对方明确要求 就要他的魔神之力 这种非常的矛盾 和月神的观点相悖论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月神把目光投向 三千多个S级魔物身上 他找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成为对方一条忠诚的狗 这样还能有活着的希望 可魔神的尊严告诉他 千万不能这么做 第六感也在说 如果他这样做了 就会万劫不复 啊 我要活着 我要活着 月神喃喃自语 不断地劝戒自己 就算是成为了对方的狗 不也是魔神吗 理智战胜了一切 月神妥协了 主人 月神要和您沟通 月师拿着权杖 恭敬地说道 哦 他以为他他是谁 想和我沟通 就和我沟通 楚风摆了摆手 是 主人 月师随手把权杖插在地上 上一边去了 啊 为什么 我已经妥协了 我愿意当你的狗 为什么你还要拒绝 月神愤怒地嚎叫 苍穹之上 红月不断地翻滚 月神之力 透过枷锁的缝隙 弥漫谷中 楚风瞥了上空一眼 心中明白 月神已经彻底地癫狂了 但现在火候还不够 必须要百分百至一千的把握 才能拿下 传令下去 所有魔物前往西南方向 我要大开杀戒 楚风一把拿起插在地上的权杖 仿佛是无意般 向着西南而去 联系通道再次建立 听着 我愿意向你臣服 但不是力量契约 我要和他们一样 月神赶紧表明自己态度 嗯 楚风愣了一下 停下脚步 你想和他们一样 是是 月神放下了尊严 话语中虽然愿意 但语气还是有些迟疑 算了吧 我不缺小弟 他们成长以后 也是魔神的存在 楚风继续拒绝 啊 月神此时恼怒无比 自己已经放下来了手段 向对方表达臣服的意愿 却被他狠狠地嫌弃了 不过 他还是压制住了内心的火气 与众心肠地解释起来 他们虽然拥有了魔神资质 但还不是魔神 而且 我若成为你的手下 无论是任何强敌 都能帮你 一个现成的魔神 一个是未来的魔神 你难道就看不明白 谁轻谁重吗 刹那间 楚风愣住了 装出了思考的模样 嗯 你说的好有道理 我竟无言以对 第六十一章 千古罪人 神城震动 一瞬间 月神竟然有股想哭的冲动 太特么不容易了 这个男人居然听进去了 而且还赞同了自己的观点 他赶紧趁热打铁 我的实力在序列期 可以说 纵横人类世界无敌的存在 最重要的是 你们人族喜欢勾心斗角 一路走来 你一定有很多仇家吧 收了我 统统给你解决 楚风眉头紧锁 陷入异常纠结之中 非常心动的模样 人类啊 就喜欢优柔寡断 岂不知实际的重要性 月神说的口干舌燥 掏心掏肺 好 我同意了 楚风犹如做了某个重大决定般 咬着牙同意了 一瞬间 月神眼角留下一行泪花 他太难了 明明是对方占了天大的便宜 现在搞得他跟倒贴一样 犹如一个人在超市 九块九买了一提手指 赠送一套别墅 关键是 人家还不想要 既然这样 那就开始吧 楚风心中明白 现在一切全部就绪 只要月神和魔物签订契约 再使用圣灵进化 那就大功告成 千万不能拖 一旦让对方反应过来 再想找如此好的机会 肯定不可能事情 魔神小店 楚风也是无限的向往 把血魔叫了过来 制定一份力量契约 分离出他本体的一丝力量 这点力量在月神面前 犹如大海中的一滴水 根本没有什么作用 但程序必须这么走 楚风拿着这份契约 看向苍穹中巨大红月 躯体内的月神之力凝聚 纵身一跃 化作一道光芒冲向苍穹 红月之中 月神心中有些紧张 接下来 就是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刻 他担心 又有些害怕 楚风漂浮在红月面前 他的身躯宛如芝麻小 毫不起眼 深红月亮散发着血色光辉 一道道金色的符纹 烙印在上面 连接一起 犹如锁链般 围绕着在红月全身 这是你的本体吗 楚风感受着里面 无尽的月神之力 下意识地问道 是的 主人 月亮就是我的本体 月神此时已经把称呼改了 他完全做好了 迎接新生活的准备 但为了以防万一 楚风还是做了两手准备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见 啊 月神心中一惊 浑身冒起了冷汗 主人 我发誓绝对没有二性 绝对不悔 为了以防万一 你还先签一份契约誓言吧 楚风不可能完全相信对方 好 月神没有犹豫 迅速签订了一份誓言契约 通过封印裂开的那一丝缝隙 投掷而出 楚风接过契约 仔细查看起来 确定其中的内容后 点了点头 随即便把血膜准备好的力量契约扔了过去 月神接到契约的瞬间 根本没看上面的内容 直接签订 一瞬间 契约燃烧 化作一团灰烬 主人 开始吧 月神闭上双眼 张开双臂 站在裂缝面前 楚墨飞到跟前 通过裂缝看到 里面那一道伟岸的身影 翘首以待 圣灵之光凝聚在手掌之上 一道纯洁的光芒乍现 向着缝隙里面猛然一挥 刹那间 月神感觉到 紧接着 他全身的力量被洗涤进化 向着更高一层冲击 啊 还能给我的序列之力提升 月神眼眸中亮起一道光芒 激动万分 他本是第七序列月神之力 能量等级一瞬间变成了第六序列 跨越了一个大境界 更主要的是 他眸光中多出了一丝人性 忠诚 此时的月神格外惊喜 他现在才明白 主人是多么强大的存在 一下子省去了 他几十万的修炼 虽然月神实力 还处于第七序列 可已经完全不同了 最多十年 他就可以 进阶到第六序列 完全视之地跨越 他降下分身力量 得到了升华 就算不用血肉搭建几台 再过半年 他也能冲破封印 感谢主人恩赐 月神此时异常恭敬谦卑 呼楚风长叹一口气 进化月神之后 他们之间多出了一份联系 只要楚风现在心念一动 就可以指挥对方做任何事情 这是其他的S级魔物不具备的能力 终于把月神收入了帐下 一个魔神小弟带出去不光有面 更是无上的助力 不过他现在被封印在这里 必须放他出去 小月 你说的那个什么血肉祭台 真的能帮你挣脱枷锁吗 楚风开口问道 是的 主人的 本来需要搭建血肉祭台 我才能冲破封印枷锁 但现在完全不需要了 最多半年我就可以自己挣脱 这一切都是主人的恩赐 月神思维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 虽然主人可以斩杀下面的那些人类 帮自己脱困 但他不想让主人麻烦 准备好脱困吧 楚风点了点头 身躯向下而去 楚风在月空中做的一切 全在神院的大屏幕之上显现 他要干什么 帮月神脱困 白眼眼前发昏 全身颤抖 不敢相信这一切 方而可以让魔物变得非常忠心 这点你不用担心 楚道玄赶紧解释 他相信自己的儿子没有绝对把握 肯定不会帮一个魔神 那是魔神 你以为是你家的狗吗 白眼气得浑身颤抖 指着楚道玄不断大骂 人类的罪人 千古罪人啊 这一次 黄老并没反驳 陷入思考之中 他也想不明白 为何自己的外孙如此之作 到底为了什么 楚道玄没有解释 他自己也明白 解释没有用 白眼掏出了通讯装置 迅速拨通了一个号码 召集神院六个副院长 石兄学院的院长 以及神城所有神境强者 一个小时内 必须赶到神院集合 十级战备状态 代号 楚越计划 白眼做完这一切 看着楚道玄和黄老 眼神中怒火中烧 我告诉你们 这一次 谁也保不了那小子 你们楚家将会定在 人类耻辱柱上 老白 我觉得事情还有转机 黄老起身劝道 滚 还转机 他都准备释放魔神了 你告诉我 还有什么转机 白眼愤怒咆哮 黄老 还想开口解释 可是想了想 随即作罢 半个小时后 一道道强大的气息 从神院四面八方而来 他们身上流露着 无上的强者气息 足足十五位之多 就这么点吗 白眼看着赶来的 神境强者 心中不由的一沉 如此盛举 怎么能缺少我神灵世家 一道霸气的声音 从远处传来 楚道玄瞬间站了起来 眼神死死地 看着出现的那道身影 无穷的杀意涌现 尼南道 正三栋 楚越计划 怎么少得了我上官家族 又是一道神境强者现身 上官葬山 黄老喃喃低语 双眼眯在一起 眼底闪过一丝杀意 第六十二章 薛元拜天 打脸不过瞬间 一道道神境强者 接踵而至 九男八女 足足十五位 无一例外 他们全都双柄斑白 白发苍苍 看似虽然强大 但躯体之中 隐约流露出一股雾气 他们来到高台之上 直接掠过了黄老和楚道玄 冲着白眼而去 仿佛就当两人不存在本 老白 为什么要实际战备状态 什么魔物 需要我们这么多神境强者 难道是那头阿修罗 又暴动了吗 白眼看着他们 赶紧把严重性说了出来 片刻后 他们彻底了解情况后 一个个向着楚道玄看来 这多年过去了 我以为你死在地狱了吗 正三洞居高临下 眼神中充满了不屑 别以为黄天德保你 我们就拿你没办法了 之所以没有杀你 就是为了让你赎罪 上官葬山的语气严厉 宛如在训斥一个小辈般 多好的一个苗子 你咋就误入歧途了呢 一道道嘲讽的声音不断响起 楚道玄看着他们 他此时只有一个想法 在此杜劫 全给干掉 黄老站了起来 躯体内神境能量转动 已准备好随时出手 白眼也不想看到这一幕 他也不想看到如此局面 但楚风做得太过分了 居然要帮月神脱困 这是万万不能允许的 刘盈站在台上 看着高台上那些 高高在上的神境强者 心中格外忧虑 就在此时 天空猛然一暗 一道身穿黑袍的男人 横空而来 他满头黑发 眼眸炯炯有神 好似一轮耀眼太阳 躯体周围 黑气缭绕 散发着无穷的威压 血腥的气味 弥漫天地之间 带着无尽的肃杀之意 他的出现 令场内十五位神境强者 黯然失色 血缘拜天 楚道玄眸光中的杀意 再也无法隐藏 咬着牙 死死地盯着对方 他永远都不会忘记 这个男人是杀害素素的幕后黑手 是他主导了一切 也是他下了失心骨 血缘家主 他又突破了啊 序列七神境之力 天哪 一道道羡慕的声音 不断从神境强者中响起 他们眼中有嫉妒 羡慕 膜拜 这些神境强者 几乎都是神境序列九 最强的三人 不过是神境序列八的存在 但是他们潜力已经用尽 想要提升 难如登天 血缘拜天到了之后 在楚道玄身上停留一瞬间 随即便挪开了目光 以他的实力 已经看出 对方已经踏出了那一步 简单的了解事情经过后 轩缘拜天走到楚道玄跟前 我不管你儿子 到底能不能释放月神 若是他能从考核中活下来 我希望你当着神城所有人的面 亲手宰了他 行大意灭亲之举 话语中充满了无尽的霸道 态度不容置疑 楚道玄笑了起来 他看着轩缘拜天的双眼 并没有因为对方是 神境序列器的无上强者 而心生恐惧 杀我儿子就算了 若是能把你们轩缘家的头颅 悬挂城门之上 我倒非常乐意 放肆 大胆 简直无法无天了 一道道训斥的声音响起 正是这些神境强者 既然如此 那就一起去死吧 楚道玄眼眸浮现出疯狂之色 就要拉着他们一起度神境天节 而黄老走到他的旁边 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指了指大屏幕 意思很明显 还没到最后一步 楚道玄非常不甘心 他强压心底的仇恨 没有爆发 自己的儿子还在月魔谷 他若出来后 没有人保护 根本离不开此地 楚道玄 凭借你刚才那句话 我宣布 楚家灭门 轩缘拜天 宛如人间的帝王般 掌控着所有人的命运 好 你若不能灭我楚家 那么轩缘家任何一个人 甚至是一只狗 一个老鼠 我都不会放过 楚道玄没有丝毫退步 好了 都别说了 现在除掉月神最重要 白岩站在两人中间 阻止事态升级 轩缘拜天 深深地看了一眼楚道玄后 暂时按捺住心底的杀意 看向大屏幕 众多神境强者 也是看向屏幕 除月计划 才是他们这次来的目的 那个家伙就是楚风吗 轩缘拜天 指了指大屏幕 白岩点了点头 心中烦闷无比 我看白院长无需担心 他只是一个S级 翻不起浪花 还有上官明远那孩子在 人类出现天赋最强之人 半神修为 肯定会宰了他 轩缘拜天 口气异常坚定 上官家的半神妖孽 他可是知道的 天赋比自己多高 越境杀敌 轻轻松松 而且只是对付一个S级的垃圾 也就是一只手的事 对 轩缘家主说的没错 白院长小题大做了 这种事情 根本不需要开启实际战备状态 完全犯不着啊 可能是白院长 被前些年月神给打怕了吧 白岩想要解释 可想了想 还是闭口不言 那小子B级的时候 就把上官明远差点打爆 这才几天 他就到了S级巅峰 尽管上官明远 恢复到了半神境界 然而白岩对他 没有盯点信心 月魔谷 楚风把月神搞定之后 并没有立马 去找那些王城联盟军 他一路穿插 不断地收割着S级魔物 上百位半神已死 但他们的小弟还在 他哪能放过 不到两个小时 已经把月魔谷 所有的S级魔物 扫荡一空 足足四万之多 全部都是S级 该收尾了呀 楚风抿了抿嘴唇 他可没有这么多时间 等待月神自己脱困 搭建血肉祭台而已 帮助对方挣脱枷锁 就是在帮助自己 而且 那些家伙从本质上来说 还是自己的仇人 杀死以后 帮助月神脱困 也是死得其所 随即带领众多魔物 前往王城联盟军 所在方位 月魔谷西南方向 周围山林密集 一棵棵参天大树 高达百米 上官明远盘腿坐在中央 身躯之中 流露出半神的气息 报 东方没有发现楚风身影 西边没有 南边也没有 北边无那家伙的踪迹 上官明远微微思索 他十分不理解 对方到底藏哪了 难道是 他眸光 看向月魔谷中央位置 那是魔物的老巢 里面几万只S级魔物 还有上百个半神魔物 随即他又摇了摇头 心中觉得不可能的事情 正当他收回目光时 一道身穿黑甲的身影 缓缓出现 楚风来了 他还敢出现 真是找死 上官大人 已经突破到半神境了 没想到楚风还敢出现 楚风现身的瞬间 看向上官明远 一股杀意流落 半神之下接楼椅 你还有勇气出现 哎 上官明远还没有说完 只觉得眼前一道鸿芒闪过 全身上下猛然一松 咦 我怎么变矮了 他有些不解 而且头顶上 好像有一只大手 拽着自己的头发 周围同伴惊恐地看着自己 碰 一具无头尸体倒下 衣着异常熟悉 正是上官明远 身穿的华服紧袍 我 我死了 上官明远张大嘴巴 眼神中流露出恐惧之色 想要挣扎 可眼皮不受控制的困倦 紧接着意识陷入 无尽的黑暗之中 第六十三章 操控魔物 下傻神境强者 上官明远死亡太快了 快到他自己都没有反应过来 两千多名S级强者梦了 他们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一个个呆若目击 宛如被定住般 死 死了 王玄结结巴巴 牙齿猛咬舌尖 一股鲜血流出 剧烈的疼痛感告诉他 这不是梦 同为神灵世家的传人 他深知上官明远的可怕 可以说是妖孽中的妖孽 可他连些许的挣扎都没有 就让楚风斩掉了头颅 更可怕的是 上官明远是半神境界 而楚风只是S级巅峰 半神之下接楼也 这句话在对方身上 就是个屁 屁都不算 108座王城组成的联盟军 全都惊恶不已 他们身躯瑟瑟发抖 看向中间的那个男人 楚风身穿黑甲 一只手拽着上官明远的头颅 环视四周 嘴角弯曲 流露出一抹邪笑 宛如一尊绝世杀神般 震慑所有人 神愿 十多位神境强者 头皮发麻 眼神死死地盯着大屏幕呢 杀得好 楚道玄站起身 心中觉得格外舒爽 自己的儿子实在太争气了 没有精彩的打斗 没有生死搏杀 一招干掉对方 干净且利索 黄老也觉得格外解气 他这个外孙 真是太出乎意料 以S级巅峰 秒杀半神 放在整个人类史上 从未出现过 而现在 楚风做到了 他创造了一个史诗级的名场面 完全可以载入史册 白岩愣愣地 看着大屏幕中的一幕 脊背窜起 一股股凉气 整个身躯都些许发抖 他居然看到了 跨越一个大境界 直接干掉半神的一幕 此子若不夭折 定能带领人族打破禁锢 走上辉煌 白家作为神城的大势力 一直处于中立派 他们从不参与任何势力之间的斗争 一直保持着超然脱俗的态势 当然 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们清高 而是没有绝对的利益 让他们下主 楚道玄虽然是绝世天骄 但依然无法让他们伸出橄榄枝 与之战队 可楚风不同 他的资质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战斗力 不能以境界论楚 此时 白炎动摇了 他想到了以后 想到了白家以后 若是楚风能彻底地成长起来 白家将会有从龙之功 只要他不释放月神 不站在整个人类队里面 白炎必保他 轩辕拜天 看着被杀掉的上官明远 感觉脸上火辣辣的疼 几分钟之前 他还放出豪言 上官明远绝对能斩掉对方 没想到打脸这么快 就算他是神经第七序列的无上强者 此刻也非常尴尬 而且已经感受到 背后那一道道怀疑的目光 充满了一股莫名的嘲笑 不过轩辕拜天此刻 感到无比的庆幸 幸亏他看到了这一幕 发现了这个万古无依的绝顶妖子 若是任由对方成长下去 对于轩辕家族 对于神灵世家 将是难以想象的灾恶 如果说楚道玄 对神灵世家的威胁感 是让他们有些头疼 而楚风的威胁 则是让他们煎熬 睡不着觉 一把未知的屠刀 随时都会降落下来 这种滋味 就算是轩辕拜天 也感到心里发毛 可惜啊 你是我的敌人 轩辕拜天 已做好打算 只要传送门一开 直接把楚风碎尸万段 坚决不会留一丝火口 正三洞 上官藏山 轩辕拜天 他们三人对视一眼 瞬间产生一股无形的默契 还有机会的 王家的神境强者 看着大屏幕中的王璇 眼眸中有些焦急 他们王家只有这一个天焦 几乎是清净了所有的资源 现在命悬一线 随时都有陨落的可能 联合起来啊 一起出手啊 王家神境强者 下意识喃喃自语 眸光中流露出狠辣之色 2000多名S级强者 此时若能团结一致 或许可以把楚风杀掉 其他的神境强者 也是发现了这一点 对方毕竟在S级巅峰 还未突破至半神境界 所以说 还有一线生机 但有一点 上官明远已经死了 现在的联盟 就是一盘散沙 士气已经降至冰点 想要重新振作起来 根本不太可能 月魔谷 王璇心中害怕得要死 心神慌乱 低着头 甚至都不敢看对方一眼 他不断平复内心 惊涛骇浪 大脑不断思考 如何才能活着从这里出去 上官明远死亡 正显三天前就被宰了 目前只剩下他一个 神灵世家的传人 这份大棋 他必须要扛起来 可对方太可怕了 杀自己和捏死一只蚂蚁 没什么区别 我不能死 我不能死 王璇内心不断地咆哮 眼角的余光 扫过两千多个S级强者 心中瞬间有了一个决策 只要这些人把对方拖住 自己就能开启传送门逃跑 死道要 不死平道 王璇硬着头皮 看向那尊杀神 各位兄弟 现在我们要想活命 只有一条路 一起向他出手 所有人都不能保留 否则 等待我们的 只有死亡 众人听后 一个个流露出思索之色 王璇说得很对 他们现在根本没有退路 以处风手段 绝对不会放过他们这些人 若是现在奋起一搏 说不定还会有一线生机 至于谁死谁活 一切都看天一把了 他们实力都在S级 没一个心思手软之人 几乎是一瞬间 便有了决定 刹那间 他们看向楚风 眼眸中充斥着 恶狼般的眼神 准备好进行生死搏杀 呵呵 有点意思 楚风随手 把上官马明远的头颅 丢在地上 一脚踩了上去 咔嚓 鲜血混合着脑浆 飞溅周围 眼神看向周围 一步步逼近而来的 S级强者们 楚风眸光中充满了嘲笑 细血 不屑 出来吧 憋了这么久 难为你们了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刹那间 周围的密林之中 响起冲天的吼声 主人 你终于让我们露头了 姐姐姐 我早就受不了 冲啊 为主人无上的荣耀 杀啊 嘿嘿 终于轮到我们了 一道道身影 从四面八方窜了出来 隐魔 血魔 狮妖 月狮 魔狼 月童子 星红丧鬼 跪月魔术 九头月狗 八臂魔珠 他们浩浩荡荡 一脸的兴奋 数量足足好四万之多 胜过王城联盟军的二十多倍 全都是散发着纯净的魔神之力 S级的实力 魔物们犹如包饺子一样 把这两千多名S级人类强者 团团围住 啊 什么情况 哪里来这么多魔物 妈呀 他们怎么都出来了 他们为何这么听话 王璇更是一屁股蹲在了地上 他望着数万魔物大军 心如死灰 再也没有了侥幸心理 那一丝的光明 随着魔物的出现 瞬间熄灭 杀 楚风没有废话 见风所指 下达命令 刹那间 喊杀声直冲云霄 啊 不要啊 救命啊 我愿意臣服 我错了 不要杀我 不要啊 楚风爷爷 给我个机会 残枝断壁 五脏六腑 各种器官 漫天飞舞 血液浇灌大地 凄厉的惨叫声 响彻月魔谷 伴随着屠刀落下 一个个人类S级强者 伸手一触 神愿之中的强者们 此时完全傻了 轩辕拜天眼睁睁地 看着这一模样 眸光中流露出 巨大恐惧之色 这个家伙 居然可以指挥魔物 如此诡异的手段 任何神境强者 都没有见过 太可怕了 第六十四章 大恐怖降临 神境强者的无助 操控魔物 命令他们 自从人类开始 觉醒天赋以来 从未见过如此能力 在人类心中 魔物都是 极度自私的存在 就算是缔造 他们的魔神 也是杨凤英伟 绝对不可能 忠心耿耿 现如今 这些神境强者们 居然看到了这一幕 他们大脑一片空白 直接震碎了三观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白眼喃喃低语 整张脸布满了怀疑之色 是的 指挥魔物作战 从未出现过 正三动心脏 砰砰乱跳 他就算亲眼看到 也不相信这一幕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小子和月神 达成了某种交易 这些魔物 是听月神的命令 上官藏义有所指 眼神深处闪过一丝狠毒 绝对是 薛元拜天 被惊出了一身冷汗 操控魔物 实在太过匪夷所思 若是对方真能控制魔物 那事情就大了 他在想杀对方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此事 一旦传出去 逐天战场中的强者 肯定出面保他 那些人 才是人族的顶尖力量 每一人都有着话语权 就算是神灵世家 也只能听令 薛元拜天 已经拿定主意 必须杀了对方 首先必须坐视对方 不能控制魔物 薛元拜天 看诸多神境强者一眼 眸光中流露出 意味深长之色 这些神境强者 几乎都和楚道玄有仇 他们也明白 对方儿子 若是能控制魔物 那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 神境强者 都是老狐狸般的存在 而且 他们都是从 诸天战场中退下来的强者 哪会不明白 其中的重要性 现在一个个 都在为子孙后代考虑 岂能眼睁睁 看着楚家崛起 有一个楚道玄 足够他们头疼的了 现在又出了一个楚风 一定要把危险 扼杀在摇篮之中 但其中有两名神境强者 流露出异样之色 他们确实和楚道玄有仇 但和整个人类未来相比 自己仇恨 也不能凌驾于 整个人族之上 按照正常来说 对方能控制魔物 应该先进行了解 确定 而不是直接杀掉 可薛元拜天的眼神 告诉他们 必须现在给对方 强压叛徒罪名 魔物不可能被人类操控 这是铁定的道理 而且现在已经确定 楚风和月神达成了某种交易 才会如此 薛元拜天说完 看向十多名神境强者 对 此人为人族罪人 必须杀死 郑三栋敢忙帮强调 与恶魔交易 本就是禁忌 无论他有什么手段 都不能逃脱制裁 上官藏山立马表明态度 对 楚风为人族叛徒 当杀 当杀 必须死 一个个神境强者 连忙表态 最后的两个神境强者 一男一女 他们对视一眼 往后退了几步 没有表明态度 你们说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 楚风可以操控魔物 甚至能操控月神 所以才会帮助月神脱困 白眼把心底的想法讲了出来 他隐隐有种感觉 事实应该如此 这应该是楚风释放月神的动机 不可能 白院长想多了 轩辕拜天摇了摇头 斩杀楚风的态度不容置疑 楚道玄和黄老对视一眼 谁也没有说话 他们明白 现在形势没有人强 就算把事实摆在眼前 这些人也会否定 白眼陷入沉思 脸上浮现出矛盾之色 月魔骨 楚风看着满地碎尸 肠子 胳膊 大腿 头颅 五脏六腑 各种脏气铺满了地面 一个个魔物 看得是直流口水 哈喇子顺着嘴角落下 这些东西 在他们眼中 是真羞美味 若是吃了之后 不说对实力有没有帮助 但是解馋这块 绝对没问题 只是主人已经下令 不许食用一丝的血肉 对于楚风命令 他们无条件服从 眼巴巴地看着这一切 开始吧 楚风眼神 看向月魔骨中央 心头升起一股火热 魔神小弟啊 诸多魔物 收拾破烂的尸体 内脏 浩浩荡荡 前往月魔骨中央的祭台 他们的速度很快 每个魔物怀里 都抱着一堆尸体 祭台中央 一道道十克凹槽 错综交织在一起 复杂无比 楚风在来的路上 已经和月神沟通过 只需把这些尸体 扔在祭台之中 再用月神之力点燃即可 微微挥手 一具具破烂的碎尸 扔在祭台中央 堆积成小扇一样的高度 楚风伸出食指 一道月火激荡而出 哄 刹那间 尸体燃烧 发出绿色的熊熊火焰 一股莫名的力量 孕育其中 片刻之后 尸体燃烧殆尽 化作一道璀璨的 绿光冲天而出 向着苍穹之上的红月而去 主人 我要出来了 月神心中激动万分 异常的兴奋 无以天赋之名 赐予你永恒的自由 出来吧 旺财 楚风手握权杖 指向苍穹 一瞬间 苍穹中的红月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砰 金色的符纹锁链崩断 红月扭曲 不断收缩 化作一道璀璨的人形 它全身泛着红芒 身躯高达万丈 一股魔神之力 弥漫月魔谷 刹那间 草木摇摆 大地均裂 不能承受其微 我终于出来了 月神大吼一声 声波震动 空间一阵阵扭曲 仿佛随时都要开裂般 一座座山峰化作积粉 河流之中卷起了千米巨浪 魔神之威 恐怖如斯 楚风两耳轰鸣声响起 躯体内月神之力荡漾 瞬间涌出体表 形成一道小型防护罩 周围的魔物瑟瑟发抖 忍不住想要跪下 但它们死死地撑住膝盖 抵挡魔神的威压 只因在这些魔物心中 只能向一个人下跪 那就是楚风 你特么地吃药了 这么兴奋 楚风顶着巨大压力 开口训斥 刹那间 月神一愣 赶忙收起身上威压 身躯不断缩小 降临地面后 直接跪在地上 主人 我罪该万死 请赐予我死罪 月神态度异常真诚 宛如一个忠诚的死士 楚风点了点头 伸手摸了摸月神的脑袋 就像再撸自家的猫咪一样 算了 再有下次 你自裁吧 是是是 月神头颅深深低下 享受着主人的抚摸 一脸愉悦 都结束了 回神院 楚风掏出传送装置 手指按下红色按钮 一道黄色光幕之门亮起 可传送门刚刚亮起 一道道强大的身影 瞬间冲了进来 卧槽 什么情况 楚风微微一愣 有些猛圈 足足十八道神经强者走了进来 黄老和自家老爹跟在最后 前面的一人身穿黑袍 满脸杀气 富二 快跑 楚道玄大吼一声 紧接着黄老和楚道玄 出现他身旁一侧 人族叛徒 当杀 轩缘拜天大吼一声 一步踏出 伸手就要抓向楚风 楚道玄和黄老对视一眼 躯体的力量 全部涌出 欲要对抗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啊 一声惨叫声响起 只见轩缘拜天左臂掉落 鲜血喷涌 冲天起 他脸色煞白 一脸惊恐地看着一旁的月神 眼神中净是惊恐 咔嚓 月神拿着一条手臂 张开大嘴 咀嚼起来 神经序裂器的肉身 味道不咋低 一瞬间 所有的神经强者梦了 第六十五章 神城要变天了 刺六 月神顺着断掉的手臂处 猛地一吸 白色骨髓 顺着喉咙滑过 他脸上浮现出极度愉悦的神情 一个个神经强者看得头皮生疼 小腿不断地颤抖 轩缘拜天可是神经序裂器的强者 连一丝反抗都没有 直接就被斩掉了手臂 天哪 他怎么会这么强 白颜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月神被关押之时 修为处于序裂器阶段 这么长时间的禁锢 他不光没有虚弱 反而变得更强了 完全超脱了常理的认知 黄老和楚道玄也猛了 他们没想到月神如此强大 直接一招就把轩缘拜天直接打残 你 你怎么会拥有如此实力 轩缘拜天脸色惨白 一脸惊恐地看着月神 上次封印月神时 他也参加了 本以为这次万无一失 他已序列七十例降临 对付这个家伙 肯定是摧枯拉朽 没想到一个照面就被干废了 结结结 这一切都得感谢无主的恩赐啊 月神走到楚墨身下 直接趴在地上 用自己的头颅 蹭着他的斜面 一副宠物的模样 此时 所有人才看向楚风 这个极其神秘的男人 是他 是他造就了这一切 现在这些神经强者看到这一幕 心中再也没有怀疑 对方操控魔物的能力 你 你真能操控魔物 白岩下意识地开口问道 紧接着眸光中 绽放出巨大的喜悦 没办法 我这该死的 无处安放的魅力 楚风耸了耸肩 算是默认了 好好好 白岩指不住心中的激动 他明白 此时必须站队了 以楚风能力 就算把天捅个窟窿 也绝对会安全无忧 而且 以对方这种静静速度 成为神境强者 绝对不会太长时间 甚至因为他 整个人族和魔族的格局 会彻底地发生转变 白岩心中的决定以下 身躯一闪 就要向楚风旁边去 他抱着站队的心思 但是 月神不知道啊 白岩只觉得眼前一花 喉咙一紧 眼前出现了一张血盆大嘴 月神一只手揪着他的脖子 张开大嘴 就要咬下他的头颅 妈妈哟 白岩躯体瞬间软了下来 吓得差点尿了出来 别 别吃我 我是帮助你主人的 他使出全身的力气喊了出来 月神的牙齿 已经触碰到白岩的脖子上 若是再晚一秒 他的头颅 就和躯体 来了一场完美的分手 但是听到帮助楚风的 月神停了下来 看向自己的主人 呃 楚风看向黄老 眸光中有些疑惑 白眼狼这家伙虽然可恶 但头诚之心 应该是真的 黄老挑了挑眉 心中觉得十分畅快 多少年了 他终于在对方面前 硬气了一回 而且还让白岩 欠下一个天大的人情 楚风向月神点了点头 一瞬间 白岩身体一松 被丢在地上 他此时也顾不得任何一态 连滚带爬的到黄老旁边 眼神中充满了巨大感激 恨不得给对方 跪下来磕几个头 表示一下 那他们是不是都是我们的敌人了 楚风眼眸中流露出一股杀意 开口问道 全都宰了吧 楚道轩眼底闪过一丝疯狂 他早就对这些家伙恨之入骨 恨不得八皮抽筋 一瞬间 十多位神境强者 脸色煞白 身躯瑟瑟发抖 全部出手 杀掉楚风 我们还有一线生机 轩辕拜天杀意流露 迅速布置好作战计划 正三栋和上官藏山对视一眼 两人站在轩辕拜天的身后 同时伸出手掌 朝着他的后背猛然一拍 一瞬间 轩辕拜天像是断线的风筝 身躯向着月神而去 而两人则是瞬间后退 向着传送门而去 啊 叛徒 轩辕拜天口吐鲜血 开口大骂 他没想到 居然遭受了被刺 还是最相信的两个神境强者 杀 一个不留 楚风下达命令 月神化作一道光芒 伸手插入轩辕拜天的胸膛 猛地用力 刺了 轩辕拜天被撕成了两半 鲜血肠子 内脏散落一地 其余神境强者想都没想 就要拔腿开溜 但月神速度很快 一轮红月从头顶浮现 伴随着月光照耀 所有神境强者行动 宛如陷入了泥潭之中 速度瞬间变得奇慢无比 而他则化作一柄镰刀 对着神境强者不断收割 鲜血肆意横飞 头颅高高飞起 这些高高在上的神境强者 此时宛如小鸡仔 不断地消亡 不能杀我 我在诸天战场地立过大功 只要你放过我 我愿意和楚家和解 我是涛涕学院的院长 不能死啊 不要杀我 我愿意给楚家荡狗 一道道求饶的声音不断响起 他们不断哀求 但楚风不为所动 若是他这次没有收服月神 那么自己就是如此下场 怜悯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当初把他丢到城外 当作谢时的时刻 心中的那一丝柔软 也就烟消云散了 白岩看着一个个陨落的神境强者 心中无比的庆幸 他不由地看向身边的男人 心底颤抖不已 绝世杀性 不过如此 正三栋和上官藏山 距离传送门不过一步之遥 他们看着近在咫尺的逃生门 身躯再也不能向前一步 月神的两只手 分别按在他们的头顶 碰 头颅炸裂 两人身躯重重倒了下去 战斗结束 一句句神境尸体 躺在地上 真是应了一句老话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忽楚道玄看着满地的尸体 心中五味杂陈 他原本以为等自己度过天劫后 再挨个进行复仇 没想到 儿子更快一步 直接干掉了大半的仇家 黄老庞佛卸下了千斤重担 他看向苍穹之中 随即看了看楚风 手掌拍在他的肩膀上 微微用力 来人之间的表达 些许的动作便足以代表一切 可月神不愿意了 他可不管对方是谁 就要冲着黄老出手 滚一边去 楚风开口训斥 月神猛地一惊 随即蜷缩着身躯 滚到了旁边 唉 楚道玄 经过此事 你心中的仇恨 也该放下了吧 白岩开口劝解 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放下 楚道玄低头不语 不知在想些什么 老爹可以放下 我不行 当初我说灭仇家满门 绝不可能食言 出来混 一定要讲诚信 楚风看向白岩 眼眸中闪过一丝寒光 一瞬间 白岩低下头 不敢与之对视 他此时明白 神城要变天了 第66章 番号猎魔君 灭正家 抢魔药 神院 广场中 大批的老师和学生 围观驻足 这些老师和学生 都是人族的顶尖力量 家世也不是普通人 可以比拟的 甚至其中有些是 神灵世家的传人 在除月计划开始时 他们就收到了消息 前来驻足观看 老师的境界 大多处于半神阶段 而那些学生 基本上都是S级的存在 他们此时盯着大屏幕 一个个呆若目击 完全傻掉了一样 神镜强者浮尸 月神大杀四方 轩缘拜天被撕成两半 正三栋和上官藏衫 被捏碎头颅 一句句横七竖八的 神镜尸体 散落月魔骨 此番战斗 完全是赤裸裸地碾压 这一切原因 都因为那个男人 是他主导了一切 楚风 这些学生和老师 本想等楚风入学以后 好好欺压一下 然而此刻 全都静若寒蝉 一个个害怕得要死 想要霸凌对方 开什么玩笑 就算他本人愿意 月神能愿意吗 而且还有数万的S级魔物大军 这种人 他们只能是仰望其辈 学生和老师当中 一些和楚家有仇的家族 他们悄悄向学校外退去 大屏幕中 楚风可是说得明明白白 灭仇家满门 这种人物说出的话 能当笑话听吗 郑家 上官家 王家 薛元家 一些家族的传人 快速向着学校外边去 他们不敢在神院待上一分钟 这里太危险了 那个杀星随时都会出来 刘盈望着大屏幕 那个身穿黑甲的男人 心中无限的骄傲 这就是他的男人 神威盖世 智谋尽妖 就算面对神境强者 也是大杀四方 同时 刘盈觉得自己太幸运了 能找到如此男人做伴侣 还觉醒了SSS级天赋 上苍对他真是特别眷顾 此时 传送门一阵扭曲 一道身影走了出来 修长的体态 身躯冒着丝丝杀气 黑色铠甲覆盖全身 一头妖异的头发 被风吹动 冷酷的面容 平静如水的眸光 全身上下 散发着一股极致的邪魅 咦 咋这么多人 楚风微微一愣 环视四周 刹那间 他目光锁过之处 众人纷纷低头 他们犹如陈鸣般 不敢直视其双眼 就好像犯了什么大忌讳一样 楚风看了一眼大屏幕 瞬间便明白了所有 原来月魔谷的一切 都在神院的注视之中 心中的疑惑 烟消云散 一道倩影 站在广场中央静静地等待 楚风一步踏出 出现在流营旁边 两人瞬间拥抱在一起 刹那间 所有的老师和学生 沉默不语 甚至连呼吸都压在胸腔 不敢打扰两人的宁静 紧接着 传送门中 黄老 白岩 楚道玄 月神相继走出 伴随着 还有一道道S级魔物 整个广场中 充满了无尽的肃杀之气 猎魔楚风 人群中不知谁喊了一句 一瞬间 庞佛引起了连锁反应一样 猎魔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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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喊声越来越大 响彻云霄 撼动苍穹 楚墨的手段已传遍神院 狩猎魔物 使其变成忠诚的小弟 这种手段 在整个人族历史上 从未出现过 而现在这个男人做到了 猎魔君 有点意思 楚风扭头看向一个个 等待自己命令的魔物 他从未想过 给自己魔物大军 起什么反好 随着越来越多魔物 被圣灵洗涤后 已经形成了规模 以魔物狩猎魔物 那以后自己魔物大军 就叫猎魔君吧 楚风点了点头 算是认可了这个名称 一瞬间 人群欢呼不已 他认可了这个名称 随着人群的欢呼 楚风觉得 好像有一份无形的担子落在肩头 这让他有些不适应 微微挥了挥手 示意众人停下 楚风走到高台之上 我一路走来 只为一件事 复仇 现在 我在此对宣元家 郑家 上官家 王家 李家 赵家 刘家 钱家 苏家宣战 随着他每点到一个神灵世家的名字 每个人心中一颤 这些都是权威的存在 他要对那些强大的神灵世家下手了吗 而且还在神城 神城为神灵世家的大本营 他们占据不同的方位 每个家族中 除了在诸天战场中的神境强者外 几乎都有三四位神境强者留守 楚风如此举动 就像是声明一样 黄老和楚道玄看着这一幕 眸光中 升起了一层雾气 他们等待了多年的仇恨 现在终于要开始了 白岩微微颤抖 他明白 自己代表白家 已经占队伍 根本没有了再选择的余地 宣布结束后 楚风一行人到达白岩的办公室商议 十大神灵世家 目前有多少个神境强者 楚风开口问道 唉 白岩叹了一口气 现在已经上了贼船 想要下来 根本不可能 郑家本来有五个 除了在诸天战场之中的两个 还有死了的郑三栋 还有两个 轩缘家比较多一点 他们差不多十个 目前留守神城的还有四个 上官家 一番计算下来 目前十大神灵世家 在神城中的神境强者 足足有三十多个 实力几乎都在序列九和序列八之间 还有三个处于序列七 能搞定吗 楚风看了一眼月神 主人放心 我全身的能量等级 已经达到了序列六 虽然境界还是序列七 但对付序列七的强者 还是绰绰有余 只是 月神好像南岩之影一样 有些语色 说 楚风白了他一眼 就怕这些神境强者联合起来 我的月狱 最多可以控制二十个神境强者 到时怕他们对主人突然出手 月神把心底的担忧说了出来 无妨 我自有安排 楚墨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 他心里已有打算 自己现在是S级巅峰 斩杀半神非常简单 可若是对上神境强者 就有些不够看了 若是想再次提高境界 只有两条路 一种适合魔物缔结契约 另一个则是服用魔药 而且还是海量的魔药 他完全不用时间沉淀吸收 直接用天赋进化即可 先灭两家神灵世家 趁他们联手之前 用他们的魔药提升境界 楚墨舔了舔嘴唇 这几家之中 谁家高等魔药最多 郑家 他们家族主要的产业 就是制造魔药 而且神境魔药之多 几乎是每年都会造出几瓶 白眼想都没想 直接把知道全都讲了出来 当然 这也算不得什么秘密 只要是神城之人全部知晓 那就郑家先除名吧 楚墨看向窗外 一股杀意流露而出 第67章 灭门开始 神灵世家的慌乱 十多名神境强者的死亡消息 已传播出去 目前整个人族 不过数百名的神境强者 除去在诸天战场中的 留守人间的 不过是几十名 现如今直接被宰了十多名 十大神灵世家 师兄学院的一些院长 一些隐士家族 如此大亏 他们肯定厌不下去 而且 楚风从里面出来后 第一件事 就是和十大神灵世家宣战 一些和楚家有仇的家族 人人自危 他的做法 相当于在挑战权威 多少年了 神灵世家高高在上 主宰着人族的一切 如此被挑衅 势必会遭受最为猛烈的重压 一时间 整个神城之中 暗流涌动 财阀世家纷纷观望 关于楚风的各种资料 几乎都在每个家族桌上 详细无比 他的实力 控制魔物的手段 手下的魔物大军 以及月神的实力 神城八区 一座千米高的摩天大厦 耸入云霄 大厦顶端 一个大大的正字烙印 这个字 在神城第八区代表了一切 不光是权力和身份的象征 更是第八区民众心中的梦魇 神灵世家超然脱俗 凌驾于权力之上 不受任何束缚管辖 无论是官方 还是其他组织 都无权对神灵世家 任何事情干预 因为他们 只听命于诸天战场 同时 每一个神灵世家 都是对人类 做过巨大贡献的家族 正家在神城之中 可以说横行无忌 平常除了一些 其他的神灵世家之外 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 然而今天 却有些特殊 他们已经收到了消息 正三栋 被月神捏爆头颅 正家神境死亡 这对于正家来说 可以说是天大的损失 而且第三代中 正家最耀眼的天才 也是死在了楚风手中 一老一小 两人死亡 摩天大厦顶层 真皮座椅的沙发上 一道道身影 沉默不语 他们头颅低下 眸光中流露出一股股怒火 最中央的大办公桌上 一名肥头大耳的中年男人 陷入沉思之中 他虽然肥烁 然而身上隐约流露出 一股隐晦的气息 极为强大 此人正是现在正家的家主 郑天青 也是正家顶梁柱之一 哄 房门被一脚踹开 只见一个两并斑白的老玉 气势冲冲地走了进来 他神境气息流露 全身杀气 眉宇之间带着阴毒之色 天青 告诉我 为什么还没有行动 老玉开口质问 语气中充满了怒火 仿佛随时都会爆发般 三奶奶 郑天青脸色一变 赶紧起身 他和对方虽然都是神境强者 但这个女人辈分很高 最主要的是 他是郑三栋妻子 其余郑家之人见到老玉后 纷纷站起身 我不管其他的 三天 最多三天 我要见到储家父子的人头 老玉脸色铁青 三奶 他身边有月神 郑天青赶忙提醒 这也是让他最为头疼的事情 序列六的战斗力 对付人类神境 几乎是秒杀的存在 你是不是家主当惯了 老子里面都是江湖 老玉开口训斥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结盟 和其他神灵世家结成盟友 一起对付他 结了 被拒绝了 郑天青非常沮丧 心里甚至有些难过 啊 为什么 老玉不解 以目前的局面 结盟是最对的一条路 月魔谷的影像 已经流出来了 最后关头 三爷和上官藏山 给了轩缘拜天一计 目前 我郑家和上官家族 被所有神灵世家舍弃了 郑天青很无奈 神境强者联合起来 被刺盟友 郑家和上官家族的名声 在圈子里臭了 那就和上官家族联盟的 我就不信 收拾不了楚家父子 老玉是铁了心复仇 上官家族也拒绝了 郑天青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什么 老玉十分想不明白 上官家族发表声明 偷袭轩缘拜天 是受三爷的指使 而且当时还是中了 三爷的阴毒手段 他们自称受害者 郑天青非常心累 上官家族忙着自己洗白 根本不会和郑家结盟 混账 不要练 蠢货 那群势利眼 这分明就是上官家族 强行自己洗白 老玉非常生气 与上官家族结盟的想法 瞬间熄灭 太不要练了 他差点气晕过去 而且以目前的形式 谁都不知道 对方先对哪个世家出手 所以都在观望 郑天青有些无助 身为神灵世家的家主 他们都是狩猎别人 如今自己成为了猎物 楚风就像是一个猎人 随时都会对他们 展开死亡一击 这种感觉非常难受 他们只能被动地挨打 还不敢露头 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吗 老玉还是有些不死心 三奶 现在局势的严重性 并不是杀了对方 而是保证我们自身的安全 郑天青的语气有些冷 他实在不明白 这个女人现在傻了吗 满脑子的就知道复仇 对形式和局面完全的不在乎 楚风一方拥有着绝对碾压的实力 无论他把矛头指向谁 都将是一场无法想象的灾难 为什么上官家族急着洗白 就是为了融入那个大圈子 二叔 其实我有一个办法 可以解决现在的局面 一个青年男人 好似想到了什么主意 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 说 郑天青心中不由地期待起来 此人虽然天赋不咋地 但是智力超群 号称郑家小诸葛 我们也可以洗白 理由和上官家族一样 不行 这条路我想过了 根本行不通 郑天青摇了摇头 目前只有一条生路 就是进入神灵世家的大圈子 而不是被排除在外 上官家族用过的手段 郑家再用 不光不会被吸纳进入 还会引人嘲笑 哼 其实此事非常容易解决 我们只需要给每个的神灵世家 送上一瓶神经魔药 青年把心中的计策讲了出来 一瞬间 郑天青眼前一亮 是啊 给每个神灵世家 送上一瓶神经魔药 再洗白鸣声 说白了 就是给对方一个台阶 花钱平视 上官家族傻吗 他们肯定 也用了同样的方法 一瓶不够 每家两瓶神经魔药 半神魔药五十 这样才能稳操胜权 郑天青完善计划的 瑕疵之处 代价是不是有些太大了 老玉脸上浮现出肉疼之色 三奶 现在郑家正在面临生死存亡 我们要想博得一线生机 必须钱财开路 郑天青心中异常烦躁 这个老女人 除了有着一身神经修为 其他的一无是处 就在这时 一个郑家弟子 跌跌撞撞地跑进了顶层 家主 不好了 楚风带着魔物杀过来了 什么 郑天青眼前发晕 躯体一阵摇晃 郑当他想要安排撤退 暂避对方锋芒时 集合所有郑家弟子 准备决一死战 老玉瞬间发号施令 他复仇之心燃起 本就心中压抑 如今听到仇家上门 恨不将对方碎尸万段 郑天青一屁股蹲在凳子上 双眸无神 他知道 郑家完了 第六十八章 最后一名神静 生死一线 郑家覆灭 就是毁在这老女人当中 为今之计 只有避开对方 全部逃散 才是上级 而现在郑家嫡系中 全都是充斥着怒火 再被这个老玉点燃 覆灭只是时间的问题 郑天青可不像他们 他今年刚满五十多岁 还是非常年轻的一个神静强者 他相信 自己只要不死 郑家就有翻盘的希望 其余人都和老玉一同前去 诺达的房间内 只有郑天青 和那个郑家的小诸葛 两人相视一眼 都是聪明人 瞬间明白该怎么做 二叔 我提一把S级以上的魔药 收集起来 以备不时之需 嗯 郑天青点了点头 魔药就是资源 代表了一切 他一个神静强者 怎会不知呢 只是自己秘密 怎么能让一个小辈发现 尽管对方聪明过人 还是自己的侄子 但一切都不重要了 郑天青身躯一闪 直接抓住大侄子 微微用力 碰 血雾飘散 你太聪明了 大侄子 我怎么能留下尾巴呢 郑天青流露出一抹邪恶的笑容 当即打开魔药库 郑家大厦外 楚风站在月神的肩膀上 看着面前的摩天大厦 一个个S级的魔物 已经把这里围堵得水泄不通 楚道玄 黄老 白岩 他们漂浮在空中 已准备好了生死大战 远处 一道道身影隐藏在暗中观看 他们在观察局势 神灵世家 如今强敌灵门 不知他们如何解决 同时 那些财阀世家 也隐约明白了什么 黄天德身为官方的代表 如今不再选择隐藏 明着向郑家开战 白岩的李立场也说明了 白家已经战队 加上楚道玄 三个人类神境强者 一个序列魔神 四万多S级魔物 这场战斗完全没有任何悬念 此番战斗吸引了神城所有人的目光 一道道身影从大厦中不断涌出 B级 A级 S级 半神 他们看向天空中 站在月神肩膀上的那个男人 仇恨 就是他 把神灵世家拉下了神坛 一道道充斥杀意的眼神看向楚风 就算是被无穷的魔物包围 每个人也都想杀掉他 不错 这才有点神灵世家的样子吗 楚风微微一笑 止不住赞叹一句 一道苍老的女人 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他满脸皱纹 双鬓发白 浑浊的眼眸中 是无尽的杀意 嗯 不是两个神境强者吗 楚风双眼微微起 他对郑家复仇外 还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魔药 如今只有一个神境强者出来 很显然 郑家肯定留了一手 楚家父子 你们勾结魔物 背叛人类 白眼你身为神院院长 助纣为虐 我郑家为整个人族 替天行道 老玉虽然不聪明 但能到神境这种地步 脑子绝对没问题 他岂能看不清 自己和郑家 根本不是对手 然而就是如此 临死之前 也要恶心对方一把 楚风摸了摸鼻子 明明是他来复仇的 怎么搞得自己像个反派一样 杀 他没有废话 瞬间下达命令 反派总死于话多 楚风没有那么多时间 浪费在一群 即将要死的人身上 老玉刚刚飞起 就被月神一脚踩了下去 一个序列九的强者 一丝浪花都没有掀起来 直接才死 此时 郑家人微微醒神 他们本来准备好 殊死一搏 但是神境强者已死 瞬间认识到 和对方差距 神灵世家高高在上 多少年了 他们早已习惯 十几名神境强者的死亡 虽然有些打击他们的傲气 但是一个个 还是不愿意相信事实 在他们心中 敌人肯定不敢 对神灵世家出手 这是一个侵入骨髓的观念 现如今 等他们面临着 一个个残忍可怕的魔物时 才明白 他们心中那点骄傲 屁都不是 救命啊 救命啊 跑啊 快跑 他们真的吃我们 我不姓郑了 放过我行不行 楚风为他们感到可悲 一群活在幻想中的人 神灵世家四个字 真能保护他们吗 生在魔物的世界 存在着如此心理 郑家就算不灭在自己手中 也会在其他人的手里消亡 地面一具具尸体 不断倒下 残肢断壁 到处都是 鲜血流淌 足足覆盖了十几公里 整座千米大厦 完全被鲜血进红 郑家人很多 足足好几万 楚风这次让魔物敞开了吃 每只魔物随意食用 一只只魔物大块朵移 吃得满嘴流油 暗中窥探的强者们 一个个躯体中直冒凉气 从今天起 郑家灭亡 太快了 短短半个小时不到 一个超级大势力消亡了 这对所有的财阀和神灵世家来说 就像是当头一捧 郑家的今天 就是他们的明天 剩下的九大神灵世家紧张了 一股深深的危机感产生 现在 他们明白 必须要做些什么了 郑家大厦最高层 楚风命令所有的魔物 搜寻另一个剩下的神境强者 但是都没有找到 而且还有魔药库 空空如也 不用想 肯定是郑家留了一手 能找到吗 楚风看着月神 眉头紧皱 需要点时间 月神在郑天青的办公桌上 不停地嗅来嗅去 一会又走到魔药库之中 来回地踱步 怎么了 楚风看着月神焦急的模样 心头升起不好的预感 主人 对方在魔药库凭空消失了 月神挠了挠后脑勺 非常的郁闷 他明白 无论是谁都不可能直接消失 肯定是采用了特殊的手段 楚风看向魔药库地面 一具月童子的尸身躺着 死得不能再透了 很显然 在魔物冲进来瞬间 这个神境强者击杀了魔物 快速了逃了出去 找 无论怎么样 必须找到 楚风下达命令 刹那间 魔药库被不断拆解 片刻后 南边的墙壁 像是触碰到什么机关一样 魔药库的角落里 一个圆形洞口浮现 里面还扔着一个传送装置 上面还散发着神境强者气息 主人 找到了 只要我们按下按钮 就能传送过去了 月神把传送装置拿了起来 一脸兴奋 楚风也是松了一口气 可突然 感觉到不对劲 按理说 郑家这个神境强者想跑 根本不需要留下这么大的破绽 对方绝对能想到自己会来魔药库 还能触碰到这个机关 最重要是 还在机关中找到了传送装置 一切都告诉着楚风 我就在那里 快来抓我呀 眼角的余光 看向地上月童子的尸身 楚风眼眸微微一亮 他好像发现了什么 一瞬间 头皮止不住发麻 全部退出魔药库 快 楚风赶紧下令 他找到对方在哪里了 所有魔物退了出来 有些疑惑地看着自己主人 月神也是非常猛圈 非常搞不懂 就在他话音刚握 本来在地上 躺着的月童子尸体 瞬间爆起 神境微压覆盖 此时 他哪是一具尸体 分明就是隐藏的最后一个强者 他伸手一抓 冲着楚风而去 一股死亡危机笼罩 生死就在一瞬间 第69章 超级大丰收 神境模样 神境强者的袭击 太过突然了 楚风及时向后退去 快如闪电 然而对方更快 五指伸出 化作囚龙 神境强者 微能散发 在楚风的眼中 不断扩大 五音炼玉 郑天青天赋绽放 一座古老的囚龙 浮现头顶 主人 主人 芳儿 楚道玄 黄老 白颜 月神大惊失色 他们没想到 郑家最后一名强者 居然伪装成了魔物 而且 他们谁也没有看出来 月玉 楚风躯体内的月神之力 疯狂涌出 一轮红月在头顶浮现 整片空间充斥着月神之力的威压 时间都仿佛变慢了许多 郑天青猛然一惊 眸光中流露出焦急之色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他本以为这次伪装计划 有惊无险 完全可以躲过去 没想到 却被对方识破了 作为一代枭雄 他也是当机立断 擎贼 仙擎王 瞬间向楚风出手 只要他能控制楚风 胁迫这些的神境强者和魔物 一切自然迎刃而解 反之 若是不能生擎对方 等待他的 只有死 可楚风躯体内的月神之力能量 等级太高了 基本判断 最起码在序列六 而郑天青 只是序列九的神境强者 虽然中间相差了一个大境界 可他的天赋神通 还是受到了一丝影响 月遇散发 郑天青的身躯 微微一顿 虽然只有零点零几秒的时间 但如此空隙 在神境眼中 就是一个天大的破绽 月神趁此机会 一个闪身 出现在郑天青的身后 他脸色极度难看 双目中生起了无穷的怒火 都怪他 一切都怪他 若是他能早发现此人的伪装 主人岂会陷入如此危险的境地 死吧 月神一只手 按在郑天青头顶 五根手指扣进天灵盖 指甲刺破他的脑门之中 啊 郑天青浑身发毛 他明白 此时活下去的希望 已不复存在 然而如此情况下 他也没有放弃 不顾后面月神 静止向着楚风而去 这是他唯一的希望 找死 月神猛然用力 咔嚓 他竟然把郑天青的天灵盖 给捏碎了 扑呲 脑浆飞进而出 郑天青的整个身躯 瞬间软了下来 他心中极度不甘 眸光中流露出失望之色 就差一丝 他就能扭转战局 扳回一切 手指在楚风的眼前滑落下去 郑天青失败了 差之毫厘 溜以千里 他距离希望 只有一线之差 但就是这一丝的差距 使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胡楚风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就差一点点 他就栽在对方手中了 此时他才认识到 自己和神静强者之间的差距 幸亏他发现了及时 对方隐藏成月童子伪装 并不完美 而且自己先有了准备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郑天青死亡后 所有的魔物 瞬间扑了上来 几秒的时间 啃食干净 连骨头扎都不剩 他们很自责 非常的内疚 以此来发泄心中的痛苦 郑天青消亡之后 地上留下了一枚戒指 还有一张灰色的皮质之物 主人 月神跪地 恭敬地把两样东西举起 楚风接过灰皮 入手冰凉之感 微微感受一下 他眼前突然一亮 这张皮内 暗藏着一股纯净的能量 和神格面具内 第一层的能量 有些相仿 变化 原来郑天青就是披着这层皮 才幻化成魔物的样子 幻魔皮 白眼走上前来 他认出了此物 嗯 楚风看向他 眸光中流露出些许的疑惑 这是幻魔皮 地狱之中幻魔异族的表皮 没想到这种东西 居然从诸天战场流了出来 白眼心有余悸 语气中有些感慨 神气吗 楚风比较关心实质性的问题 不是 虽然此物非常珍贵 但在诸天战场中的神境强者 也是人手一剑 此物的主要作用是 面对强敌时 可伪装成死亡的魔物模样 但不能动弹 一旦有任何细小的动作 伪装效果就会事倍功半 白眼摸了摸幻魔皮 眼神中有些复杂 这种东西在诸多战场中 属于战略性物资 根本不允许流到人间 每一件都有记录在案 没想到郑家有一件 识之无畏 气之鸡肋 楚风拥有神格面具 此物在他手中 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当即扔给白眼 看向月神奉上的一枚 七彩斑斓的戒指 这是空间储物法器 黄老看了看 说出戒指的功能 郑家灭亡 魔药宝库空空如也 不用想 那些珍贵的魔药 肯定都已经被 郑天青藏在其中 希望郑家能给我一些惊喜吧 楚风难难滴雨 拿起储物戒指 月神之力涌现 咔嚓 戒指上面 发出一道细微的响声 往地上一倒 哗啦啦 一瓶瓶魔药 堆积成山 数量之多 足足数万瓶 这么多 楚风微微一愣 他想到了郑家的富有 可没想到 魔药如此之多 大部分都是S级魔药 而且半神级魔物 都有数百瓶 特别是其中几十瓶的魔药 那散发着浓烈的紫光 一道道魔魂荡漾 流露出神境气息 粗略数了一下 半神级魔物800瓶 神级魔药60瓶 楚风随便拿起一瓶 半神魔药灌入口中 体内月神之力 瞬间吸收 圣灵进化后 力量只增长一丝 他现在是S级巅峰 躯体内力量等级在序列6 半神级魔药对他的帮助 已经不大了 若是把这几百瓶 半神魔药吸收后 实力也会进入半神级 可属实太过浪费 若是能让自己魔物吞噬 用处更大 眼神看向神级魔药 他不由地生起了期待之色 这些魔药 才是他的目标 不过楚风并没有独吞 他深刻明白 若是光凭自己单打独斗 迟早会走上 整个人类的对立面 作为他的盟友 肯定不能吝啬 随手拿出十瓶 扔给了白岩 给我 白岩愣住了 他没想到 楚风如此慷慨 这次他根本没有出什么力 就被赏赐了十瓶神级魔药 以后还会更多 楚风毫不在意 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白岩本想拒绝 可神级魔药每一瓶 都是极其难得之物 就算他们白家 珍藏不过五瓶 思考片刻后 他还是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 黄老 接着 楚风又分出十瓶 扔给了过去 呃 黄老没有矫情 瞬间收起 在他心中 这是好外孙孝敬自己的 可不能含了他的心 我的呢 楚道玄伸手讨要 老楚啊 咱俩谁跟谁 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还是我的 楚风翻了个白眼 没想到 老爹还要讨要好处 好吧 楚道玄虽然有些无奈 但并不生气 自己的一切 不都是为了儿子吗 区区魔药而已 他岂能在乎 刚才不过是在调侃罢了 还剩下四十瓶神级魔药 楚风搓了搓手 眼神中有些火热 不知道这些玩意 又能带给自己多大的变化呢 他直接打开一瓶 朝着嘴里灌了下去 咕噜 一道清凉的感觉 划过喉管 他身上的气息 瞬间增强百倍 第七十章 进阶半神 灭门继续 你干嘛呢 不要啊 雾草 白眼 黄老 楚道玄全都愣住了 赶忙提醒 他们没想到 楚风直接拧开一瓶神迹魔药 干了下去 这可不是半神魔药 更不是什么白开水 一个不小心 就会爆铁王 就算是半神巅峰的强者 一次也只能服用一点点 长年累月后 身体吸收消化之后 才能接着服用 而楚风直接干了 哥 他喝完后 打了一个宝格 疑惑地看着三人 你 你全都喝了 黄老头皮发麻 一脸的惊恐地看着他 啊 没撑着 白眼试着问道 眼底之中流露出担忧 有点 楚风摸了摸肚子 他此刻躯体之中 充满了无穷的能量 月神之力虽然在吸收 但速度非常的慢 圣灵进化 体内一道纯洁的白光闪过 这些狂暴的能量 眨眼间被洗涤一空 化作一道至纯的能量 与月神之力融合在一起 刹那间 他身躯好似打破了枷锁般 从S级巅峰 进入到SS级 半神一接 进入此境界后 楚风才明白 是何其的强大 为何会有半神之下 接楼椅之说 序列六的月神之力 此时也向前跨出一步 进入了序列五的层次 月神情不自禁地跪了下来 满脸的虔诚之色 一道道枷锁覆盖全身 犹如锁链般困住楚风的躯体 虽然看不到 但能清晰地感知到 每一道枷锁代表了一层境界 若是他能斩掉这十层枷锁 那么境界也就到了神境 现在的他有种强烈直觉 若是郑天青再突然袭击 他肯定能在第一时间躲过去 而且毫不费力 我到底生了一个什么儿子 楚道玄不断吞咽口水 眼神中净是惊恶 他们是第一次见到楚风服用魔药 完全被吓傻了 现在不撑了 楚风摸了摸肚子 嘴角弯曲 露出一抹笑容 啊 三个神境强者 你看我 我看你 皆是后怕之色 继续吧 楚风没有停留 再度拿起一瓶神经魔药喝了起来 你白眼想要开口阻止 但随即作罢 他是真被吓住了 这刚达到半神境界 又继续提升起来 完全不存在 打磨根基一说 如此提升境界的方法 简直是害人听闻 月神倒是觉得理所当然 主人的手段 岂是这些凡人可以想象的 楚风身上的气息不断增强 一瓶 两瓶 三瓶 片刻后 他觉得有些麻烦 直接两瓶一起喝 再喝掉第十瓶之后 碰 第二道夹锁锻炼 一瞬间 屈体再度轻松不少 实力进入到半神二阶 比在半神一阶强大了十倍不止 不过往后 每一道枷锁 比之前都兼顾了十倍不止 四十瓶魔药喝光 进化之后 第三道枷锁碎裂 实力进入到半神三阶 楚墨睁开双眼 一抹金芒闪过 屈体流露出一股强大威压 楚道玄看得心惊胆战 他虽然进入了神境之中 然而 此刻有种强烈的直觉 要是真动手的话 绝对不是楚风的对手 楚道玄的底蕴之强 可以说 在上一代人中 称为第一人也不为过 以半神之躯 跨境而战 格外恐怖 然而 楚风的底蕴更深 他序列之力 已处于第五层次 战斗力早就超过了那些绝世天骄 一身实力深不可测 就算现在面对神境序列九强者 不能说与之战胜 但起码可以平分秋色 这就是超级底蕴所带来的战斗力 剩下还有几百瓶半神魔药 和上万S级魔药 楚风大手一挥 让手下的魔物服用 魔物们欢呼不已 月神负责分发下去 一只只魔物喝掉魔药后 跑到楚风面前 跪了下来 以表感谢 地狱中的魔物 不需要时间来沉淀其中的能量 它们的躯体构造极为特殊 一道进阶的声音不断响起 隐魔 血魔 痴魅 白骨王 狮鬼王 这些早期跟随的魔物 得到了特殊的照顾 每个魔物都获得了十瓶半神魔药 半个小时不到 他的魔物大军实力晋级 半神层次的两百多个 剩下的四万多魔物 全部到达S级巅峰 只差一步便可进入半神境界 楚风看着这一幕 甚是满意 他心中一直有个计划 百万魔神君 这是他的梦想 猎魔君随着不断的扩张 实力提升 已出具规模 他相信 那一天不会太久 而且 经他进化过的魔物 对自己的命令 言听计从 说不定 可以更改人类 和魔物相处的方式 楚道玄 看着一个个强大的魔物 不由地想起 自己的十万阵域军 此时 他明白 楚风的猎魔君 已经超越了阵域军 两百多位半神 四万多头S级 巅峰魔物 两军一旦对上 将是一场 单方面的屠杀 他心中的那点傲气 荡然无存 不过同时觉得十分幸运 这些家伙都是自己儿子财产 也是老楚家的珍藏 大人 下面面哪个神灵世家 白岩开口问道 他下意识地叫出尊称 把自己放在了低层次的位置上 我说老白 你怎么就知道打打杀杀 我们不是那种滥杀之人啊 楚风有些无语 送给对方一个大大的白岩 则白岩挠了挠头 一时间有些尴尬 他本来不想那么多 但是赏赐了十瓶神级魔药 可是真香啊 既然白家选择了跟随对方 他已经彻底地豁出去了 而且在见识到楚风这种提升手段后 此想法更是坚定不移 只要有无穷魔药为基础 他就能不断进阶 白岩此时已经在考虑 接下来的战斗 把家族内所有半神级人物叫上 全部参加灭门计划 只有这样 才能牢牢抱住楚风的大腿 对了 剩下的九家神灵世家 他们收藏的魔药多不多 楚风开口询问道 多 非常多 白岩眼神一亮 赶紧补充 这些神灵世家 都是处于第一层次 实力远胜过白家 神级魔药绝对管够 白岩拍着胸脯 信誓旦旦的保证 既然如此 那就继续吧 楚风微微一笑 心中下了决定 灭谁 几人相继开口问道 全都是一脸兴奋 郑家和上官家情谊最深 郑家已死 为了延续两家的情谊 还是让他们下去团聚吧 楚风看向第七驱方向 眸光中充满了莫名的意味 第七十一章 何谈 请罪 阴谋的开始 神城 人人惶恐不安 每个人都感受了一种极致的压抑 神灵世家 几万人 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 灭门 此事若是放在前几天 绝对会被嗤之以鼻 然而却真的发生了 楚风的名字 彻底在神城响彻 正在以极快的速度 向外扩张 更加可怕的是 他没有选择停手 继续对神灵世家发起攻击 神城之上的太空中 一台台卫星不停旋转 每个卫星上面 都烙印着不同的字体 郑 上官 薛元 王 刘 关于郑家大厦内发生的一切 全被这些卫星 给实时拍摄下来 神城第一区 和金打造药塞内 一道道强大汇聚在一起 他们清一色的 全是神境强者 最弱的神境序列9 足足20多位 而序列8也有十多位 坐在最上方的三个灰衣老者 身上的气息更是强大不已 压过所有神境强者 已然到达了序列7行列 他们此时盯着对面墙上的电子大屏幕 看着郑家大厦中发生的一切 集体默不作声 楚风吞喝魔药的能力 超级的进阶的场景 让所有的神境强者心里发毛 他们都是经历过和魔神厮杀的神境强者 有些人甚至在诸天战场中赫赫有名的存在 见过的各种魔物的手段 可从来没有见过楚风的这种能力 极其的诡异恐怖 对方越强 这些神境强者越是寝食难安 杀母之仇 不供带天 十大神灵世家当年做的那件事 根本没有转环的余地 此人已经彻底堕落成地狱中的魔物 为了整个人族的未来 他必须死 坐在中间的灰衣老者重重开口 众多神境全部低下头 沉默不语 作为人类中的第一强者 轩辕无极 神境序列七巅峰强者 他的每句话就像是圣旨一样 不容任何人反驳 这些人主宰着人间的一切 作为第一人 他当然不能说因为害怕而杀对方 必须有一个恰当的理由 毕竟 师出有名 才能共讨之 没错 这种能力根本不是人类能拥有的 绝对是地狱之中魔神的产物 就定下此次灭杀名称吧 我提一为角魔行动 另一名神境序列七的绝世强者 手指敲击桌面 缓缓说道 轩辕家和王家相继表态 其余神灵世家心照不宣 纷纷举手表决 全都赞同两人的观点 只是有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如何要解决对方 前家的神灵强者问道 一个月神就像是一座大山 压得他们喘不过气 一旦开战 双方必定对上 虽然已经组成了神灵世家联盟 但谁也不想第一个去死 就算是薛云无极也非常头疼 其实我有一个办法 坐在角落里的刘长生 缓缓开口 眼神看向中间三个序列七强者 讲 轩辕无极点头示意 人海战术 让整个人族所有半神以上的人物参战 嗯 一个个神境强者看着他 流露若有所思之色 他们这些神灵世家和楚家是死仇 但人类还有大部分势力和楚家并无仇恨 他们能愿意吗 轩辕无极也想找一些强者充当炮灰 可是那些人根本不会同意 那就利用 实在不行就威逼 刘长生不由自主地舔了舔嘴唇 眼神流露出阴毒之色 如何做 轩辕无极眼前一亮 他仿佛是想到了什么 只要参与此次角膜行动的半神级以上人物 每个人都可获得一瓶神级魔药 此为利用 若是强头草 站在我们对立面的 皆视为敌人 等战斗结束后 我们神灵世家必灭之 此为威逼 无论是任何事例 刘长生说出了心里的计策 他相信 只要把这两条用好了 将汇聚整个人族之力 灭杀楚风和月神 而且万无一失 众人听后 陷入了沉思之中 此计可以说丧尽天良 就算他们打赢了 也会遭到整个人族的暗中记恨 甚至可能会引起 诸天战场中的问责 可现在 他们根本没有选择 必须把对方扼杀在摇篮之中 否则 等楚风彻底成长起来 才是他们的噩梦 可行 但楚风会给时间吗 轩辕无极 瞬间想到了计划中的漏洞 以楚风这种灭敌的速度 今晚黄昏就可能杀到第一区 与之展开大决战 那就拖延事件 刘长生站起身 一副胸有成竹的态势 怎么拖延 轩辕无极再度开口 何谈 半个小时后 神经强者从药塞内走出 他们奔赴不同的方位 刘长生脸色铁青 深深地看了一眼身后的药塞 心中生起无穷的怒火 他现得完美讨伐 计策为大局着想 但轩辕无极那个老狐狸 居然让他去做和谈之人 就算他如何反抗 都丝毫不起作用 最后所有神经强者 一致举手表决 让他去为神灵世家 争取七天的时间 何今要塞内 轩辕无极欲要起身离开 一个半神级的强者 迈着小碎步跑了过来 上官家族集电 他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只求能加入神灵世家联盟 回电过去 当郑三栋和上官藏山 被刺轩辕家族时 他们就已经被抛弃了 轩辕无极脸上的肌肉抖动 极度恼火 若不是有楚风 这个杀星迫在眉睫 他势必率领 轩辕家族神经强者 灭掉郑家和上官家 第七曲 上官家族的万亩庄园内 家主 轩辕家族 再次拒绝了我们的家若 唉 上官武商 站在诺达的院子中 无声地叹了一口气 他的周围 除了三个神经强者 还有上百位半神强者 这是上官家族所有的力量 但郑家灭门的消息 已经传过来了 他此时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不停地来回踱步 根据可靠消息 楚风已经率领魔物大军 正在赶来的路上 上官武商用尽了任何办法 始终没有进入到 神灵世家的联盟之中 甚至送出的魔药 都被退了出来 武商 求人不如求己 我们还有机会 上官家的神经强者 咬了咬的牙 重重开口 求己 上官武商摇了摇头 他想了无数个办法 都没有从这必死之局中 为上官家谋出一条生路 然而现在 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就在这时 外面一个S级实力的家谱 跑了进来 家主 楚风杀来了 距离庄园不足50里 啊 拼了 欺人太甚 杀 大不了一死 家主 下令吧 一个个上官家族的半神 和S级强者神情愤然 他们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准备 上官武商看着他们 伸出手掌 压了下去 执行避方案 他想到了一切 只是不到万不得已 坚决不会使用避方案 成功率不足三成 上官家族真会享受啊 楚风看着下方 一片万亩庄园 不由地感叹一句 可以开始了吗 白岩看着下方 搓了搓手掌 有些急切 那就开始吧 楚风伸手就要下达命令 然而 下方庄园内 突然起了变化 一杆杆白色的大旗竖了起来 插那间 插满了整个庄园的角落 一道道身影赤裸上身 他们身后背负一捆捆带刺的荆棘 从庄园内走了出来 上官武商 携家族全部人员 请罪 第七十二章 秒杀 楚风的恐怖 一群人浩浩荡荡走出庄园 为首的 正是家主上官武商 他的身后 站着三个神经序列九的强者 剩下则是百名半神 及家族成员和三千多号S级 此刻 他们无一例外 全都是赤裸着上身 身后背着一捆荆棘 女眷也是毫不例外 皆是如此 一瞬间 隐藏在暗处观察的神城强者们 傻眼了 上官家族 不管怎么说 也是神灵世家 异常的高傲 现在竟然全部出来赴金请罪 如此场面 谁也没有见过 太过震撼了 画面被快速地转播出去 几分钟的时间 就已经传遍神城各个势力 神院 麒麟学院 真龙学院 各类顶尖大势力 贸然投降 小心其中有变 白岩在一旁小声地提醒 以白家对上官家族的了解 这个家族可以说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无所不用其极 而且 他们的老祖宗发家时 就是靠着的奴仆的身份 一步步登上的顶峰 很显然 这些后代继承了他们老祖宗的 优良传统 楚风看着下方跪倒在地的 神境强者和上官家族众人 心中觉得的格外畅快 神灵世家低头 可不是容易的事情 他可清楚地记得 上官明远出现的时候 那傲娇神色 简直是凌驾于万万人之上的态度 若是上官明远全下有之 知道你们如此忏悔 肯定会非常欣慰吧 楚风淡淡开口 话语中不断地刺激他们 杀人珠希 上官家众人听后 人群中不由地躁动起来 绝世天骄 百年难处的妖孽级人物 双神级天赋的存在 更是上官家族崛起的希望 在半神境界 夭折到楚风的手中 如今 他们还得跪在地上 给对方赔礼道歉 赴金请罪 一些年轻的家族成员 瞬间接受不了 楚风 你残害我上官家族之心 手段残忍 我与你不死不休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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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瞬间 足足有五百多人站了出来 他们扯掉身后荆棘 不再伪装 上官武伤脸色一沉 扭头看向身后的 一名神境强者 那名苍老的神境强者 身躯一闪 天赋神通流露 一把巨大的死神连刀浮现 演不下去了吗 楚风眸光中流露出不屑之色 他根本不相信 上官家族 会真的赴金请罪 黄鼠狼给鸡拜年 不安好心 然而下一秒 发生的事情 让他惊恶不已 只见那名神境强者 刀锋一转 向着那几百号家族成员而去 刹那间 人头飞起 鲜血喷涌不止 所有人傻了 一些观看的强者们 更是头皮发麻 神灵世家跪地请罪 本就太不符合常理 看则真诚 实则诈详 可现在 他们自己直接杀掉了 几百号家族嫡系成员 其中一些 甚至有着极高的天赋 一时间 所有人瞬间相信 上官家族是来真的了 就连白言都张大了嘴巴 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他在想 若是白家面临如此情况 他是否会直接对小背下如此杀手 然而 此想法在脑海中一闪而过 便立刻否定 绝对不会 楚风双眼微眯 静静地看着下方的上官武商 萧雄 绝是萧雄 此人虽然只是半神巅峰的实力 但手段之强 远超楚风见过的任何一个强者 三个神境强者 不光对他言听计从 其毒辣的手段 更是远超常人 当然 这一切都在上官武商B计划当中 甚至族中小辈的愤慨 他也想到了 只是为了整个上官家族 必须要有人牺牲 现在就差最后一步了 他掏出一个储物戒指 从里面倒出一瓶瓶魔药 神经魔药足足上百瓶 半神魔药 更是多达几千 这么多 白言看傻了 他本以为神城之中的这些神灵世家 当属正家最为富有 然而此刻才明白 他的想法是多么的可笑 白家珍藏的神经魔药不过五瓶 现在看来 真是应了一句话 贫穷限制了想象力 上官武商把魔药倒在地上 形成巨大的一片 特别是这上百瓶神经魔药 就在他的眼前 而且他已经知道 楚风可以通过魔药 不断地提升实力 只要对方来到他面前 取走魔药 身后的三名神经强者 将会瞬间发难 B计划一环扣一环 先以诈详 让对方起疑 再以杀人迷惑 最后以神药打乱心神 从而一击必杀 而且上官武商还想到 若是杀掉楚风之后 月神会不会直接暴毙 甚至不在中心 一个楚道玄和黄天德 就算加上白岩 也翻不起什么浪花 只要楚风下来 走到他面前十米之内 就算是月神想要救援 根本也来不及 这是我们上官家族诚意 只要你能放过我们 魔药认取 上官武商抬起头颅 眼神中流露出巨大的真诚之色 看着满地的魔药 要说楚风不动心 肯定是假的 然而对方越是如此之作 他心里的防范更加紧绷 看了一眼旁边的月神 楚风身躯随即落下 向着上官武商走了过去 他的身后跟着月神 黄老 楚道玄和白岩 相隔不足五米 五十米 四十米 上官武商看着那越来越近的身影 心脏止不住跳动 B计划从三成的成功率 不断攀升 五成 七成 八成 九成 直到楚风距离他十米时 上官武商心中的大石头重重落地 他明白 现在计划已经成功了 若是对方再能向前走几步 那几乎是万无一失 一个半神三阶的人物 三名神境强者瞬间爆发 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条 但上官武商还是选择迎刃 他要等百分之一千的成功把握 一击必杀 命运的齿轮转动 楚风走到上官武商的跟前 他突然扭头 看向身后的楚道玄 老楚 你看人家这么有诚意 这咋办啊 楚道玄微微一愣 挑了挑眉 你说的 出来混 要讲信用 是啊 诚信第一 毕竟当初我可是发誓了 要灭沙姆凶手满门 楚风挠了挠头 有些不好意思 哈哈 其实 阁下和我上官家族的作风 极为相似 只是你太年轻了 上官武商脸上满脸笑容 就像看死人一般 充满了不屑 就在这时 他身后的三名神镜 瞬间飞起 一柄黑色镰刀 冲向楚风的头颅 另外两名 则是眼神中 绽放出血红的光芒 直取楚风的心脏和胸口 杀鸡瞬息而至 主人 月神开口提醒 一步迈出 就要救援 然而 楚风却微微一笑 躯体内的月遇 瞬间绽放 他也想看看 自己现在和神镜 到底有着多大的区别 哄 一轮巨大红月浮现 楚风手中的月神全杖 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搜 一道红光射出 邪裹着灭世之威 与死神镰刀相撞 碰 镰刀消散 红芒冲着神镜强者而去 一道血雾飘散 空间炸裂 一个巨大的圆形黑洞浮现 上官家族一名神镜消亡 一瞬间 所有人骂了 第73章 送给敌人的最高荣耀 众人还在惊恶之中 没有缓过神来 此时 另外两名神镜强者杀到 他们俩个眼冒红光 直取楚风胸膛和心脏 雕虫小剑 两个神镜序列九而已 楚风传动双拳 序列五的月神之力 凝聚拳头之上 与之硬刚 哄 刹那间 周围飞沙走时 一道气浪从三人中间爆发 上官家族所有人员 全部倒飞出去 黄老 白岩张大嘴巴 他们知道 楚风踏入半神之境后 变得很强 但这也太夸张了 顺杀一名神镜强者 虽然有月神权杖的功效 可硬扛两个神镜界强者的杀招 与之对抗 而且没有落入下风 让他们完全愣在原地 甚至都忘记了出手 楚道学业梦了 他原本以为 自己的宝贝儿子 最多能和一名 序列九的神镜强者差不多 现在看来 根本不是那回事 最起码两名 甚至更多 上官家族的两个神镜强者 眸光中流露出的恐惧 他们本来万无一失的杀招 对方居然一个照面 直接破茧 短短一秒钟不到时间 三人对对轰了上百拳 一道道气浪四散开来 大地军裂 万米庄园轰然倒塌 一些建筑物 犹如风中残竹 瞬间零碎不堪 月神想要上前帮忙 楚风却直接拒绝了 他现在游刃有余 而且还有月神权杖在手 无丝毫的危险 那些暗中窥探的强者 和一些神城的强大势力 看得目瞪口呆 上官家族的突然发难 他们并不意外 毕竟 祖宗就是靠这个起家的 反复无常的小人罢了 然而所有人都以为 楚风是仗着月神之威 才大杀四方时 诸多强者才明白 此想法是多么的可笑 以半神之躯硬刚神明 谁人可以做到 那传说中 在诸天战场中的领军人物 独孤疯子 也只是在半神巅峰时 才能如此 可楚风呢 他才半神三阶 距离巅峰 还有七个境界 战斗力已经达到了序列 无法想象 上官武商呆呆地看着这一切 他明白 上官家完了 再无丝毫崛起的可能 费尽了千辛万苦 用尽了所有计谋 到头来 还是难逃覆灭 尽管他再不甘心 此时也无能为力 算来算去 终究没有把楚风的战斗力算上 这一仗 上官家足败的不冤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人类之中 还有如此恐怖人物存在 明远 你说得不冤啊 上官武商难难低语 他引以为傲的儿子 万古无一的双神天赋者 死在楚风手中 他本来还心存幻想 然而此时看到楚风的战斗历史 深深明白 自己儿子面临的是多么恐怖 一瞬间 上官武商的黑发变白 瘫倒在地 他全身上下 犹如被抽空的力气 足足苍老了三十岁不止 都结束吧 上官武商力量汇聚手掌 朝着脑门猛然一拍 碰 整个人蹊跷流血而亡 家主 家主 上官家族的神境强者 看到这一幕 眼里流露出浓烈悲伤 两人相视一眼 眸光中流露出绝绝之色 一股死亡的危机感笼罩 楚风心头顿感不妙 看着两个神境强者 身躯及时向后方退去 碰 碰 两道强烈的爆炸声 猛然响起 方圆万米之内 两道蘑菇云冲天起 神境强者自爆 其微汗天洞地 整个神城摇晃 第七区更是满目疮痍 一道深达千米的神洞出现 再也不见那两名神境强者 以及上官家族所有成员 楚风身处爆炸中心 波及最为严重 最后关头 月神化作一轮红月 把所有人和魔物笼罩其中 但饶是如此 楚风依然能感受到 月神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一股股震动 从透过红月表层 向里面不断冲击 黄老 白岩 楚道玄 以及所有的魔物 全把能量化作一道道防护罩 加持在楚风身上 片刻之后 烟尘消散 一道道巨大的沟壑 长达上百公里 冒着丝丝黑烟 所有的一切都不复存在 护月神重新化作人形 他的背后血肉模糊 很显然 为了保护楚风 他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没事吧 楚风关切地问道 主人放心 只是皮外伤 月神能量覆盖后背 伤口迅速结痂愈合 恢复如初 这就是神境强者的自杀式袭击吗 楚风有些感慨 若是没有月神帮助 身处爆炸的中心 楚风就算不死 肯定会受到极大的伤害 现在他才明白 自己太小看世间神境强者了 此战 上官武伤自裁 两名神境强者自爆 上官家族所有成员全部死亡 这一次 神城再次见识到了 楚风的无上杀伐之力 同时 他们也发现了上官家族的壮脸 一个个旱不为死 计谋百出 上官武伤发现不可挽回 他没有选择逃跑 以死和所有的家族成员奔赴黄泉 两名神境强者 以死明智 忠心耿耿 这是一群狼 更不是惜命之人 那所有的示弱 不过是他们的伪装罢了 一旦遇到不可逆转时 将会前扑后继 比正家骨气之硬 墙上百倍不止 这也是 楚风自出道以来 遇到过的最强对手 无论是手段 还是英勇 都不由得让他内心微微激动 但他们之间 不可能有任何的调和可能 让楚风放下沙姆之仇 完全是天方夜谭 上官家族也明白 他们双方只能活下来一个 传令下去 再次立分 后葬他们 楚风给予了对手最高的荣耀 隐魔带领诸多魔物 清理着战场 片刻之后 一座巨大的坟墓 微然耸立 做完这一切 众人起身离去 白岩阴沉着脸 不断哀声叹气 你怎么了 不就是灭掉一个上官家吗 你要是真舍不得 就下去陪他们 黄老白了他一眼 止不住埋态 我说黄狗 你咋这么想 你以为我同情他们 呸 白岩狠狠地催了一口浓潭 吐到地上 那是为什么 黄老有些不解 我是心疼那些魔药 他们自爆就自爆吧 连带那么多的魔药 都烟消云散了 白岩非常的肉疼 就算他得不到 看着如此珍贵的魔药 化作虚无 心疼不已 正当两人争吵时 前方一道身影 急驰而出 他身上散发着 神经蓄裂酒的气息 满头大汗 旁边跟着五位半神 刘长生 楚道玄眼眸中 凶光一闪 他没想到 这个家伙 居然敢出现在自己眼前 刘家作为凶手之一 这家伙没少出谋划策 楚风眼神眯起 打量着对方 杀意弥漫 刘长生在来的路上 已经知晓了 上官家族的下场 心中惊惧不已 害怕得要死 但是他相信 若是不能完成 轩辕无极交代的任务 整个刘家 将会被踢出联盟 下场绝对不会比 上官家族和郑家好哪里去 双方交战 不斩来使 我是代表 神灵世家联盟来和谈的 刘长生赶忙说出此行目的 生怕晚了一秒 被打爆躯体 何谈 楚风目光微微一宁 流露出思索之色 是的 何谈 只要你不再对 剩下的八家神灵世家出手 我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呵呵 你觉得可能吗 楚风戏谑地看着对方 你先别急 看看诚意再说 刘长生把一枚空间戒指 扔了过来 楚风接过后 查看起来 刹那间 他脸色大变 手指微微颤抖 里面竟然有 五百瓶神级魔药 和上万瓶半神魔药 还有将近十万S级魔药 第七十四章 神灵世家的馈赠 一夜暴富 坚决不能和谈 肯定有阴谋 白眼有些交集 他偷看楚风的脸色 居然发现有些异动 这如何能使得 经过两场战斗 虽然白眼没有帮上什么忙 但他的存在 已经告诉了 神城所有势力 白家是楚风的拥护者 现在对方若是放下仇恨 白家的下场 将是面对其余神灵世家 到时候 族中的子弟举步为奸 随时都有死亡的风险 不能谈 黄老态度 也是非常坚决 他太了解 这些神灵世家的脾性了 现在突然和谈 肯定是天大的阴谋 楚风何尝不知道 此事绝对没有和谈的可能 只是所有人 误会了其中的意思 他激动是因为 戒指中魔药数量太多了 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 随即把戒指递了上去 白眼查看起来 卧槽 他看清里面的魔物数量后 下意识地爆出粗口 现在他明白 刚才楚风为何是那种神情了 我说白眼狼 你能不能有点出现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黄老接过戒指 查看起来 半天也没有说话 他的眼神中 全是火热之色 身躯颤抖不已 楚道玄搞不懂 到底是什么东西 居然让他们如此失态 紧接着便查看起来 一瞬间 他也被如此多的魔药 惊得说不出话来 上千瓶子神迹魔药 若是楚风能吸收后 肯定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甚至可以跨入神境之中 也未可知 怎么样 这就是我们神灵世家的诚意 还行吧 刘长生看着几人变化 心中才稍改安全一些 毕竟 面对如此多的财富 就算是神境强者 也没有见过 这是八家的大半积蓄 因为凑这些魔药 甚至发生了争吵 不怎么样 就这些魔药 就能买你们的命 你觉知吗 楚墨神态恢复正常 魔光中有些不屑 什么 刘长生本以为万无一失 没想到这个男人还是不愿意 你说 要什么代价 才能让你止住兵哥 再加一倍 你 楚风狮子大开口 爆出了一个架位 刘长生一时间上气不接下气 差点喷血 不可能 这是我们的底线 那就没得谈了 楚风向着月神使了一个眼色 他立刻心灵会神 向前踏出一步 就要出手 楚风 我告你 你别欺人太善 刘长生吓得魂都出来了 他对待自己小命 可是极为的珍惜 呵呵 欺人太甚 当年你们追杀我父亲 残害我母亲的时候 怎么没有如此之想呢 楚风躯体内的月神之力汇聚 随时都要出手 一瞬间 刘长生被噎住了 他没有任何话来反驳对方 既然阴谋不成 那就来扬谋 他决定把事情挑明 我神灵世家联盟 神经序列九强者二十五位 序列八的强者十三位 还有三名序列七的强者坐镇 你真以为 凭着这头月魔神 真能把我们全部击杀 是否太过于天方夜谈了 刘长生脸色铁青 重重开口 楚风没有说话 眉头微微一皱 他不得不承认 对方说得很对 凭借着月神 的确不能把他们全部宰了 而且 在见识到神经强者自爆后 更是明白 若要一网打尽 必须还得要更多的魔神加入 就算刘长生不来和谈 他也会暂缓灭门计划 先去神院 把那头阿修罗给搞定了 不过神灵世家愿意当冤大头 他没有不宰的道理 你说得很对 凭着月神确实不够 全杀了你们 但是不知道 你们谁第一个死亡呢 是薛元家族的序列强者 还是王家 或许钱家 亦或者是你刘长生呢 楚风的话字字朱击 宛如一道尖刺 插入刘长生的心脏之中 他不由地向后退了三步 满是恐惧地看着这个男人 楚风说到了联盟的痛点 作为联盟 虽然有薛元无极带头 但谁也不会第一个出手 作为一名神境强者 死到有不死平到的观点 深入骨髓之中 所以说 何谈不可能 楚风再度逼迫 你你 刘长生来的路上 想到了很多话术 但到了现场 才发现 自己一直被对方压着 无丝毫地反抗 取下他的一只手 楚风看了月神一眼 下达命令 是 月神身躯一纵 出现在刘长生的身后 啊 他大叫一声 吓得直接软了下来 宛如一只惊弓之鸟 月神伸出手掌 朝着他的右大臂 狠狠一挥 一道血花喷涌 救 救命啊 刘长生倒在地上 痛苦地哀嚎 满地打滚 鲜血肆意横流 一股腥臭之味 弥漫四周 跟着他的五个半神 眸光中流露出鄙夷之色 一个神境强者连反抗都没有 居然被生生地 吓得大小便失禁 月神拿着手臂 跪到楚风面前 高高举起 像是在妖宫般 奖励你的 吃了吧 好嘞 月神兴高采烈 一口吞了下去 脸上浮现出满足之色 当然 并不是因为这条胳膊 多么的好吃 而是主人奖励他的 双方交战 不展来使 留你一臂 算是警戒 楚风说完 带着众人和魔物大军 向神院方向而去 刘长生看着远去的魔物大军 心有余悸 他想不通 为何没有杀他 直到楚风快要消失时 一道声音透过天际传了过来 回去告诉神灵世家 十日后 我将对其展开死亡报复 让他们洗干净脖子等着 十日 刘长生顾不得躯体的伤势 眼神猛然一亮 神灵世家联盟 需要的时间是七天 楚风说 十天 虽然和谈计划 没有让对方相信 但已经达成了目的 哼 就让你多活几天吧 刘长生眸光中 竟是阴毒之色 扭头看了一眼 跟随自己的五位半神 他瞬间出手 直接打爆 作为刘家家主 神境界强者 他怎么能容忍别人 发现他如此丑态 但尽管如此 这一切还是被神城 暗中的强者发现 并且快速传播出去 神愿 十天时间大决战 他们肯定会做出安排 黄老有些担忧 呵呵 无妨 其实最多七天 我就能把神灵世家 完全覆灭 楚风淡然一笑 神灵世家联盟 想要一些时间都准备 他何尝不是呢 老白 我想知道神愿之中 关押了多少头魔神 楚风目光一转 开口问道 那可多了 白眼如鼠家真的报了出来 阿修罗 夜游神 天鬼魔 诅咒恶神 邪灾 等他数完后 足足五十位魔神 其中甚至有六头序列七的存在 白眼忽然是想到了什么 看向一旁的月神 刹那间 呼吸变得异常急促 你不会是想 嗯 楚风点了点头 流露出一抹笑意 可以 可以 白眼有些激动 若是楚风 把所有神愿关押的所有魔物收服 那么 面对神灵世家联盟 就是碾压的存在 先从谁开始 黄老也兴奋起来 手舞足蹈 就从那头阿修罗开始吧 第七十五章 半神巅峰 斩神静 阿修罗的肉身之力 异常强悍 上次只是一滴精血 就让楚风以避急九阶十力 打得上官明远抬不起头 而且 神愿关押的 还是一头的成年的阿修罗 主人 我陪你一起去 月神有些不放心 他对阿修罗一族极为了解 那些阿比地狱的皇者 每一头都是极其恐怖的存在 不用 楚风摆了摆手 随即拒绝 现在神城之中 各种势力暗流涌动 神灵世家联盟 蓄势待发 为了以防万一 他决定 还是让月神和魔物大军 守护神愿 几人还想劝解 但楚风态度坚决 不过临行之前 还有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 这次神灵世家联盟 送上的大礼 神级足足上千平 把半神魔药 和S级魔药留了下来 他当即就地提升起来 半神三阶的底蕴 矿骨绝世 每一次进阶 都需要海量的资源 一瓶瓶神级魔药被吸收 楚风的气息逐渐地增强 半神四阶 半神五阶 半神六阶 半神七阶 魔药的瓶子丢在地上 形成一片 楚道玄 白炎 黄老 月神 四个神境强者 看得心惊不已 月神实力最强 眼界也是极为不同 他的见识 胜过所有人 现在楚风居然给他一丝压力 虽然只有一丝 但也是非常恐怖 他的实力在序列七 能量等级在序列六 可以说 面对同级强者 就是一尊杀神的存在 然而面对主人 此时感觉格外的不同 那种超绝底蕴 带来的战斗力 恐怖如斯 半神十阶 楚风睁开双眼 躯体中流露出一股莫名的威压 黄老和白炎对视一眼 眸光中闪过惊恶之色 两人的实力在神境序列八 但楚风气势 居然有隐隐压他们一头的趋势 只可惜 这些都是序列九的魔药 要是序列八就好了 楚风有些不满意 知足吧 整整一千瓶神级魔药啊 白炎嘴角抽搐 不由地翻了个白眼 这些魔药的价值 不敢想象 放在任何一方势力当中 都是无上的珍藏 他还有些不满意 居然嫌弃起来 这次提升 带给楚风的感觉极为强烈 若是在面对上官家族 那两名神境强者 他完全可一招压制 甚至秒杀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魔药等级还是有些低了 提升完毕 白炎拿出一个个传送装置 这是阿修罗的 这是夜游神的 这是邪灾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阿修罗是神愿所关押魔物的最强者 你一定要小心 黄老郑重地开口提醒 放心 绝对没问题 楚风点了点头 随即拿出关押阿修罗传送装置 按了下去 一道光木之门打开 他一步迈入 静止走了进去 刹那间 一股炙热气息扑面而来 楚风抬头望去 只见天空之中 是无尽的火烧云 大地干裂 一道暴躁情绪 弥漫在空气之中 让人止不住地心烦意乱 前方上千道人类的聚集 各种魔物交织其中 来的时候 他已经了解到 封印阿修罗的这片空间 一共五层 每一层对应着不同的魔物 而那头阿修罗 则是封印在最深的那一层当中 这里的魔物 全是当年封印阿修罗大战时 那家伙的鲜血所化 每一头都有着S级的实力 而且肉身无双 战斗力远超同辈 久而久之 从三层以上 神愿就把此处 列为给学员锻炼战斗力的场所 楚风没有选择停留 向着中央的传送门去 一道残月浮现 瞬间消失 到达中央位置 只见五个 穿着神愿服装的 矗立在旁边 两男三女 他们闭上双眼 正在盘腿打坐 实力全在半神阶段 旁边还立了一块木板 烙印着几个大字 进入下一层 留下一瓶半神魔药 哟 还有拦路的 楚风微微一愣 流露出一抹玩穴的笑容 没有魔药的话 你就别下去了 其中的一名年轻男子 睁开双眼 眸光中充满了嘲讽之色 魔药没有 但是我下去有事啊 大哥 楚风耸了耸肩 无所谓的态度 哼 有刺头啊 其余几人 纷纷睁开双眼 等他们彻底 看清眼前之人后 其中的三个女孩 微微一致 急忙揉了揉眼睛 仿佛是看到了 什么大恐怖般 身躯瑟瑟发抖 下去 让她下去 那名浓装艳抹的女子 惊叫出声 一瞬间 吓了几人一跳 云妹 怎么了 这人你认识 领头男子眉头微微一皱 下意识地开口问道 快 让她下去 另外 两名女子也是反应过来 急忙让步 语气中充满了无尽的惊恐 额 领头的男人 一头黑线 虽然不明白什么情况 但同伴如此开口 她还是让出了位置 谢谢 楚风冲着几人微微抱拳 以表感谢 当即进入到第四层之中 就在她进去的瞬间 三个女人瘫倒在地 额头上出现大片的虚汗 宛如受到了极大的惊吓般 那人谁啊 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领头的男人目光充满了鄙夷 语气阴阳怪气 楚 楚风 女人结结巴巴 还在震惊中没有回过神来 谁 楚风 啊 领头的男人脸色瞬间惨白 一屁股蹲在地上 只听见扑呲一声 其余几人看向他 脸上全是恶心之色 这个领头的男人 听到名字的刹那 居然被吓得大小便失禁了 我居然敢向他讨药魔药 男人喃喃自语 心脏止不住地狂跳 这段时间以来 楚风的名字响彻神院 收魔神 杀神静 灭神灵世家 走到哪杀到哪 可以说白骨累累 血流成河 他想起刚才的举动 忍不住抽自己两巴掌 太可怕了 像那个杀神讨药好处 真是老兽星吃皮霜 活到头了 走 不干了 以后再也不干这种缺德事了 男人起身 一脚把牌子踹了个粉碎 直接打开传送门 离开此处 其余几人 也是相继如此 纷纷离开 好似这件事情 给他们造成莫大的阴影般 第四层之中 魔物的实力 大部分都是处于S级和半神阶段 楚风没有收服他们 这些魔物 都是阿修罗的血液所化 毫无理智 只知道毁灭 没有任何一丝的价值 不过还好 通往第三层传送门 并没有人把守 少了些许的麻烦 一步踏进第三层之中 楚风眉头微微一皱 看向中央传送门的位置 只见一百多个半神魔物 正在和一群学员展开大战 其中一头魔物 身躯泛红 头掌鸡脚 身躯高达百丈 全身上下 流露出神静的气息 那群学员也发现了楚风的声音 纷纷提醒 快跑啊 第二层的魔物杀上来了 救命啊 救命啊 快去向院长汇报 一道道求救声 不绝于耳 杀 人类都要死 这名神静魔物 显然有一些智商 虽然只知道杀戮 但不是完全愚蠢 楚风一步踏出 出现在那群学员旁边 你是不是傻 不去向院长汇报 还在这里干什么 一个妖艳的女子 满脸焦急 指不出开口训斥 她刚才看到 通往上层的传送阵出现一人 故而才开口提醒 没想到 这货直接走了进来 选择和他们一起赴死 楚风摸了摸鼻子 有些尴尬 抬头看向这头神静魔物 她单手伸出 一轮红月弯刀出现手中 身躯一纵 手中的弯刀一挥 碰 巨大的头颅高高飞起 魔物身躯重重倒地 妖艳的女人 和一众学员愣在原地 惊恐地看着这一幕 第76章 精神病患者阿修罗 顺杀 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 一招秒杀 楚风扭头 冲着那名妖艳的女人 微微一笑 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 刚才你说什么 我没听见 没没什么 女人妩媚的双眼中 竟是慌乱 语气颤抖 其余的学员 傻傻地站在原地 不知所措 对他们来说 这一幕极度地不真实 但一些眼尖的学员认出了她 不由地开口惊呼 楚 楚风 啊 居然是她 我低亲娘啊 怪不得 怪不得 她不是仗着月神 才大杀四方的吗 原来她的实力如此强大 太厉害了 不光帅 还这么强 我好想被她蹂躏一番 一众学员小声的谈论 眸光中尽是崇拜之色 甚至有些女生加了加双腿 摩擦起来 楚风看着妖艳女人 舌头下意识地抿了抿嘴唇 不得不说 这个女人非常具有诱惑力 身材高挑 一袭红裙 大长腿在青纱之下 若隐若现 洁白而修长 发育得更是极为完美 随着她的起伏 颤颤巍巍 那无尽的深渊中 让人止不住想要探索 眉宇之间 一抹红色的朱砂映照 衬托出女子无尽的风情 只可惜 女人只会影响拔刀的速度 楚风收回眼光 看向这头神经魔物尸体 她清晰地感知到 这头魔物之中 蕴含着一股磅礴的能量 和她吸收的那滴阿修罗精血 极为相似 手掌插入魔物的心脏之中 猛然一转 一颗散发着金色光芒的心脏 被抽离出来 一股奇异的香味弥漫 楚风仰头 手指微微用力 金色的心脏中 一股液体流了下来 咕噜 入口丝滑 并无其他任何味道 满口余香 随着这股能量进入体内 楚风的肉身之力 节节攀升 A级一阶 A级二阶 A级三阶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肉身之力就突破了S级 还在上升 这群学员 完全看傻了 一个个捂住嘴巴 惊恐看着她 神经魔物的心脏 也是制作魔药 最主要的原材料 这人直接吃了 生性 太生性了 妖艳的女人 差点吓得尿了出来 没想到 还有这种操作 她是神院的老师 也是全校最漂亮的女人 家世更是顶尖 白岩的亲孙女 白锦西 这段时间 她耳边一直都是楚风的消息 作为一个半神巅峰的绝世天骄 她一直都是嗤之以鼻 心中偶有一针高下的想法 没想到第一次见面 居然是这种场景 碾压 无情的碾压 她那点傲气瞬间荡然无存 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片刻之后 楚风暴涨的肉身之力停了下来 停留在半神一间 躯体中蕴含了无比强大的力量 比原来强大了百倍不止 修罗皇族 比普通的阿修罗 强大百倍不止 单手台族之间 充满了一股无穷的力量 好 好喝吗 白锦西压下内心的恐惧 开口问道 楚风睁开双眼 舔了舔嘴角 浮现出一丝邪笑 非常好喝 哦 白锦西有些异动 看着这个英俊帅气男人 柔美娇躯之中 有过一丝燥热 你叫什么名字 楚风开口问道 白锦西 楚风 两人互报了名字 看着面前这个女人 楚风好似想起了什么 白眼狼是你 嗯 白锦西有些疑惑 一瞬间 楚风反应过来 这样问 好像有些不合适 白眼院长是你什么人 我亲爷爷 白锦西如实告知 唉 楚风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他本来还想调戏一番的 没想到这个油雾 是白眼的亲孙女 兔子不吃窝边草 双手微微抱拳 向众人告辞 向着第二层而去 等一下 白锦西开口叫住了他 怎么了 楚风有些不解 二层之中 全都是一些神经魔物 你 你小心点 白锦西越说脸越红 好似娇羞的小女人般 后面神院学员 看到此情此景 一个个张大了嘴巴 白锦西号称神城第一妖女 追求者何其多 各种天之骄子 甚至是神灵世家的敌传 他全都一一拒绝 没想到 今天居然对楚风动情了 一些女学员黯然神伤 他们知道 自己没机会了 哦 谢谢 楚风点了点头 踏入传送门之中 就在他刚下去瞬间 白锦西眼眸中流露出失落之色 他从未对男人动过心 然而紧要关头 楚风从天而降 斩神静魔物于脚下 他满脑子都是 对方那惊天一击 沉寂多年的心境 翻起了波澜 白老师 放弃吧 他已经有女朋友了 听说还是一个 非常的漂亮的女孩 白老师 这种人杀气太重 不合适你 你看我 温良弓箭 除了没他帅 实力没他高 其他也还行 哎 我们的白老师 堕入情节了 一道道调侃声不断响起 白锦西脸色通红 他发现 对自己这群学生太过放肆了 一个个居然敢戏弄他 我告诉你们 我对此人 绝对没有一丝动心 只是刚才被他吓到了 他说完后 心中极度地怀疑 真没动心 可为了保持形象 不得这么说 然而学员们的话 也不无道理 他毕竟有女朋友 此人还是目前 整个人类的焦点 极度地不好搞定 白锦西低头 看了一下自己傲人资本 不由地抖动两下 心中充满了自信 明花虽有主 也须松松土 阿修罗二层空间内 一道道神境魔物 游荡其中 楚风看了过去 足足上百头 这片空间很小 只有百里范围 透过魔物群 看向中央位置 那里树立着一道传送门 一道蕴含着 极大力气的声音 从里面不断传出 哈哈 我脱困了 卧槽 什么情况 楚风看向传送阵 心头不由地一惊 他还没开始呢 这头阿修罗就脱困了 我不要脱困 我不要 人类都该死 放我出去吧 求求你们了 放我出去吧 我是阿修罗 至尊魔神 我要杀光你们 一道道愤怒的声音 从传送门之中不断响起 楚风驻足半天 终于确定一件事 这头阿修罗 可能被关押的时间太长 疯了 这一刻 他感到有些难办 不怕魔物有智慧 就怕他们是疯子 不过下一秒 里面又传出一道惊恐的声音 吴 吴无族之皇 第77章 第一次当爸爸 搞定阿修罗的契机 可嗨嗨 楚风微微一愣 决定将计就计 被人足封印这么年 小家伙 你可曾后悔 楚风声音低沉 宛如一个宝沧海桑田的老者般 小小家伙 阿修罗愣住了 他活了将近八万岁 被称呼小家伙 一时间有些猛圈 不过 为了确定对方的身份 他还是默默感受起 阿修罗魔皇的气息 阿修罗魔皇的气息 月魔神的能量 还掺杂着夜游神的能量 其中和还有人类的气味 气息极为博杂 宛如数十种魔神 柔和在一起般 格外的混乱 你你到底是谁 阿修罗从未见过这种玩意 心中惊惧不已 呃 楚风有些尴尬 他没想到 还是被对方察觉到了不同 但这样并不能阻碍他的步伐 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 我想知道 你到底疯没疯 楚风比较关心这个问题 事关他整个计划 不得不慎重 疯 我没疯 老子被封印了两百年 还不能自言自语了 阿修罗有些心虚 他不认为自己疯了 只是精神分裂而已 脑子中有很多道声音 有至尊魔主 有胡姬 有穿着丝袜女阿修罗 还有人类 更小孩和脱衣五娘 上百个不同的人格 全都是他被封印期间 创造出来的 本来他只是为了 消磨无聊的时光所用 没想到 时间长了 分裂的人格和主人格 彻底地交织在一起 完全地混乱了 没疯就好 楚风长舒一口气 他真怕这家伙 得了神经病 那就非常不好搞了 不过下一秒 从传送门发出的一句话 让楚风无语了 嘻嘻 哥哥 你看我穿黑丝好看吗 很明显 就是阿修罗的声音 而且还是捏着鼻子 硬挤出来的 啊 楚风愣住了 急忙向四周看去 那些神经魔物还在游荡 彭佛见怪不怪一样 无动于衷 你 你是在和我说话 他强压心底的恶心 试着开口问道 放肆 你还没有回答本作的问题 说 你到底是谁 阿修罗的主人格 再次占据了上风 他当然知道 刚才发生了什么 但作为阿修罗 又怎么能承认 那是另一个自己呢 呃 楚风嘴角抽搐 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神格面具中的能量涌动 把所有的气息全部遮掩 只留下纯正的 阿修罗皇的气息 孽障 好好看看我是谁 楚风抱贺一声 语气中异常愤怒 啊 吴皇 吴皇 阿修罗此刻再也没有怀疑 对方身上 那股纯正无比的皇族气息 绝对是阿修罗一族的皇者 至于刚才感受到 那种种混乱的气息 他觉得 应该是长时间人格分裂 所造成的幻觉 本皇费尽了千辛万苦 才能来到此地 就是为了帮你脱困 没想到 竟然成了一条废物 楚风脸上 浮现出惋惜之色 好似他经历了千难万险 到头来竹篮打水 一场空斑 帮我脱困 阿修罗呆住了 当年阿比地狱全力更迭 他可是叛徒啊 联合外来的至高魔神 没少杀了皇族一脉 虽然最后没有成功推翻皇权 但被视为反叛军 打残之后驱逐出阿比地狱 永生不得进入 现在来了一个皇族 要说帮自己脱困 对他来说 完全是不敢想象 正当阿修罗继续要发问时 脑海中另一个人格 占据了主岛 啦啦啦 我是卖报的小行家哦 吼吼吼 吼槽 楚风一头黑线 他现在百分百确定 这头阿修罗得了精神分裂症 而且还是极其严重 说 你到底是什么阴谋 我绝不相信你会帮我脱困 阿修罗主人格再次恢复过来 阴谋跟奶奶个锤子 楚风看了一眼传送门方向 选择了闭口不言 内心之中无比的失落 甚至打算放弃这头阿修罗 眸光看向游荡的神境魔物 每一头魔物之中 都蕴含着极强的肉身能量 这一趟 他可不能白来 身躯一动 一轮红月浮现空中 手中一把月神之力的弯刀 凝聚而出 开始了无情的杀戮 说 回答我 你到底要干什么 阿修罗愤怒的大吼 然而 无论他如何质问 楚风始终没有搭理他 完全无事了 节节节 我是至尊主宰 凌驾于三千地狱之上的存在 哥哥 来晚啊 你看我的尾巴性感吗 臭男人 负心汉 我是一只鱼 一个长着三条尾巴的大乌龟 一道道阿修罗人格分裂的声音 响彻第二层 楚风听得心烦 最后干脆把耳朵堵上 专心地猎杀神境魔物 一个个的金色的心脏 被取了出来 他每杀一头魔物后 直接吞服下去 肉身之力不断地攀升 半神二阶 半神三阶 半神四阶 如此提升肉身之力的手段 阿修罗的主人格 看得目瞪口呆 他现在隐约有些明白 对方为何拥有着阿修罗皇 和诸多魔神的气息了 净化金色心脏物质之后 能量得到了巨大的升华 再被这个男人吸收 这种手段 他别说没有见过 简直是闻所未闻 该死的人类 亵渎无族皇者之力 罪该万死 罪该万死 阿修罗不断地大吼 尽管他已经被驱逐出阿比地狱 但骨子里面认为自己血统高贵无比 特别是皇族一脉 更是无比神圣的存在 坚决不允许那些杂碎济鱼 楚风没有管他 挥舞拳头 向着最后一头神进魔物而去 碰 一拳爆头 随着他的肉身之力提升 现在就算不用月神之力 也能对他们一拳秒杀 阿修罗魔皇的肉身之力 恐怖如斯 一拳下去 足足几千万斤的力量 伸手探入魔物胸膛 掏出金色心脏 放在嘴边 猛的一作 半神九阶 他的肉身之力 已经进入了半神九阶 单凭肉身战斗力 与体内的能量差别并不大 而阿修罗不断嚎叫 各种人格响起 楚风微微叹气 他觉得 此次计划要泡汤了 正当他想要打开 另一个封印的魔神空间时 阿修罗的分裂人格 再度响起 我叫你爸爸 你敢答应吗 操 那我答应一声 你能把金血给我一部分吗 楚风撇了撇嘴 掏出夜游神的传送装置 正要按下去 可以啊 阿修罗分裂人格想都没想 直接同意 嗯 爸爸 唉 楚风有些发猛 下意识地回了一句 片刻后 只见一团拳头大的金色血液 从传送门中缓缓飘出 正是阿修罗金血 楚风眼前一亮 他好像找到对付这头阿修罗的办法了 第七十八章 疯狂提升 极道之力 楚风一个伸手 迅速把这团金血收取过来 金色的能量 汹涌澎湃 蕴含着无上的生命力 这一团阿修罗的金血 胜过了石头神经魔物的生命精华 没有一丝犹豫 楚风张口直接吞噬 哄 困住肉身枷锁 瞬间崩断 一瞬间 他的力量不断增长 三千万金 五千万金 八千万金 极道之力 楚风伸出拳头 向前猛轰一拳 刹那间 他前方的空间折叠塌陷 一个黑洞缓缓浮现 连空间都不能承受其微 可见 他现在的力量是多大 极道之力 楚风难难自语 现在他的躯体 无论是攻击力 还是防御力 甚至是速度 都超越了极限 就算是神经序列巴的强者 面对自己这一拳 也得避其锋芒 啊 你该死 该死 骗举无的精血 我一定要杀你 阿修罗的主人格愤怒嚎叫 骗 没有啊 我只是尽一个爸爸的责任而已 楚风挑了挑没 严格地说 他确实不算骗 或许说 交易比较合适 楚风的脑子活泛起来 若是阿修罗每一个分裂的人格 是不是都可以这样操作 阿修罗主人格正要发狂 然而另一个分裂人格 悄无声息地占据了他的躯体 哥哥 我的黑丝破掉了 是你撕烂的吗 阿修罗的主人格内心慌乱无比 但是他又不能控制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 而且内心深处无比的舒爽 他很害怕这个骗子 在诱惑他的精血 神级阿修罗 每一头都是不死的存在 就是因为他们的血液中 含有无穷的生命力 就算是那些远超他们的存在 想要彻底地杀死 一头成年的阿修罗 也是极为的困难 现如今 他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一切 楚风听着阿修罗 另一个人格分裂的声音 大脑思考 如何才能再次获得额外的精血 哥哥 你为什么不说话 难道是因为 奴家不够好看吗 恶心 极度的恶心 怎么会呢 要是我说你好看 你能赠给我一团精血吗 楚风强压内心的干呕 诱惑起来 好啊 哥哥 精血而已 又不是什么珍贵的东西 一团足足人头大的精血 从传送门飞了出来 呦 这么容易 楚风瞬间摄取了过来 一口吞掉 吞噬完这团巨大的精血 他躯体中的力量 增加了足足一倍有余 眉心之中的黑色火焰符号 变得愈发黑暗 宛如里面蕴藏着 无上的毁灭之力般 气息格外的恐怖 哥哥 你还没说人家好不好看呢 好看 好看 你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楚风赞美的话 也不再吝啬 不断地夸奖 啊 阿修罗主人格彻底地慌了 他居然又给了这名人类 一团精血 而且足足有十分之一 这是他的本源 若是失去了本源 也就意味着 生命走到了尽头 楚风没有说话 静静地体悟起来 冥冥之中 一层肉身的桎骨覆盖 缭绕他全身上下 他有一种直觉 若是打破了这层桎骨 自己的肉身之力 也就突破极道 进入到神境层次 阿修罗皇的神境肉身 就算是蓄裂久的肉身之力 也足可以横推当时 停下 我命令你停下来 阿修罗严厉地告诫 恐惧不已 楚风直接不打理他 既然自己的底牌 被他看得一清二楚 那就把他所有的精血 全部榨干嘛 他只需静静地 等待其他人格出现即可 这是楚风有史以来 获得力量最轻松的一次 还不存在任何风险 只需稍微地配合就好 阿修罗内心恐惧 拼命地压制脑海中的 分裂人格 他此时万分地悔恨 当初干嘛要创造出 如此多的人格出来 经过他不断地镇压 一些人格渐渐平息下去 但还有一部分活跃 咦 没动静了 楚风脸色有些不好看 好不容易能逮住 如此好的机会 他怎么能放过 主动出击 才符合他的风格 小妹妹 你怎么不出来 陪哥哥说说话了 楚风的话 犹如一把锤子般 重重地砸在阿修罗的内心 一瞬间 他再不能压制 另一个人格 虽然他不断地拒绝 那个人格出现 可内心之中 生起了无限的渴望 嘻嘻 哥哥 你想妹妹了呀 哎呀 我太想妹妹了 对了妹妹 你能给再给我一团精血吗 楚风这次选择了开口讨要 经过这几次对话 他也发现了一点 阿修罗分裂出的这些人格 根本不健全 完全是心智并未掌权的模样 我也想给 可是妹妹心中有个大魔王 他在威胁我 呃 楚风当然明白 对方说的大魔王 肯定是阿修罗的主人格 那怎么样才能让妹妹 驯服那个家伙呢 楚风开口问道 哥哥 你夸夸妹妹吧 我只要听到赞美的声音 就会变得格外有力量 就不怕那个大魔头了 好 楚风没有犹豫 开始赞美起来 你是最漂亮的女人 长着一双兽耳朵 双眼宛如大海中的灯塔 身材完美 足足赞美了十分钟的时间 楚风说得口干舌燥 啊 好舒服 哥哥 接着 一团团精血从传送门中 向楚风的方向飘来 卧槽 这么多 这五团精血加在一起 胜过之前的好几倍 楚风迅速吞噬 刹那间 他仿佛摸到了冥冥之中的那层肢骨 甚至 现在可以发起攻击 冲击神境肉身 但为了保险起见 他还是继续讨要精血 妹妹 就这一点点吗 没有了 楚风继续问道 哥哥 我已经把体内精血给了你一半 另一半怎么也拿不出来 要不你下来取吧 下去 楚风止不住思考起来 他现在的实力 碾压序列八的强者 绝对是没一点问题 就算是序列七也能战斗 然而 这头阿修罗的实力 在神境序列七 如今被抽离了将近一半的本源精血 肯定是虚弱无比 他若下去 贸然战斗 说不定能夺取另一半精血 为了保险起见 楚风没有立刻下去 而是开口问道 妹妹 那头大魔王现在强不强啊 我下去他 不会吃了我吧 放心 绝对不会 他现在害怕得要死 虚弱得很 楚风心中逐渐有了答案 身躯随即向前 准备进入最后一层之中 啊 卑鄙的人类 下来吧 我们决一死战 阿修罗主人格回归 充满了浓烈的杀意 嗯 楚风嘴角弯曲 露出一抹邪笑 勾心斗脚 他最在行了 很明显 这是阿修罗故意这么说 为的就是吓退自己 随即向着传送门方向走去 越来越近 啊 你 你不怕我杀了你 阿修罗急了 他心中无限的恐惧升起 仿佛看到了世界末日版 你不是说 要和我决一死战吗 成全你吧 楚风的语气中 充满了挑衅和嘲笑 你走吧 本座自从被封印后 每日省身 心中早已放下了杀念 此事就此作罢 那些精血全当给你完了 大家以后井水不犯河水 阿修罗语气中颤抖 他真的很怕对方下来 咦 这怎么能行 如此大恩 不当面感谢一番 怎么说得过去 楚风身躯一纵 站在传送门之上 进入到最后一层之中 第79章 踏足神境 诡异的眼睛 他进来了 阿修罗心中 生出无限的恐惧 吸收了将近他一大半的精血 这头阿修罗 此时异常的虚弱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就算对方的肉身 没有突破到神境 但现在自己绝对 不是那个男人的对手 阿修罗魔皇 肉身之力 可视得横推诸天地狱的存在 更是在亿万种魔物中 排名第九的绝世凶魔 恐怖的源头之一 阿修罗主人格非常清楚 接下来 他将要面对的是什么 传送门亮起 楚风进入第五层空间之中 他抬头看去 整片空间呈现灰褐色 八座高山矗立 每一座山峰散发着不同的光芒 一道道黑色的锁链 从山体中凝聚而出 插入中间阿修罗的躯体之上 琵琶骨 手心 脚腕 脖子 头颅 每一道锁链 都控制着阿修罗的死穴 他头顶黄金脊脚 双目之中泛着血红色 胸口出一颗黑色眼珠凸起 身高万丈 躯体之中流露出爆炸性的力量 既然你找死 那本作就成全了你吧 阿修罗大吼一声 选择先下手为强 他全身上下 虽然带着厚重的铁链 但依然不能阻挡他的伟力 一拳打出 哄 四周的空间不断塌险 一个个黑洞涌现 楚风舔了舔嘴角 眼眸中充满了一股浓烈的战意 他想看看 自己的肉身之力 到底有多强 脚下距离 不退反进 一拳伸出 两个拳头瞬间撞在一起 楚风的躯体虽然渺小 但气势不输阿修罗分毫 砰砰砰 八座大山摇晃不止 以两人为中心 空间大片碎裂 一股超越了极道力量迸发 第五层空间瞬间爆裂 化作虚无 咔嚓 一道骨骼碎裂的声音响起 阿修罗的手腕 无力地搭了下去 紧接着 是一股钻心的疼痛 好好强 阿修罗口中泥喃 眼眸中尽是惊恐之色 他想到了楚风很强 可没想到对拳之下 自己完败 空间逐渐地愈合 宛如被撕裂的化作般 缓缓愈合 楚风手腕有些发麻 战衣更加地强烈 一个纵身 出现在阿修罗的头顶 一只手抓着黄金击脚 又全朝着他的眉心 重重地砸了下去 碰 响声震耳欲聋 阿修罗大脑晃晃悠悠 眼前一黑 直接晕死了过去 操 这么不惊打 楚风有些无奈 他本已这次找到了一个对手 没想到只有两拳 就差点打爆了对方 心中不由地有些失望 随即 一只手拽着阿修罗的鸡脚 向着正在愈合的空间口子而去 第五层空间已经碎裂 现在只剩下四层空间 楚风一步踏出 出现在第四层空间之中 他单手猛地溢蜡 阿修罗的躯体 伴随着八座封印的山峰铁链 被丢了出来 犹如丢弃一只死狗般 此时的阿修罗口歪眼斜 嘴角留着哈喇子 完全是傻了的状态 楚风看着庞大的身躯 一拳向着他的胸口而去 那里蕴含着无穷的生命气息 也是阿修罗本源所在 剩下的这一半精血 楚风可格外的眼馋 碰 嗯 楚风眉头微微一皱 这一拳 他居然没有打破阿修罗的胸膛 啊 我喘不上气了 阿修罗猛然睁开双眼 捂住心脏疼痛不已 这一击燃如心脏复苏般 居然把这货给震醒了 然而 楚风哪会给他机会 砰砰砰 一拳 两拳 三拳 不停地向着他心脏出攻击 啊 伴随着楚风每一击 阿修罗口中发出痛苦的惨叫 他现在感觉到 本源心脏马上就要被打散了 若是真被这个男人打爆了心脏 他的小命也走到头了 既然如此 那你就去死吧 阿修罗眼眸中流露出疯狂之色 他的身躯瞬间变得干扁 全身的气血汇聚到胸口的眼睛上面 自爆吗 楚风眉头微微一凝 他清晰地感知到 这头阿修罗的气血本源 全部向着胸口的黑色眼球而去 一股危机感产生 但自从吃了上次神经强者自爆的亏后 他就一直流了的心眼 此时哪能如阿修罗所愿 躯体内的月神之力绽放 刹那间一轮红月浮现头顶之上 散发着莫名的伟力 序列之力缭绕在五指之上 楚风伸手向前抓去 按在阿修罗胸口的黑色眼球之上 扑呲 一道金色血花飞溅 楚风火力全开 生生地把这个眼球给扣了下来 啊 阿修罗躯体颤抖 一瞬间变得虚弱无比 胸口处一个拳头大的洞口 黑色眼珠子消失不见 还给我 阿修罗想要扑上来 和疯子一样 楚风微微抬脚 直接踹飞了出去 阿修罗全身的力量精汇聚在这个眼球之中 实力已经下降到了半神阶段 已完全构不成丝毫威胁 这是什么东西 楚风摸了摸黑色的眼球 其中除了蕴含着阿修罗的精华之外 还暗藏着一股难以想象能量 而这头阿修罗失去这只眼睛之后 躯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的脊脚消失 躯体变成了人类的模样 变成了一个中年男人 劈头散发地坐地上 异常的失落 楚风有些了然 据他了解 阿修罗的躯体和人类一样 而这头阿修罗外形几乎不沾边 看着手里的黑色眼球 楚风明白 肯定是这东西 有着直接的关系 不过相比其他 这里面现在几乎蕴含了 阿修罗全部的精华所在 才是他需要的东西 心念微微一动 月神之力牵引 眼球内的物质精华缓缓流出 在空气中漂浮出来 形成巨大的一团 楚风舔了舔嘴角 张口一吸 尽数吞噬 刹那间 躯体之中 充满了磅礴的生命力 圣灵净化 一道白光从体内升起 眨眼间就把这团物质精华 给洗涤升华 转变成阿修罗魔皇的能量 哄 那层无形的桎梏 磅佛游在眼前 楚风体内的力量 无穷无尽 已超亿万斤 他握着拳头 猛然一挥 智雇瞬间碎裂 肉身之力挣脱苦海 向前猛跨一步 神经蓄裂酒 就在楚风刚突破的瞬间 神城之上乌云弥漫 灭世天节瞬息而至 第八十章 灭世天节 口福之法 乌云遮天蔽日 占据了整座神城 东西南北 横跨数万里 一道道灭世雷霆蕴含其中 恐怖如斯 威压四散 神城亿万生灵 颤抖不已 他们呆呆地看着苍穹 流露出惊惧之色 这 这是什么天节 是魔王要覆灭人间了吗 逐天战场中那些人干嘛去了 为什么会有灭世大劫现实 人类要灭亡了 神经界强者难难低语 一脸的死灰 他们也都是 经历过天节的强者 然而 此等可怕的雷劫 谁也没有见到过 楚风引发的神经天节 超越了普通人强者的上千倍 根本不可相提并论 所有人都以为这是灭世的征兆 害怕不已 神灵世家联盟中 轩辕无极心中颤抖 他极度疑惑 到底是什么情况 作为一个神经序列器的绝世强者 人间第一人 面对这种恐怖的天节 他也有心无力 感到深深乏力 难道是 隐藏的不识高人 要度序列舞之节 轩辕无极心中止不住地猜想 眼神看向神愿方向 那里是天节气息最浓的地方 也是中心所在 神城的无数强者眼神 全部聚集在神愿 而神愿之中 所有的学员老师 被天节气息死死地压制在地面 不能动弹分毫 无论是S级还是半神 只能匍匐地趴在地上 感受着蔑世的威压 白眼 黄老 楚道玄 月神 他们稍微好一些 但躯体也是瑟瑟发抖 一个个止不住猜想 因为天节所在的方位 正是封印着阿修罗的那片空间 楚风进去 刚刚不过一天的时间 就触动了蔑世天节 要说和他没关系 几人肯定不信 但眼下 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事情 楚道玄已经进入了神境 可还没肚解 然而此刻天节 引动了他躯体内气息 此时无论他如何隐藏 都不再起丝毫作用 道玄 楚疯子 主妇 黄老心中担忧 白眼止不住开口 月神明白 这是主人的父亲 非常重要 此时若是渡神境天节 只有死路一条 在蔑世天节的加持下 楚道玄的雷节 肯定会加重百倍 本来他还有一线希望 然而现在渡节 根本没有丝毫生还的希望 没事 残身罢了 这些年 我也活够了 看到风儿成长到这个地步 我已知足 楚道玄眸光中 净是坦然 他已经完全看开了 儿子天资无双 将来注定是 站在诸天巅峰的存在 他已没有遗憾 心中异常的骄傲 只是略微有一丝瑕疵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楚风 彻底成长起来 全身的气息不再隐藏 他看向苍穹 眸光中 升起一股浓烈的战意 蔑世天节又如何 他要去看看 天节的尽头 到底有什么 楚道玄气息绽放 乌云瞬间加重 一层接着一层 银色的雷电 在此刻发生了质的转变 变成了紫色 威压得比之前翻倍提升 此节过后 神城将不复存不在 白岩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心中生起了巨大的无力感 黄老也是瞬间苍老几十岁 脸上的皱纹丛生 一切都即将烟消云散 他可以死 楚道玄也可以死 但唯独楚风不能死 因为他不光是楚家的希望 更是整个人族未来崛起的关键 去阿修罗那片空间找到他 无论付出任何代价 也要让楚风离开天节之外 黄老瞬间下了决定 诸位 来世再见 楚道玄飞上高空 朝着天节而去 他眸光中绽放出必死意志 神境气息流露 一股杀伐之意 涌向苍穹 神城之中那些强者 看着楚道玄的身影 一个个吓傻了 他们没想到 如此可怕的天节 居然是楚道玄引起的 楚道玄 居然是他 他怎么可能引发了蔑视天节 我的天啊 太可怕了 轩辕无极看着楚道玄的身影 顿时开怀大笑 楚道玄 没想到是他 作为神境序列期的强者 他深深明白 如此可怕的天节 根本不是楚道玄所抵抗的 只需一到天节 便能把对方劈成渣渣 而且在对方死亡之后 天节也会消散 众人强者翘首以待 等待天节把楚道玄灭杀 哄 乌云之中 一道水桶粗的雷霆涌现 朝着下方而去 来了吗 楚道玄双眸中 绽放出凶光 准备好了 拼死一搏 就算是这种蔑视天节 也不能击溃他体内的傲骨 但是下一秒 发生的事情 让所有人愣住了 只见那道蔑视天节 与楚道玄擦身而过 向着神愿之中 狠狠落去 啊 什么情况 这是新的杜劫之法吗 为什么天节不找楚道玄 雾草 怎么回事 一道道惊恶声不断响起 他们不明白 明明是楚道玄 要渡神境天节 为什么天节却舍弃了他 神愿 天节顺杀而至 月神满脸都是焦急 他手握全杖 躯体内所有的能量聚集其中 你们先走 让我来 他双腿颤抖 如此可怕的天节 已经远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 但现在必须硬着头皮上 毕竟这些都是主人非常在乎的人 而且 楚风还在阿修罗空间之中 就算死 也得给主人争取逃脱的时间 我去找他 黄老一个闪身 就要冲入封印阿修罗的空间 然而此时 一道蓝伞的声音突然响起 这是我的天节 你们瞎掺和干什么 主人 楚风 外孙 几人向声音的方向看去 只见楚风不知什么时候 出现在神愿上空 他们看到楚风出现后 心中一喜 紧接着面色惨白 如遭雷击 如果说这是楚风的天节 那无论用什么办法 都不能帮他了 楚家父子一同肚结 死路一条 死路一条 没想到 他们居然引发了此等天节 对于五等来说 天大好消息 神灵世家联盟中 看到这个场景 一个个兴高采烈 这些天来 压在他们头上的那座大山 随着楚风的出现 即将烟消云散 他们在心中已经确定 楚家父子必死 除了诸天战场中顶尖强者 序列六以下的神境强者 面对如此恐怖的天节 只有身死盗销 紫色雷霆顺杀而至 带着毁灭万物的威力 朝着楚风而来 所有人心揪到嗓子眼 没有一个人看好楚风 能抵挡这道雷霆 楚风微微一笑 浑然不在意众人眼光 他微微张嘴 猛地一息 刹那间 这道紫色雷霆 尽数被吞入口中 第八十一章 雷结翠体 神灵世家的绝望 找死 他是个傻子吗 脑袋长屁股上了 我滴妈呀 楚风的举动 让神城所有强者愣住了 他们宛如见到了大恐怖般 一个个差点尿了出来 有些人甚至怀疑 楚风是个傻子 否则怎么会这样做 这已经不是傻子了 而是精神病 才能做出的举动 吞雷入体 还是紫色雷霆 单凭这一道 足可以毁灭的一个 神经序列八的强者 他就这么吃了 在他们眼中 楚风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下一秒 肯定是豹蹄王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让无数的强者 忍不住瑟瑟发抖 隔 一缕黑烟地 从楚风口中缓缓吐出 他并没有受到丝毫的伤害 只是轻微地打了个隔 如此简单而已 啊 他 他没事 我是不是在做梦 我的祖宗啊 他真的吃了 不光吃 还消化了 是他太强 还是天节徒有其表 一个个强者 眼角抽搐 他们无法想象 这得是多么强大的肉身 才能口吞天节 还能毫发无伤 在整个人类史 从未发生过 如此恐怖的事情 轩辕无几脊被发凉 他身体一抖 再也控制不住尿意 小便失禁 他是人间第一人 深刻地明白 那一道雷霆是多么的强大 换成是他 也得小心翼翼地对付 可楚风呢 一口吃了 这代表了对方拥有无法想象的肉身 强大到超出了他的想象 楚风越强 对于神灵世家的联盟 可不是个好消息 甚至说非常糟心 他们仿佛已经看到 悬在头顶的屠刀 向着他们挥来 一个个宛如案板上的小鸡 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轩辕无急望着苍穹中的乌云 他不断地祈祷 希望天结能加大威力 把楚风给灭杀 否则等待他们的 将是永恒的深渊 楚道玄在空中 忍不住摸了摸鼻子 太干大了 他已经做好了 必死的意志 对抗这道天结 没想到 人家根本不搭理他 完全给无视了 直接冲着下方的楚风而去 这是有史以来 第一次感受到深深的打脸 而且是被自己的儿子打脸 虽然脸上火辣辣的疼 但是内心之中 除了震惊之外 还有着莫大的骄傲 生子当如此 白岩扎了扎嘴 看向旁边的黄老 随即一口咬在了 对方的耳朵上 啊 卧槽 白岩狼 你得狂犬病了吗 黄老猛叫一声 止不住开口大骂 这一切太不真实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做梦 白岩朝着地上 催了一口 内心无比的激动 根据黄狗的反应来看 这不是梦 不过下一秒 他屁股中间猛然一疼 剧烈的疼痛感 让他下意识跪在地上 双手捂住屁股 好好好 疼疼疼 你是不是有病啊 白岩腾的呲牙咧嘴 额头直冒冷汗 不知道什么时候 黄老站在他的身后 给他来了一记 失传已久的千年杀 我也不确定 是不是在做梦 黄老淡淡开口 眸光中流出示然之色 根据白岩狼的判断 黄老现在十分笃定 这一切是真的 众强者此时深知 楚风能把这种恐怖的天节 吞入体内 那么 度过灭食天节 肯定是板上钉钉 绝对不会有什么意外 只是可怜了楚道玄 遭受无望之灾 现在所有人的目光 全部聚焦在楚风身上 已经把楚道玄给忽视掉了 这是神境强者杜杰 第一个这么没有存在感的人 而且还是上一代第一人 没办法 楚风的强大超出了预想 每一次除了粉碎他们 刚刚建立起的三观外 就是打击他们脆弱的心灵 楚风睁开双眼 默默地体悟躯体内的变化 阿修罗魔黄肉身 气血如海 身躯不死不灭 吞下这道紫色雷霆后 体内没有丝毫的伤害 而且他内心之中 升起了一股原始的渴望 看向苍穹黑压压的乌云 那翻滚的雷霆 楚风忍不住舔了舔嘴唇 饥饿 一股浓浓的饥饿感充斥 他的躯体 已经进入了神境序列久 再想提升一步 万分的艰难 除非那些阿比地狱的阿修罗皇族 还有那些传说中 不死磨去的精华 能带给他一些惊喜 也只有眼前的蔑视天杰了 天杰是毁灭的代表 每个人都非常恐惧 然而在楚风眼中格外不同 若是他可以把这些 无尽的天杰吞噬 来一场脆体 定是极好的 他这种想法 若是被其他知道后 不知要做何感想 神灵世家联盟的强者们 一个个双手交叉 握在胸口 他们不停地祈祷 希望接下来能降下的天杰 能把楚风直接劈死 轩辕无极 甚至是跪了下来 对着苍天不断祷告 他们的祷告 好似感动了冥冥之中的存在 乌云之中 上百道紫色天杰交织 汇聚在一起 瞬息之间酝酿而出 哄 面世 这道雷杰的威力 比第一道强大百倍 若是一旦落下 整个神院连带着周围 将不复存在 来了 老天爷 劈死这个魔头 祖宗显灵 对 就是这样 神灵世家眸光中 升起了期待之色 他们一个个攥紧拳头 瞪大眼睛 死死地看着这一幕 心到了嗓子眼 楚风抬头看去 眉头微微一皱 眼眸中流露出心疼之色 它并不是恐惧 这道天杰的威力 而是格外的肉疼 若是天杰 以这种方式落下 它如何才能起到 脆体的效果 这可不行啊 楚风一个纵身 朝着蔑视雷霆一拳打出 哄 刹那间 虚空塌陷 空间大片碎裂 不断地收缩 一个足球场大的黑洞 缓缓成形 这是空间碎裂以后 形成的黑洞 黑洞旋转 没有丝毫 要愈合的趋势 很显然 这一拳的力量太大 空间还在消化之中 雷霆在与楚风拳头碰撞的瞬间 伴随着黑洞烟消云散 神灵世家联盟的强者 一个个无力地瘫倒在地 他们眼眸中 没有了丝毫的光彩 这种雷霆 都没有毁灭楚风 等待他们的 只有死亡了 而下一秒 楚风的操作 又让他们燃起了希望之光 只见楚风飞向苍穹 他猛地一吸 覆盖万里的乌云 向着他口中而去 一道道紫色雷光闪烁 化作洪流 不断地涌向他的体内 哄 一道恐怖的天威响起 所有人耳边响起炸雷之声 宛如被刺破了耳膜般 嗡嗡作响 第82章 不可名状之物现身 秩序漏洞者 万里乌云消散 被楚风尽数吞入体内 苍穹之中空间扭曲 一张巨大的人脸浮现 随着他的出现 一道惊雷之声 响彻所有人耳盼 众多强者抬头望去 那是一张面无表情 眼中不带丝毫的感情的双眼 好似掌控众生的主宰般 充斥着无上的威严 一股莫大的恐怖从心底升起 神城的亿万圣灵 在看到人脸的瞬间 蹊跷流血 一个个暴毙而亡 无论是魔物 还是神境强者 成片的死亡 神城在一瞬间变成了炼狱 没有丝毫的挣扎 神境序列八以下的强者 没有一个人可以抵挡 全部死亡 宛如是冒犯了天威般 不 不可名状之物 薛源无极死死地趴在地上 偷偷恨不得插入裤裆里面 来自骨子里面的恐惧 灵魂深处的惊恐 一瞬间 他想到了什么 几十年前 他在诸天战场中 听那些顶尖的强者谈论过 有一些真正的神 他们创造了三千地狱 人类和其他的物种 无论是人和魔物 都在对方的掌控之下 地狱中的魔神 不过是他们的宠物 传说的至尊魔主 不过是他们的奴仆 那些传说中的存在 不可直视 不可说其姓名 万物主宰者 造物主 有为不可名状物 这些都是诸天战场中的人族强者 在遗迹中发现的只字片语 虽然没有得到证实 但依旧被传了出来 但现在 轩辕无极内心深处 有个声音不断地告诫他 苍穹中的那张人脸 就是一个神 一个真正的神 活着的神境强者惊恐 身体瑟瑟发抖 忍不住地想要朝拜 月神盯着那张脸 陷入了无尽的惊骇 他本是和永夜地狱 一同诞生的魔神 无父无母 然而此刻宛如见到了主人般 忍不住地想要摩拜 可他不能向对方臣服 意味着他的主人只有一个 那就是楚风 尽管他非常地恐惧 但还是压制住躯体的本能 巨大的人脸看向月神 眉头微微一皱 庞佛在打亮一个残次品一样 随即 他又把目光看向楚风 一瞬间 楚风猛地一愣 他感觉到 时间和空间仿佛停止 世间万物被按下了暂停键 楚风体内雷霆保持不动 宛如陷入了时间的泥沼般 心界 内心之中 生起一股深深的恐惧感 伴随恐惧的 还有着无力 从楚风踏入修行以来 这是他见过最强者 自己在他的面前 就像是一只蝼蚁 你是谁 他强压内心的恐慌 下意识开口问道 苍穹中的人脸听后 脸上浮现出深深的厌恶 他没有说话 深深地看了一眼楚风后 随即消散 什么意思 楚风有些不解 随着人脸的消失 暴毙的人类和魔物纷纷复活 时间重新开启了流速 那张脸在众多强者脑海中 纷纷消失 记忆消散 仿佛不曾出现过般 十分的诡异 一切宛如梦幻一样 而未死的神境强者 宛如被斩掉了记忆般 就像有一只无形的大手 生生抹去他们那一幕的记忆一样 月神微微一愣 不知为什么 自己会有一股恐慌之感 而且非常的强烈 宛如刚才经历了一场死亡般 楚风此时浑身炸毛 他清晰地感知到 有一只无形的大手 要抹平他脑海中的记忆 内心深处 生出一股巨大的恐慌 他有一种强烈的直觉 随着那短暂的记忆被抹除 连带失去的 还有自己的天赋 不行 坚决不行 楚风拼命地反抗 顾不得躯体内无尽的雷洁 想要逃脸 然而 脑海中的记忆一点点淡去 那张大脸缓缓消散 他感受着自己的本命天赋 也在逐渐地远去 就在此时 一道苍老的声音突然响起 陷进你体内的雷洁 我可以帮你出手摆平 谁 谁在说话 楚风大惊 此时 储物戒指内散发着炙热的光芒 楚风眉头一皱 随即打开 一只黑色的眼球浮现 这是他从阿修罗胸口之处 抠下的黑色眼珠 正是他散发着神念 怎么陷阱 楚风此时顾不得那么多 只能被动地相信对方 一切发生得太诡异了 只要你同意就好 黑色眼球语气中 带着一丝激动 刹那间 冥冥之中多出了一份束缚 楚风非常的熟悉 这是来自契约的支离的束缚 尽管他和眼球的交易 没有签订契约 但对方一句话 就产生了约束之离 下一秒 躯体内的无尽雷霆消失 黑色的眼球周围 雷光闪烁 很显然 交易已经达成 一道黑色流光 从眼球中积事而出 向着那双无形的大手而去 双方碰撞 没有掀起一丝的浪花 宛如相互抵消般 尽数消散 彻底化作虚无 同时 他的本命天赋 和短暂的记忆保存下来 小家伙 没想到 你也是秩序者的漏洞者 黑色眼球非常惊讶 仿佛是见到了 什么新奇的存在般 秩序漏洞者 什么意思 而且 为什么叫眼 楚风很不懂 对方到底是什么意思 而且从对方的话语中 感受到了一股莫名危险 其实你没必要知道了 有了这些雷霆之力 我就能夺舍你的躯体了 结结结 眼球的口气中充满了嘲讽 宛如再和一个死人说话般 雷霆之力 夺射 楚风微微一惊 感受了一下冥冥之中 契约束缚 还在 圣灵进化 一股纯洁的白光闪烁 刹那间 契约束缚消散 眼球内的无尽雷霆消失 再度出现在楚风体内 啊 我的雷霆之力呢 眼球微微一愣 止不住地开口质问 马德 你奶奶的退 竟敢给我做绝 楚风大骂一声 恨不得把这个眼球 扔到毛坑里面 要不是他反应快一些 接下来 不知道有多么的危险 这个眼球 能瓦解那无形的大手 手段非常的诡异 楚风肯定留了的心眼 更没想到 这货直接暴露了野心 要夺舍自己 你 你的秩序漏洞 是无视契约束缚 黑色眼球语气中满是惊慌 语气中结结巴巴 操 这是老子的本命天赋 不是什么秩序漏洞 楚风白了他一眼 有些无语 啊 为什么要让我遇见了你 为什么 黑色眼球拼命地大叫 格外地不甘心 那你的秩序漏洞是什么 楚风好像明白了 自己和对方应该是一类人 他管本命天赋 叫秩序漏洞 虽然名字不同 但作用都是一样的 我是惊口欲言 说出的话就是契约 第83章 洗涤雷霆 求生之法 好牛叉的能力 楚风微微一愣 语气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慨 呃 黑色眼球极度地无语 他此时非常清楚 落到这个男人手里 将是无尽的噩梦 顾不得其他 黑光闪烁 就要挣脱手掌 溜之大击 然而 楚风哪能如他所愿 他还有很多问题 没有了解清楚 伸出拳头 朝着黑色眼球砸了上去 砰砰砰 超越了极道的力量锤在上面 楚风化身西北锤王 也不顾躯体内的万千雷霆 猛然轰出 一缕缕黑色血花飞溅 啊 吼吼吼 大哥 别打了 咚咚咚 黑色眼球不断惨叫 楚风则异常心惊 他现在一拳的力量 连空间都无法承受 打了上百拳 黑色眼球只是飘出一点血花 此物的坚硬程度超出了想象 黑色眼球苦不堪言 他现在很怕 可以说非常害怕 这一拳接着一拳 要是锤打个三天三夜 他真的扛不住 还跑不跑了 楚风收回拳头 语气森然 大哥 您放心 我绝对不跑了 一天是大哥 一辈子就是大哥 我跟定你了 黑色眼球异常的真诚 在楚风的掌心中摩擦起来 咦 真他妈的恶心 楚风直接丢到了储物戒指之中 他严重怀疑 这个黑色眼球是不是跟着阿修罗时间太长了 被那些多重的人格感染了 不过现在 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办 体内的雷霆之力 楚风本想用蔑视雷霆进行脆体 以此让躯体更上一层楼 但现在发现 他有些高看体内的雷霆了 这玩意 对他躯体根本无法损伤分厚 只有一股酥麻之感 然而如此蔑视雷结 食之无味 弃之可惜 完全就是鸡肋 楚风微微思索 猛然想起了什么 圣灵进化 他不确定自己天赋神通 能不能进化雷霆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刹那间 他体内的雷霆之力 经过圣灵洗涤之后 发生了质的转变 紫色雷霆净数消散 化作一股黑色的质唇能量 一丝丝雷芒闪烁 流露出一丝恐怖无比的气息 他眉心处的火焰符号 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一股犀利传出 刹那间 这股黑色雷霆能量 尽数朝着眉心而去 黑色的火焰符文之中 蕴含了阿修罗皇族的 本命神通 两股不同的能量 柔和在一起 发生了不可思议的转变 哄 楚风宛如被打开了 一扇新的大门 整个世界在他眼中 变得格外不同 世间万物 乃至空气 都变得有迹可循 规则 他像是明白了什么 愣愣地看着这一切 各种规则交织在一起 组成了整个世界 看似非常复杂 但一切都在一种规律运转 眉心中的黑色火焰符文消失 变成一道雷霆符文 楚风躯体周身 一股气息弥漫 刹那间 整个神城乃至外围 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无数生灵匍匐跪地 身躯瑟瑟发抖 他们感受到了一股 发自灵魂的恐惧 啊 又是不可名状之物 轩辕无极 内心惊骇 盯着神愿之上的那道身影 同时心里忍不住 泛起了深深的疑惑 自己为什么要说诱 难道他见过那些传说中的神 他的记忆好似缺失般 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 这种气息 楚风有些熟悉 正是苍穹中人脸所拥有的 而他现在 好似触碰到了那一层面 神格面具能量涌出 掩盖身上那令人窒息的气息 神城之中 所有的强者明白 现在 楚风勇拥有着多么可怕的力量 连如此恐怖的蔑视天结 都当作口粮 对付神灵世家联盟 还不是手到擒来 消息快速地传播 各大王城中 全都收到消息 包括蔑视天结的音频 楚风如何口吞天结的场面 一个个超级大势力 再也按捺不住了 他们明白 此时必须站队 否则晚了之后 后果极其严重 特别是那些和楚家有仇的 他们明白 现在还有一点机会 一旦等楚风 灭掉神灵世家联盟 腾出手来 收拾他们 将是毁灭性的灾难 神灵世家联盟的计划是 号召整个人族力量 对付楚风和月神 而现在 已经答应的结盟势力 纷纷倒戈 他们深知 必须立刻划清界限 一份份电报说明 还有音频录像 交织在神城之中 爆 太玄王城发出声明 他们坚决拥楚风 支持他做出任何决定 爆 天王城向发来战帖 楚家父子是人族未来 坚决打击一切报复行为 真龙学院发来集电 张凡院长之死就由自取 与楚家没有任何关系 第一区天王军发出告示 神灵世家联盟为人族支持 愿与楚家一同铲除死黑恶势力 人族108王城发出讨伐席文 神灵世家联盟欲图谋残害人族未来 他们极为不耻 三日内出兵讨伐 一个个势力迅速和神灵世家划清界限 甚至有些势力为了讨好楚风 将要一起覆灭神灵世家联盟 连原来和楚道玄有仇的势力 也发出声明 全部都是个人行为 已经把那些人押送过来 等待处置 神灵世家联盟 管家不断地汇报消息 轩辕无极脸色铁青 其余的一个个神境强者脸色惨白 原本他们还有机会 现在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如果他们真的能团结一致 用一些神境强者拖住月神 再对楚风进行击杀 局面不会如此不堪 而现在一切都晚了 楚风已经度过蔑视天节 实力深不可测 他们不清楚是有多强 但明白一点 绝对比轩辕无极强 不然这个老货 绝对不会吓到尿裤子 还有一个办法 众神境向着声音来源看去 只见刘长生一只手摸着断臂 眼眸中流露狡黠之色 说吧 长生 轩辕无极此时没有了丝毫的傲气 希望这家伙能另辟蹊径 求和 刘长生思索半天 缓缓开口 唉 你以为老夫不想求和 但他能答应吗 轩辕无极摇了摇头 他心中灭杀对方想法 完全熄灭 但求和这个想法根本不太现实 毕竟是杀母之仇 想要和平共处 非常的难 我的意思是 做他的一条狗 做楚风的狗 刘长生觉得 还是说开比较好 第084章 慷慨赴死 大义 还是阴谋 求和只是好听一点 直接说开了 就简单明了 什么 做他的狗 轩辕无极站起身 身躯颤抖 他脸颊上肌肉抖动 眸光中充满了怒火 一个的堂堂序列器的神境强者 人间第一人 去做楚风的狗 就算轩辕无极自己同意 楚风能同意吗 对别的神灵世家 可能是一条生路 然而 放在轩辕家族来说 成功率几乎为零 毕竟当年 轩辕拜天是幕后黑手 而自己也是帮凶 此事万万不可能 我轩辕家族就算灭亡 也不会向他妥协 轩辕无极语气坚决 根本不容置疑 其余的神灵世家对视一眼 眸光中充满了莫名的意味 片刻后 纷纷表态 王家是神灵世家 仙祖还在诸天战场战斗 就算全部战死 也不会妥协 对 我李家也是如此 不会后退一分 苏家也是 祖辈荣耀 不可能自污 刘长生 你不要脸 我们还要吗 自己去当狗 别拉着我们 一个个神灵世家的代表 面目争鸣 全都否定了这个计策 我相信 以那小子牙子必报的性格 用不了多久就会杀过来 咱们一起等死吧 刘长生气急败坏 拂袖而去 轩辕无极环视一圈 心中稍感欣慰 毕竟他们都可以做楚风的狗 唯独轩辕家不能 楚风绝对不可能放过他 现如今 大家齐心协力 愿意和轩辕家共进退 轩辕无极内心 也是生出了一股豪气 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 死有何惧 神愿 此时 白岩和黄老非常忙碌 他们两个的通讯装置 不断响起 全都是发来恭贺的话语 神城中观望的超级势力 纷纷表态 基本上都是一个说辞 愿意和楚风 共同讨伐神灵世家联盟 铲除人类中的毒瘤 赤裸裸人性 对于这些墙头草 楚风没有理会 现在他的实力 再不借助月神的情况下 以一己之力 完全可以复仇 再也没有丝毫的后顾之忧 黄老嘴都快咧到后脑勺了 他自从保护其楚道玄以后 就得罪了神城大部分势力 那些家伙见了自己 恨不得躲着走 生怕沾染到瘟疫一样 现在一个个嘘寒问暖 甚至有些神境强者 愿意把家族中的掌上明珠 给楚风做丫鬟 希望他能在中间牵线 黄老心中明白 虽然那些家伙 都是墙头草 但心中憋了几十年的恶气 狠狠地散了出来 看着忙碌的众人 楚风有些无奈 实力才能拥有一切 各大势力 现在恨不得倒贴过来 他怎能不知 全是因为自己渡过了天劫 若是他在天劫中 被劈成渣渣 现在那些神灵世家 恐怕已经杀到眼前了 就在这时 白岩迅速走了过来 附在他耳边小声道 神灵世家联盟内讧 钱家 赵家 苏家 刘家 李家 王家 发来密电 他们愿意无条件投降 楚风微微一愣 嘴角不由地弯曲起来 投降 好啊 让他们带着诚意来 什么诚意 薛源无极 和另外两个神经序列七的人头 楚风微微一笑 随意说道 刹那间 白岩如遭雷击 他没想到 楚风这么狠 这是要逼他们自相残杀 高 实在是高 白岩止不住伸出大拇指 由衷地赞叹 神灵世家联盟 七家神经强者围坐在一起 小声地商议 神院那边已经回话 愿意接受我们投降提议 但是有一个条件 必须拿着三个神经序列七的人头 刘长生看向众人 眼眸中流露出森然之色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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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神经代表点了点头 神表赞同 你们李家和苏家也没意见 刘长生有些吃惊 毕竟另外的两名神经序列七的强者 可是出自这两家 唉 干吧 李家神经代表和苏家 神经强者对视一眼 眼神中流露出浓烈的杀意 对他们来说 自家老祖就是个障碍 虽然他们是家主 也是傀儡存在 能趁着此机会铲除他们 再和楚风达成和解 对他们来说 反而是个好事 那就现在开始吧 好 我提议 先让那三个老东西 喝下断肠伞 我们再突然袭击 结结结 苏家主 你真狠啊 其中可是有你们家老祖嘛 彼此 彼此 嘿嘿 轩辕无极 苏天赐 李夫三人 坐在合金打造会议室之中 愁眉不展 他们都是神境序列期的强者 如今楚风就像是一座大山一样 压得他们喘不过气 就在这时 刘长生和一众神境强者入内 我有一计 可灭楚风 长生 你又想到了什么办法 薛元无极三人 看向刘长生 我想好了 咱们每个神灵世家 派出两名强者 战斗时突然自爆 以此来重伤楚风 再由三个老祖出手进行割杀 刘长生重重开口 眼神中充满了决然 啊 自爆 这 真的吗 三人的眼前一亮 若是十二个神境强者突然自爆 说不定真的能伤到楚风 他们也想 有人如此做 但是神境强者每一个都极其爱惜生命 就算是他们 也无法逼迫 此战 由我开始 刘长生大意凛然 宛如将要赴死的战士般 格外悲壮 我第二个 苏家神境站起身 我第三个 我四个 好 好 好 薛元无几点了点头 眼中生起了一丝雾气 非常感动 来人 上酒 为他们送行 苏天赐一拍桌子 随即下达命令 等等 此番无等以死明治 当赢我李家最烈的酒 李家神境强者 从戒指中掏出一潭沉酿 三人对视一眼 点了点头 他们也不知道 李家的酒好不好喝 反正人家说了 给个面子就是 不一会 管家端来一个个大碗 打开酒坛 一股酒香扑鼻儿来 给每个神境强者 都倒了一碗 来 十八年后 又是一条好汉 刘长生养伯 一饮而尽 其余的神境强者 皆是一口气 喝了个金光 轩辕无极 苏天赐 李福 看着他们喝光后 也没再犹豫 全都干了个金光 砰砰砰 摔碗声不断响起 朱砂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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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等皆是为我们神灵世家献出生命 诸位先生大意 请受五等一拜 轩辕无极 李福 苏天赐站起身 深深地鞠了一躬 就在他们起身瞬间 只见刘长生拿出一个黑色药丸 吞入口中 其余的神境强者 皆是如此 轩辕无极 有些搞不懂 下意识问道 你们吃的啥 能给我一颗尝尝吗 没啥 断肠散的解药而已 第零八五章 如此无理的要求 必须满足 啥 薛源无极 脸色瞬间苍白 一屁股坐在地上 苏天赐和李福傻了 他们看着刘长生等一众强者 大脑完全死机 断 断肠散 薛源无极语气结结巴巴 眼中净视惊恐 紧接着 三人小腹内一阵翻涌 其经八脉被一股力量生生融化 眼角两侧喷涌鲜血 躯体内的能量宛如被消融般 境界不断地下跌 几秒钟不到 三人就从神境序列七变成了序列八 为什么 为什么 我是你家老祖啊 苏天赐看着其中的一名的神境强者 发出灵魂质问 没办法 我也想给老祖养老送终 可是楚风说了 只要我们能带着三个老祖的人头前去 就接受我等投降 苏家神境代表微微一笑 眸光中流露出浓浓的阴毒 你 都是你 薛源无极指着刘长生全身颤抖 他本以为这些神灵世家已经做好大战的准备 没想到却是取他们的首级 这一切都源自于刘长生献出的计策 三个神境强者快速向着刘长生杀去 他们恨透了这个家伙 叛徒 去死吧 老夫死也要带上你 杀 刘长生迅速后退 极度恐惧和害怕 薛源无极 李福 苏天次此时的气息已经掉到了神境序列九 然而 境界虽然掉落 但余微犹在 特别是薛源无极 更是众多神境强者的噩梦 杀了他们 不然 我们全都得死 刘长生大吼一声 拼命地向后跑去 众人神境一拥而上 宛如恶狼般扑了上去 砰砰砰 一道道气浪弥漫 和精打造的灰意是四分五裂 薛源无极虽然境界持续掉落 但手段高超 一只手掏出一名神境强者的心脏 用力一捏 血雾飘散 苏天次和李福也是大开杀箭 双方碰面 每人就杀了一个神境强者 但是他们人太多了 时间过去一秒 三人的气息就降低一大减 老夫要活泼了你 薛源无极率先突破防御 张牙舞爪地朝着刘长生袭杀而去 啊 不要啊 刘长生使尿喷涌而出 不断地大叫 被楚风斩掉一臂之后 他受伤严重 再看着脸色猙獰的薛源无极 刘长生止不住求饶 但是下一秒 薛源无极气息再降 断肠散的药效 发挥到极致 他从神经序列酒 掉到了半神层次 而他的手 距离刘长生 只有寸里之间 嘿嘿 刘长生双眸中 浮现出巨大的喜悦 躯体平躺 钻到薛源无极的裤裆之下 单手抓住对方的羊根 用力一拽 哗啦啦 他居然把薛源无极的肠子 给扯了出来 啊 薛源无极直接跪地 拼命地哀嚎 众多强者看到这一幕后 裤裆忍不住一凉 太狠了 他们看向刘长生的眼眸中 隐约有一丝忌惮 苏天赐 李夫两人气息 也落到了半神境界 面对如此多的神境 再也没有了反抗之威 被人一记手刀 切下了头颅 成了 呼 这三个老东西 还真狠 众多神境强者心有余悸 饶视他们掀下了绝命之毒 但还是折损了几人 片刻后 刘长生起身 看着地上打滚的薛源无极 他从储物戒指中 掏出一块鱼网 还有一把手术刀 用鱼网勒住薛源无极 一块块皮肉 从网格中凸了出来 刘长生手术刀划过 一片片肉片飞舞 啊 薛源无极惨叫连连 寸灵之行 手段残忍 极度罕见 神院 一个个超级大势力院门口 安静等待 第二区天王军指挥官 高静拜见 药神集团董事长 李济世拜见 神奉学院院长 各位拜见 太仓天成成主 齐安拜见 这些人足有四十多个 无一例外 全是神城顶尖势力的当家人 而且 实力全在神境 还有从四面八方 源源不断地赶来的势力强者 108座王城幕后之人 更是早早带着人出现在神院门口 有些人四肢被捆 面如死灰 正是和楚家早年的仇家 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大声喧哗 异常地守规矩 眼神直勾勾地看着神院 目光中流露出期待之色 院长办公室内 见不见 黄老看着楚风 手掌下意识地钻紧衣袖 他很紧张 整个人族之中的 有头有脸的势力 基本上都来了 目的很明显 就是希望能抱上楚风的大腿 同时 黄老也很担心 楚风杀气很重 一路走来 基本上 走到哪 杀到哪 隐约站在了整个人族对立面 他很想楚风 能与外面那些势力 创造一些友谊 就算是表面上的也好 但现在谁也不敢左右楚风的想法 一人之力 足以颠覆一切 任何人和他说话 都要琢磨一番 见 为什么不见 楚风摸了摸了鼻子 看向众人 难道我就那么可怕 没有 没有 你和蔼可敬 平易近人 众人松了一口气 如是重负 看到楚风表态 他们纷纷起身 神院门口 出来了 出来了 他就是楚风吗 好年轻啊 英姿焕发 好一副绝世容颜 众多势力目不转睛 盯着楚风 一个个惊奇不已 楚风环视四周 和他对视的每个人 不由自主地低下头 宛如沉浮般 不敢与之对视 所有人都清楚 这个男人虽然看着和蔼可亲 但手段极其的恐怖 操控魔物 硬刚 神灵世家 灭正家 杀神静 渡灭世天节 就像喝凉水一样简单 楚风点了点头 郑玉讲话 突然 一道道声音从人群后方传来 神灵世家 刘长生代家族所有成员来想 神灵世家 前国代家族所有人员归向 神灵世家 李三龙代家族有人成员来想 苏家邪老祖人头归降 所有人立刻回头 看向乌泱乌泱过来的人群 神灵世家的家主 带着家族内的人员 徐徐而来 刘长生和一众家主 走在最前方 其中的三个神境强者 端着盘子 盘子中 则是一颗客人头 薛缘无极 苏天赐 李福 一瞬间 所有人鸦雀无声 他们无法想象 神灵世家这么狠 居然带着把最强的三人杀掉 以此来作为军令状 楚风微微一笑 眸光中充满了欣慰之色 诸多家主辛苦了 你们愿意诚心悔改 真是我楚风之幸 人族之幸 他重重地朝着神灵世家鞠了一躬 三个老贼作恶多断 谢我等不义 我等再三思量 南逃良心谴责 今日忠心悔改 希望能消楚家怒火 若是不能 请您出手将我们格杀当场 以谢您心头之恨 刘长生说完 重重跪地 其余神灵世家皆是如此 满脸坦然 一些超级视力看到这一幕 纷纷感觉到牙疼 打不过就打不过 还搞这种理由 真是无耻 不过他们也想看看 楚风如何做 毕竟这些神灵世家人员 加起来差不多十万人 还把他捧得这么高 楚风虽然实力深不可测 但毕竟不到二十岁 很容易迷失其中 唉 这辈子我都没有见过 如此无理的要求 真是惊奇 楚风叹气摇头 随即扭头看向月神 满足他们的要求 一个不留 杀 第八十六章 楚风的实力 诸天战场一变 什么 玩犊子了 卧槽 什么的情况 诸多超级大势力猛然一愣 他们想不明白 刚才楚风的语气和蔼 充满了仁慈 为什么下一秒 画风一变 就要把他们全部干掉 遵命 主人 月神眼神中亮起惊喜之色 对于神境血肉 他内心无限的渴望 如今这么多食物摆在眼前 心中万分的激动 刘长生骂了 其余的神灵世家 强者傻了 他们搞不懂 明明自己已经完成了对方的要求 为什么还要杀掉他们 楚风 你你一而无限 刘长生面色惨白 他实在无法想象 对方为什么要对他们赶尽杀绝 无所调位 你们开心就好 楚风毫不在意 刘长生心中生起浓浓的不甘 他机关算尽 想尽各种方法 把最根本的问题忽视了 杀母之仇 不供带天 现在他万分的后悔 若是自己不出此计策 和三个序列期的强者一同战斗 说不定还有一些生机 此时 那一缕曙光熄灭 所有人听着 楚魔头言而无信 我等尽力搏杀 尚有一线生机 刘长生不愿坐以待毙 尽管这是必死之局 他也不愿放弃生命的可贵 然而下一秒 他身后的诸多神经强者 纷纷出手 直接把刘长生打爆 在陷入黑暗的一瞬间 他不知道这些同伴 为什么要对自己出手 十万多人 神灵世家 几乎把家族内的血清 全部叫上了 就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 这个点子 还是刘长生出的 以真诚对待真诚 结果必定还是真诚 这尼玛那是真诚 这是全部集合起来 让楚风进行团灭 一轮明月升起 月神之力覆盖 刹那间 所有人的速度慢了下来 他们眼睁睁地 看着这头月魔神踏步而来 他所过之处 一道道血雾飘散 残枝断壁飞起 一缕缕血气 涌向他的躯体周围 此时再来一番音乐演奏 就完美了 月神难难低语 以无上伟力 碾压着神境强者 和他们的家属 那些围观的超级势力 看得眼皮狂跳 这头月魔神的战斗力 太强了 赤裸裸地碾压 他们忍不住脊背发凉 内心之中 生起无限的恐惧 而楚风 则是眉头忍不住的骤气 他发现 月神这家伙太飘了 三十多个神境强者 有一大半 挣脱出月狱的束缚 向着远方逃去 废物 楚风指不住训斥 然而 月神此时也是无奈 他的月狱 压制十多名神境强者 已是极限 根本无法分心 再格杀其他的神境强者 主人 月神捏着鼻子发点 好似要请求帮忙班 跟个娘们似的 哦 楚风一阵恶心 心中暗自思量 自己是不是对月神 太过放纵了 斩草出根 面对自己的这些仇家 楚风绝对不会放过一个 万一有后代 出现了一个秩序漏洞者 那就BBQ了 他身躯一纵 飞身而起 看了一眼 已经逃到天边的 十几个神境强者 五指握拳 朝着前面猛然轰出 轰 刹那间 空间大片塌陷 一股无穷的力量 宛如绝世凶手 朝着远方而去 速度之快 电光之间 砰 千里之外 整片地域坍塌 空间收缩 形成一个不断旋转的 巨大黑洞 那些逃跑的神境强者 连惨叫声都没有发出 就被黑洞吞噬 化作虚无 无数人瞪大双眼 死死地看着一幕 一个个忍不住 倒吸一口凉气 他们想到了 楚风很强 但没想到这么强 一拳覆灭 十几个神境强者 无论是序列九 还是序列八 无一例外 全部死亡 一拳之威 恐怖如斯 月神的强大 已经足以让他们震惊 然而 楚风给予他们的 不再是震惊 而是恐惧 那平凡无奇的拳头之上 竟然可以爆发出如此力量 别说神境序列七的强者 就算是序列六的强者 也难逃其中 他到底是什么 我低骂 这就是楚风的实力吗 这才是人间第一人 就算是诸天战场中的那些强者 也不可能如此强吧 恐怖如斯 我想回家 同时 这些超级的大势力的顶尖强者 非常庆幸 幸亏他们没有站在楚风的队里面 否则 面对此等敌人 只有深深的窒息感 而那些王城之中的顶尖强者 脸色惨白 一个个颤抖不已 甚至其中的一些强者 忍不住尿了出来 他们虽然已经把其中的罪魁祸首带了过来 以赤诚之心请罪 然而 楚风面对十万多人 说杀就杀 如此手段 让他们 没有丝毫的底气 一个个全身冰凉 宛如掉了冰窟般 直冒寒气 神院门口 血流成河 尸体铺满整个地面 胳膊 手掌 内脏 到处都是 月神对神境强者的血肉眼馋 但神境以下 他丝毫不感兴趣 杀一人为罪 杀十人为恶 杀百人为寇 杀千人为王 杀万人为熊 图十万人 楚风眼睛都不眨一下 刚为人熊 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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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座王城的强者 纷纷跪地 他们额头直冒冷汗 心理压力之大 再也不能保持常态 完全是一副赎罪的状态 楚风看向他们 随即又看向楚道玄 他对这些人 没什么感觉 虽然和楚家有仇 但不是死仇 当然 只要自己老爹愿意 楚风不介意 把他们全部宰了 至于其他人的看法 他毫不在意 楚道玄何尝不知 自己儿子的意思 他当年很猛 但和楚风一比 自己就是个无好市民 楚道玄微微摇头 刹那间 楚风杀意消散 微微一笑 洁白的牙齿露出 你们这是做什么 一切因果 都有定数 我们之间的误会 就往事随风吧 王成的诸多强者们听后 更加的恐惧了 片刻之前 他和神灵世家众人 也是同样的口吻 那些家伙一个个气零八落 还冒着热气 没有凉透呢 唉 楚风有些无奈 老爹选择了不追究 他也是真心实意地放过他们 就在他要开口解释时 苍穹之中 乌云变化 一道巨大的黑色漩涡 缓缓成形 古老苍茫的气息流出 所有人不禁抬头望去 脸上浮现出惊恶之色 诸天战场开启通道了 白眼南南低语 眉头深深皱起 他不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按理说 诸天战场的通道 三年开启一次 来补充兵源 这才过去一年 为什么会开启 楚风盯着通道 双眼眯起 他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一道道红色的牵纸鹤 从通道内涌出 漫天飞舞 飘散下来 楚风顺手接过一个 微微皱眉 一股极重的血腥味 扑面而来 打开折叠的纸鹤 只见一行字烙印上面 死了 都死了 第87章 打造不朽神国 信我者得永生 血色纸鹤从空间通道喷涌 弥漫天地之间 宛如神灵气血 带着无尽的悲壮之意 楚风眉头深深皱起 世间万物在他眼中不同 充满了各种规则 那一张张千纸鹤 被鲜血浸透 在他眼中浮现出 不一样的场景 他仿佛看到了 诸天战场中 神境强者大战的场景 一道道人族强者浮尸 伸手一触 无助而又悲凉的双眼 一个手持俱剑的白发的男人 纵横于上千位 蓄裂魔神之中 他的脚下魔神尸体 堆积如山 身上的一道道伤口 纵横交错 浴血神区 尽管那名绝世强者 力压魔神 但还是被一只遮天大手 横压头顶 直接捏碎了他的头骨 更有神经蓄裂女强 身穿白衣 衣角飘飘 手持鸿蒙之毛 挑起一个个魔神 英姿贯世 以一己之力 对抗数十位远超同境强者 最后不敌 被黑暗之刀切下头颅 一道道人族神境强者自爆 以此给通道处的神境强者 拖延时间 那些神境强者 发出一道道璀璨的光芒 打向通道 链接人间的通道 爆发出一道道裂痕 神通绽放 鲜血飘散 一个女人双目之中 流淌出无尽的泪水 手中不停地折起千纸鹤 放入马上就要毁灭的人间通道内 保留人间火种 人族才有希望 死有何惧 杀呀 守护人间 一个个人族神境冲向魔神 汗不畏死 血雨落下 虚空震动 诸天战场中 响起阵阵哭声 人族站齐之下 尸山之中 一具无头尸体伸出手臂 从中缓缓站立 他头颅碎裂 脖子处丝丝血肉挂着 血液已经干枯 浑身长满了尸斑 然而纵然如此 他并未松开手中的黑色长剑 那去剑之上 一道道裂痕不满 犹如风中残竹 随时都会彻底地化作碎片 一道道神念 从无头尸体之中发出 声音地响彻诸天战场 宛如大道之音 向外扩散 天地万物为剑 宇宙苍穹为剑 神鬼妖邪为剑 剑节万度 诸魔 随着神念响起 数以亿计的剑气 从虚空凝聚 最后化作一道无上的剑芒 向着人间通道斩去 上千魔神 阻挡出手阻挡 然而剑芒之威 绝世罕见 秩序神炼震动 规则扭曲 空间碎裂 剑芒所过之处 魔神炸裂 无数的序列死亡 这一刻 他们恐惧了 不断向外逃散 哄 剑芒并没有去斩杀那些魔神 而是直直地轰击在人间通道之上 刹那间 通道碎裂 化作虚无 同时 那具无头尸体的鲜血 漫天飞舞 重重倒下 场景消散 楚风眸光中流露出复杂之色 苍穹中的黑色漩涡消失 只剩下掉落的一张张千纸鹤 他心中生起了一股无限的悲凉 人族强者 一个个汗不畏死 以自杀的袭击方式和魔神大战 惨烈程度超过了想象 这一刻楚风心中极为的难受 他想不通 那些仙辈为了抵抗魔神 不惜自毁通道 身陷入死境 给人间保留火种 难道他们不知道 人间都是一些什么东西吗 神灵世家未死 勾心斗交 各大势力各扫门浅血 把普通民众的生死无事 甚至颁布了血食之法 他们对得起 在诸天战场中拼杀的仙辈吗 太不值了 楚风暗自叹息 但他也知道 人性使然 谁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江湖的地方必有战争 所有人沉默不语 诸多超级大势力 看着地上一张张千纸鹤 他们脸色惨白 诸天战场通道开启两百多年 发生过太多的战斗 但从来没有面临过如此情况 更是没有向人间传达过如此信息 能走到这一步 谁也没有傻子 所有人明白 诸天战场中肯定发生了毁灭性的打击 天塌了 楚风环视周围 突然感觉到自己肩膀上多出了一份重担 这份担子很重 让他非常的不适 内心深处甚至排斥 天塌了 有个高的顶着 作为人间的最强 这份重担自然而然就落到楚风身上 可让他为了这些 整天只知道耍心机的人 做出大无谓的付出和牺牲 万万不可能 然而矛盾的是 无论他如何选择 都要面对那诸天的魔神 这些超级势力和强者 纷纷抬头 他们眸光中充满了迷茫 恐惧 害怕 惊慌 还有无助 一个个不由自主地看向楚风 眼神深处 带着期待 甚至是恳求 充满了莫名的意味 覆巢之下 岂有安卵 每个人都清楚 一旦被魔神杀过来 等待他们的 只有死亡 或许被奴役 楚风舔了舔嘴角 眸光中流露出狠辣之色 人间病了 病得很严重 要想根治 只有一个办法 他看向自己的本命天赋 天赋 圣灵进化 除洗涤本身邪恶力量外 可外 可对单一目标使用 每次数量为100万 标注 金宿主洗涤后的物体 忠诚度100% 随着楚风实力的提升 他的天赋 也在不断地进化 现在每次 更是能进化 100万份契约束缚 一直以来 他都是对魔物使用 这个能力 从来没对人用过 此时 他暗暗下了一个决定 打造不朽神国 信我者得永生 楚风难难自语 只有让所有人忠诚 才能治好人间疾病 当然 只对一人忠诚 他心中的烦闷 一扫而空 建立一个没有病态的世界 但现在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些魔神 会得楚风时间吗 白炎 召集所有神境强者 以及每座王城掌权者 一日内 在神院聚首 晚来 迟来 不到者 杀无赦 楚风语气森然 杀意隐约流露 刹那间 所有人静若寒蝉 白炎更是丝毫不敢耽搁 迅速布置下去 他知道 楚风要有大动作了 一条条命令传达下去 楚风回到神院之中 白炎 楚道玄 黄老 月神站在身后 空气异常地压抑 我想知道 诸天战场的通道 如何构建 楚风微微开口 声音中不带丝毫感情 唉 诸天战场的通道 无法构建 那里不同于任何空间 超越了时空 只有那边的强者 才能打开或者构建 白炎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开口解释道 楚风眉头深深皱起 难道我们只能被动地等待吗 众人没有说话 显然 情况确实如此 主人其实还有一个办法 可以前往诸天战场 月神站了出来 哦 楚风眼神微微一亮 月神是地狱中的魔神 他知道的肯定比白炎更多 三千大地狱镜头 可前往诸天 第八十八章 绝世大秘 你也是穿越者 一瞬间 众人只觉得头皮发麻 三千大地狱 每一个都是极其恐怖的存在 数万亿的魔物聚集 魔神层出不穷 更是有高等序列的魔神存在 那里可以说是龙坛虎穴 楚道玄深带着一百万只狱君 进入烈焰地狱 活动范围不过是在边境 几年之中 死亡了九十多万 也没敢深入其中 而三千地狱的镜头 肯定是难以想象的可怕 楚风虽然肉身已经踏足神境 肉身之力 甚至可以媲美序列武的强者 但饶是如此 众人也觉得 他要踏上此路 定是极度凶险 你觉得以我现在实力 能纵横地狱吗 楚风开口问道 月神抿了名嘴唇 他知道主人的强大 但地狱之中和人间不同 那里存在着古老的序列之神 甚至有至尊魔主隐藏其中 主人 三千地狱中的水很深 可以说非常深 月神委婉地表达 一瞬间 楚风便明白了他的意思 坐以待毙 不是我的性格 楚风说出心中的想法 态度异常坚决 等待魔神杀来 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若是 他能前往诸天战场 把灾厄彻底灭杀 所有的一切自会解决 而且他拥有 无视契约的能力 除戒指中 还有那颗诡异的眼球 要是能彻底联合起来 将会产生想象不到的化学反应 其实我赞成这个决定 黄老站出来表明态度 楚道学眉头深深皱起 他不明白 这里除了自己外和楚风最近外 就属黄老了 月神已经把地狱情况说得足够明白了 为何黄老还要支持楚风 白颜愁眉不展 他隐约明白 黄老是什么意思 你们站着说话不腰疼 地狱之中 绝非你们想的简单 那些高等序列主宰 拥有的伪力难以想象 月神非常生气 对他来说 楚风的安危就是一切 就算人间灭亡 全部死绝 都比不上他主人的一根发丝 其实 就算诸天战场中 通道彻底关闭 也阻拦不住那些魔神 在人间的魔物 足足几十亿 他们从地狱而来 诸天战场中 魔神若是构建 不出通往人间的通道 但他们从地狱之中也能杀来 黄老把其中的缘由说了出来 众人一时间沉默了 人类之中 一百多个通往地狱的裂缝 对于地狱中的魔神来说 这条路绝对可以作为他们的后手 月神宛如泄气的皮球 他不得不承认 黄老说的确实很对 就算楚风不去找他们 那些魔神绝对不会放过人间 对魔物来说 人类拥有着难以想象的诱惑力 无论是血肉还是天赋 都是他们极度需要的东西 楚风作为人间最强者 魔神到来时候肯定是首当其冲 一百多个空间裂缝 每一处都是一个地狱 上一半天谁也没有拿出解决的方案 夜幕降临 众人散去 一天的时间发生了诸多大事件 灭世天节 屠戮神灵世家 楚风踏入神境 诸天战场一变 楚风坐神院的高塔之上 抬头仰望苍穹 他手里拿着酒壶 不时地喝上一口 一股辛辣感 直冲大脑 他脑海中全是诸天战场中 先辈们厮杀的场面 那种大无畏的精神 让他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皎洁月光散落 给大地铺满银色的光辉 时间一点点过去 月落之头 谁也没有来打扰他 也不敢来 所有人明白 楚风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 哥哥 鸡鸣之声响起 东方鱼堵泛白 楚风摸了摸手中的戒指 思索整整一晚 他已明白 自己根本没有退路 现在只有迎难而上 就算前路艰险 也不能有丝毫退缩 戒指转动 一个黑色的眼球 出现在掌心之中 我要知道 诸天战场中的一切 楚风开口 声音冰冷 宛如命令般 诸天战场 黑色眼球微微一愣 随即好像是想到了什么 狂笑不止 哈哈 嗯 一缕杀意飘散 黑色眼球瞬间收起笑声 什么诸天战场 不过是秩序之神的花园罢了 花园 楚风中异常吃惊 他透过鲜血看到 那里魔神数不胜数 异常之多 一望无尽 在对方的眼中 只是秩序之神的花园 太过匪夷所思 三千大地狱是个熔炉 人间是个炼狱 所有的魔物和人类 不过是残次品 或者说失败的产物 更加合适 黑色眼球有些得意 能看到楚风吃扁 他是非常兴奋的 什么失败片 楚风开口质问道 其实也不是什么秘密 秩序之神中 有个疯子 他创造了地狱魔物和人类 本想着创造出超越秩序之上的能量 没想到地狱分崩离析 化作三千个 每一种能量如同水火 毫不相容 这个疯子 亵渎秩序之力 被所有的秩序之神封印 而封印他的地方 正是诸天战场 黑色眼球说了出来 一扇神秘的大门向着楚风缓缓打开 他本以为自己肉身进入序列酒之后 不说是无敌的存在 最起码在诸天战场也能独当一面 没想到世界如此广阔 简直是超出了想象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楚风不禁开口问道 能知晓如此多的秘密的 绝非普通之辈 甚至可能是超越了序列的存在 说不定是一位秩序之神 呵呵 老夫的来历之强 远超你的想象 黑色眼球的语气中充满了傲气 秩序之神 楚风开口说道 那些家伙确实很强 但和老夫相比 只能够提携罢了 黑色眼球迈起了关子 楚风脸色一寒 他缓缓举起拳头 准备砸下去 毕竟 在楚风的世界中 坚决不允许有 比他牛逼的人存在 大哥 别别别 我说 我说 黑色眼球瞬间变得老实 别的不说 但是这一拳打身上 是真他妈得疼 其实我的来历很简单 怎么跟你说呢 穿越着 你知道吗 啊 楚风顿时如遭雷击 呆呆地看着手里的眼球 卧槽 黑色眼球愣住了 他没想到 这个男人如此神色 看样子 不光知道 还特别清楚的样子 你也是穿越着 黑色眼球试着问道 他有些紧张 嗯 我也是 楚风没有隐瞒 把最深的这个秘密 说了出来 刹那间 黑色眼球止不住地颤抖 心中疑惑瞬间解开 怪不得对方拥有 秩序漏洞的能力 原来和他一样 你什么时候穿越的 楚风语气缓和了不少 大哥 其实我和你有些不同 我是二次穿越者 黑色眼球不知为什么 他心中有股傲气 隐约想压对方一头 一下子把最大的秘密 说了出来 楚风小拇指轻微地抖动一下 他确实被震住了 他的穿越 本就匪夷所思 没想到黑色眼球 还是第二次穿越 那你第一次穿越是 楚风好似打开了话匣子 不由自主地 想和对方多聊一会 老夫第一次那可厉害了 虽然那个世界 没什么超能力 但我也走上了巅峰 稀罕知道吗 黑色眼球 滔滔不绝说了出来 一瞬间 楚风心里一惊 他好像知道 对方是谁了 王莽 你是篡汉的王莽 发明游镖卡齿的那家伙 啊 黑色眼球猛了 第八十九章 释放魔神 先来两个大逼兜 他没想到 这个男人居然知道自己的底细 而且还特别了解 直接把他干猛圈了 楚风挑了挑眉 流露出一丝奸笑 其实我也不是第一次穿越 啊 王莽心中震惊 一时间无言以对 你 你第一次穿越 是什么时候 他心中的骄傲 荡然无存 本以为能装一波 没想到 被打击的体无完肤 我第一次穿越 也是稀罕 楚风语气中 充满了感慨 仿佛是 宝经岁月的老者般 卧槽 王莽瞬间骂了 他搞不懂 自己和对方 居然穿越到一个朝代 但他没听过呀 一无所知 其实咱俩还是老熟人 我上辈子名叫刘秀 楚风的话 挽入一根尖刺 直接把王莽捅了个透心凉 他骂了 彻底的傻了 自己上辈子 千辛万苦地登上地位 更是不断杀掉 名叫的刘秀之人 但那个家伙是天选之子 推翻了自己的王朝 如今穿越到这个世界 他更是差点抑郁 自己觉醒的能力是 惊口欲言 可以和任何人建立契约 对方也穿越了 能力是无视契约的能力 天克 秀儿 你为啥就不能放过我呀 王莽悲愤交加 恨不得找个豆腐直接撞死 一股深入灵魂的恐惧 在心底滋生 楚风微微一笑 庄 马德 还收拾不了你了 不过 他要接下来和对方合作 必须掌握主动权 否则被这个家伙 牵着鼻子走 那就太被动了 王莽此时很难过 他觉得身为穿越者 就是个错误 一个无解的诅咒 被他死死地克制 所做的一切 全都是给对方做嫁衣 其实 我们可以合作的 楚风瞥了他一眼 徐徐开口 合作 王莽微微一愣 他觉得自己根本 摆脱不了这个诅咒了 楚风在他心中 可是天选之子 他没有把握 万一不小心 被坑的裤头都不上 那他将彻底 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唉 合作算了 大路朝天 各走一边 大哥 你还是放过我吧 您放心 只要有您在的地方 我绝对跑得远远的 王莽只想离他远远的 最好是老死不相往来 永世不再相见 楚风微微一笑 缓缓举起拳头 拳头挥舞 在眼球周围扫过 威胁之意 不言而喻 猫子 我可不是在和你商量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刹那间 王莽心中一紧 他此时明白 人为刀族 我为鱼肉 选择权根本不在他这里 大哥 大哥 有话好说 我的意思是 合作对您太掉价了 有啥事直接吩咐不就行了 王莽脑袋转得很快 口气瞬间改变 嗯 楚风收回拳头 点了点头 甚是满意 这才是该有的样子 以为就跟着我吧 放心 我吃肉 你喝汤 绝对亏不了你 一个棒子 再给一个枣 楚风拿捏得非常到位 当然 王莽明白 这是赤裸裸的画饼 原来他也经常这么干 现在只能复合 大哥 从我见到你第一眼 就被深深地折服了 对您的敬仰 更是犹如滔滔江水 千穿万穿 马屁不穿 王莽叠叠不休 但楚风哪有闲工夫 听他马屁 现在想拍自己马屁的人太多了 猫子 暂时还得委屈你一下 等需要了 我再叫你出来 楚风虽然是商量的语气 但根本不等他同意 直接塞到了储物戒指之中 对于这个家伙 楚风可是戒备心十足 万一跑了 再想找到他 那就难了 天边一轮红日缓缓升起 楚风看向神院之中的操场 一个个神境强者 和人族城主已经到来 他要开始自己的计划了 打造不朽神国 这一步极为关键 把整个人间 打造成专属的大本营 也只有这样 他才能放心的远行 坚决不能留下一丝危险的因素 楚风一步踏出 出现在神院高台之上 月神 白岩 楚道玄 黄老皆已到场 广场中聚集了乌央的人群 全都是各大势力的当家人 拥有绝对话语权 报 神城所有世家报道 师兄学院院长报道 108王城之主报道 黑玉岳城城主前来报道 天死城之主前来报道 江城之主前来报道 楚风微微点头 心中有些唏嘘 人族之中 所有的势力和城主 没有缺席一人 现在 他就是人族的皇帝 无任何势力敢违抗 神灵世家的前车之剑 谁也不想重蹈覆辙 再说 诸天战场一变 消息已经传开 他们需要一个领头之人来 带着他们寻找生存之路 楚风扭头看向白岩 都准备好了吗 好 好了 白岩有些紧张 他心里很没底 毕竟接下来的场面 可能会吓傻所有人 可楚风既然选择如此做了 他也只能服从 开始吧 楚风下达命令 呼白岩重重地吐了一口气 拿出几十个传送装置 这些传送装置格外不同 每一个都是烙印着复杂的图案 只要他按下按钮 神愿关押的那五十多个魔神 就会解开封印 白岩手心上全是汗水 内心紧张不已 按下中间的传送按钮 周围的符文裂开 紧接着一道光幕之中 在空中亮起 马德 老子也疯狂一把 白岩眸光中 绽放出疯狂之色 楚风既然让自己这么做 肯定有惊无险 刹那间 手指挥舞 解开所有的魔神封印 五十多道传送门亮起 一股股威压 从中弥骂出 无脱困了 结结结 关押本座二百年 准备好接受我的怒火了吗 血肉的味道 无异常的怀念啊 是地狱之中的主宰 攻破人间了吗 一道道声音响起 广场中的众人骂了 他们搞不懂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一个个害怕不已 结结结 无为邪灾 所处之处 寸草不生 草 楚风撇了撇嘴 不由地大骂一声 他是发现了 这些家伙太能装了 一步踏出 伸手探入其中的一个传送门之中 猛然一拉 啊 谁 谁在暗害本座 邪灾拼命挣扎 无助地吼叫 但楚风 乃能有闲心 听他嗶嗶 一把手拽了出来 邪灾还没有反应过来 只见面前出现一张帅气的大脸 紧接着 一只巴掌朝着他的脸颊招呼过来 啪啪 两个大逼斗 直接把他干麻了 此时其他的魔神也探出头来 他们看到这一幕后 脖子忍不住一缩 就要返回传送门之中 太可怕了 还是里面安全点 第九十章 谁赞成 谁反对 能走到魔神这一步 谁也不是杀笔 突如其来地解开封印 让他们异常地惊喜 尽管心中非常疑惑 一个个还是赶紧出来 可看到邪灾被无情地抽脸 他们脸颊止不住地抽搐 虽然隔着很远 但都能感觉到非常疼 最重要的是 邪灾的实力 他实力处于序列七 可以说 除了那头阿修罗 就属这家伙最强 被那个人类连着两个大逼斗 完全给打傻了 甚至这些魔神想着 放他们出来 就是要宰了他们 不过想回去 已经晚了 从他们踏出传送门的瞬间 那片空间已经关闭 跑 快跑 只有快速地离开这里 才是上策 楚风哪能如他们所愿 一只手揪着邪灾的头发 一步踏出 出现在一个 长者十二亿魔神的背后 一拳轰出 朝着这个魔神的后背砸去 碰 十二亿魔神化作一道血雾飘散 原地待命 谁要敢向前一步 这就是下场 楚风杀意弥漫 语气森然 一瞬间 所有的魔神变得老老实实 他们内心极度的恐惧 身躯瑟瑟发抖 这个男人太恐怖了 两巴掌干得 斜仔抬不起头 又一拳打爆十二亿天鬼 实力深不可测 他们可不敢冒险 生命成可贵 真爱价更高 反观斜灾 从脱困到现在 全是猛圈的状态 他搞不懂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过嘴里门牙掉了出来 紧接着一股疼痛感冲斥 刹那间 他的眼神变了 妈呀 刚出狼穴 又入虎口 邪灾忍不住跪了下来 要是知道 外面有这一尊大神在 绝对不装逼 诸多超级势力之主 惊愕地看着这一幕 一些神境强者明白 神愿说好听的是一个学院 其实更是一个监狱 关押了数十位魔神 每一尊都是极其恐怖的存在 最差劲的都在序列八 这些玩意 今天被放了出来 短短几十秒的时间 全部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就像是听话的小媳妇般 他们哪见过这种场面 白眼眼角抽搐 他想到了 楚风可以解决这些魔神 但没想到 会用如此手段 简单粗暴 直接震慑 此时他们才认识到 楚风的实力 比想象的还要可怕 楚风看了一眼 跪下的邪灾 不由得有些失望 这家伙实力最强 已到了序列七巅峰 长相是一言难尽 全身上下长满毒疮 黑色发丝中 散发着一股邪恶的气息 其余那些魔神 长相各不相同 不过有一位 让楚风感到非常熟悉 他体内隐藏着一股纯净的引力 正傻傻地站在原地 气息非常熟悉 夜游神 不过 他也只引起楚风看一眼 仅此而已 算了 就这样吧 这些玩意虽然很差 但勉强够用 楚风喃喃低语 随即从储物戒指中 掏出王莽的眼球 猫子 准备好了吗 大哥放心 小弟随时都行 楚风看向那一个个魔神 双眼眯在一起 你们愿不愿意 当我楚风的一条狗 啊 雾草 这么生性吗 他就是如此收服魔物的 一个个强者目瞪口呆 他们不理解 这样就能操控魔物了 听小道消息说 程序完全不对啊 五十多头 魔神你看我 我看你 当这个男人的狗 他们肯定不愿意啊 可现在谁也不敢说出 拒绝两个字 伟大的强者 我们魔族一向崇拜强者 别说当年的狗 就算是猫咪 对无等来说 也是无上的荣耀 夜游神一脸虔诚 眸光中充满了 无尽的崇拜 当然 这一切 不过是他的伪装罢了 反正又没签订契约 口头上答应 又不掉一块肉 所以说 你们同意了 楚风开口问道 同意 必须同意 谁要不同意 就是无邪灾的仇敌 可以 可以 楚风流露出一抹微笑 随即看向掌心中王莽 王莽瞬间明白 现在必须要使用自己的能力了 眼球中猛然爆发出一道璀璨的黑光 规则扭曲 好似有什么东西被剥离出来 刹那间 一份份契约束缚 浮现魔神和楚风的心头 尽管已经经历了一次 但楚风还是感到心惊 通过对方的话 就能制定出契约束缚 这种能力实在太诡异了 这一手操作 令所有的魔神恐惧万分 他们想到了一个传说 一个在地狱中流传很久的密文 万年前 曾经出现一个魔物 那家伙通过诱惑魔神 创造出一份份契约束缚 登上顶峰 如今 这种诡异的神通再次现实 他们恐惧不已 一场无法阻挡的风暴席卷 这些魔神 沉浸在无尽的恐慌之中 格外的害怕 然而下一秒 楚风掌心爆发出一道璀璨的白光 白光覆盖 一瞬间 魔物被净化 他们体内的序列之力提升 变得纯净无比 瞬间升华 毛光中充满了莫名的意味 看待楚风的眼神变了 一种绝对的忠诚浮现心头 这个男人 才是他们的一切 所有人傻了 他们也发现了这一点 魔神变得不同了 他们不光比之前更加强大 还多出了想象不到的变化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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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道道虔诚的声音响起 美之魔神变得忠心无比 如此手段 谁也没有见过 诸多神静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他们看到了希望 看到人族崛起的光芒 只要楚风这样一直下去 不断地收容各种魔神 诸天战场那又如何 完全可以反攻 所有人心头火热 眼神中熠熠生辉 然而下一秒 楚风却把眼光看向诸多势力头目 我不希望人间出现墙头草的存在 所以你们愿意和魔神签订力量契约吗 当然 只要同意的人 我可以保证 每个人至少提升一个等级 我话讲完 谁赞同 谁反对 楚风双眼微微眯起 看向众人 杀意弥漫苍穹 一瞬间 五十多头魔神战 在不同方位 他们在等待 只要楚风下令 无情的杀戮将会开启 诸多大势力明白了 这哪是征求他们的意见 分别是胁迫 虽然答应了对方 可变得和这些魔神一样 内心肯定是拒绝的 可现在是阳谋 其中还掺杂着其他的东西 我反对 此时一道声音 在人群中突然乍现 抗议无效 杀 第九十一章 诞生神国 秩序之神 楚风眼神一寒 直接下达命令 那一位反对的神境强者一愣 紧接着 数十位魔神直接扑了上来 一瞬间 把他撕成碎片 呼 诸多势力的头目 看到这一幕后 纷纷后退 他们看向那一滩碎肉 谁也没有同情 那名强者分猴 这时候反对 这不是找死吗 只要不是个傻子 就能看明白情况 他们的意见根本不重要 完全不是在商量 而是命令 我再问一遍 谁赞成 谁反对 楚风一脸和煦 宛如一个阳光大男孩般 但所有人都清楚 这根本不是在征求他们的意见 一个个势力的顶尖强者 愁眉不展 他们害怕 惊恐 无助 可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就算楚风再强 他们也不想变成对方的一条狗 我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人群中走出一个女人 她身躯有些颤抖 眼神看向高抬 充满了恐惧之色 楚风眉头微微皱起 她静静地打量着女人 杀鸡一闪而过 只要对方敢反对自己 她绝不会心慈手软 直接落手催花 问吧 呼 只是一个眼神 女人全身就被汗水湿透 很显然 她现在压力很大 我想知道 若是我们同意之后 还有没有自主意识 这是所有人都关心的问题 毕竟 若是一旦没有了自主意识 那就是行尸走肉 比死亡更加恐怖 绝对没有 只有一个效果 那就是对我忠心 而且 我不会命令你们 做其他的事情 我的目的 是为整个人族不再内斗 全力以赴对付那些未知的强者 楚风娓娓道来 女人听后 沉思片刻 众多势力头目 纷纷流露出思索之色 我愿意 女人抬头 仿佛是想开一样 我愿意 我也愿意 我愿意 所有人止不住地开口同意 其中有威逼 也有利诱 有些人天赋比较低 他们的上限也就半神 若是能通过楚风 进入神境 何乐而不为 其实也有一些人 心存其他的想法 无奈只能同意 楚风要的 就是这种场面 随即在诸多魔神中 叫出一个 那个谁 道 楚风打量过去 他身穿笑衣 扛着一杆白帆 跟出病的似的 实力在序列八 对楚风来说 是无关痛痒的存在 和他们签订力量契约 是 主人 这头魔神没有犹豫 迅速制定契约 你们愿意和魔神 签订力量契约吗 楚风随口问道 愿意 我愿意 诸多势力明白 他们已经没有了 选择的权利 只能开口同意 王莽心领会神 催发本命神通 紧接着 楚风使出圣灵进化 覆盖所有人 那头魔神的实力 瞬间下降 变成了序列九 众人体内的能量被升华 境界不断突破 有神境强者 从序列九 瞬间变成了序列八 有半神直接突破 进入神境 足足增加了 三十多个神境强者 这让楚风大感意外 本以为他们和魔神一样 需要时间来沉淀一番 看样人类格外的不同 完全不需要 天空之中 雷云聚集 一道道天节出现 但现在楚风 哪有心情等他们渡雷节 一拳轰出 轰 漫天的乌云雷电溃散 化作点点繁星 消失不见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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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道道呐喊声 响彻神怨 这些势力头目被进化后 对楚风忠心耿耿 他们不断地呐喊 化作一个个狂热的信徒 楚风压了压手 当即下令 让所有的势力头目 回各自的领地 带着管辖内的人类前来 接受洗礼 不朽神国的基石 已经打造 剩下的事情就简单了 又让诸多魔神出城 不断抓捕魔物 整个人足差不多上百亿 需要的力量之多 根本不是一个魔神的能量可以完成的 一时间 所有人忙了起来 幸亏神怨有传送之门 其中不费什么时间 楚风接下来变得异常忙碌 和王莽不断地配合 他单次净化人数一百万 一天下来 足足四五亿 如此高强度地发挥本命天赋 就算楚风也深感乏累 足足半个月的时间 他一刻也没有停歇 王莽也是累得够呛 等净化完随后一批人时 楚风的信徒已有百亿 他此时感受格外不同 一道道莫名的能量 从四面八方而来 在神城上空不断孕育 渐渐地 一个全身的透明 泛着神性的虚影浮现 模样正是楚风 虚影诞生的瞬间 天地为之一阵 规则扭曲 天昏地暗 哄 苍穹之中 一道金色光辉 冲破层层空间 照耀在虚影之上 虚影被金光照耀 睁开了双眼 刹那间 一股无形的力量扩散 神城之外的魔物 宛如感受到什么一样 那猙獰的脸上 居然流露出一丝祥和 他们看向神城方向 忍不住想要下跪 去祈祷 可内心的之中 又极度地排斥 人族众生 对着虚影不断膜拜 楚风异常的惊恶 他没想到 净化人数达到百亿之后 居然产生了信仰之力 这种能量格外的不同 楚风感受虚影 发现和本体一样 并无区别 而且还可以使用本命天赋 操控神像 那些天地万物的规则上面 一道道细线缠绕 正是这些细线 维持着规则的运转 神像诞生的瞬间 就有序列期的实力 而且还在以极快的速度增长 楚风有种深深的直觉 随着信仰之力不断增加 半个月的时间 绝对可以进入序列六 三个月序列五 半年肯定可以进入序列四 五到十年 神像甚至能进入序列之巅 不朽身国 楚风嘴角弯曲 此番带给他的好处 简直超出了想象 而且 这还只是整个人族的信仰之力 若是再加上在人间的魔族呢 那可是远超人族的数量 粗略估计 在人间的那些魔物数量 最起码上千亿 远超人族十倍 还有着一百零八个地狱地缝 根本不愁魔物 楚风心念一动 神像一分为二 化作两个楚风 只是实力的下降到了序列八 合在一起 就会恢复到序列七 而此时往往彻底傻了 他呆呆看着天空的神像 语气结结巴巴 你 你是秩序之神 第九十二章 千亿大餐 未知的收获 嗯 楚风微微一愣 不明白他的意思 秩序之神 你居然是秩序之神 王莽语无伦次 吃惊地看着苍穹的神像 这就是秩序之神 没什么大不了的呀 楚风摸了摸鼻子 他并没有感觉到 实力有什么变化 而且 这尊分身的战斗力 并不如本体 王莽此时异常地羡慕 恨不得站为己有 同样都是秩序漏洞者 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没什么大不了 你 你真是不懂 还是在凡尔赛 王莽内心发苦 真的 也就一般般吗 楚风真的没有在装 他觉得 这具神像的肉体 自己本尊 也就三全可以打爆 秩序之神啊 你以为是原始人呢 王莽气得牙痒痒 王子 你还是说清楚比较好 楚风扬了扬拳头 一副劝对方 要善良的态势 哎 王莽心很累 但还是解释起来 秩序之神 之所以被称为神 就是因为他们可以操控秩序 使用规则 世间万物 都是各项规则组合在一起构造而成 而维持规则的 就是秩序 楚风听得云里雾里 啥是秩序之力 看到空气了吗 那上面细线就是 你若是能挑动那根秩序线条 就可以控制里面的规则 王莽一口气说了出来 哦 这就是秩序之力啊 楚风恍然大悟 随即看向掌心的王莽眼球 上面一道道细线缭绕 当即伸手 就要抓起那些错综复杂的线条 草 你干嘛 你干嘛 王莽开口大叫 他吓得半死 没干嘛呀 我就试试 好用不好用 楚风解释道 大哥 你能不能是其他的 别拿我做实验行动 王莽眼球颤抖 他真怕楚风一个 不小心把他搞死了 真他妈的小气 摸摸都不行 楚风不由地翻了个白眼 王莽心中极度无语 那是摸摸 完呢 要是能打过楚风 他绝对会一拳捶死他 太特么欺负人了 楚风随即描向眼前的空气 伸出大手一拽 围绕规则周围的细线被拉开 一瞬间 规则震动 向外一散 楚风心中瞬间了然 眼前这团规则之力 他可以随意使用 心面一动 里面的规则之力 化成一个漩涡 眨眼间 变成了一只黑色眼球 我是王莽 风华绝代 万年不出的大美女 一道神念从上面散发 卧槽 你什么意思 王莽极度无语 我不是看你孤单吗 给你找个伴 楚风流露出一抹坏笑 你 王莽心中想要反驳 但想了想对方的拳头 随即作罢 眼球只散发出一道神念 立即消散 化作虚无 没了 楚风有些失望 你是用了一点规则之力 就想创造出生命 简直是天方夜谭 王莽翻了个白眼 无情打击道 哦 原来如此 楚风瞬间了然 当即再度伸手 抓起秩序细线 再度使用其中的规则 这一次 楚风使出了权力 方圆五米之内 所有的规则流露 化作一把战刀 手掌抚摸过去 刀光闪烁 一股浓烈的杀气 冲天起 楚风拿着战刀 心面一动 朝神城之外甩了过去 一瞬间 半神之下的魔物 纷纷被斩首 附带两个序列魔神 也浮尸一处 那一片地带 一道深达千米的沟壑丛生 无数的魔物碎尸 铺天盖地 战刀滑行十万多米 消失不见 楚风愣住了 他没想到 用规则之力变化的战刀 如此之强 这一击 他只是投掷出去 并未使用肉身之力 就有如此威能 若是规则之力足够多 那么这柄战刀将永不停歇 不断斩杀下去 很好 很好 楚风眸光中流露出兴奋之色 拉倒吧 你这句分身很弱 若是能进入序列巅峰 那么辽动的秩序线条会更多 范围也就越广 王莽虽然语气中带着不屑 可内心之中 却是震惊的无以言表 分身的实力 只在序列的七 就能控制五米的规则之力 一旦彻底成长起来 将是一尊绝世大凶 楚风没有说话 静静地体悟起来 世界在他眼中变得格外不同 万物都是由规则之力组成 就拿他这个阿修罗皇的躯体 也是一样 只不过 其中的规则非常多 表面的秩序线条 异常粗壮 越是强大的存在 规则也就越多 他现在隐隐明白 那些高高在上的秩序之神 为什么会是永恒的存在 现在 他也接触到了这个层面 这具神像分身的强大 超出了想象 而且楚风明白 只要信仰之力足够多 那么 这具分身的实力 将会不断增强 进入序列之巅 甚至超越 只是时间和人数的问题 人间108个地域空间裂缝 他本来还非常苦恼 若是那些诛天战场的魔神 一旦进来 首尾不能相顾 现在看来 这哪是问题 分明是无尽的造化 心面移动 神像不断地分裂 一句 两句 三句 片刻之后 108句分身 站在本尊周围 实力处于序列九边缘 你这是要干嘛 王莽有些不懂 不禁开口问道 猫子 大哥对你怎么样 楚风微微一笑 刹那间 王莽不寒而栗 他是明白了 只要楚风露出这个笑容 绝对没有好事 这些天来 王莽不断地催发本命天赋 甚至把本源都用力了一些 现在的他 只想好好睡觉 慢慢恢复 好 好的很 比我妈都疼我 王莽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出来 嗯 当你妈就算了 做你爹比较合适 楚风点了点头 当即在一道神念散发神城 传令下去 召集所有人族神经以上强者 开始收容魔物 一瞬间 王莽便明白了 他这个苦力再次上岗了 大哥 能放几天假不 我想谢谢 王莽语气中带着一丝哭腔 指不住求饶 一寸光阴一寸金 五等岂可浪费生命 楚风手指挑动王莽眼球周围的秩序细线 缓缓开口 大哥说的真在脸 是我格局小了 王莽吓得颤抖 连忙附和 楚风眼眸 看向神城之外 那无尽的魔物 不由得舔了舔嘴唇 上千亿的魔物啊 若是全部收服了 对他来说 不知道有多大的进步呢 第93章 一百多魔神就这么样被吓跑了 楚风心念一动 神像分身化作108道 每一尊拥有序列9的实力 传送门开启 前往不同的王城 无论相隔多远 本尊都能对其操控 不存在距离之说 楚风本人则坐镇神城 整个人间 当属神城周围的魔物数量最多 实力最高 其中 魔神修为的也有上百名 半神之多 数不胜数 S级以下的魔物 更是多达百亿 这里是最肥的一块 也是危险系数最高 楚风看向神城西山方向 那里的苍穹中 一道黑色漩涡运转 一个个魔物穿梭其中 其中步伐序列魔神的影子 主人 这道裂缝后方是诅咒大地狱 月神的语气中 带着一丝慎重 很强吗 楚风挑了挑眉毛 月月欲试 三千大地狱 分为上中下三等 而诅咒大地狱魔神 最起码上万个 按照实力划分 已在中上等 出过的序列主宰 足有十多个 月神不敢小觑 唯唯道来 那确实很强 楚风点了点头 不由得慎重起来 他本尊实力在序列九 还是肉身 要是论战斗力来说 捏死序列七非常简单 对上序列六也能战斗 但序列五之上的存在 他也没有丁点把握 尽管阿修罗魔皇区很强 可现在还是有些不够用 而且对应的还是诅咒大地狱 龙唐虎学般的存在 那就先从外围扫荡开始吧 楚风心中已经有了方案 先清理四周的魔物 上百亿魔物 最起码可以把神像分身的境界 翻倍提高 到时再图谋地狱 神城西门 两扇雕刻着密密麻麻的 符文石门 巍峨壮观 高达上万米 楚风和月神走到城下 守卫的人族纷纷行礼 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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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强者眸光中 带着火热的崇拜 忠心耿耿 楚风点了点头 开城门 谨遵神指 他们不敢有丝毫怠慢 迅速打开城门 哼 神城之门从建立起 打开的次数趋直可数 如今再次开放 刹那间 吸引了无数双眼睛 城外魔物们全部扭头 看了过来 他们先是疑惑 而后眼神一亮 眸光中流露出嗜血之色 结结结 人类血肉的味道 美味 嘎嘎嘎嘎 那个年轻的人类 细皮嫩肉 看着就非常好吃 大腿是我的 他的脑子我预定了 心脏谁也别喝强 一道道调侃的声音响起 楚风看了一眼月神 他们隐藏了气息和修为 没想到 在这些低等魔物的眼中 居然是一盘菜 你们这些杂碎听好了 现在 你们被包围了 全部双手抱头 蹲在地上 月神大喝一声 吓打死亡通缉 这些魔物傻了 对方就两个人 把他们包围了 完了 就在这些魔物 要动手的刹那 月神动了 他直接化作本体 一轮红月弥漫 刹那间 照耀方圆万里范围 所有的魔物在月光照耀下 一瞬间趴在地上 魔神 是序列魔神 我低天啊 好可怕 我们伟大的魔神 怎么投靠人族了 叛徒 叛徒 他们吓得发抖 大小变得失禁 楚风看过去 这些魔物数量 大约在几千万 蚊子虽小 但也是肉 与神主大人签订契约 否则死 月神一声抱贺 响彻苍穹 伟大的魔神 别杀我 我愿意签订契约 我也愿意 求放过 重压之下 这些怕死的家伙 瞬间同意 根本没有翻起一丝浪花 蚊子 出手吧 楚风下令 唉 王莽无奈地叹息 再次展开天赋 一道道契约束缚建立 楚风微微一笑 就要开启圣灵进化 然而 远处突然起了变化 六道身影 踏空而来 他们身上流露出序列魔神的气息 三个序列九 两个序列八的魔神 一尊序列七 身为魔神 与人族独谋 当杀 地狱败类 当斩你魔区 以井效尤 领头的是一尊三头六臂的魔神 他每一只手 都拿着一件武器 异常威风 波寻大人来了 哈哈 我们有救了 波寻大人救命 这些趴在地上的魔物大喜 他们异常的兴奋 惊叫连连 楚风微微一笑 毫不在意 一个纵身飞起 出现在波寻魔神跟前 操 这么快 波寻眼皮狂跳 心中生出一种强烈的危机感 其他无名魔神 瞬间止住脚步 满脸惊恶 点子扎手 走为上计 波寻第六感告诉他 这个男人很危险 极度危险 虽然对方的气息 只在序列久 给他的感觉 无比恐惧 比那头月魔神的厉害程度 多达数十倍 楚风微微一笑 流露出一抹腼腆 远道而来 辛苦阁下了 啊 几个魔神云里雾里 还不明白什么情况 然而下一秒 只见楚风伸出一拳 朝着波寻正中间的脑门砸去 碰 波寻只感觉漫天惊心 两眼一黑 晕死当场 快快跑 剩下的五个魔神 拔腿就要开溜 然而 楚风哪会放过他们 残影闪过 出现在他们的头顶之上 碰碰碰 连着三脚踏过 踩在他们的天灵之上 三具魔神直勾勾地 从空中落下 妈妈呀 我擦 剩下的两个魔菊花一锦 魔祥喷涌而出 他们明白 这是踢到铁板了 一瞬间 把速度提升到了极致 就要向着地狱空间裂缝逃去 但楚风更快 两手伸出 拽着他们的头发 手臂相互交错 碰 两个魔神的脑袋撞在一起 晕了过去 这还是楚风 没敢使出全力 他很怕一不小心 把他们直接搞死了 现在每一个魔物在他眼中 都是一笔资产 特别是魔神存在 他们创造的信仰之力 更加醇厚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五大魔神晕死 魔物们呆傻原地 不敢相信地看着这一幕 围在神城的魔神一个个起身 他们眼神呆滞 久久不能自语 快去地狱通知序列魔主 快 跑啊 一个个魔神向着空间裂缝去 唉 别跑啊 我是好人 我真是好人 真的 任凭楚风如何呼唤 始终都无济于事 这一刻 他非常无奈 这年头 人和魔连一点基本的信任都没了 真是悲哀啊 第九十四章 主动出击 扮演黄泉大帝 神城周围的魔神 向着地狱裂缝涌去 他们如同惊弓之鸟 慌不择路 那个人类太可怕了 六个魔神 眨眼间就收拾了 异常恐怖 楚风看着他们逃脱的身影 并没有选择追赶 而是把目光描向神城周围的魔物 一道道契约束缚建立 整片的魔物被净化 两千万 五千万 一亿 五亿 一天的时间 足足收服了二十多亿的魔物 信仰之力喷发 神像的实力不断增强 大哥 我真不行了 再这样下去 真的会死 王莽筋疲力尽 他这个眼球内的能量 几乎都被掏空 此时已到达临界点 楚风也明白 他已经游进灯窟 可两人配合 实在是太完美了 速度非常快 一旦停下 速度就慢了下来 他哪会愿意 王子 你得休息几天 至少一个月 不行 太长了 最多一天 楚风不可能给他一个月的时间 休养生息 爹 你是我轻点 王莽欲哭无泪 他感觉自己进了黑砖窑的小作坊 而楚风就是那个心狠手辣的老板 拼死压榨他的劳动力 其实 还有一个办法 只要您愿意把魔物的血肉分我一点 也不是不行 王莽小声地说道 感激你这货 是在我何谈条件啊 楚风脸色一沉 眸光中流露出阴森的杀意 大哥 我这绝不是谈条件 你想让驴子拉末 最起码得喂草料吧 我要求不多 只要一亿的魔物血肉 王莽紧张万分 他非常需要魔物的血肉来恢复 这样下去 最多一天 他就会被生生地累死 楚风双眼眯起 死死盯着王莽眼球 片刻后 杀意消散 楚风恢复成和蔼可亲之色 蒙子 你这是说的哪里话 不就是魔物血肉吗 我同意了 啊 王莽听后的激动不已 他不敢相信 楚风居然同意了 只是一个亿有点多 最多一千万 楚风可不傻 他无时无刻都在防备着对方 一旦给足王莽足够的血肉 指不定有什么变化 这货现在如此卖力 全都是在他的重压之下 一千万就一千万吧 王莽语气中满是失望 内心却是狂喜 只要让他恢复一点实力 那些秘法就可以施展 到时 趁着楚风不注意 直接跑路 他可不想再当对方的苦力了 只是楚风给他的魔物 都是D级和C级 最高不过是B级 这让王莽内心悲凉 黑心上 不过他也没有嫌弃 眼球化作一道黑气 不断地吞噬魔物 越来越多的魔物被王莽吃掉 他的气息一点点增强 主人 这个家伙很诡异 月神站在旁边小声地提醒 嗯 我明白 楚风嘴角弯曲 挑了挑眉吗 他明白月神什么意思 一路走来 楚风对任何人都不会完全相信 而且还是和自己一样的 秩序漏洞者 猫子 差不多了 楚风开口提醒 大哥 我才刚吃了不到一百万魔物啊 王莽语气中非常焦急 只要再让他吞噬二百万魔物 就可以施展空间逃脱之法了 被楚风猛然叫停 尽管心中有一百个不愿意 他还得停下来 时间紧迫 诅咒地狱的强者随时都会杀过来 持则生变化 楚风随口解释 态度异常地敷衍 好吧 王莽没有反驳 两人再度展开围炼 五头魔神昏迷的魔神逐渐醒来 在楚风的洗涤下 迅速转变阵营 通过波寻的述说 楚风对诅咒地狱也更加的了解 诅咒地狱 天魔山 上百位魔神跪在山下 一脸的虔诚 山顶之上 一座巨大白骨王座矗立 一道身影坐在上面 他身穿紫金龙袍 头戴冠冕 脸上一道道疤痕 纵横交错 身躯之中 弥漫出无上的威压 那些跪倒的序列期的魔神 一个个眼眸中流露出浓烈的恐惧 废物 声音平淡 无丝毫的感情 随着这道声音落下 成片的魔神瞬间炸裂 砰砰砰 血雾飘散 化作血雨 弥漫天地之间 方圆百万里的无穷魔物 异常惊恐 那一位怒了 序列五的魔主一个念头 足以血流成海 尸山堆积 谁也不敢触犯他的怒火 人间是五等圈养的食物 你们居然被食物吓成这个样 真是把我的脸都丢进了 白骨王座的身影缓缓起身 眼神看向遥远的天际 眸光中流露出一丝杀意 五主饶命 那个人类很强 五个序列魔神 在他手中没有撑过几十秒 是啊 主人 请魔主出手 斩了他吧 一个个魔神天由加措 把楚风描绘得异常强大 甚至有魔神主宰之威 王座之上的那道身影 微微皱眉 他自然不幸 人类中会出现如此强大的存在 但一时间又拿不准主意 万一对方很强 他该如何应对 可让他咽下这口气 肯定不可能 上面已经传下话来 最多半个月 诸天战场中的魔神 将会通过诅咒地狱降临人间 他作为守护这块裂缝的魔主 肯定不允许有意外发生 哼 我倒要看看 是何方神圣 神城 楚风不断收割着魔物 外围已经清扫完毕 足足三十多亿 剩下的S级以上的魔物 已经逃入了空间裂缝 他看向黑色漩涡 止不住地思索 里面那头序列魔神 他差不多已经摸清了底细 实力在序列五的巅峰 是灵异族的无上皇者 掌管着千亿魔物 魔神级别的手下 多达上千 在诅咒地狱中雄聚一方 异常的强大 芒子 有没有兴趣 和我玩一场大的 楚风开口诱惑 多大 王莽下意识地问道 去诅咒地狱中 套路那个序列五的魔神 楚风已有了计策 等待敌人降临 从来都不是他的风格 四王莽倒吸了一口凉气 套路序列五的魔神 楚风的胆子太大了 他可能不知道 序列五是多强的存在 一旦被对方发现蛛丝马迹 他们两个只有死路一条 不去 太危险了 王莽瞬间拒绝 他内心之中 还是比较保守 也是 你别去了 我自己去吧 楚风双眼一寒 就要王莽塞入到 储物戒指之中 别别别 我去 我去 王莽语气焦急 他明显地感受到 若是自己不配合楚风 绝对会被关押在 储物戒指之中 永世不见天日 这就对了吗 楚风点了点头 序列五的魔神非常强大 必须制定好完美计划 否则 我们只有死路一条 王莽语气中满是慎重 不断提醒 强大 有他强大吗 楚风微微一笑 神格面具中能量翻涌 刹那间 他全身气息变化 一道伟岸的身影 处立在天地之间 脚下是无尽的黄泉 一道道灵魂在其中不断哀嚎 响彻天地 序列之巅 黄 黄泉大帝 王莽妈了 第九十五章 造化之种 图谋地狱 你认识他 楚风异常惊奇 黄泉大帝 序列主宰 我怎么会不知道 王莽大惊失色 楚风太神秘了 每一次都带给他超级震撼 阿修罗魔皇躯体 秩序漏动者 穿越者 神像秩序分身 现在又能化身黄泉大帝 他身上宛如覆盖了一层层神秘的面纱 不停地击溃 王莽建立的脆弱心灵 序列之巅吗 楚风微微一笑 他对黄泉大帝的实力不了解 现在既然知道了 那一切都好办了 序列之巅 也是就序列一的存在 又被称为至尊主宰魔神 在每一个地狱 都是极其恐怖的存在 我要知道诅咒地狱的一切 楚风缓缓开口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他的目的 不单单是守护裂缝的那个序列魔主 若是能一举把诅咒大地狱给拿下来 那才是大丰收 万一魔物 各种魔神头目 主人 目前诅咒地狱中 最强者为五大至尊主宰 他们坐镇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 最强者为中间的万咒主宰 实力在序列一巅峰 坐镇中央 东方是天启主宰 南方是炼恶主宰 西方是魔家主宰 北方是黑山主宰 四方主宰实力 皆在序列一行列 他们相互攻伐已有万年 水火不容 而守护裂缝是士林魔主 实力在序列五 是黑山主宰的心腹 波寻把知晓的全部说了出来 不好搞啊 楚风微微皱眉 他没想到 诅咒地狱如此之强 至尊主宰如此之多 王莽此时差点被吓死 他没想到 楚风化成黄泉大地 居然要打整个诅咒地狱的主意 疯子 疯子 我觉得 还是先搞定 那头序列五的魔主比较好 至于诅咒地狱 徐徐图之比较好 王莽咽了咽口水 小心翼翼地说道 我说猫子 你是不是怕了 你要是怕了 就别去了 楚风乃会看不出 这家伙的小心子 胆小如鼠 还怕事 怪不得成不了大气 危险越高 机遇越大 主人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波寻庞佛 是想到了什么 又不确定 说吧 楚风目光微微一宁 信息越是完整 对他也越有利 士林一族 本是诅咒地狱中的 无上皇者 一万年前 这一族雄霸数十座地狱 不知什么原因 一夜之间 士林序列一的存在 全被杀光 只留下一些血脉不纯的家伙 波寻想到天魔山那个家伙 浑身难受 那个家伙很强 虽然一直被压制 但波寻知道 绝对不止序列五 说不定可能在序列四 或者是三的行列 楚风突然之间 想到了曾经的一个敌人 士林娃娃 士林一族 为什么遭受屠杀 楚风看向王莽眼球 他明白 此等绝命 王莽肯定会知晓一二 其实也没什么 这一族太过逆天 他们有个天赋神通 可以吞噬地狱中的造化之中 如此的存在 肯定不能被秩序之神允许 所以必须灭族 王莽语气有些感慨 带着巨大的惋惜 有些唏嘘 楚风和他待了这么时间 对这家伙非常了解 他更是听出了其中的贪婪 猫子 我劝你诚实一些 不然后果 你懂得 楚风手指拨动至线条 眸光中散发着浓烈的杀意 我说的都是真的 王莽心中大惊 眼球止不住地颤抖 是吗 楚风挑了挑眉 手掌猛然用力 刹那间 眼球周围的秩序线条 被生生拽断一根 规则流动 眼球之上 瞬间充满了一股浓烈的死气 啊 王莽大惊失色 哼 楚风没有停手的意思 继续对着下一根秩序细条出手 别 别 我说 我说 王莽脑海中的秘密 再也不敢保留 一股脑袋 全都撂了出来 士林一族 其实为秩序漏洞者 他们可以吞噬 各大地域的造化之种 异常恐怖 三千地域的造化之种 一旦消散 那地域也将不复存在 雾草 那些玩意这么厉害 楚风愣住了 是的 他们不光很强 而且是那个疯子 创造的最完美的魔物之一 王莽感受到楚风停手后 心中微微一松 秩序漏洞者很多吗 楚风本以为 自己和王莽 已经足够逆天了 没想到 地域中的魔物 也存在秩序漏洞着 不多 除了我们这些天生的 也就几个种族 阿比地域中的 阿修罗皇族 士林一族的皇族 焚焰地域中的 火之皇者 还有裂空地域的 时间商人 王莽不敢藏私 把知道的全都说了出来 造化之种是什么东西 楚风开口问道 那是每一个地域中的 本源能量 就是那玩意 创造了三千地域的魔神 和数之不尽的魔物 若是能吸收了造化之种 也就代表了 控制整个地域 王莽非常失落 他就是打了 造化之种的主意 才被秩序之神围攻 最后成了这副样子 但他心里没有放弃 造化之种 逆天的存在 若是掌控任何一种 绝对可以横行无际 要我吞噬了 三千地域中的造化之种 是不是就能无敌了 就算秩序之神 也必须跪下来叫爸爸 楚风问道 别说叫你爸爸 叫你爷爷 都是他们的荣耀 只是你别想了 把三千地域的造化之种 合在一起 根本不可能 那些是灵异族的皇者 每个家伙 也只能吞噬一种造化之种 王莽还是觉得 说清楚比较好 万一这个疯子 去打造化之种的主意 他跟着绝对 没有什么好下场 不过瞬间 他又想到了楚风的能力 无视任何契约束缚 万一 那些造化之种 和他签订契约呢 或许说 被他用手段护要 心甘情愿地跟着他 想到这里 王莽心中翻起了滔天巨浪 越琢磨 可行性越大 要是真的可以办成 他跟在楚风身边 将是无上的机缘 先把那个士林皇族搞定 再搞至尊主宰 最后忽悠造化之种 楚风难难低语 瞬间做出了决定 大哥 计划就这么简单 不需要再完善一下吗 王莽嘴里发苦 小心翼翼地说道 就这么简单 出发 诅咒大地狱 楚风一步踏出 向着裂缝而去 诅咒地狱 当楚风进入的瞬间 万一魔物抖动 一个个魔神抬起头颅 五大至尊主宰起身 脸上竟是惊恶之色 黄泉大帝 他怎么来了 第九十六章 恐吓恋恶 剑指黑山主宰 这就是诅咒地狱吗 楚风深吸一口气 环视周围 苍空之中 无尽的红色雾气缭绕 三轮黑日照耀 大地一望无尽 重山峻岭 一座座巍峨的高山 插入云霄 魔物之多 遍地都是 诅咒地狱之大 胜过人间万倍 五道身影 透过无尽的虚空 向裂缝处看来 楚风内心微微易紧 至尊主宰 序列一的存在 他也不确定 是否能看透 神格面具的伪装 但现在只能硬着头皮上 楚风的脚下 是巨大的黄泉 一道道魂灵 在其中嘶吼挣扎 不断吼叫 他则坐在魂灵堆积的宝座之上 不动声色 一道道目光 窥探来 楚风明显感受到 自己在对方面前 犹如蝼蚁般 只有一个念头 就能让自己伸手一触 王莽吓得要死 他蜷缩在储物戒指之中 把全身的气息 隐藏到极致 至尊主宰 实力深不可测 一个念头 可以屠杀亿万生灵 放在诸天战场中 那就是一局定生死的角色 五道目光 齐刷刷扫向楚风 疑惑 惊讶 杀意 好奇 种种情绪飘荡 楚风眉头微微一皱 他明白 现在是第一关 若是被识破了伪装 计划不光泡汤 自己也会生死盗销 放肆 窥探无知本尊 是要和本座宣战吗 楚风瞬间起身 眸光中蕴含一丝怒火 巨大的身影拔地而起 黄泉之中的魂灵 向着诅咒地狱不断涌出 大有一言不合 就开战的架势 一瞬间 五方至尊主宰微微一愣 心中生起不好的预感 什么意思 那么的 你来我们地盘 还不信看看了 这是什么道理 黄泉 你来诅咒地狱 就不怕我们联手把你留在这里 一道苍茫的声音响起 楚风微微眯起双眼 他不知道 到底是哪尊主宰在说话 但无所调位 见招拆招 结结结 就凭你们几个废物 一起上吧 不知道谁先死呢 是天启那个王八蛋 还是恋恶胆小鬼 又或者说是黑山和魔家两个废物 亦或者是万昼呢 赤裸裸的蔑视 完全不把得五大至尊主宰放在眼里 储物戒指中 王莽差点吓尿了 祖宗啊 你能不能悠着点 他十分担心 万一有一个至尊主宰出手 那可就原形毕露了呀 五大至尊听后 一个个恨得牙痒痒 他们确实都有序列一的实力 但就算是序列一 也是有差别的 黄泉地狱 比诅咒地狱排名靠前 那一个地狱中 只有一个至尊主宰 就是黄泉大帝 实力非常强 甚至可以单杀他们其中一员 但被堵到家门口骂街 他们五个从来没有遇到过 心中甚是脑木 马德 黄泉匹夫 你欺人太甚 南方一道威额的身影站起来 他全身缭绕无尽的恶气 大帝军裂 空间塌陷 苍穹扭曲 一柄巨大的黑色铁叉 浮馅出 就要出手 雾草 完了 王莽下的瑟瑟发抖 心如死灰 一味至尊主宰出手 根本不是这个空壳子能抵挡的 然而楚风面不改色 宛如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给你一息时间 滚回去 否则 我以皇权之名启示 你必死 楚风毫不畏惧 甚至出言恐吓 爷爷啊 都这是时候了 就别装了 要是献出原形 跪地求饶 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王莽心里振振发苦 早知道是这个局面 无论楚风怎么说 他绝对不会来烫着浑水 太可怕了 戏耍至尊主宰 简直就是在找死 然而下一秒 发生的一幕 让王莽搞不懂 到底是什么情况了 你你你 南方恋恶主宰气得 说不出话来 他只是受不了 对方的嚣张气焰 就要打一场出口恶气 顺便找回点面子 这尼玛黄泉老贼 居然针对他 一副不死不休的模样 还发下誓言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一旦恋恶真的出手 那他和黄泉大帝 就是不死不休 你们几个就如此 无动于衷吗 恋恶主宰心里没底 看向东方的天启主宰 又瞅了瞅西方的 摩家和黑山 最后望向中央的 万昼至尊 四大主宰 谁也没有要出手的意思 完全是看笑话的模样 他们非常期待 黄泉和恋恶动手 最好是不死不休 一旦其中有一名陨落 他们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力 我让你滚回裤裆里面 难道你的耳朵塞绿毛了 楚风一步踏出 黄泉反起了惊涛骇浪 就要和恋恶主宰 展开一场无上的对决 啊 奶奶个腿 你有种 本作要不是这是一句分身 非要和你决一死战 恋恶主宰 留下一句狠话 战意消散 下一秒回到了老巢之中 分身 恋恶真不要脸啊 明明是本尊还要装 不得不说 他给自己找的台阶 非常漂亮 一道道声音响起 不断刺激着恋恶主宰 恋恶 别怂啊 要是我 绝对不会咽下这口恶气 黑山主宰不断拱火 是啊 你是诅咒地狱的牌面 第一至尊主宰 岂能如此怕死 魔家也没有放过 这个天赐良机 干 怕什么 不就是黄泉大帝吗 放心 你若战死 五等必为你复仇 天气主宰不断地加油打气 恋恶 五等身为至尊主宰 脸面比性命重要 你怎能受此屈辱 还无动于衷 万昼主宰不断挑唆 他们迫切地希望 黄泉和恋恶进行生死之战 一个个不断地拱火 挑唆 恋恶主宰脸色铁青 这些家伙的心思 他如何不知 与黄泉大战 他的胜率不足三成 傻子才和他决一死战 最后他干脆闭上蹊跷 充耳不闻 至于黄泉要干什么 无所调位 就算把诅咒地狱掀了 也不关他毛线关系 往往目瞪口呆 此时内心之中 对楚风深深折服 啥叫大佬 这就是超级大佬 凭借着一具空壳子 硬生生地震住了一个至尊主宰 试问 三千大地狱 谁能做到 恐怕也只有楚风一人 其余几大至尊主宰 剑拱火不起效果 纷纷作罢 能到这一步 谁也不是傻子 再说 五大主宰相互攻伐 根本不能团结一致 才给了楚风机会 然而下一秒 楚风的操作 又让王莽星 揪到了嗓子眼 黑山 你的死期到了 第九十七章 挑拨离剑 图穷笔现 悟草 他是疯狗吗 改谁要谁 黑山主宰 心中一片迷茫 他可不记得 罪过黄泉大帝 双方从未有过交集 拿的是 自己的死期就到了 黄泉 你是准备把我当阮柿子了吗 黑山主宰心中 生起一股无名怒火 很明显 黄泉大帝就是在找事 而且要拿他开刀 干死他 黑山 宰了他 太嚣张了 坚决不能耸 必须弄死 阮柿子 哼 你以为本座前来 就是要对付你个垃圾 楚风嘴角弯曲 语气中满事不屑 什么意思 黑山非常猛 好好的 自己怎么就得罪这货了 黑山 你真不知道 还是在装 楚风大声斥责 宛如一个上位者般 黄泉 要占就得占 我可不是恋恶那个鼠辈 黑山主宰 已经忍耐到极致 骑在他脖子上撒尿 真把他当一盘菜了 那就让你死得明白一点 你手下 是不是有个视灵异族的黄者 楚风双目阴冷 身躯之中流露出一股浓烈的杀意 啊 黑山主宰愣住了 他没想到 对方居然提到那个家伙 完全没有想到 可视灵和黄泉大帝 没有任何交集啊 视灵一直在自己的眼皮底下 从未离开过 怎么会招惹到对方了呢 那个魔头窥探我黄泉地狱的造化之种 犯下禁忌 你作为主人 难道说 不是你默许的 楚风话音刚落 刹那间 五大主宰内心之中 翻起了惊涛骇浪 万年前 视灵异族几乎被屠戮殆尽 这一族图谋造化之种 为所有地狱的公敌 皇族一脉被杀的 没剩几个 没想到这才万年 他们居然又对造化之种出手 而且 打的还是黄泉地狱的造化之种 怪不得黄泉大帝来此 针对黑山主宰 一副不死不休的模样 诅咒地狱五大至尊主宰的实力 都在伯仲之间 谁也不能完全抹杀对方 他们没想到 黑山还留了这一手 一直打是灵异族的主意 如果真的成功 那么诅咒地狱中 就会有多出一个至尊主宰 格局肯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利益涉及到群体的时候 那就不一样了 一瞬间 四个至尊主宰 悄无声息地站在不同方位 隐隐有把黑山主宰围在中间 围杀之意不言而喻 物操 你们干嘛 黑暗主宰极了 一个黄泉大帝 他不一定能打过 若是再加上四个至尊主宰 他只有死路一条 但他也明白 现在必须把情况说清楚 否则等待他的 只有陨落 我发誓 士林那家伙 虽然是我的手下 但这一切 和我没有丁点关系 黑山异常慌张 快速解释 他心里确实有打造化之种的想法 可还没有实施啊 难道是士林那个家伙 暗中出手了 黑暗止不住地脑补 心中大骂 士林蠢货 打谁的主意不好 居然谋划黄泉地狱的造化之种 这不是找死吗 现在被对方找上门 他也不能承受其怒火 一个黄泉大帝不可怕 可加上他们四个呢 黑山主宰此时异常惊恐 他们几个可不管事情真假 一旦黄泉出手 肯定会群起而攻之 这些家伙 巴不得瓜分自己地盘 你发誓 你的誓言又能值几个钱 楚风一脸嘲笑 一瞬间 黑山主宰哑口无言 他的确不敢保证 士林有没有背着自己搞小动作 但解释根本没有用 图谋造化之种 在各大地域本是禁忌 根本没有丝毫转环的余地 黄泉 既然黑山犯下此等罪孽 你放心 我愿意和你一同清理门户 万昼主宰瞬间表态 加我一个 这家伙 我早就发现他不对劲了 没想到 居然图谋造化之种 魔家主宰 也是当仁不让 黑山 你太过火了 虽然我们情同手足 但也只能大意灭清了 天启一脸痛心 把塑料兄弟情 发挥得淋漓尽致 诛杀黑山 守护地狱 恋恶极度的兴奋 恨不得马上出手 四大主宰打着嘴炮 但谁也没有率先出手 他们看向黄泉大帝 异常期待 你 你嘛 黑山主宰器的魔躯颤抖 可现在形势非常危急 一个不小心 他随时就会被打爆当场 黑山 你的死器到了 楚风脚下黄泉 升起十万米巨浪 尾岸的身躯就要踏出 展开生死大战 我黑山阿波罗 再次发下契约试验 若是我让士林图谋 黄泉地狱的造化之种 就让我立刻生死盗销 陷入永恒的地狱之火中 千万年不得兵捡 这是黑山主宰最后的挣扎了 他只能以此来证明清白 至于剩下的 完全不在掌控之中 契约这玩意 不能信啊 是啊 我觉得 还是以此明智比较好 而且 誓言漏洞百出 不足为信 杀了你 才是最稳妥啊 四大至尊主宰态度坚决 步步紧逼 黑山主宰 有没有图谋造化之种 已经不重要了 只要能除掉对方 才符合大家的利益 既然如此 那就决一死战吧 黑山主宰怒气冲天 该说的不该说的 他全都交代了 局面已定 剩下的只有战斗 哼 一座巍峨的高山升空 黑山主宰直接献出本体 无穷的魔气缭绕 绝世威压覆盖整个诅咒地狱 刹那间 万千魔神趴在地上 亿万万魔物惊惧不已 楚风谋光一紧 这一下 他差一丝被冲破伪装 序列一的存在 无上的至尊主宰 但是威压就让楚风挪动不了半步 太强了 完全超出了预估 动手可不是计划的一部分 再说 楚风也没有和他们动手的能力 相差太大 足足九大境界 就算阿修罗皇魔区 也会瞬间隐恨西北 黑山 难道这一切 你真不知情 楚风徐徐开口 他心中不由地紧张起来 实态发展到这一步 有些脱离计划 现在只能见招拆招 啊 一瞬间 黑山猛了 他没想到 事情还有转机 黄泉大地相信了他的话 听其中的意思 并不是想要开战 一时间 黑山主宰 有股想哭的冲动 太特么不容易了 第九十八章 原始魔精 敲竹杠 他相当于在鬼门关溜达了一圈 这一刻 黑山至尊心中 隐隐生出一股深深的感激 黄泉 黑山触犯禁忌 图谋你黄泉地狱的造化之种 这口气 你都能咽下 万昼发现形势不对 心中有些焦急 几万年难遇的机会 这几位至尊主宰 怎么会放过铲除对手的绝佳机会 本做的是 需要你们这些垃圾插手吗 楚风面带不屑 开口侮辱 你 黄泉 你太过分了 我们好心帮你 狗咬吕洞兵 不是好人心 四大至尊主宰 脸色铁青 他们虽然打不过黄泉大帝 但被当面羞辱 异常地难受 此举相当于脱下鞋子 不断抽脸 没错 这是本作和黄泉大哥的事情 你们那点小心思 还想刺激黄泉大哥 真是不自量力 黑山赶紧抓住机会 热脸贴了上来 那几个家伙的心思 他可是异常清楚 黄泉 你太过分了 真把我们诅咒地狱 当成垃圾场了吗 万昼主宰语气冷练 一次次被羞辱 他作为第一序列巅峰 脸上非常挂不住 魔家 恋恶 天气 你能就能一直忍受吗 三个至尊主宰流露出思索之色 确实 黄泉大帝太嚣张了 他们一个或许不是对手 若是四个一起上呢 就算是黄泉大帝 那又怎样 既然已成何为之事 那我们就联手一回 把黄泉留在这里吧 天气目光中 流露出阴狠之色 杀意浓烈 直直处风 恋恶和魔家对视一眼 两个主宰没有说话 步步而来 就要痛下杀手 局面转变之快 格外突然 黄泉大哥 我们联手 黑山主宰目光微微一宁 已有了对策 他十分清楚 若是自己明哲保身 一旦击杀黄泉之后 这几个家伙 定会以触犯禁忌之名 诛杀自己 可若能和黄泉大帝联手 那就不同了 楚风看着环氏的四大至尊主宰 双眼眯在一起 可以 一起出手先格杀恋恶 再对付他们三个废物 楚风徐徐开口 迅速制定好计划 一瞬间 四大至尊止住脚步 他们犹豫了 黑山和黄泉联手 一旦开战 后果不可设想 他们四个至尊主宰 说不定会陨落一个 恋恶吓得脖子一缩 他搞不明白 为啥第一个要灭自己 大家有话好说 别动不动就打打杀杀 都是至尊主宰 为什么就不能坐下的 好好谈谈呢 恋恶出手的想法 瞬间消散 在中间当起了何事劳 胡楚风心中 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他判断的没错 五大至尊主宰 当属恋恶最为胆小 恋恶 你就这么怕死 万昼恨得牙痒痒 联手的局面被破坏 他心中万分不甘 怕死 万昼 你说话动动脑子 本座何曾怕死过 恋恶乃会承认自己胆小 好好好 万昼主宰不断点头 满腔怒火 摩家和天启对视一眼 纷纷后退 他们明白 凭借他们三个 对阵黄泉大帝和黑山 杀掉肯定不可能 既然是黑山和黄泉私事 那我就不参与了 摩家说完 折服西方 一副势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态势 本座也没心情 参与他们之间的 隐隐狗狗 天启转身 回到了自己的地盘 只剩下一个万昼 独自在风中凌乱 恋恶 你有没有兴趣 和我们一起干掉万昼 楚风舔了舔嘴唇 眸光中流露出兴奋之色 咕噜 万昼喉咙滚动 紧张起来 他没有想到 自己居然会被引火烧身 成为了围杀的目标 诛杀万昼 恋恶眼神一亮 几万年了 他和万昼的争斗中 一直处于下风 若是能趁此机会绝杀对方 肯定是天大的好事 黄泉 你和黑山的事 本座也不参与了 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万昼退缩了 他真怕三个主宰 连手把自己干掉 赶紧表明态度 哼 你说不参与 就不参与了 把我当成什么了 楚风轻哼一声 杀意不减反增 为什么魔家和天启这样说 没事 我就不行 万昼心中不平 下意识地问道 老子看你不顺眼 仅此而言 楚风步步紧逼了 一副高高在上的态度 随着楚风的向前踏步 黑山和恋恶一左一右 向前包围 你 你们 万昼竹在心中没底 他虽然实力很强 但不确定能不能从中逃脱 思考再三 他还是没有动手的勇气 黄泉 我认栽了 这次是我的不对 我愿意赔礼道歉 哦 赔礼道歉 可以啊 楚风挑了挑眉 伸出手掌 什么意思 万昼不解 呆呆地看着对方 既然是赔礼道歉 没有诚意 怎么能行 你不会凭一句话 就想凭事吧 楚风鄙夷地看着他 一副看杀笔的眼神 呃 难道不就是一句话的是吗 万昼很不理解 同为至尊主宰 能向对方低头 已经代表一切了 好好好 万昼气急而笑 随手从储物空间内 掏出一块巴掌大黑色金石 扔了过来 原始魔精 天呐 黑山和恋恶看到金石的刹那 眼神中浮现出浓浓的贪婪 恨不得据为己有 尽管他们两个十分想要 可谁也不敢出手抢夺 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楚风伸手接过 当手掌握住的瞬间 透过表皮感受到 其中蕴含了一股磅礴的能量 这股能量等级之高 完全超越了他体内的月神之力 若是一旦吸收 他的实力肯定会飞速提升 感谢万昼兄弟的馈赠 谢谢 楚风开口致谢 哪还有一丝的杀气 竟显友好本色 万昼一个亮呛 差点栽倒 原始魔精是他的半生之物 送给对方 极为的肉疼 但为了自己小命 舍弃就舍弃吧 都是至尊主宰 一般之物 肯定不会足以平息 对方的怒火 楚屋戒指中 往往看得大呼刺激 一波三折 楚风凭一己之力 逼得五大至尊主宰投鼠忌器 更是坑了一件绝世宝物 让他由内而外 无不深深地折服 太特么溜了 第一步计划已经成功 下面就是楚风收割的时刻了 黑山 咱俩的事 你想怎么解决 楚风悠悠开口 转变矛头 啊 黑山主宰 瞬间明白过来 他们中间的事 还没解决呢 黄泉大哥 稍等 我把那个畜生给您带来 刹那间 黑山主宰伸出一只遮天大掌 朝着自己的领地内抓去 一声呵斥彻天地 谁 谁在暗算本皇 第九十九章 蓄列魔主的猛圈 图穷笔现 士林魔主大吼一声 躯体瑟瑟发抖 人在家中坐 或从天上来 他在天魔山待得好好的 怎么突然被拘过来了 作为序列魔主 表面实力在序列五 隐藏实力在序列三 五大至尊主宰的动静看在眼里 惊在心里 他虽然不知道 几大至尊主宰说着什么 可内心十分期待动手 士林一族被压制了上万年 他为了苟且偷生 尾身在黑山手下 做一个马仔 名为心腹大将 实为软静 诅咒地狱越乱 他的机会也就越大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大战还没开始 一只遮天大手突袭而来 太可怕了 士林可是明白 三千地狱中 不知有多少至尊 在打他的主意 作为极其能忍的萧雄 他怎么会束手就擒 谁 谁在暗算本皇 士林表面唯唯懦懦 但眸光中异常地冷静 眉心之中 瞬间睁开一道金色的树桶 一股序列三的力量爆发 直接驱散了黑山画作的遮天手掌 呦 你小子果然留了一手 黑山脸色阴沉 十分难看 作为一个至尊主宰 他竟然不知道 手下隐藏的实力 居然是序列三 而不是序列五 而且这个家伙 还在黑山主宰的监视之中 赤裸裸地打脸 黑山大人 士林猛了 他不明白 黑山主宰 为什么对自己出手 自己隐藏得非常好 从来没有落过马脚 这是个什么情况 不过眼下 士林也明白 被至尊主宰针对 肯定难以善了 吞天是地 必死的局面 他也没有束手就擒 瞬间发起反攻 一股黑色能量喷涌 化作漩涡 巨大的吞噬之力弥漫 黑山主宰心惊不已 眸光中流露出震惊之色 他没想到 士林这一脉 如此之强 序列三的实力 竟然能爆发出 如此强的实力 若是被对方再隐藏下去 进入序列二 就算是黑山主宰 也拿他没有丝毫办法 当了你几千年的狗 老子早就受够了 士林不再伪装 露出獠牙 不自量裂 黑山主宰献出本体 横压下 哄 诅咒地狱震动 大地军裂 身达百万米 一股股岩浆喷溅 苍穹扭曲 红云翻滚 一道道凄厉的嘶吼声 通天彻底 啊 至尊主宰动手了 快跑啊 救命啊 救命 诅咒地狱完了 呜呜 黑山主宰饶命 楚风看得目瞪口呆 眼眸中流露出浓烈的震惊 他没想到 一个序列魔主 和至尊主宰大战的余波 如此强 神格面具的能量 全力发挥 维持着皇权大地的面貌 丝毫不敢异动 不过士林越强 楚风就非常开心 这个家伙是此行的目标之一 还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甚至关系到以后的路 二士林看着越来越近的大山 眸光中流露出强烈的不甘 折服数千年 一招覆之东流 他不想死 可黑山实力在序列一 他们之间相差两个大境界 士林根本无法弥补巨大的差距 去死吧 你个杂碎 黑山心中极为的恼火 他手下隐藏着这样一头凶狼 随时都会反咬一口 幸亏发现得早 一旦让这家伙进入序列二 再突然偷袭自己 想到这里 黑山几倍发麻 不由地感到庆幸 双方战斗 吸引了诅咒地狱中万千强者的目光 四大至尊主宰 序列魔主 万千魔神 他们异常惊愕 没想到 士林居然在黑山手底下 扛住了一颗钟 超出了想象 可他们也明白 士林必死无疑 至尊主宰威严 绝不容挑战 就在所有强者 都以为士林必死之时 突然 一道悠悠之声响起 黑山 差不多了 好 黑山主宰纵然不甘 但还是听话照做 大山压下 覆盖士林 无穷的磨威散去 士林被死死地压在山底 只有一个头碌碌在外面 冠冕破碎 金色的树桐周围 一道道裂痕 满脸鲜血 模样异常地狼狈 楚风踏步而来 居高临下 眼神中充满了不屑 士林看着高空中伟岸的身影 眸光中流露出疑惑之色 他不明白 为什么黄泉大德 会开口救下自己 黑山 把他交给我 此事就此作罢 楚风语气虽然平淡 但流露出不可商量的语气 可以 黑山心中一喜 只要黄泉大帝不再和他追究 一切都好说 虽然本想利用士林图谋造化之种 但此时黑山已经生起不一样的想法 这家伙就是个烫手的山芋 更是反骨子 一个整不好 可能会伤到自身 交给黄泉大帝 合情合理 他不信对方会放过士林 给他松开吧 楚风摆了摆手 黑山心念一动 黑山瞬间缩小 变化成一个中年男人 他脚下踩着不断挣扎的士林 脚掌一翻 直接踹在了士林肚子上 横飞出去 以后跟着黄泉至尊 慢慢赎罪吧 黑山满脸的厌恶 眼底深处 闪过一丝杀意 士林嘴角咳血 他搞不懂什么情况 诅咒地狱中 至尊主宰一动 黑山出手 黄泉大地救下自己 他陷入深深的猛逼中 不过只要活着 就有机会 能死里逃生 士林并没有感激黄泉大地一丝 他自己明白 对方不会平白无故救下自己 肯定有所图谋 用脚后跟都能想到 他身上利用的价值 只有一个 造化之种 走吧 楚风向人间的空间裂缝而去 士林没有犹豫 跟在后面 黄泉大哥 有空常来坐坐呀 黑山主宰在身后大声呼喊 带着浓浓的不舍 放心吧 我会经常来看你的 楚风摆了摆手回应道 刹那间 黑山主宰脸颊肌肉抖动 他心中祈祷 千万别来了 不到一天的时间 他在死亡线上徘徊多次 这一切都因黄泉大地 虽然一波三折 好歹全部解决了 送走这尊温神 黑山主宰重重松了一口气 其余四个至尊主宰 也是感到压力一松 黄泉大地的到来 改变了诅咒地狱的格局 几万年的相互攻伐 隐隐有种联盟的趋势 只是让五大至尊主宰非常疑惑是 为什么黄泉大地 去往人间的方向 而且来时也是通过那道人间裂缝 听说黄泉大地的神歌面具 遗失到人间了 该不会是 第100章 百密一书 集中生智 一道道神念缭绕 五大至尊主宰 忍不住泛起了嘀咕 不可能是假的吧 黑山主宰喃喃自语 黄泉大地的知名 在三千地狱中赫赫有名 专属之物 神歌面具 更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神器 一切发生得太过突然 本来他们没有多想 可看到对方向通往人间的裂缝方向时 不由得多想起来 前段时间盛传 黄泉大地的神歌面具 被一名人类所得 但这是小道传闻 一直没有证实 五大至尊主宰 看着逐渐远去的背影 一时间拿不定主意 他们不敢确定 好不容易送走这尊温神 谁也不敢再上前挑衅 无所谓 我感觉他应该是真的 黑山主宰摇了摇头 甩掉心中不切实际的想法 他自有一番逻辑 一般的魔神和神境强者 哪敢深入地狱之中 找至尊主宰的茶 而且表现得极为嚣张 完全就是赤裸裸的蔑视 还差点引发战斗 能有如此底气的强者 就算不是黄泉大帝 至少也是一位 序列一的至尊主宰 黑山主宰在心中说服了自己 而万昼主宰谋光中 竟是怀疑之色 黄泉大帝从出现到结束 根本没有出手 全凭气势 他很想试试 对方到底是不是 黄泉大帝本尊 更重要的是 对方敲诈了自己的原始魔精 魔物多疑 至尊主宰也不例外 万昼缓缓起身 他的本能告诉自己 只要他直接出手 就能试出黄泉大帝 到底是真是假 楚风深化黄泉大帝 向着人间裂缝缓缓缓而去 可背后传来一股股 别有深意的眼神 让他如芒刺呗 不好 他们不会是怀疑我了吧 楚风暗自心惊 眼神看着前方的空间裂缝 一瞬间仿佛明白了什么 他把所有的情况都算入其中 唯独忘了来时的路 草 楚风心中忍不住爆出粗口 百密一说 但他知道 现在不能再走了 只要自己流露出一丝马脚 五大至尊主宰 肯定会瞬间出手 短短一瞬间 楚风心中做出决定 他猛然转身 看着诅咒地狱 黄泉不断地翻滚 一股绝世之威 弥骂而出 顷刻间 亿万魔物瑟瑟发抖 士林吓得一跳 以为要灭杀自己 瞬间脸色苍白 看样给你们的教训还不够 竟敢窥探本座 黄泉化身 五指握拳 亿万魂灵缭绕左右 他一步踏出 就要向万昼主宰轰杀而去 啊 黄泉 你什么意思 我们之间不是平视了吗 万昼猛然一愣 吓得后退不已 哦 不好意思 我给忘了 楚风微微一愣 收回拳头 有些不好意思 尼玛 万昼主宰心中不停地大骂 他没想到 黄泉大帝会突然出手 意图非常明显 就是在恐吓自己 不过万昼主宰想要试探的想法 随即消散 连带着打消这种想法的 还有其他的几个至尊主宰 对他们来说 只有真正的黄泉大帝 才敢如此之作 否则哪会如此嚣张 感谢诸位的申请款待 诅咒环境很不错 我有一在此常住 等把人间的事情解决了 再来相聚 楚风拱了拱手 大摇大摆地 向着人间裂缝而去 五大至尊主宰心中的疑惑 瞬间消散 再也没有一丝怀疑 他们同时也明白了 黄泉大帝 为什么前往人间 应该是去寻找 丢失的神格面具 只是另一个问题 又摆在了眼前 黄泉大帝 要驻扎诅咒地狱 对他们来说 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地盘就这么大 不知道 对方会看上哪一处山头 黑山主宰舔了舔嘴唇 他心中泛起了小九九 若是能和黄泉大帝结盟 可攻伐任何至尊主宰 人间裂缝 楚风一步踏出 他身后跟着士林魔主 呼 诅咒地狱的短暂经历 让楚风绷紧的心神 放松了一些 转头看向垂头丧气的士林 楚风舔了舔嘴唇 现在才是他享受 胜利果实的时刻 你可知 本座为何救你 嗯 士林魔主眉头皱起 他心中非常清楚 对方在打什么主意 但他不能挑明 毕竟至尊主宰 都喜欢故弄玄虚 高高在上 掌控一切的感觉 伟大的黄泉主宰 士林皇族愿为您安前马后 笑犬马之劳 士林赶紧表态 恭敬而又谦卑 本座直说了吧 之所以救你 是为了造化之种 楚风没有隐瞒 点破了那层窗户纸 造化之种 士林眸光中流露出复杂之色 他们一族的本命天赋 因无数强者觊觎 脱离了黑山主宰 又被黄泉大的盯上了 真是命运多舛 当然 若是你能好好的配合本座 我也不介意 送你真正的自由 楚风微微一笑 覆手而立 望向苍穹 送我自由 士林心中咯噔一下 做了多年的上位者 他隐隐有种 被画大饼的感觉 作为序列模组 他深知 天上根本不会掉馅饼 其实很简单 让我体验一下 你的士林之力即可 楚风挑了挑眉 开始布置陷阱 就这么简单 士林搞不懂对方 到底要干什么 救下自己 就为了王的体验卡 他根本不信 我要体验你们这一足力量的运转原理 放心 时间不长 就两分钟 楚风加重砝码 不断引诱 士林愣在原地 久久不能平静 太玄乎了 他不知道要怎么回答 所以 你愿意和我签订力量契约 让我借用你全部的能量吗 楚风声音高亢 开口质问道 一时间 士林头皮发麻 他莫名地感受到 一股深深的危机感 发自灵魂的恐惧 从心底滋生 绝对不能答应他 绝对不能 士林内心深处本能地排斥 下意识准备跑路 但要想从黄泉大帝手中逃脱 太难了 一瞬间 他想到一步险棋 奉上契约的瞬间 突然发难 说不定可以争取一线生机 我愿意 士林重重开口 心中不断盘算 接下来如何突袭 储物戒指中 王芒已经准备好了 在话音落下的瞬间 一股契约束缚直接建立 刹那间 士林傻掉了 我还没有制定契约 为啥交易成功了 紧接着 序列三的能量 尽数流失 他面前黄泉大帝身影消散 黄泉化作虚无 一个年轻人漂浮空中 双手抱拳 一脸的感激 啊 你 你不是黄泉大帝 士林惊叫出声 呆呆地看着眼前的男人 第101章 超级进阶 秩序在线 飘逸的秀发 修长的体态 邪魅的双眼 眉心之中 烙印着闪电的符文 阿修罗魔皇 士林妈了 上一秒 还是高高在上的黄泉的大帝 怎么就变成阿修罗魔皇了 关键是 对方身上流露的气息 序列九 一瞬间 他想到了很多 关于黄泉大帝的消息 神格面具的遗失 士林不敢相信 就是这个男人 伪装成至尊主宰 深入诅咒地狱 丽亚五大主宰 把自己给搞到人间 同时 这个人的面容愈发熟悉 一天前 人间魔物易动 他的手下的 跑回地狱 和自己汇报 描述的模样 不正是眼前男人吗 你你 士林如遭雷击 结结巴巴 不过下一秒 他嘴角弯曲 流露出残忍的笑容 一个序列九的存在而已 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他可是序列三的存在 就算对方是阿修罗魔皇 想要灭杀 也是极其简单 哈哈 我不知道你是真聪明 还是真蠢 要是一直伪装下去 本皇可能要冒险一番 既然你找死 我就成全你吧 短短十几秒 士林的心境 宛如坐过山车般 跌宕起伏 吞天是蝶 士林一族的本命神通 瞬间催发 然而下一秒 他愣住了 一点动静都没 啊 我 他赶忙感受自己的能量 感受不到 没了 彻底的没了 啊 你干了什么 你干了什么 士林慌了 他的序列之力呢 整整序列三的能量啊 突然就没了 这谁能受的了 不用想 肯定和眼前这个男人 有着直接的关系 刚才的突然建立的契约束缚 士林一屁股蹲在地上 嘴里不停的喃喃自语 没了 全没了 士林一族完了 楚风淡然一笑 在得到士林序列三的力量瞬间 他直接就开启了圣灵进化 只不过这家伙太过激动 给忽视了 四 楚风深吸一口气 气息流露而出 哄 序列九 序列八 序列七 他境界不断增长 横跨大境界 有如喝凉水一样简单 他体内能量等级疯狂提升 一股苍茫气息弥漫 月神之力 向着士林之力融合 黑色的能量之中 交织着一丝深红 祖 士祖的气息 士林看着眼前的男人 眸光中生起巨大的惊恶 士林始祖 第一个诞生者 超越了序列的存在 他作为一个皇族 本能地跪了下去 来自血脉的碾压 至高无上的存在 但士林始祖 早就几十万年隔屁了 如今再次现身 士林心中五味杂陈 这个年轻人到底是谁 伪装黄泉大帝 修罗魔皇 士林之祖 人类 一个个身份宛如迷雾一样 格外神秘 王莽本以为他和楚风一样 同为穿越者 秩序的漏洞 可现在 他陷入了怀疑之中 这就是天选之子吗 王莽心中发苦 他没想到 楚风居然把士林一脉的能量 升华到了十足的层次 这种能量等级 已经超越了序列 达到了那个秩序之神 创造出的最高层次 超出想象 气息蔓延 神城 周边的王城 无数的人类 魔物 他们感受到一种 来自骨子中的恐惧 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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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断祈祷 希望能驱散这种本能惊慌 一道道信仰之力传来 楚风睁开双眼 叙烈五巅峰 楚风皱了皱眉 他没想到 一个叙烈三的魔主 只是能让自己 进入到叙烈五层次 心中不由的有些失望 哄 刹那间 天结在现 整座人间被乌云覆盖 厚厚的云层 深达了几万米 紫色雷霆缭绕 比之前度的叙烈九雷结 强大千倍 这是叙烈雷结 不可小觑 王莽赶紧出口提醒 进入序列之后 每晋升一个境界 都会引动雷结 楚风一口气 跨越五个境界 加上无比深厚的底蕴 引发了超级天结 但他丝毫没有在意 吞天是地 身躯内的士林之力 喷涌而出 在他头顶凝聚 化作一只高达的 十万丈的三足魔缠 魔缠张大嘴巴 刺溜一声 乌云震动 雷结滚滚 化作一道金氏洪流而来 刹那间 雷结锁过之处 空间被摧残 一道道黑洞浮现 秩序神炼闪耀 规则扭曲 一道道光滑荡漾 我低骂 王莽知道 楚风很强 可这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 明明是序列五的实力 吞噬天结 有如喝凉水一样简单 士林望着 一望无尽的天结 他想起自己 渡序列三天结的时候 被劈得抱头鼠窜 差一点就隔屁了 最后还是靠着 本命神通逃过一劫 但这个男人 才是序列五啊 雷结的强度 就已经上升到了序列三的行列 这就是始祖之威吗 士林眸光中流露出异常的崇拜 那高达十万丈的黑色魔禅 是他们这一脉的图腾 更是士林皇族本命天赋的极致 他今天居然见到了 可怕到了极致 恐怖绝伦的天结 不光吸引了人间的注意 连带的震荡 引发了108个地狱地缝不断扩大 隐隐有和人间并拢的趋势 诅咒地狱 永夜地狱 死灵地狱 无间地狱 一个个魔神看向人间方向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还不够 楚风感受到一道道强大的目光 心中一沉 序列的五的雷结虽然非常强 但就算度过之后 也不足以面对如此多的强敌 他需要再度进阶 踏入序列四或许序列三 随即从储物戒指中 掏出原始魔精 咔嚓 一只手直接捏碎 原始魔精中流淌出一道红色的物质 楚风直接吸收体内 圣灵进化 刹那间 进阶再次提升 进入序列四 跨入序列魔主行列 整体实力比之前增强十倍 而在原始魔精破碎的瞬间 诅咒地狱中的万咒主宰 猛然起身 他看着不断扩大的空间裂缝 目瞪口呆 那是谁 人间什么时候出现了这等强者 我的原始魔精 不是在黄泉手中吗 为什么出现在那个男人体内 哄 无穷的雷结被楚风吞入体内 哥 一缕白烟从口中吐出 不过他头顶的魔缠并未消失 楚风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序列的五的雷结已经度过 但序列四的雷结 为什么没有开始 而且整个世间充满了一股沉沉的死迹 这种气息 他格外的熟悉 正是上次出现的那个秩序之神 他来了 第102章 三十六凶神 楚风的危机 时间停滞 万物接济 世间万物停止了转动 一丝丝气息从苍穹之上落下 覆盖人间 秩序之神 秩序之神 108座地狱内的至尊主宰 瑟瑟发抖 从人间裂缝处涌出的神秘气息 让他们骨子里面感到恐惧 啊 怎么会有神出现 万昼主宰南南低雨 匍匐跪地 眸光中流露出巨大的惊恶 神人间出现了神 魔夹躯体蜷缩 宛如受惊的野狗般 被恐慌覆盖 是 是那个人类突破境界 引起了神的关注吗 黑山主宰心中思索 他来了 我先藏起来 王莽直接钻入了储物戒指之中 把所有的气息隐藏起来 一动不动 楚风眉头深深皱起 看向苍穹之中 上一次差点被抹杀 他实力大尽之后 以为能抵挡这股气息 没想到对方还未降临 单凭气息足以让他的内心发寒 一股深深的无力感 此时 苍穹中起了变化 一道巨大的人脸 拨开云层 缓缓出现 冰冷眼眸 熟悉的面容 楚风永远都不会忘记 对方一个念头 就差点抹杀了自己 再次相见 他发现 除了心理素质好一点外 和上次一样 并无差别 苍穹中的目光穿透下来 落在楚风身上 楚风没有低头 他抬头仰望 与之对视 这一次 巨大人脸的眸光中起了变化 他看着楚风 感到非常惊讶 不过只是一瞬间 便恢复了平静 亵渎神法者 死 他的声音宛如大道般 天地为之一阵 秩序神恋震动 一股股规则之力凝聚 刹那间 大恐怖覆盖楚风全身 他心脏剧烈跳动 后背升起一道道凉气 头皮发麻 那道声音中蕴含了无穷的伟力 楚风从未体会过这种感觉 一双双无形的眼睛 盯上了自己 这就是秩序之神吗 楚风强忍内心的恐惧 再次看向苍穹 可那张巨大而又神秘的人脸 已经消失不见 世间万物重新恢复了运转 一只无形的大手 俯过人间 聊过地狱 数之不尽的魔物记忆 纷纷消散 至尊主宰微微愣神 斩掉至尊主宰的记忆 不过在那人一念之间 唉 王莽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他知道 楚风必死无疑 接下来 才是对他面临的死亡之局 楚风环视四周 危机感越来越强 天穷之中 一道人影缓缓成形 他黑发如铺 眉心中一个闪电的符文 身穿黑甲 嘴角弯曲 露出邪魅的笑容 身躯之中 流露出士林始祖的能量 一股杀意锁定 这是我 楚风猛了 长相和他一模一样 甚至连实力都相同 规则之力 楚风微微思索 刹那间便明白了 秩序之神 用规则之力 创造出了同样的自己 同时 冥冥之中的感悟生起 序列四天节 这是他的序列四天节 各大地狱的主尊主宰 异常麻木 他们不明白 为什么人间会接二连三地出现 序列高等强者 这是放在之前 根本不可能出现的现象 口吞雷霆 藐视神阀 秩序之神 创造了不一样的天节 既然你很强 那就自己对付自己 这一招 不可谓不狠 只要你能撑到规则之力消散 这个天节自会过去 王莽赶紧开口提醒 我一路走来 卫风提手 如今 能有另一个我出现 就当陪练了 褚蜂躯体之上 流露出一股浓烈战意 跃跃欲试 可一秒 苍穹之中再度起了变化 又是另一个褚蜂凝聚而成 第二个 褚蜂目光阴沉 脸色十分难看 然而 他终究还是小看了 秩序之神的手段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 第七个 一道道褚蜂不断现身 卧槽 大哥 你完了 王莽脖子一缩 彻底的傻了 他以为秩序之神 最多也就创造出三个相同的褚蜂 没想到整了这么多 粗略地数了一下 足足三十六个 摆明了 就是要褚蜂死 我不信 他们真的会和我一样 褚蜂大吼一声 主动出击 刹那间 他眉宇之间 闪电浮温涌涌动 一道黑色雷芒乍现 正是他从未使过的 阿修罗黄神通 融合了蔑视天节后 更是产生了质的飞跃 哄 一道粗壮黑色雷霆 从楚风眉心积事出 目标正是由 规则之力凝聚的楚风之一 可下一秒 楚风傻眼了 只见那三十六个 自己眉心涌出 一模一样的蔑视黑霆 他们非常统一 宛如心意相通一般 雷霆相撞 楚风的雷电 被瞬间抵消 一股蔑视雷暴 覆盖他全身上下 哄 大地震动 一道道沟壳深达万米 纵横交错 而楚风站的方位那里 除了满地的焦黑 无丝毫的影子 死了 就这么没了 果然 人足好弱 只壳子罢了 一个个魔神 观察着人间的战况 那个不可一世的男人 本以为他能雄起呢 最不计 也得撑上一时片刻 没想到直接完了 一时间 他们有些异性阑珊 而那些至尊主宰 则是不同 他们的实力更强 观察得更细 楚风在雷霆临身的瞬间 迅速逃了出去 而方向 正是诅咒地狱 马德 不讲武德 楚风一路穿梭 迅速进入诅咒地狱之中 他以为那些家伙 都是空壳子 但在雷霆对撞的一瞬间 楚风就明白 那些规则之力创造的家伙 和自己一模一样 无论是力量还是一切 全都相同 甚至连神格面具都复制了 他知道自己很强 但同时对付36个自己 那就不是勇了 而是傻 然而下一秒 36道身影也跟着进入其中 他们仿佛已经锁定了楚风 不死不休 我操 楚风大脑飞速运转 当看到北方那座巨大的高山时 迅速有了对策 神格面具能量涌出 再次化身黄泉大地 大胆 此乃诅咒地狱 本座的新道场 你们这些家伙是来找死吗 万昼 恋恶 摩家 黑山 天启 有人足来袭 还不速速出来迎敌 楚风大吼一声 声音响彻诅咒地狱 五大至尊 主宰脸颊肌肉抖动 眸光中 升起了无穷的怒火 这货真把他们当杀笔了 第103章 霍水东移 驱虎吞狼 马德 欺人太甚 万昼主宰脸色争鸣 心中升起一股无穷的怒火 这个骗子太嚣张了 居然还敢来诅咒地狱 而且最重要的是 根本没有伪装 直接当着他们的面 化身成黄泉大地 相当于贴脸开大 攻击性不高 侮辱性极大 如此举动 好比是按着五大至尊主宰的脸 按在地上狠狠摩擦 杀 必须宰了这小子 不要脸的玩意 五大至尊主宰 怒气冲天 杀意涌现 楚风眼神一亮 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尽管这三十六尊凶神非常诡异 但本质上还是天杰 只要把这几个家伙 拉入其中 那就不是楚风一人杜劫 而是和五大至尊主宰一起 同时 也会有一个大的弊端 天杰的威力翻倍提升 可目前 楚风也是无奈 但凭他自己 根本无法干过三十六个自己 一股股杀鸡接踵而至 前方是五大至尊主宰 后方则是三十六凶神 楚风没有犹豫 直接转身 向着三十六个天杰杀去 月玉 刹那间 诅咒地狱上空 一轮轮黑红的月亮 围绕在楚风周围 士林始祖之力 和月神之力融合后 产生了质的变化 哄 月光所及之处 山河崩塌 一只只魔物不断爆裂 上千米的岩浆 翻滚喷剑 然而 这些凶神天杰 也是剑招拆招 他们的头顶上空 浮现出相同的黑红月亮 能量和楚风一模一样 你妈 楚风忍不住爆出粗口 然而下一秒 下面的一幕 更让他震惊无比 那一轮轮黑红月 居然相互融合 眨眼间 变成了一轮超级大月 楚风身形一顿 眸光中流露出一丝惊恶之色 月玉散发 一股绝杀之力 扑面而来 干 楚风大吼一声 体内的能量疯狂喷涌 吞天是蝶 三族魔禅凝聚而出 刹那间 诅咒地狱刮起一阵阴风 给我吃了它 楚风心念一动 十万丈的魔禅跳跃 飞到天穹之中 张开血盆大嘴 然而 魔禅虽然体型庞大 但在月亮面前 略显渺小 哄 巨大的嘴巴张开 魔禅嘴角无限拉长 把巨大的月亮 含在嘴里 一股惊天气浪爆发 诅咒地狱不断震动翻滚 方圆万里的空间塌陷 天穹翻滚 地面的高山崩碎 秩序神炼爆发 各种规则扭曲 我擦 这小子真猛啊 黑山主宰 不由地吞了吞口水 一个序列的似的存在 爆发的战斗力 居然超越了序列三 此人绝不能留 否则我们将成为笑柄 万昼主宰面目冷冽 心中惊骇不已 五大至尊主宰对视一眼 眸光中流露出凝重之色 他们看着苍穹中的魔禅 心中无比的贪婪 士林始祖的能量现实 惊世骇俗 作为至尊主宰 他们知晓得远超普通魔神 士林皇族 可以吞噬地狱中的造化之种 但始祖就不一样了 根据传说 这一族的始祖 可以吞噬三千地狱中 所有的造化之种 一旦把造化之种全部炼化 就是超越神之上的存在 虽然从未得到过证实 但这个传说 一直在至尊主宰圈子中流传 他们此刻无比兴奋 这些家伙突然进入诅咒地狱 每个人身上 全是士林始祖的气息 造化 无上的造化 一旦他们可以掌控这种力量 那就是超越神的存在 诸位 各凭本事吧 嘿嘿 超越神啊 本作的机缘到了 五大至尊主宰 异常兴奋 他们仿佛看到了 自己成为神之上的存在 天穷的中魔禅 死死咬住超级大月 想要吞入腹中 但月亮太大了 远超魔禅体型数十倍 一股莫大的压力传来 楚风眉头深皱 眼角的余光看过去 那一尊尊凶神天结头顶 同样涌现出一支支魔禅 他们为什么还不出手 楚风颇为得着急 心中不由地多想起来 那些家伙不会看出来 这是天结了吧 可转念一想 便否定了这个想法 凶神天结 为秩序之神创造 楚风身处其中 才知晓是自己的天结 外人根本无法窥探其中奥秘 既然如此 那我就逼你们一把 楚风眉宇之间流露出狠辣之色 心念一动 苍穹中的魔缠消散 所有的能量汇聚脚下 他一步踏出 迈过三十六个天结头顶 向着裂缝外的人间而去 随着楚风的异动 三十六个天结迅速地追了上去 不好 那小子 要逃 出手 快 五大至尊主宰微微一愣 神区瞬间爆起 他们虽然不明白 这些一模一样的家伙 会追杀那小子 但丝毫不能阻挡 那心中对无上造化的渴望 虽然这些家伙很强 但实力毕竟在序列四 他们都是至尊主宰 不说碾压这些家伙 直接擒拿并不费力 楚风把速度拿捏非常到位 他故意放慢一拍 刹那间 三十六个天结 把他围在中央 来了吧 楚风嘴角弯曲 流露出一抹邪魅的笑容 五大尾案的身躯 在外围升起 眨眼即到 杀 楚风身形一转 朝着最前面那道人形天节而去 哄 双方对轰一拳 平分秋色 紧接着 他们一拥而上 草 楚风大骂一声 能量疯狂涌出 化作一道防护罩 笼罩全身上下 但防护罩根本没有坚持极妙 瞬间被撕裂 就在此时 五大至尊主宰出手了 一只只遮天大掌 宛如天穷之手 覆盖而下 宛如上苍之手 一股浓烈的气息爆发 突然之间 三十六个凶神 天节停手了 他们仿佛是感受到了什么一样 纷纷扭头 朝着五大主宰看过去 呼楚风压力一松 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驱虎吞狼之计 一旦用不好 那就是虎狼反扑 哟 看什么看 给你脸了 恋恶主宰 看着那一道道目光 不屑一顾 一群序列似的玩意 还能翻天 万昼主宰看着他们 不知为什么 心中突然发毛 隐约有种不好的预感 我怎么感觉他们才是魔物 飞山主宰有些不确定 管他呢 干就完了 咋的 你还能被这些人类的垃圾吓住 魔家止不住开口调笑 谁也别和我抢 我预定十个 天气主宰异常激动 哈拉子快流出来了 然而下一瞬间 三十六人行天节发生了变化 其中的十多个身躯暴涨 气息的不断增强 序列三 序列二 序列一 随着气息的提升 他们的模样也发生了变化 居然和五大至尊一模一样 妈呀 这是什么玩意 我擦 什么情况 第104章 老鹰捉小鸡 至尊主宰的恐惧 五大至尊傻了 一个个相同的他们出现 实力 能量 气息 模样 包括服饰 一模一样 足足十五位至尊主宰 他们是什么东西 黑山主宰 额头冒出一片冷汗 心里止不住地发颤 鬼鬼 魔家结结巴巴 被眼前的场景震慑住了 什么鬼 不过是这小子 用神歌面具幻化出来的玩意 吓唬我们而已 恋恶一口否定 自从被楚风迷惑以后 他现在对什么东西 都非常怀疑 完全不相信 对方是真的至尊主宰 难道是 万昼主宰不由地想起 在其他地狱中 曾看过的一篇密文 人形天解 传说中 掌管神阀的秩序之神产物 拥有诡异莫测的能力 几个至尊主宰指住脚步 不断思索 只有恋恶不屑 他决定了 自己一定要找回场子 他们几个经常说自己无能鼠辈 看到几个家伙 被吓得快要尿出来的样子 心中觉得暗爽 自己若是上前 直接打破这种虚幻 绝对可以完美地装上一波 越想越激动 恋恶猛然上前 雕虫小技 竟敢搬门弄斧 手中的三叉神器 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灭世之威绽放 向着下方 三十六道人形天结杀去 这一下 宛如捅了马蜂窝般 哄 这些家伙梦了 他们没想到 还有其他强者挑战神威 剩下的 还有将近二十多道人形天结 还未变身 此时宛如被深深地刺激到了 他们全部放下处风 修为不断暴增长 几乎瞬间就到了序列一行列 而模样和恋恶主宰一模一样 恋恶是不是缺心眼 黑山主咽了咽口水 看着那道英勇的身影 愣住了 他不是缺心眼 是啥 万昼嘴角抽搐 有些牙疼 从现在起 诅咒地狱的五大主宰 要变成四个了 魔家喃喃低语 虽然很无语 但心中也非常佩服 恋恶才是最猛的 我们都看错他了 天启仿佛已经看到一个 至尊主宰陨落的场景 如此诡异的局面 换做谁都要思考一番 而恋恶却是直接扑了上去 颠覆了四个至尊主宰的三观 牛逼 楚风不由地给恋恶主宰 竖起了大拇指 原本以为他是五大至尊 主宰中胆子最小的 没想到却是最英勇的 恋恶主宰感受到 一个个强敌们惊讶的目光 心中格外的满足 多少年了 他终于站起来了 手中能量疯狂喷涌 神威撼动天地 三叉神器 覆盖所有的人形天节 夹杂着蔑视之威 杀了过去 而下方二十多个恋恶模样的天节 同样是举起手中的三叉神器 向上捅了过去 两强相撞 咔嚓 恋恶愣住了 他手中的三叉神器 布满了一道道裂缝 什么情况 不 不是假的 恋恶神色一变 脸色瞬间惨白 一股尿意止不住袭来 他傻了 看向下方的那一个个自己 此时 恋恶弄明白了一件事 这些玩意不是纸壳子 是真真正正的至尊主宰 而且还是三十多个 啊 亲娘啊 恋恶惊叫一声 下意识松开手中的神器 连滚带爬的后退 然而三十多道凶神天节 已经瞄准了他 岂能放过 天节守则 灭杀最强者优先 恋恶吸引了所有的仇恨 这些天节 把楚风都扔在了一边 不管不顾 救我 救我 恋恶主宰 向这四大主宰跑了过来 尼玛 滚 操 这家伙 脑子有病吧 快跑 四个至尊主宰吓了一跳 看到恋恶朝他们奔跑来 一个个菊花一锦 急忙后退 三十多个至尊主宰 他们几个 也就是一盘菜 完全不够看 可恋恶铁了心往这里跑 不为别的 要死大家一起死 谁也别想狗活 一股股杀鸡 瞬间锁定四个至尊主宰 在他们眼中 凡是修为高者 都是挑衅的行为 神罚威严不可藐视 跑 他们没有犹豫 朝着不同的方向逃顿 然而 恋恶紧追不舍 死死地 跟在万昼主宰后方 一起死吧 你大爷的 为什么盯着我 万昼主宰破口大骂 怒火冲销 几万年了 属咱俩关系最好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恋恶一副生死之交的态势 认准了万昼主宰 狗约的恋恶 万昼主宰 吓得魂都快出来了 无论他如何提升速度 但都甩不掉身后的狗皮羔羊 距离越来越近 万昼主宰随即看向其三个方向 一个大胆的想法 浮现心头 既然如此 那就一起完蛋 脚下一转 向着黑山主宰方向过去 你 你慢 黑山主宰头皮发麻 被死亡危机缭绕 他也没有坐以待毙 向着摩家儿去 五大至尊主宰 被缠上了四个 仅剩一个天启 我擦 别过来 你们别过来 天启飞速逃窜 然而四大主宰 怎么会放过他 相互攻伐了几万年 仇恨积累到一个 无法想象的高度 瞬间把天启主宰笼罩进去 五大至尊主宰 围着诅咒地狱 不断转圈 三十六个凶神天结追在后面 死死跟着恋恶 而恋恶则是跟着万昼 前黑山 摩家 天启亡命逃窜 老鹰捉小鸡 楚风看着这一幕 嘴里有些发干 而且 速度越来越快 这些进化到至尊天结的凶神 追上他们几个 只是时间的问题 大哥 你真会玩 王莽由衷地赞美 他现在对楚风 已经不能用佩服形容了 这家伙 简直就是偶像的存在 赴黑界的大帝 危机虽然短暂解除 但楚风明白 一旦这些凶神天结 解决掉至尊主宰之后 将是自己的末日 三十六个至尊主宰级的天结 根本不是他可以对抗的 楚风必须要在这短暂的时间中 寻找到破局之法 我要知道如何对付他们 楚风掏出眼球 开口问道 大哥 这玩意我不知道怎么整啊 王莽语气中全是害怕 眼球瑟瑟颤抖 是吗 楚风杀意流露 能量喷涌而出 覆盖在眼球之上 吞天是地 以楚风对这货的了解 他知晓的秘密如此多 甚至连秩序之神都异常了解 肯定知晓 对付这种天结的法门 死亡笼罩 王莽眼球中 流淌着一股黑色物质 啊 大哥 大哥 我好像想到了破局办法了 王莽拼命地吼叫 他对楚风是又爱又恨 太狠了 翻脸比翻书还快 可自己的小命攥在他手里 只能认栽 说 造化之种 造化之种 第105章 一线之差 令人窒息的阻碍 造化之种 楚风眼神一亮 这个东西 他已经耳朵听出茧子了 但他从来没有见过 更不知道如何才能获得 造化之种 是地狱的本源 孕育了所有魔物的存在 炼化了之后 就相当于掌握了一座地狱 若是 你能把诅咒地狱的造化之种吞噬 那么在这个地狱中 你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无论是人形天结 还是至尊主宰 生死全在你一念之间 王莽滔滔不绝 一股脑地说了出来 那这个东西在哪 如何才能获得 楚风迫不及待 他看向天穷中 被追的五大至尊主宰 有些焦急 这些家伙 根本坚持不了太久 随时都会被凶神天结 蹂躏到体无完肤 魔神孕育之地 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尼玛 楚风一头黑线 感情问了半天 相当于废话了 每个地狱的情况都不一样 有的在大山里面点 有的在海里 还有的在空间壁垒之上 但无一例外 这些地方都是孕育了魔神的地方 王莽并没有说谎 三千地狱极其的复杂 每一座地狱的格局都不一样 听着虽然复杂 但目标都指向一个 魔神孕育之地 楚风南南低雨 眉头不自觉地跳动 这个问题并不难 抓一头魔神不就行了 诅咒地狱的魔神数万 除了五大至尊主宰 还有很多魔神 楚风眼神环视四周 随即看向万里外一座高山 那里正折伏着一头序列漆的魔神 楚风一步踏出 飞速而去 这头魔神 一脸猥琐 头顶绿油油的一片 全身上下缭绕着一股毒气 好强啊 他折伏在山头上 绿豆大的小眼看着苍穹 不断吞咽口水 至尊主宰 遥不可及的存在 居然被追杀成这个样子 太可怕了 而就在这时 他面前突然出现一张帅脸 咕噜 妈妈 救命啊 他可是从头到尾看着 这个年轻人 正是始作俑者 一瞬间 他大小便失静 喷涌而出 全身无力地瘫倒在地 异常恐惧 楚风皱了皱眉 捏住鼻子 这家伙太他妈臭了 整个一毒气地制造基地 一只手拽住他绿油油的头顶 啪啪 两个大逼都 直接招呼上去 你愿意当我的奴隶吗 楚风可没有功夫 在循序渐进诱惑 而是直接胁迫 呃 绿头魔神被打得眼冒惊心 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过了几秒钟后 楚风心中微微一愣 不由地恼火 怎么回事 王莽难道没有收到信号吗 为什么没有契约束缚产生 你是想死吗 大 大哥 我的能力是严出法随 这孙子不说话 搞不了啊 王莽异常地委屈 宛如一个受气的小媳妇般 草 楚风随有些无奈 你愿意做我的奴隶吗 他不由再次重复一遍 愿愿意 绿头魔神吓死了 刀架在脖子上 他也不敢说不愿意啊 契约束缚建立 楚风瞬间进化 绿头魔神变得忠心耿耿 魔神孕育之地在哪 回主人 在地心之中 前面带落 绿头魔神化作一道光芒 在前面带落 楚风跟在后面 不时地看着苍穹 心头不由的一尘 恋恶已经被追上 三十六个至尊天节 瞬间出手 哄 诅咒地狱中 响起一阵悲哭之声 无数的血雨落下 恋恶一秒钟都没有坚持到 被打成了渣渣 万咒 黑山 魔家 天气脸色大变 至尊主宰陨落 诅咒地狱地动山摇 阴风四起 悲鸣之声不绝于耳 恍惚间 一道道身穿笑衣的人出现 他们出现在诅咒地狱之中 抬着一口棺材 恋恶死后 一道道物质 涌入宏观之中 片刻后 消失不见 那是什么玩意 楚风头皮有些发麻 不由地开口问道 什么东西 没看到 王莽疑惑地说道 晦气 晦气 楚风一路走来 不相信身死之后 会有勾魂这种玩意 但那些玩意出现 虽然只有几秒 可他确实清晰地看到了 而且 那些天洁和至尊主宰 宛如没有发现本 诡异 不过眼下 楚风也顾不得多想 随着绿头魔神不断狂奔 他只能在心中期待 希望那几个家伙 能多坚持一回 诅咒地狱中央 一片无尽的岩浆火海 喷涌翻滚 主人 从这里一直下去 下方八万米 就是欲欲我的地方 绿头魔神恭敬地站在一旁 指向下方的火海 楚风没有犹豫 直接跳了进去 一股股炙热的力量袭来 这点温度 对他造不成丝毫的伤害 只是略微的温热罢了 就算不用能量护体 阿修罗魔皇躯体 也能抵挡 一路下潜 温度愈发升高 五万米时 周围的岩浆 从黄色变成了红色 从岩浆里面 他看到一个个颜色不一的大碱 这里面正孕育着不同的生命 一丝丝能量 从这下方的岩浆中传来 楚风明白 这些都是新孕育的魔神 只是还未成熟 而那一丝丝的能量 就是造化之种散发所致 继续向下 达到十万米时 岩浆已经变成了白色 温度达到了上万度 一丝丝奇异能量漂浮 比刚才的能量多出了几十倍 而郁郁的魔神大减变少 只有寥寥十几个 楚风估计 等这些魔神出世时 实力最起码都在序列六 还在下方 我已经感受到了造化之重了 王莽开口提醒 语气中带着一丝欣喜 一丝丝造化之种的能量 融入储物戒指之中 对于这家伙的小动作 楚风并没有理会 二十万米 三十万米 四十万米 随着不断进入 温度已经超出了楚风抵抗的范围 一直到百万米时 楚风达到了极限 还差最后一点 只要进去 就能找到造化之重了 王莽非常兴奋 不断催促 马德 你以为我不想啊 楚风忍不住爆出粗口 最后这一点 温度太高了 别说是他 就算是序列的二的存在 来了 也得化作一团水气 可成功就在眼前 楚风哪能放弃 不断思索 而在诅咒地狱上空 四大主宰 被追得筋疲力尽 万周主宰看着楚风 进入魔神孕育之地后 心中瞬间明白 对方在打什么主意 凭什么让我替他挡在 这小子为所欲为 要死一起死 我们完了 他也休想好过 万周大吼一声 异常地恼火 向着岩浆而去 黑山 天启 魔家 三个主宰没有犹豫 接踵而至 三十六个至尊天节 也一同追了下去 他们来了 楚风一愣 不由地向上看去 第106章 召唤序列之神 红装嫁衣 一道道强横的气息 通过炙热岩浆 直冲而下 楚风心中一沉 若是 等这些家伙下来 他再没有一丝翻盘的希望 怎么办 王莽异常交集 跟着楚风这么长时间 好不容易喝了点汤 现在 又面临如此生死危机 他极为的难受 拼了 楚风看着前面的岩浆 眉宇之中闪过一丝狠辣 大哥 你千万别想不开啊 王莽紧张万分 赶忙出口阻止 前方那炙热岩浆 已经超出了想象 要是楚风一旦跳下去 就算是王莽在 储物戒指之中 也得跟着一块陪葬 他可不想死 还等着东山再起呢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楚风随口发问 他绞尽脑汁 也没有好的对策 前面是无尽的炙热 后方则是一群猛虎 几乎可以说必死之局 我不确定能不能管用 王莽心中没有把握 颤颤开口 都特么啥时候了 你还藏着掖着 留着你那些秘密 去棺材里吗 楚风翻了个白眼 极度无语 献祭之法 嗯 献祭魔神 或许是神器 短暂地获取序列一的能量 王莽徐徐开口 楚风迅速摘下神格面具 这个东西可以拨 嗯 可以 那赶快开始吧 楚风从储物戒指中 掏出眼球 就是 就是王莽欲言又止 庞佛有难言之影般 吞吞吐吐吐 你特么的 再给我拉屎拉一半 我现在就送你回西汉 楚风实在受不了这个家伙 每到关键时刻 就唯唯诺诺 不用死亡逼他一把 根本没有一点鸟用 用神器献祭 给一位秩序之神 只是多年前 我用献祭之法 坑了他不少次 这家伙 现在都不相信我了 王莽吐出心中的担忧 他不确定那位秩序之神 还能不能搭理他 但是根据前三十次献祭的经验来说 那位神 已经把他拉入黑名单了 感情是骗得太多了 没信用了 楚风脑袋上一道黑线 试试吧 死马就当活马医 好吧 王莽也是急得不行 但他知道 现在只能这样做了 他们只差一步 就可以触碰到造化之中 死在这里 实在太过憋屈 王莽吸收了诸多造化之种的能量 恢复了不少 黑色眼球周围 已经已经长出了零碎的血肉 气息也变得强大了不少 进入到了序列六 眼球内能量喷涌 一道黑色的物质涌出 这股物质中 蕴含着磅礴的生命力 在周围不断勾画 眨眼间 一座古老复杂图案构建成功 天际之法 开 王莽一声大喝 只见图案爆发出深红之光 周围的秩序神练 纷纷崩断 规则之力不断涌现 向着法阵而来 片刻后 一座老旧的梳妆台 凝聚而出 梳妆台异常古老 可以说有些残破 珠网密布 花纹残破 一块块油漆大片掉落 可恐怖的是 一个女人在镜子里面浮现 她背着镜子而坐 身穿红装嫁衣 一头乌黑的秀发 垂直而下 诡异的是 她的胳膊呈180度旋转 手里拿着一个木书 一下下地梳理着后脑勺头发 咕噜 楚风看着这个场景 后背不由地生起一股凉气 这真的是秩序之神 不是鬼 为何如此甚人 把神哥面具 放在梳妆台前 王莽此时有些虚弱 连忙开口提醒 楚风拿起面具 抛了过去 稳稳地落在梳妆台前 看着镜子的女人 王莽还未开口 放在上面的神哥面具 消失不见 呼 王莽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祭品消失 就是说 对方收了东西 他真怕东西不要 也不搭理 那就玩犊子了 至高的造物主 诸天之上的存在 维护秩序的神明 您卑微的信徒 祈求您能转身 王莽的态度异常虔诚 卑微 宛如一个狂热的信徒般 语气中充满了崇敬 可破旧梳妆台里面的女人 不为所动 还是在一下下地梳着头发 嫁一之神 您的信徒 王莽继续开口 试了很多次 但效果依旧如此 楚风越看越不对劲 这尼玛是吃了祭品 不准备帮忙 完全是拿钱不办事啊 而上方的至尊天节 和四个至尊主宰 越来越近 正在急迟而来 距离不到五十万米 楚风算了一下 对方最多不超过一分钟 就会到达 而老旧的梳妆台 渐渐化 庞佛要消散般 猫子 让我来 楚风急了 他直接走到梳妆台面前 一定要客气 这位可是我们惹不起的主啊 王莽急忙开口提醒 但楚风不为所动 你乃乃个腿 装神弄鬼的玩意 什么秩序之神 我看是师族之神 输个毛线头啊 打扮这么好看 是不是要出去接客呀 本座赏给你一个神器 出来伺候一下爷爷 给我吹一个 王莽妈了 那一位可是秩序之神啊 对方不搭理自己 但是能听到啊 而且这个神明 在秩序圈里 也是了不得的存在 更是一个禁忌 王莽下的瑟瑟发抖 异常担忧 你马的 我给你脸了 真把自己当根葱 楚风越骂越起劲 伸出拳头 就要砸上去 上面那些家伙 已经距离不到十万米 反正都是一死 破罐子破摔 楚风已经豁出去了 而就在这时 一道清冷欲怒的悠悠之声 突然响起 你骂爽了吗 啊 楚风眼前一亮 眸光中绽放出对生命的渴望 不过瞬间 他就反映了过来 伟大的秩序之神 你好 我刚才是骂他的 和你没有半毛钱关系 楚风只向王莽眼球 一脸的单纯 操 真不要脸 王莽异常无助 只能干受着 镜子中的女人 也愣住了 他没想到 这个男人居然如此回答 论翻脸之快 堪称古今第一人 侮辱秩序之神 死 女人话音落下 悠悠转身 露出了真容 血红的瞳孔 瓜子脸 柳叶眉 深披红妆 细腻到极致的皮肤 充满了无尽魅惑 是你 楚风大惊失色 愣住了 第107章 骗神 我是专业的 熟人 王莽猛然一愣 他没想到 楚风关系好这么发达 还认识秩序之神 看着这熟悉的面容 楚风思绪忍不住飘飞 他还是一名 C级小八太的时候 进入了挥舞之中 在坟地看到的迎亲队伍 这个秩序之神 不就是花轿中的嫁衣新娘 当初虽然只是惊鸿一瞥 但已经刻入了楚风心中 他本以为 这都是神格面具幻化 没想到 对方真的存在 还是一尊秩序之神 嗯 红装女一看着这个男人 秀眉微微皱起 面容愈发熟悉 他依稀地记得 不久前 自己窥探人间 发现了一个 有意思的小家伙 对方虽然宛如尘埃 可却是秩序漏洞者 没想到 这才过了多久 居然再次见面 而他竟然已经成为了 序列四的垃圾 在秩序之神的眼中 楚风的变化 也就那回事 只要不超过序列 全是蝼蚁一样的存在 不过就算认识 辱骂秩序之神 下场只有死 蝼蚁而已 死吧 红装女人拿出手中的木书 随意滑动 刹那间 一股伟力从镜中涌现 在楚风眼中 那女人手中的木书 化作滔天凶器 梳子在她眼中 巨大无比 整个世界一下安静了 仿佛天地之间 只有这一把梳子 大片秩序神恋崩断 规则之力涌现 一个个疏刺 一点点向她而来 楚风做不出丝毫反抗 躯体被死死地定在原地 不行 我不能死 不能死 楚风内心拼命地大吼 全身上下的能量涌动 心念合一 砰 全身上下爆发出一道惊天气浪 挣脱掉无形的束缚 但那把巨大的木书没有停止 向着它不断袭来 本想送你一场破天的富贵 没想换来的 却是无情 楚风大吼一声 身躯急速后退 呵呵 真是不自量力 嫁衣女人不屑一顾 多少年了 她没有听到 如此幽默的笑话 一个蝼蚁的存在 居然要给一个神颇天富贵 好比是一个乞丐 告诉世界首富说 给我钱 我会让你成为 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完呢 红装女人毫不理会 尽管隔着遥远的空间 只能发挥出 亿万分之一的力量 但灭杀一个序列蝼蚁 还是轻轻松松 见对方没有停手 楚风大闹不断思索 造化之种 难道你不想要吗 镜中的红装女人 微微一愣 然而还是没有停手的意思 死亡的危机越来越强 阴影笼罩 三千地狱所有的造化之种 亿万万生灵 楚风漫天开架 压上了三千大地狱 反正又不是她 说说而已罢了 女人眸光一宁 思索起来 三千地狱是那个家伙的地盘 自己若是能在这里插一个旗子 依此来收取造化之种 绝对是一步好旗 可这个家伙辱骂自己 实在可恶 而且还是序列四的蝼蚁 并没有多大的价值 楚风看着木书微微一停 他明白 对方心动了 有需求好 就怕那种无欲无求的玩意 我是士林始祖 专门以掠夺造化之种为食 只要给我一些时间 三千地狱为您奉上 王莽在旁边听得一阵头疼 以他对楚风的了解 这货又要坑人了 不 是坑神 哦 既然你愿意的赎罪 无放你一马 也不是不可能 红庄女人看到楚风体内的能量后 大为震惊 士林始祖 这种玩意 当年不是创造出一只吗 怎么又诞生了 巨大木书消散 火海深处恢复平静 楚风松了一口气 他知道 现在自己有了谈判的价码 伟大的神明 是的 我愿意赎罪 口说无凭 立自为惧 红庄女人杀意消散 一张古老的卷袖 从镜子中递了出来 签了他 这是契约 差不多 你们这些蝼蚁叫契约 我们则是神器 好 伟大的神明 楚风没有犹豫 迅速在上面签字 王莽心脏乱跳 他在想要不要提醒这个神意下 对方拥有无视契约的能力 随着楚风签下之后 一股极其强大的契约束缚建立 这股束缚的能力 远超他签订的任何契约 强大了足足万倍有余 但他毫不在意 只要是契约就行 管他什么神器 对了 你的秩序漏洞是什么 红庄女人好奇地问道 他只是随口一问 简单的好奇而已 呃 楚风挠了挠头 正想瞎编个理由 突然 头顶上方 五大至尊主宰出现 他们身后跟三十六个至尊天节 一起死吧 你个老鼠屎 死 都别好过 五大至尊主宰杀意漫漫 一副同归于尽的架势 大姐 救命 楚风看向镜中的女人 直接跳到了梳妆台上 滚 红庄女人眉头一皱 眸光中流露出极大的厌恶 楚风没有什么感觉 但在红庄女人眼里 却是不一样 对方相当于跳进她的怀中 虽然隔着遥远的空间 但她还是非常的别扭 冰冷的眼神看向上空 她眉头微微皱起 刚受了这个家伙做狗腿子 就引来了这么大的麻烦 不过收拾他们 也是非常简单 只是这个祭台 根本马上就要散了 红庄女人 本想留着最后一点力量 宰了王莽的 但显然是不可能了 那个可恶的家伙 骗了自己很多次 已经在她的必死名单之上 我帮你困住他们两个时辰 剩下的 自己想办法吧 红庄女人手指伸出 刹那间 无数的规则之力涌出 化作一道道囚龙 把四大至尊主宰 笼罩进去 36个凶神天结 也被分离开来 装入了笼子之中 时间与空间 在囚龙内停滞 他们被死死地困在原地 做完这一切 残破的梳妆台 若隐若现 随时都要消散 大姐 等一下 还有一件事 楚风急忙呼喊 又怎么了 红庄女人有些不耐烦 她必须要赶紧撤退 否则等 那个家伙现身 少不了一场麻烦 我要进去取造化之种 前面那么热 你看 楚风灿灿一笑 指了指前方 哎 红庄女人无奈 一个胭脂和透镜子 飘了过来 这个东西可以保证你进入其中 另外 用完了 再召唤我还回来 还有 把造化之种一并奉上 女人说完 梳妆台缓缓消散 只剩下最后一丝 好的 谢谢姐姐 楚风伸出两只手 竖起终止 做了一个国际友好的手势 红庄女人眉头一皱 没想到这个家伙 居然如此大胆 正要通过契约 给对方一点教训 然而楚风微微一笑 露出一口小白牙 圣光进化 第108章 禁忌之气 造化之怜 哄 纯洁无瑕的圣光照耀 神气束缚被清洗一空 果然 神气就是不一样 她原本进化契约束缚 都是在一瞬间 这次居然多了0.001秒 可见 秩序之神的契约 远超普通的魔神 你干了什么 红庄女人止不住发问 她猛了 什么情况 神气束缚没了 难道的 这家伙的秩序漏洞 是无视契约束缚 红庄女人反应了过来 此行她遭了一场大骂 当了一个免费的打手 又把禁忌之气送给了对方 还被耍了一顿 赤裸裸羞辱 作为一个秩序之神 红庄女人脸色铁青 此事要是在秩序圈传出去 她就是一个笑柄 一瞬间 楚风上了她的死亡黑名单 你该死 一声娇斥 从镜子中传来 楚风还是保持着 国际友好的手势 目送对方远行 古老的梳妆台 已经完全淡化 距离彻底消散 不过瞬间 所有楚风才有恃无恐 完全不在意 就算你跑到天边 也难逃一死 红庄女人格外暴怒 她缓缓起身 伸出纤细洁白的手指 在计台完全消散的瞬间 伸了出去 误草 大意了 楚风猛然一愣 就要逃命 可手指更快 眨眼间就到她的面前 我命休矣 楚风心中大叫一声 异常的后悔 装得太早了 手指点在她的眉心 融入进去 楚风瞪大双眼 感受着来自额头的冰凉触感 咦 没事 手指并没有灭杀她 身躯也没有变化 只是荡漾起些许涟漪而已 什么情况 楚风搞不懂 为什么红装女人没有杀她 你被秩序之神标记了 王莽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心情格外复杂 标记 是的 计台消散 那一位在最后关头 并完全把握灭杀你 但对你进行了标记 楚风不解 能量涌动 幻化出一面镜子 只见她眉心之中 一抹红点凸显 宛如被点了 朱砂的童子般 用手擦了擦 没有钉点效果 视灵始祖能量 涌入眉心之中 就要吞噬 但当视灵的能量 俯过眉心后 红点依然不为所动 好似不在一个维度般 格外诡异 可楚风明显地感受到 眉心之中 这股能量存在 算了 标记就标记吧 无所调位 她感悟起自身的状态 并未受到任何影响 操 心真大 王莽嘴角抽搐 她再想要不要告诉楚风 被标记的后果 可看到人家不在意 自己瞎操个什么心 秩序之神的标记 可不是说着玩的 对方可以在任何空间观察她 还能以楚风为坐标 建立通道 本尊降临 得罪了那一位 王莽想想都觉得发毛 走吧 去取造化之种 楚风看向手中胭脂盒 黑色的盒子上面 一道道花纹烙印在上面 胭脂盒中 蕴含着一股滔天的能量 但楚风好似和盒子 心意相同般 心面一动 盒子变成 成了房子大 她和王莽进入其中 随即盖上盒子 向着最后一道阻碍冲去 一道道金色的纹路 弥漫胭脂和周围 无穷的炙热之力 被阻隔在外 禁忌之气啊 王莽喃喃自语 心中万分羡慕 挺好用的 还不错 楚风点了点头 非常满意 大哥 你是真不懂 还是装不懂 王莽急气无奈地 翻了个白眼 不就是禁忌之气吗 我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楚风有些不屑 起得名字挺唬人 效果也就那回事 遮风挡雨用 还是不错的 王莽受不了了 他止不住科普起来 禁忌之气 秩序之神的本命之物 拥有无法想象的绝世威能 除了秩序之神本尊允许外 任何人和神无法使用 楚风瞬间了然 怪不得他能使用 感情是得到了 红装女人的同意 没错 这小子说的对 一道陌生的声音突然响起 刹那间 楚风全身炸毛 胭脂盒中 除了他和王莽外 没有任何一人 怎么会突然多出一个 谁 小子 无奈禁忌击凌 不要大惊小怪 声音再度响起 语气中充满了鄙夷 一瞬间 楚风便反应了过来 禁忌击击凌 这玩意还有击凌 井底之蛙 你这种蝼蚁 乃能接到这个层面 击凌忍不住地蔑视 楚风沉思片刻 当即冲着王莽眼球 挑了挑眉 传达出一个信号 原来是击凌老爷爷啊 抱歉 小子有眼不识泰山 见谅 楚风微微一笑 异常谦逊 什么老爷爷 无奈禁忌击凌 可不是你们这些辣姐 击凌的声音异常傲娇 非常不屑 但楚风没有生气 反而好奇地问道 那伟大的禁忌击凌 不知道你有什么才艺呢 呸呸呸 有什么能力呢 你个蝼蚁的般的东西 居然敢打听我的能力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击凌宛如高高在上的神灵 开口训斥 嗨 我以为是个多么强大的存在 原来只是一个吹牛大王 算了 懒得废口舌 楚风眸光中流露出细血之色 充满了嘲讽 小子 谁是吹牛大王 我诞生在秩序之外 很快于时间长河之中 死在我的手里的秩序之神 不知多少 你有什么自得评价无 气凌异常气氛 他没想到居然被鄙视了 要不是主人允许这个蝼蚁 可以使用自己的防御能力 他直接把这两个玩意给炼化了 对对对 别吹了 还时间长河 我看你是马尿喝多了 啥都不会 就会吹牛逼 楚风摆了摆手 一副厌烦的姿态 哦 小子 你不屑 气凌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我求求你了 你能别说话不 跟狗一样 你那个什么主人 让你干嘛就干嘛 别叙叙叨叨 娘们唧唧的 楚风不断地用语言刺激 他是发现了 这个气凌很傲娇 属于火爆脾气 一点就着 禁忌之气 楚风嘴上不屑 但心中非常想要 要是能把这个玩意给进化了 自己绝对多一张超级底牌 啊 太猖狂了 我一定让你看看 什么叫至高无上的存在 气凌气的全身颤抖 就要施展一下神通 让这个井底之蛙见识一下 然而就在此时 周围响起一道巨像 哄 火海散去 前方猛然一亮 一朵血红的莲花 飘荡在地心之中 莲花高达百万米 大道之音缭绕 叶子飘荡 莲花正中央 黑色的莲蓬凸起 那莲蓬之上 七颗金色的莲子 熠熠生辉 荡漾起到的光芒 无穷的生命力 扑面而来 楚风看了过去 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这就是造化之种吗 第109章 妈妈的味道 金莲本源 造化之莲 王莽心头止不住火热 若是他能把这个造化之种吸收了 最起码可以恢复三分之一的实力 一抹贪婪在心中流过 但他知道 这是楚风预定的东西 自己要想染指 没有他的同意 结局只有一个 死 一丝丝红色的线条 延伸入上方的火海之中 宛如输送能量般 给诅咒地狱 不断补充能量和魔物 造化之莲的下方 则是五个破开的大简 大简已经破开许久 其中的能量消失殆尽 楚风微微感受下 上面残留的气息 万昼 黑山 魔家 天启 恋恶 五大至尊 主宰气息 一时间 他不由得异常惊恶 都已经过去了几十万年 没想到在造化之莲的保护下 居然还保留着原状 我的孩子 你回家了 一道充满了慈祥的声音 响彻楚风耳畔 他宛如看到了去世多年的母亲般 躯体中异常乏累 母 母亲 楚风喃喃低语 不自觉地向前走去 回来吧 回到妈妈的怀抱吧 声音就像是蕴含了无穷的魔咒 像是在召唤远方的游子 充满了无穷的怜爱 楚风眼神变得呆滞 宛如梦游般走了过去 而造化之莲中 叶子抖动 聚合在一起 一根根尖刺凸起 流露出森然的气息 绝杀之意 不言而喻 停下 停下 他是在蛊惑你 往往拼命地大叫 异常焦急 禁忌器灵看着这一幕 陷入了矛盾之中 他再想要不要救下对方 主人的命令 是让对方使用自己的防御能力 没说让他关键时刻就这个家伙 而且此人非常的可恶 怀疑自己的强大 该死 你这么聪明的人 怎么会受他的诱惑 王莽急了 不停地呐喊 每一个造化之种 都是老狐狸的存在 他们孕育了整个地狱的魔神 腹黑无比 特别是楚风深寒 是灵始祖的能量 更是他们的克星 这家伙 肯定不会束手就擒 可王莽不能上前 他只有一个眼球 发挥不了什么实力 而且在布置红装祭台的时候 使用了密法 现在虚得很 楚风一步步走到造化之连脚下 眼神中是无尽的疲累 结结结 没想到这么好忽悠 造化之连压力一松 看着近在咫尺的猎物 十分激动 从楚风穿越岩浆火海的时候 造化之连 就已经感受到了对方的存在 蕴含是灵始祖的能量 令他格外惊悚 虽然这个家伙非常弱小 可把他克制得死死的 不过还好 有惊无险 他要是吃掉对方 等级必然提升 甚至可以图谋 其他的造化之种 走上一条专属的道路 成就无上神位 再也不会被囚禁 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被当作电池使用 叶子舞动 一根根尖刺 就要刺破楚风的皮肤 然而下一秒 楚风一个闪身 出现在的帘篷之上 啊 造化之连花猛然一愣 没有反应过来 你个脏东西 真以为老子这你都到了 楚风此时 哪还有一点梦游的样子 状态异常的清醒 他进来的一瞬间 就从造化之连上面 感受到一股深深的敌意 那是一种原始的欲望 他想吃掉造化之连 可对方也想吃掉它 楚风怎么可能不提防 将计就计 帘篷之中的金莲子 散发着磅礴的生命气息 不用想就明白 这是造化之连的本源所在 楚风站在上面 微微一笑 躯体内的 视灵始祖的能量 尽数涌出 一只三足魔缠现身 吞天是蝶 楚风一声大喝 无穷的犀利散发 砰砰砰 金莲子破口而出 尽数涌进魔缠体内 还给我 造化之连心中大惊 万千红色细丝涌动 瞬间刺入魔缠体内 他必须在对方炼化之前 把本源莲子抢夺回来 否则 等待他的 只有硝王 视灵之力 侵染上金色莲子的瞬间 莲子表皮分解 化作一道道金叶 融入其中 楚风的境界 呈火箭速度提升 序列四巅峰 眨眼之间 又突破到了序列三 一股股磅礴的精气被转化 楚风不断提升 序列二 序列一 短短几十秒的时间 他跨越三个大境界 进入了至尊主宰的行列 造化之帘气息下降 一片片叶子变得枯黄 静忌气凌和王莲看得目瞪口呆 他们不知道 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只见造化之帘的叶子 不断枯萎 他 他成功了 王莲呆若目击 上一秒 他还为楚风担心不已 转眼间 对方就搞出了反击 一个秩序之神的失败产物 有什么大不了的 静忌气凌 忍不住开口打击 王莲瞥了他一眼 心中直抽抽 这家伙可能不知道 他已经上了楚风的残桌 等楚风收拾了造化之帘 绝对会对他下手 楚风化作的魔缠 被造化之帘的细丝包裹 一股股力量袭来 体内的金色帘子翻滚 好似要破体而出 这怎么能行啊 楚风心念一动 魔缠回到躯体之内 连带着一起的 还有万千红丝 他被细丝牢牢捆住 心头不由的一沉 这样下去可不行 试灵之力分解得太慢了 到现在才分解出一颗莲子的表皮 按照这种速度发展下去 要想把造化之帘的本源 尽数吞噬 最起码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楚风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他进入至尊主宰之境后 已经感受到上苍之上 那个秩序的之神 正在向这里注视 秩序寺的天节还未度过 又连跨了三个大境界 对方肯定不会放过自己 而且冥冥之中 有股巨大的危机感 充斥心头 他眉心中的朱砂红点 泛起点点光芒 很显然 红装女人也行动了起来 老子可没这么多功夫陪你拉扯 楚风眼神眯起 施展了本命天赋 刹那间白光闪过 七颗金莲被圣灵之光冲洗 一道绿芽从莲子陡然冒出 下一刻 嫩芽生长扎根 一朵朵红色的莲花 徜徉在士灵能量之中 不断摇曳 而失去了金莲本源之后 弱大的造化之莲 迅速枯萎 你你干了什么 造化之莲花 留下最后一句话 身躯轰然倒塌 化作一团粉尘 楚风飘荡在地心之中 身躯周围缭绕起 阵阵道音 我的天哪 他真的成功了 第110章 强敌到来 套路静寂 往往不由地感到心计 望着漂浮的楚风 心中格外复杂 造化之种 一个大地狱的根本所在 拥有了它 就相当于控制了一座地狱 更是多少强者梦寐以求之物 多少年来 数不清的至尊主宰 甚至是一些 神都折损在这条路上 而楚风成功了 这才多久 他成功地摘取了一个造化之种 实力大净 跨入了至尊主宰的行列 更重要的是 现在楚风已经彻底崛起 拥有了和神谈判的资本 只要他不出诅咒地狱 在这里 他就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楚风闭上双眼 静静地感悟自身 七朵红色的莲花 在士林之力内扎根生长 闭波荡漾 每一朵红莲之中 散发着阵阵道音 莲花出于泥而不染 浊青莲而不腰 深红的莲花中央 一个个小人盘坐 模样和楚风相同 只不过脸上的表情不一 布满了不同的情绪 傲慢 嫉妒 暴怒 懒惰 恶食 淫欲 七大原罪 楚风难难低语 原罪为诅咒地狱的本源 也是这朵造化之莲的根本所在 一种本能的感悟浮现心头 楚风进化了造化精莲以后 能深刻感知到 吞噬造化之种是最错误的方式 而且造化之种根本无法吞噬 虽然可以让本身的境界突飞猛进 但隐患极大 吸收了造化之种 本身也就成为了另一个造化之种 只不过换了一个意识体而已 融合才是正途 只有把所有的造化之种融合在一起 才能踏入那之高的巅峰 对于别人来说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可相对楚风来说 他的本命天赋解决了这个难题 隐约间 他仿佛明白 圣灵进化最大的作用 并不是吴氏契约束缚 而是洗涤三千地狱的造化之种 从而全部融合在一起 超越秩序 前路愈发的清晰 楚风缓缓睁开双眸 一念散发 整个诅咒地狱的一切 全在感知之中 在这里 他可以随心所欲 编织一切 火海中被囚禁的四大至尊主宰 三十六个凶神天节 亿万万魔物 游荡在地狱各处 秩序神恋纵横交错 规则之力 弥漫整座空间 时间 空间全在楚风的注视和控制之下 甚至只要一个念头 就可以让五大至尊 主宰那些天节魂飞魄散 这就是造化之种 带来的超级蜕变 诅咒地狱内 他无敌 但除了地狱 也是一位强大的至尊主宰 彻底有了立足的资本 透过无尽地狱空间 楚风明显感受到 两个至高无上的存在 注视诅咒地狱 气息非常熟悉 掌控神法的秩序之神 另一位则是红装女人 楚风嘴角勾勒 眉毛止不住挑起 秩序之神又怎么样 只要来了自己的地盘 是龙他得盘着 虎也得握着 心念一动 秩序神恋一道道涌出 爆发出耀眼的光辉 整个诅咒地狱表层 一条条秩序神恋围绕 完全地包裹 时间停滞 万物骤停 楚风抽取所有的秩序神恋 加固在空间之上 就算是那两个秩序之神 要突破进来 也得需要一些时间 清冷的眸光 看向禁忌气灵 眼底闪过一丝火热 他要在红装女人 和神罚之神到来之前 把这个家伙彻底收服 必须在收服的过程中 保证万物一失 等红装女人下来之后 也好给人家一个惊喜 而且这个家伙 此时在楚风眼中 格外不同 他体内充满了 一股未知的规则 这种规则之力 不在秩序之内 凌驾于世间万物之上 异常强大 但他太傲娇了 活脱脱的一个二十足 对付这玩意 楚风有着十足的经验 他身躯落下 出现在禁忌气灵面前 冰冷的眸光中 绽放出温暖 微微一笑 露出一口小白牙 清冷的气质 和煦的笑容 给人沐浴春风之感 往往下意识 瞥了气灵一眼 不由地可怜起来 要杀猪了 层层空间之上 红装女人双手舞动 一道道秩序之力凝聚 化作通天阶梯 向着诅咒地狱延伸而去 对楚风标记之后 他无时无刻不再看着 当发现对方 把造化之种吸收后 红装女人剧烈地震惊 他没想到 这个家伙真能收服造化之种 同时也发现了一件 更为担心的事情 对方居然在打 自己禁忌之气的主意 他急了 自己的禁忌之气什么脾气 他异常清楚 有王莽那个资深的骗子 在旁边 加上楚风的秩序漏洞的能力 说不定真的会把 自己的禁忌之气策反 要是真成功了 那一切都完了 再也顾不得其他 急忙向诅咒地狱搭建天梯 就要降临三千地狱之中 本来这种搭建 异常简单 也就在一念之间 可诅咒地狱表层 被秩序之力不断加固 就算是他 没有几分钟的时间 也完成不了 同时和红装有些相同心情的 还有神法之神 他发现了一件 极为恐怖的事情 自己的神法 居然被阻挡了 这是从未出现过的情况 自从占据了三千地狱之后 没有发生过一次 太诡异了 略微感知下 便找到了源头所在 诅咒地狱 而且还是那个男人 这一次 神法之神彻底的愤怒 那个家伙 再次藐视自己 而且已经触犯到自己逆龄 炼化了造化之种 这怎么能行 已经严重地触犯到了他的利益 当即奋出一道分身 向诅咒地狱而去 这次你必须要死 诅咒地狱地心深处 禁忌气凌看着眼前的男人 心中不由地 生起一股深深的危机感 你干嘛 没事 看看你长啥样 呃 我不搞急 我对你没那方面的想法 别多想 楚风心底不由地泛起恶心 这家伙对自己的成见太深了 而且太过自恋 不过时间紧急 他给对方准备了一剂猛药 我说 盒子 你有没有兴趣挣脱枷锁 成为自由之身呢 啥 你叫我啥 气凌猛了 他不敢自己的耳朵 下意识地出口问道 盒子 盐纸盒 不就是盒子吗 楚风挑了挑眉 随意说道 你嘛 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干掉 不信 我不信 不信啊